第三百一十二集 有十几个兄弟 而刘子月这个混蛋 却说我是故意让兄弟们去死 可恨的是 首领他竟然也是这么认为的 说要是再这么下去 或者再死任何一个兄弟 要 要立刻废了我 昨天 我们真是冒险出去了一次 运气好 那只丧生没出来 结果就跟这两个小兄弟撞在一块 因此迫不得已 抢回了物资 但这些却还远远不够 我靠 这你也忍 郭元不由自主 替陈无畔问道 你们可以逃走啊 你傻逼的就让那些家伙驱使 我们几个一块从工厂出来的 除了我和李华 其他的人都在刘子月的手底下 我怕我们要是自个儿走了 其他人要遭殃啊 这都是老乡 一个村子里出来打工的 有一天要是一块儿灰了江 我咋向乡里人交代啊 老陈气氛带了几分痛苦 抓着脑袋 几个人的眼神 瞬间眼巴巴望着沈臣 事情的经过就在这里 怎么处理就看沈臣的回复了 沈臣眼睛微微闭起 而后说道 那只净化丧尸情况 跟我说说 陈无畔的眼睛里 几乎是燃起希望的亮光 他急忙将沈臣毕恭毕竟迎了回去 而后说道 说起那只丧尸 净化得简直太恐怖了 听了老陈的复述 老梁 林卫然他们神色 开始有些吃紧 不是他们想象的 仅仅是极为高大的丧尸 按照沈无畔的说法 这头生物似乎有某种智慧 知道躲避 甚至会运用地形周旋 最恐怖的是 他已经脱离基本丧尸 啃咬抓挠能力 他的双手或者严格来说 是纸匠 已经变成利刃 右手则是彻底演化成 极其锋利和巨大的利爪 最长的一根 尖锐的已经达到一米 所有人瞬间冷汗如雨下 每个人都是忽然想到 先前那只孕妇丧尸的恐怖 看来他们在这大安逸太久 根本不知道这外面世界 没有那么安全 这就是那只丧尸的进化形态 是根本打不过 一爪子加了 就跟穿堂葫芦一样穿起来 而且他跑步速得又快 加上有心思狡猾 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 太难打了 不能说他是净化丧尸 或许我需要给你们 普及一下基础知识 进化丧尸 是指目前已知丧尸基础上 逐渐开始强化进化的丧尸 他们速度会越来越快 力量会越来越大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家伙们 开始逐渐有一些智商 有一些甚至能够进行简单交流 并且他们进化到最后 会产生不稳定的再生效果 可能导致受穿的部分 自行发生变异 从某种异设而言 这种丧尸的进化 像是我们全方位能力者 提升的是速度和力量 以及反射神经等身体方面 不过 这些只是普通的进化丧尸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听到 关于丧尸的话分 立刻认真听着 只是随着沈尘的说话 眉头紧锁起来 沈尘继续缓缓开口说道 至于成员说的 叫做变异丧尸 约摸三百个丧尸中 会产生一个这样的变异丧尸 变异丧尸来源有三种 一种是自然变异 变异又因可能是因为吃了新人类 疑或者丧尸体内发生突变 第二种则是由于炮火打击 这种变异丧尸 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单方面进化者 第三种则是新人类感染上尸毒 这一类又跟新人类因为喝了进化液 而导致身体崩溃 变成怪兽比较相似 唯一的区别是 被丧尸弄伤自己也会成为丧尸 而被怪兽弄伤却不会 所有人这才恍然大悟 陈无叛也是第一次听的这些情报 这些消息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毕竟到现在就是新院小区 也没有那么详细的划分丧尸的区别 以及对于怪兽出现的详解 所以说这个丧尸是变异丧尸 郭元严肃地问道 是的 强大的能力让他们肆无忌惮地可以掠食人类 并且恢复智商比一般丧尸要快上很多 两个月的时间 三阶以上的变异丧尸 咱们已经遇到两只了 看来过段时间后啊 这样的三阶丧尸应该是会越来越多了 所有人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 手心里全是冷汗 一股强大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原本还觉得自己实力强悍的他们 听沈臣这么一说 立刻明白过来 这些恐怖的丧尸很显然威胁性更大 而自己的身手根本已经落后许多 别的不说 就那一个孕妇丧尸 他们就无法杀害 万一这种强度的丧尸越来越多 所有人都不敢再想下去 我们人类还渺小得很 不要以为自己此时就已经站在安全区 想一想吧 S是两千多万人口 活下来的至少一百多万 剩下两千万丧尸里 有十几万之多变异丧尸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强悍 更别提一百多万人口里 还有数不清净化失败的变异怪兽呢 三阶以上的变异丧尸 必须及时铲除 一旦让他们成长起来 他们会很快地以等级和品种优势 收敛低等级丧尸 如果一旦真正形成丧尸大军 无论多少人类都不够他们吞灭的 最后地球只能成为人类葬身之地 杀必须杀了他 老大 你说怎么办 所有人心中立刻紧张起来 只等着沈臣的吩咐 既然这只丧尸盯住你 老陈 沈臣的目光 默然转向陈无叛 你的进化方向是什么 陈无叛缓缓缓摊开手 只见他的手指将 出乎意料地疯狂长起来 瞬间长得半米之长 就是这个能力 手指甲长得很快 而且现在 我已经升上了二级 指甲也退了两次壳 每一次都会更加坚硬 袁红简直是眼睛一亮 老陈 你这个简直是暗杀利器啊 你这上去握手 出其不意捅人一指甲 那对方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难怪那只丧尸找上你 某种程度上说 你们的单方面进化是极为相似的 他应该是想吃掉你 然后更方便他的进化 沈臣明了点点头 而后唯唯一笑 这就好办了 陈无叛点点头 难怪他一直盯着我 那么接下来 我会出去充当诱饵 只要我出门 那只便衣丧尸 就会出来 我会负责击杀他 不过陈无叛 我只会负责 我只会负责击杀这只丧尸 至于你的私事 我不会参与 第三百一十三集 老陈立刻点了点头 我明白 我明白 等出了这只丧尸 我也有办法弄到普通丧尸的头颅了 至于 那个刘子月 等这次办好了交易会之后 我想个办法 把我的人从他手里要回来 然后我就离开这儿 投奔你去 交易会 什么交易会 是 新院小区 交换净化业的交易会 沈臣兄弟 你不知道吗 说给我听听 本来抢那些物资 还有丧尸的头颅 就是为了 给新院小区 交换净化业的 他那里 现在净化业可是抢手呢 要不是看在 我们是个比较大型的聚集地 根本都不搭理我们 这次 我们头 跟他们好说 打一双 把这次内部交易会 放在我这儿来办 事情 就是这样 郭元和赵真的目光 立刻望向沈臣 净化业抢手 郭元诧异地指了指 张伟的脑子 这些不就是净化业吗 你们还要拿物资去换 是你们脑子坏了 还是我脑子坏了 什么 陈无叛立刻傻眼 但郭元的表情绝不是座位 林卫然和老梁他们几个 看他的表情就像看一个傻子 你是说 净化业就是从人的头颅里取出来的 陈无叛当时不寒而栗 不是人 而是丧失的头颅里的液体 将它沉淀四个小时就可以饮用 每次饮用不能少于二十四到三十六个小时 你们是有多蠢啊 才会拿物资去换这些满大街都是的东西 郭元恨铁不成钢地摇里摇头 这怎么可能呢 陈无叛立刻望向沈臣 沈臣点点头 表示郭元说的没错 得到确定的陈无叛 瞬间傻了 他立刻跌回位置 嘴里喃喃说道 我的天哪 我们都被心愿小区耍了 的确 所有外围聚集地的人都被心愿小区耍了 满大街的净化业成为珍稀的药剂出售 某种意义而言 心愿小区的危害 已经远远超过沈臣的想象 因为净化业的不完全性 会导致这些新人类可能下一刻就变成怪兽 眼下这些人不过是一阶 可是如果到了二阶呢 只怕再继续喝下去 南方聚集地有一大半人都会成为怪兽 丧尸要杀 心愿小区这些贪得无厌的水质也要除去 再这么让他们肆无忌惮发展下去 周边的聚集地都要完蛋 人类也会被祸害的 只剩下变异怪兽 沈臣紧接着拿出小盒子 替陈无叛测了吸收率 在看见陈无叛吸收率达到八十点一的数值后 才松了口气 而后他沉了沉脸 挥了挥手道 交易会的事情 回来再说 眼下先去杀了那只变异丧尸再说 老陈的脸色 在听到净化业的危害后 便是一直阴沉的厉害 但好在自己吸收率还算安全 当下便是重重点点头 沈山老大 一切都挺你的 一行人再次出动 两辆车一前一后 开出南方聚集地 老陈并不是很放心 还带着十几个手下一起前往 但在袁洪这些人眼里 这十几个人 其实都是毫无作用的 或许陈无叛 是想借此机会清除异己 但这种事 谁也不会说破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呀 这只丧尸的位置 我们一直没有发现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个丧尸并没有跟随我们 到聚集地的地盘 陈无叛不清楚 为何这只丧尸看上他 却不来聚集地吃了他 但沈臣却心中明白得很 说起来 丧尸道和人类一样 也同样需要划分地域 高级的丧尸 本能得有领地观念 某种情况而言 在一个高阶丧尸领地 很少会遇见 另一只同样等级丧尸 而对于高级丧尸而言 他们不会轻易到 其他同样强大丧尸地盘 因为这代表着挑衅和决斗 除非是非常有自信 能吞并对方 陈无叛的地盘上 有一只孕妇丧尸 同样也是三阶 就等于这片 是那个孕妇丧尸领地 所以这只变异丧尸 才没有直接掀翻 陈无叛聚集地的行动 换句话说 那只孕妇丧尸的存在 竟是意外地保全了陈无叛 陈无叛担忧地看着车外 他们已经在这附近 开了好几圈 但那只丧尸 却仍然还没有出现 略微思考一会儿 沈尘便是说道 开车往北五公里以外 按理说 三阶丧尸 估计领地范围在五公里差不多 那只孕妇丧尸肚子里 有一只鬼娃娃 所以辐射范围更广一些 陈无叛没有质疑沈尘的话 立刻点点头 示意司机向北开去 汽车很快便是在空旷马路上行驶 连续撞飞好几辆碍事的汽车后 车子便是缓缓使出沈尘所说的五公里范围圈 一出五公里之外 路上丧尸便是开始多起来 视线中四处可觅食的丧尸成群结队 这些衣衫褂褂的恐怖生物 手里已经开始拿起武器 或者是一根树枝 或者是一颗石头 面带着呆滞而害人的神情 嘴里流着腐臭的黄色液体 一听见汽车的声音 丧尸们瞬间齐刷刷地回头 上千只惨白眼珠死死盯着两辆汽车 开车的司机有些紧张 他才刚刚升得一解 对上这么多丧尸还是头一次 心中一个哆嗦 汽车竟然熄火在半路上 上千只丧尸兴奋嘶吼声 煞时间传过来 震耳欲聋的声音 简直让所有人胆战心惊 他们的步伐从缓慢到快速 从各个方向开始包围起来 望着这些猙獰的长着血盆大口的丧尸 所有人都是身心一震 即便看过多少次 在面对这些和人毫无一样的恶心的生物面前 所有人的心还是有所颤动 下车杀了他们 陈无叛力声高鹤 两辆车瞬间下来十几个人 手上砍刀长枪枪械各自不一 一声怒吼 人和丧尸顿时杀成一团 但这些丧尸进攻能力显然高了很多 沈尘甚至从里面看到不下百个身体里 腐烂的血肉开始凝结 渐渐地开始透露出金属光泽的丧尸 这些明显进化过的丧尸肌肉皮肤发生巨大改变 显然并没有增加身高和体积 但是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坚硬 拧实起来 腐臭的黄色和黑色液体在天空飞舞 凄厉的叫声不光来自丧尸 也来自人类 已经有两名人类在交战的一瞬间 便被丧尸击中 瞬间淹没在尸群里 只留下一声凄厉惨叫 沈尘双目一沉说道 杀 杀时间四个身影飞奔出去 却见老梁一声怒吼 整个身体杀时间迎风而涨 巨大的身高优势 让他一拳下去便是轰飞许多 一脚下去便可以踩烂好几只丧尸的身体 林卫然和郭元再一次上阵 就是最弱的袁红 也是咬着牙拼了命的向前冲 上一次他们可是一百个人杀两千只丧尸 如今只有十几个人 却要对付那么多丧尸 此情此景 袁红也是豁出命去 锋利的钢刀划破空气 砍断前面丧尸头颅 银色的刀光在空中划过 优雅而残忍的光线 沈尘一出手 这些人压力骤然减弱 然而丧尸群却还是源源不断地冲了上来 一时间所有人都杀红眼 身体素质已经强于常人两倍有余的新人类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最大能力 疯狂杀着丧尸 然而丧尸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 沈尘看着那十几个汉子有些支撑不住 立刻喝道 行程圆圈 背部相抵 随着沈尘的呼喊 十几个人立刻从分散到集中 背部两侧全有自己的人 每个人只要专心对付眼前涌上的丧尸 一下便是压力骤减 虽然丧尸一圈一圈 如同海浪涌上 但同时面对的无非只有四五只 无数的腐臭手臂在抓挠 人和丧尸的战斗再一次打响 紧密的圆圈如同绞肉机一般 将每一个冲上的丧尸 剁成肉馅 若是人在天空看 便能感觉整个街区犹如一个巨大漩涡 源源不断地吞并这些丧尸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忽然一声凄厉惨叫声发出 原来是一个男人率先支持不住 慢了几秒出手 立刻他身边一个男人便被抓了出去 眼睁睁被拖进丧尸群中 瞬间便是被十几个丧尸围住 而后只能听见惨叫声 和一把把被撕扯出的血兽 所有人的心都颤住了 他们猛然咬紧牙关 再一次疯狂地厮杀起来 面对无穷无尽的丧尸 最危险的就在于 自己并不是实力弱 而是体力不支 被尸海战术湮灭 战局已经进行到二十分钟 这已经是进化者的强力战斗的极限 然而这些丧尸并没有杀完的趋势 反而是呈现包围状态 反倒是随着时间推移 陈无叛手下已经死去七八个之多 剩下的如袁红和林卫然 显然已经体力不支了 袁红的手已经发软 他颤抖着咬着牙问道 这些丧尸怎么源源不断杀不完呢 因为那只变异丧尸已经来了 沈尘的钢刀在空中划过 立刻带走袁红身边一只 想要向他抓来丧尸的头颅 到了此时 沈尘再不知道 肯定是那只高阶丧尸搞鬼 便是奇怪了 这个家伙显然看着威胁众多 打算以尸海战术终结他们 沈尘的心越发凝重起来 难怪前世S是死伤如此惨重 从眼下情况来看 三阶的丧尸层出不穷 而这只丧尸显然已经有了指挥军队的能力 照这样下去 恐怕他们杀完了丧尸 也没有力气再面对那只三阶的便衣丧尸 不行 不能这样下去 沈尘默然紧闭起双眼 在睁开眼时 下一刻所有人都惊异地发现 此刻的沈尘给人的感觉和先前完全不同 杠刀三十 霸奇 黑色的利刃带起道道旋风 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只见眼前成片丧尸 瞬间土崩瓦解 只能看见内脏和骨肉在空中盘旋 绵绵不绝的刀势 带着刀锋索向披靡 沈尘的气势瞬间长到极致 身在沈尘身边的人 只感觉有什么恐怖东西从沈尘身体里疯狂窜出 疯狂霸气 恐怖的刀锋 红扫千军般将面前丧尸如秋风落叶一般杀死 沈尘恐怖的速度和绝对巅峰的力量 再加上荡刀三式的加成 硬生生在丧尸包围圈里打开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随着沈尘的舞动身姿而越来越大 犹如优雅的舞蹈一般 把周围近身丧尸头颅一一斩断 漫天的黑血好似一个画家挥豪作画 漫天血雾中只能看清他的背影 好厉害 陈吴畔呆呆看着沈尘 这就是沈尘的真正实力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老大他至少杀死过上万只丧尸 而且是一口气 老梁自豪说道 当时他可是也站在高楼上亲眼目睹着那一刻 鲜血和断指无限刺激着沈尘的所有感官 畅快灵力的杀戮让沈尘只觉热血上涌 手起手络之间带走的是一片丧尸头颅 很快丧尸竟然不由自主地后撤 然而沈尘却是知道 荡刀三是对于自己而言 体力上也是一个负担 最好的办法 还是要将那只便衣丧尸引出来 这头便衣丧尸十分狡猾 到现在还不出现 显然是在担心他们围剿他 看来只能激怒他 漠然间沈尘双眼一沉口中长出一声长啸 这个声音极为古怪听上去像是丧尸的嘶吼又像是人类从父母传出的特殊声音 老大在干什么 袁红急忙问道 郭元摇里摇头 估计是杀得太爽了 好量早的 有沈尘在前面杀着 他们的压力骤然减少许多 老梁和陈乌叛 还有郭元 算是最厉害抉择 充当后面主力 然后很快 他们忽然发现 丧尸潮似乎开始退下了 这些丧尸仿佛开始惧怕起什么 从最外围开始撤退 怎么回事 是不是咱们老大 把这些丧尸都吓跑了 丧尸真的退了 真的退了 陈乌叛手底下还活着的男人 瞬间惊喜喊道 然而袁红在这一瞬间 几乎同时大喊一声 好浓的石臭味啊 什么 怎么了 有一股恶臭过来 还有三百米 马上就要过来 好臭 好臭 袁红捂着鼻子高声喊道 伴随着袁红的话语 所有人忽然只觉得 脚下大地开始颤抖 漠然间从路边传了一声乍响 红素的关头水泥石头 从路边的房屋中爆了出来 接近四米的青色巨型丧尸 拖着巨大的骨头变成了利爪 每一步都在柏油马路上 踩出一个巨大脚印 身后的地面 立刻被他那利爪 抓出几道深深的痕迹 伴随他的前行 地面马上变得支离破碎 烟尘四起 那些石子碎块支离破碎 喷得到处都是 所有人全部已经僵硬住了 太可怕了 这还是丧尸吗 这样的丧尸 如果真如沈臣所说 三四百个里面 就会出现一只的话 全世界多少人口 这些恐怖的生物 又会有多少 最后十几只丧尸 被沈臣一刀砍倒 他不禁回头看去 眉头不由得骤起 果然是三阶丧尸 而且因为生前是 剑撞男人的原因 这只丧尸的战斗力 显然还在那只 孕妇丧尸之上 青色便衣丧尸 踏着夸张步伐 大不流星的 就朝着这群人方向奔来 而那些逃窜出去的 普通丧尸 犹如老鼠见到猫一般 纷纷吓得赶紧退逃起来 然而这只青色丧尸 并不在乎 沉浮于自己的 普通丧尸的畏惧 随着他的脚步开始奔跑 这只丧尸 完全无视前面挡路的丧尸 偶尔那些 衣衫蓝绿的丧尸 挡在前面 他都会像拍苍蝇一般 直接把那些不长眼的家伙 拍成一团血泥 或者直接踏着他们身体过去 所到之处 处处都是肉泥血迹 这样的出场 简直震撼了所有人眼球 每一个人都是心脏 感觉好像承受不住 这样的压迫 跳得就像崩出胸膛一样 而陈无叛此时格外恐慌 失了分寸 他不明白前几天那只丧尸 怎么会忽然一下厉害到如此地步 陈无叛并不知道 为了引出这只丧尸 沈辰用的吼声 是只有丧尸才能理解的挑衅 挑战 第三百一十五集 一山不容二虎 这只丧尸被人闯进他领地挑战他 自然是格外的愤怒 竟是爆发出比平日高出一倍有余战斗力 也难怪陈无叛他们下到极限 却听沈辰高声力喊道 老陈 叫你的人快藏好 这已经不是这些才一阶左右的人 能够参与的战斗 与其让他们送上去 当这只丧尸的补品 还不如立刻脱离战场 陈无叛立刻喊了一声 仅剩的几个人立刻逃命般跑上了车子 沈辰将仅剩十几只丧尸杀完 猛一回头 却见那些人已经在疯狂发动汽车引擎 不要上车混蛋 沈辰又惊又怒 这些人哪里是藏 分明是逃 可是逃要是逃得掉也就算了 他们知不知道这样更危险 然而此时的喊声已经没有作用 汽车很快发动 浓浓的尾气噴出 车子已经绝尘而去 然而或许是动态的东西 更加吸引眼球 却见那只丧尸猛然怒吼一声 只见他竟然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力气 生生将旁边一个巨大电线杆拔起 然后高高举过头顶 所有人的眼睛煞时间缩成一个尖 仿佛是慢动作回放一般 只见那几米高的电线杆从手中扔出 巨大电线杆如同陨石一般 砸向那辆逃窜的车子 巨大的烟雾扬起 所有人忍不住闭上眼睛 随着巨声响起 只见那个电线杆重重拍在车身上 煞时间将车子压成了铁皮 人类脆弱的身体 在绝对力量面前 简直是不堪一击 整个车身被压得扁扁的 可以看见完全塌陷的铁皮下 缓缓流出了血红色液体 还有被砸烂的肉泥 和几颗破碎的眼珠 无一生还 残忍的画面 让林卫然的双目煞时间恍神 整个人一摇晃跌坐在地上 他哪里看过这么血腥场景 下一刻 就见老梁猛的大喊一声 林卫然慌张抬起头 却见一个旁人大物 向着自己飞速压了上来 竟然第一个 便是找准林卫然 看来这个便衣丧尸 已经有了分辨敌人强弱的智商 这个想法浮现在所有人脑海中 他们不禁打了个寒颤 不可能 便衣丧尸竟然已经有这样的智力 林卫然此时已经恍神到无法动弹地步 就在此时 却见郭元和袁红 陈无叛 老梁怒吼一声 四个人竟是飞速冲的三阶便衣丧尸身前 他们极力试图拖延这只丧尸对林卫然下手 砍刀和拳头狠狠砸在这只便衣丧尸身上 袁红的攻击对于三阶丧尸而言 只是挠痒痒 郭元的钢刀也只能在怪兽身上 留下青白色的痕迹 老梁的瞬间变身 狠狠地拳头砸在丧尸身前 奇迹般拦住丧尸行径 唯有陈无叛的立甲 狠狠地捅破便衣丧尸皮肤 煞时间青紫色鲜血瞬间飙射 血化点点 沈尘一个箭步而上 身影立刻从十几米远瞬间而至 将哆嗦的林卫然一把拽起 立刻几个藤院将她安置在远处 对不起 我太没用了 林卫然看着远去的沈尘 默然流下眼泪 陈无叛的进攻 让这头便衣丧尸吃痛 他愤怒长死一生 紧接着双爪猛然一挥 强大的力量顿时将 郭元和袁红重重拍飞出去 老梁也是后退 十好几步才稳住 然而丧尸的利刃 还没有因此终结 行进的轨迹 依然原路而下 宝强的力量 马上就要来到陈无叛的身前 而此时陈无叛的指甲 还插在便衣丧尸体内 根本来不及拔出躲闪 他惊慌失措抬头 却见那双星红的眼睛 爆发出一股杀戮和残忍 这个便衣丧尸的眼神中 竟然莫名出现 令人恐惧的贪婪和渴望 老陈快逃 凄厉的尖叫声响起 然而看着这灯笼一般大小的眼睛 陈无叛只觉得巨大恐惧 冲上整个身体 他竟然呆愣愣地 情不自禁停下手中动作 阴光一闪 那根一米有余的利爪 即将划过陈无叛的身子 眼看就要将它分尸了 巨大的钢刀刀锋带起一阵狂风 横扫向眼前的便衣丧尸 煞时间便一丧尸 只觉背后有恐怖袭来 当下放弃陈无叛 立刻将利爪收回 转身防御 趁着此时 却见老梁猛然冲了上去 将陈无叛拖了回来 陈无叛已经吓傻 整个人站也站不住打颤 一眼之下 已经丧尸斗志 这就是恐怖的丧尸吗 当时他是怎么几次 从这只丧尸手里逃出来的 沈臣的钢刀 在空中凌厉地闪过一道弧线 但那只便一丧尸 竟然丝毫没有防备的意思 而是再次转过身来 他愤怒地看着眼前 这个将食物抢走的敌人 脚下几个发力 追上老梁 煞时间利爪顿时 向老梁头顶抓来 老梁快撤 沈臣急忙喊道 却见老梁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竟然直接抱起陈无叛 冲进旁边房屋里 轰然一声 墙壁上瞬间一个三四米高的人形洞穴便是出现 破墙而入 纷纷扬起的灰尘 让便一丧尸滞留几秒 沈臣心中微微一松 紧接着抱喝一声 双手再次举刀 挡刀三十 破 一声巨响 钢刀狠狠插进便一丧尸头颈 只见鲜血瞬间飙射几米之高 丧尸的怒吼在整个街区回荡着 所有人忍不住眼睛一亮 大声叫好 然而欢呼声音显然快了很多 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目光下 那只便一丧尸默然吃痛 竟是一个反身 狠狠地一掌重重向沈臣拍去 巨大的力量将沈臣身体如拳击带一样拍飞出去 巨大冲击力直接将沈臣肩膀震碎 沈臣闷哼一声 整个身体狼狈地在空中一个飞跃 就地滚了好几圈 卸掉那霸道无比的力道 沈臣忍不住轻哼一声 咬着牙紧紧隐忍着 肩膀上虽然没有血迹 然而右手却是已经抬不起来 刹时间迟来的感觉 剧烈的疼痛 让沈臣忍不住支撑不住 五脏六腑如同移了位一般撕透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只便宜丧尸的猖獗 他的脖颈处还插着那柄荧光闪闪的钢刀 却是依然屹立不倒 如灯笼一般血红的双眼 死死盯住沈臣 发出令人恐惧的怒吼 太可怕了 简直太可怕了 这才是真正三阶丧尸的实力吗 相比之下 那只孕妇丧尸 果然是弱者的存在 所有人呆滞地望着那只便宜丧尸 这还能打吗 这该怎么打 便宜丧尸怒吼着 向着沈臣的方向而去 在他看来 这只食物 显然是那种具有攻击性的食物 然而本能却是告诉他 只要吃了这个食物 他就可以再一次进阶 这个食物 跟别的食物不一般 那只已经不像是从人变出的巨大脚掌 高高抬起 相较于人而言 显得是如此巨大 遮天盖月一般向沈臣碾压过去 沈臣及时侧身翻滚 却见原本栖身的地方 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坑 难以置信便宜丧尸的力量 竟然将水泥地踩得塌陷开 这要是被便宜丧尸踩中 只怕就是一泡血泥了 咬着牙关挣扎爬起 沈臣的双目盯紧这只便宜丧尸 郭元和老梁他们 算是跟着沈臣久的 却从没见到过沈臣 此时脸上神情这么肃然 沈臣缓缓地站起来 漠然间从腰部抽出一根 长长的如绳子一般的东西 什么东西 沈无叛急声问道 是那根旗带 郭元忽然喃喃说道 沈无叛再次问道 究竟是什么 孕妇丧尸的旗带 林卫然歼声叫道 这根旗带带给她的阴影太大 一瞬间便是认了出来 所有人摒弃宁神望着战场 这个时候他们知道 自己根本已经插不上手 现在的决斗 是属于沈臣和那只便衣丧尸的 第316集 旗带如同长鞭一样 在空中发出爆裂的声音 那只便衣丧尸听到这 噼里啪啦的声音 竟是抬头一愣 正耳欲聋声音 随着旗带如同长鞭一般 狠狠抽下 披头盖脸而灵巧的舞动 如同一条蟒蛇一般 那只便衣丧尸猝不及防之下 竟是被这根旗带狠狠抽了个正着 煞时间一条长长的血痕 从脸部直接到左腿狠狠滑下 旗带不愧是三阶便衣丧尸的产物 坚韧和柔软度竟是那么轻松 便让这头便衣丧尸负了伤 悲愤的嘶吼声传来 火辣辣的疼痛 让这只便衣丧尸 恶狠狠地挥动力爪 锋利的骨刺 试图抓住这只可怕的长家伙 然而沈辰手腕一抖 旗带便是听话地回到他的手中 紧接着 沈辰的嘴角弯出一抹 令人发慌的笑意 双手默然一抖 数十道长边 披头盖脸笼罩而下 血红色旗带 在空中瞬间交织成一条血红的网状 随着剧烈抽声传来 只见这条旗带长边 在丧尸的身体上 煞时间多出十几道血痕 浮臭的鲜血瞬间飙射而出 然而沈辰双目沉静 那条旗带在沈辰手上 不断狠狠抽打向便衣丧尸 他的身影不断在空中 利用四周房屋和汽车进行腾跃 然而手上的旗带 却是毫不留情地抽打上去 便衣丧尸竟是根本无法抵御这种攻击 他的利爪对付旗带竟然根本抓不断 更别提这条诡异多端的旗带 在沈辰手底下 已经不是一般的攻击力 煞时间便衣丧尸浑身上下 已经是鲜血淋漓 一声声如同空暴一样的声音传来 瞬间便是摆一下进攻 随着那只丧尸的怒吼 竟是期待直接将便衣丧尸整张脸全部抽歪 诡异地拧到一边 而原本便是脖梗受伤的便衣丧尸 此时头颅摇摇欲坠 仿佛只要再加上一口力气 这只丧尸就要完蛋了 沈辰使用这种武力的伤害力 比抠脚大汉要厉害上更多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只丧尸终于要完蛋的时候 漠然间只见这只便衣丧尸 竟然凄惨地喊叫一声 他硬顶着树下攻击 奋力地挣扎出 沈辰炫武的长鞭中 慌不择路落荒而逃 竟然硬生生将便衣丧尸打得逃跑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心简直震惊到极点 而每个人脸上 却是闪过兴奋的笑容 是的 即便是再厉害的丧尸 也有落花流水的一天 他们疯狂尖叫着 等待着沈辰的最后一击 然而这只便衣丧尸 既然不打算继续打下去 便是将全部能力都放在逃跑上 三阶丧尸的速度 让他瞬间便是冲出去很远 那速度简直太快了 快得令人发指 不好 他要跑了 郭元急忙大声喊道 绝不能让他逃跑 沈辰狠狠咬住下唇 脚下猛然一使力 瞬间如同炮弹一般冲了出去 然而那只丧尸速度实在太快 已经快得看不见他的身影 该死的 要被他逃了 郭元愤怒大声喊道 他太狡猾了 这次杀不了他 恐怕下次杀他就要难了 陈无叛却是严肃说道 林卫然却是忽然望了望四周 老梁去哪了 一瞬间 林卫然的心忽然抽搐起来 紧接着 他急忙望向那只变异丧尸之处 变异丧尸的速度游在沈辰之上 转瞬间便是到了街区那头 由于是逃命 这只丧尸速度显然还加快不少 就见他腿上的韧带和肌肉 不断地拉扯掉了下来一路 却依然保持可怕的速度 该死的 人类的悲哀就在于 无论他如何厉害 就身体素质而言 哪怕是末日前 也比所有生物都要脆弱 一只蚂蚁尚可举起 超过自己体重五百倍的东西 而最厉害的人类 只怕两三倍也就是极限了 末日后 已经不属于人类的丧尸这样的生物 似乎也开始摆脱人类自身的禁锢 同样为三阶 以沈尘的速度 竟然追不上那只变异丧尸 沈尘懊恼地以为 那只变异丧尸要逃走的一瞬间 忽然 变异丧尸身影骤然停住 沈尘几乎是眼前一亮 瞬间这只丧尸只不过七百多米的距离 几个呼吸之间便能追上他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眼前却是出现一个 让他双目差点要裂开的身影 是老梁 四米多高的老梁化身为红巨人 漠然从街角出现 如天神一般 威风凛凛 在关键时刻现身 无比霸气地拦住便一丧尸去路 Yes 老梁威武霸气 所有人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每一个人都是紧紧拥抱在一起 老梁好狡猾 他什么时候跑走的 老梁并没有多想 他就是一门心思 想要抓住这个便衣丧尸 在沈臣拔出期待的时候 这个中年人便是心思最缜密的 想要从另一边包抄丧尸 以防他逃走 当便衣丧尸果然按照他的想法逃走以后 这个家伙果然及时赶到 瞬间出现在便衣丧尸面前 以自己的身躯挡住便衣丧尸去路 看你往哪儿跑 老梁脸上还带着笑容 变身之后的他虽然迟钝很多 但是见到便衣丧尸 立刻挥起拳头 狠狠向便衣丧尸头部砸去 拳头狠狠砸中便衣丧尸的脸 煞时间入手处坚硬的面骨立刻塌陷下去 逃走 不可能 属于红巨人的嗡嗡声音传来 一拳一拳的重拳虽然不快 却是很到极致 巨大的撞击让这只丧尸哀嚎着不断后退 然而老梁还来不及激动 沈尘脸上神情却是越来越惊恐 他简直是疯了一样连声喊道 老梁快走 随着沈尘的急呼声 便一丧尸恶狠狠抬起脑袋 这个原本抱着脑袋被老梁吊打的家伙 在这一瞬间 眼睛深处冒出暴虐和嗜血的红光 与此同时 却见那只便衣丧尸怒吼一声 煞时间双手鼓刺 突然又从骨节之处冒出一根 锋利的利刃闪烁着寒光 巨大的锋刃从中狠狠的一分 老梁顿时惨叫一声 只见他的双臂瞬间被划断 鲜血煞时间飙了出来 两只胳膊无力地抛上天空 所有人都呆滞了 不 沈尘发了疯一样像这边冲刺过来 然而老梁那伟岸的身影 却像是离他越来越远一般 发怒的便衣丧尸 开始疯狂地攻击 而老梁只是力量型新人类 哪里比得上这个三阶丧尸攻击的速度 眼见那只丧尸的利爪已经在眼前 老梁只觉得凄厉的风已经划破自己的皮肤 煞时间混沌的大脑一时间清醒过来 老梁愣愣看着那交叉的利刃 看着自己被斩断的双臂在空中飞舞 浑身煞时间一片冰凉 如同坠入最深的冰窟 忽然间眼前的一切好像如波浪般掀起涟漪 眼前所有的画面都像是净花水月一般不真实 仿佛是幻觉又仿佛是真实 老梁只觉自己忽然走在家里熟悉的楼梯上 缓缓地停在家门口 一时间 眼前默然浮现的是女儿笑咪咪的样子 老爸 你怎么才回来啊 饭都做好了呢 半梦半醒中 眼前自家的房道门缓缓打开 老梁呆愣愣地跟着女儿走进去 却见老婆已经笑着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了出来 沙发上坐的不正是自己的老父母 还有弟弟妹妹正在嬉笑着看着新闻联播 看到了自己 这些人都是扭过头 不断地向着老梁点头微笑 他们一言不发 只是用一种温暖的目光注视老梁 仿佛在看一个顽皮的孩子 你们 都在啊 老梁喃喃地说道 脸上竟是露出笑容 很快 笑容化作眼泪 却是忍不住地留下来 你们 都在 真好 都在 真好 眼前的人开始笑着说话 说的什么老梁听不清楚 但他却是觉得格外安心 格外的快活 他开始想着明天要上班 下班后是不是可以一家人去饭馆好好吃上一顿 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只有今天才觉得 看到家人的笑容 是那么一件幸福的想哭的事情 然而很快 那嬉笑着对着自己说的话 便是一句也听不清了 最后的一声 是一个男人凄厉而疯狂的喊道 老梁 第三百一十七集 剧烈的疼痛从腹部传来 老梁神情猛然一僵硬 情不自禁低下头 一只力找捅破自己肚皮 鲜血和一长串肠子 争先恐后地从肚皮长长的缝中躺出 老梁 沈辰此时已经彻底疯了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同伴竭尽全力阻挡那只丧尸而死 此时沈辰恨死自己 为什么自己刚才那刀砍在丧尸脖子上 却无法杀死这只丧尸 为什么这只丧尸会逃走 为什么自己的速度根本比不过这个三阶变异丧尸 为什么 你该死 沈尸间仿佛是什么暴女之力冲破云霄 所有人这才看到什么叫真正怒发冲冠 沈辰的身影在不断变大 在陈无叛他们惊恐眼神中 沈辰的身影竟然长到三米有鱼 他的目光血红 脸上的神情争鸣而疯狂 站在远处的陈无叛挣扎着被圆红郭元扶起 然而所有人看着沈尘发怒的模样 和单膝跪在地上的老梁 只觉眼圈一阵阵发红 浑身都情不自禁地颤抖 可怕 太可怕了 此时的沈尘依然是另一个红巨人 却见他每走一步 感觉脚下大地都在颤抖 这个恐怖的男人的气势 竟是让那只便衣丧尸缓缓转了过来 强大气机的锁定 让那只便衣丧尸脚步驻足 竟是连逃走都忘了 巨大的铁拳揍上丧尸的面门 硬度和硬度碰撞在一起 煞时间发出巨大声响 我让你上 饱寒愤怒的声音响起 充斥对便衣丧尸的恨意 再是一拳 打得便衣丧尸竟是身影不稳 接连向后退去 我让你上 无数价疯狂的杂机 让那只可怕的便衣丧尸 竟然连连后退 巨大的脚印在地上狼狈地浮现 他的双手竟然学着人一样 抱着头交叉抵挡 此时的沈尘已经失去意识 他只想杀死眼前的丧尸 只想将他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三阶丧尸毕竟不是好惹的 在习惯了沈尘忽如其来的变大后 他猛然双臂向前一推 巨大的力道回荡了沈尘身上 那巨大的力爪瞬间仰起 正悬在沈尘头顶 双手死死握住丧尸囚结的手臂 沈尘已经陷入疯狂之中 然而这只丧尸的力量绝非小可 他力压沈尘 疯狂地力爪距离沈尘的面孔 只有十几公分 沈尘顽强地抵抗着 一声巨大响声 沈尘脚下地面完全被自己踏碎 紧接着脚面完全陷入泥土之中 他的手臂上的肌肉憋得通红 根根血管爆起 却能看见那只力爪在缓缓上台 距离面门几十公分 然后硬生生地高举上天 沈尘竟然硬生生地用纯力量 抵御过了三阶丧尸进攻 三阶便已丧尸愤怒极了 他这才明白过来 最具威胁力的竟然是这个家伙 一声巨响 所有人顿时发出惊呼声 便已丧尸手臂上 竟然也生出恐惧的尖刺 这要是被刺伤了 沈尘岂不是也要成为丧尸 然而沈尘发红的双眼却是冷到骨头里 脸上的猙獰忽然变成吓人的笑意 尖刺在长出皮肤那一瞬间 锋利到极点的利刃 竟然刺不破沈尘的皮肤 怎么会这样 陈无叛立刻望向郭元 而郭元只能是摇里摇头 表示不清楚 事实上 沈尘能变身这种事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此时可以清楚地看见 沈尘的双眼通红 全身的肌肉犹如快要爆炸一般 他原本小麦色的皮肤 硬生生地憋成紫红色 紧接着 沈尘就笑了 他忽然松开 钳制住丧尸手臂的双手 而后咔嚓一声 一根利刃被他硬生生地掰断 紧接着是第二根 第三根 所有人已经接近呆滞地 看着沈尘飞快将这个变异丧尸 最恐怖的武器 如同折树枝一样折断扔在地上 这就是你所有的手段了吗 巨大重拳狠狠拍向丧尸身上 就如同两辆火车撞击在一起一般 那只变异丧尸竟然倒飞出去 他的嘴里竟然也有腐臭的血喷出 形成漫天血雾 瞬间砸他旁边二层伤铺 变异丧尸缓缓试图爬起 然而 他如同灯笼一般大的眼睛上 默然反射出沈尘的倒影 这个时候 这只变异丧尸眼睛里 忽然出现人性化的神情 是一种叫做恐惧 叫做惊讶的神情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即便是丧尸 也能本能感觉到恐惧的阴影 黑色钢刀带着一丝春寒的风 带着沈尘的愤怒 带着沈尘所有的力量 狠狠展开变异丧尸的头颅 在郭元陈无叛他们难以置信眼神下 钢刀破开变异丧尸脖子上的血肉 深深没入变异丧尸的颈椎中 三阶变异丧尸的头颅被斩下 重重地落入地面 到死这个变异丧尸都不明白 为什么面前一个渺小的人类 竟然能斩杀自己 为什么 不到三分钟的击杀 所有人此时已经彻底惊呆了 这么一个恐惧到极点的怪物 在这么短时间内 竟然就被沈尘料理掉了 然而沈尘的身体摇摇晃晃几下 几乎是瞬息之间冲到老梁面前 此时老梁已经恢复人身 被沈无叛他们接到安全地方 沈尘猛然分开众人冲到老梁身边 老梁已经气若悬丝 他看着沈尘安然地笑了笑 这次你恐怕救不了我了 吃力地吐出来这句话 林未然煞时间放声大哭 沈尘的眼眶已经红得发紫 眼泪在眼眶中来回打转 却是说不出那句违心的安慰的话 是的 这次就是大罗金仙来 就是楚离也救不了老梁了 丧尸的尸毒没有免疫的办法 老梁要么是死 要么是成为丧尸 没有其他办法 哦 老梁 沈尘的声音颤抖得太厉害 他心中无比的痛 简直要将心口炸裂开 而老梁的手 却是缓缓抓住沈尘的手臂 哇 我早就死过一次 你在阎王殿前 把我抢了回来 如今看来 该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想我了 我这一死 反而是解脱 你 你别自责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煎熬 苦啊 苦死了 能团圆 这是好事啊 你 你别哭啊 袁红和郭云 煞时间情绪已经完全憋不住 两个大男人 已经是泣不成声 第三百一十八集 老梁摇里摇头 这个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男人 今天却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一样 赵明和维一 还有魏然妹子 我托付给你了 带着他们 不要放弃他们 沈臣坚定地点点头 连声颤抖说道 好 我带着他们 绝不放弃 老梁欣慰地点点头 还想说什么 却是一阵剧烈咳嗽 血沫顿时从老梁口中喷了出来 沈臣慌忙帮着老梁顺气 老梁也是虚弱地拉住沈臣的手 而后缓缓地闭上眼睛 难难地说道 给我 唱首歌 我女儿 爱听的 那首 星象 一闪 一闪 两 精 精 郭元和陈无叛他们并不清楚 但沈臣却是双眼一阵令他发疯的酸痛 他用力地抱着老梁的身体 气不成调地轻声唱着 他的歌声实在不怎么好听 可是老梁的脸上 却是浮现出一丝虚弱而安宁的微笑 很快的 林卫然也加入进来 郭元和袁红 陈无叛也加入进来 几个成年人 哽咽地唱着一首儿童歌曲 大滴大滴的泪水 随着那铺天盖地的酸痛 一同涌出他们的眼眶 握着沈臣的手臂骤然软向 在他的怀抱中 只有一阵无声无息的沉寂 那一瞬间 这个倔强到发誓 不再让自己再次心软 陷入悲痛的男人 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闻者落泪 林卫然却是最冷静的一个 他哽咽着抓住沈臣的手 老梁 他肯定就快要诗话了 要 看头 这一句话异常艰难 可谁都知道 如果老梁真的复活成了丧尸 他们则将又一次陷入可怕的战争中 毕竟三阶新人类转化成丧尸 战斗力不容小觑 沈臣颤臣微微站起来 双手竟然无力地无法举起钢刀 他的口中喃喃地说道 这该死的世界 这个混账的世界 该死 都该死 这就是该死的末日 这就是该死的尸毒 这种无法被消灭的病毒 让所有人胆战心惊 即便强如处离 在前世也不得不宣布 没有解药 没有免疫药剂 要想不变成丧尸 不要被感染 不要死 这是丧尸天人的保护伞 也是人类的噩耗 沈臣缓缓举起了刀 双目苦涩地看着死去的老梁 安然逝去的样子 让他竟然不忍心下手 所有人看着沈臣的样子 心中都是忍不住发慌 然而下一刻 袁红忽然喊道 有尸臭味了 却见老梁眼珠 默然一下翻了出来 惨白的眼珠子猛然睁开 原本和善的脸上 瞬间出现不和谐的争吟 一分钟不到 竟然丧尸化 这尸化速度 竟是如此出乎意料 离着最近的林卫然 漠然爆发出一声淒厉尖叫 老梁的手死死抓住 他的脚腕 一卧之下 竟是让他脚腕瞬间被捏住 就在老梁即将翻身做起一瞬 一道寒光闪过 老梁的头颅瞬间掉落在地上 略微有些变化的脸上 沾满了灰尘 所有人这才放下心 可看着老梁的尸首两处 几个人却是心中一惊 一个强如老梁的人 都能在瞬息战斗中死亡 那么他们呢 其他的人类呢 举着钢刀的手还在发软 然而沈臣的眼中 已经没有了泪珠 不想被杀 不要死亡 就要继继续强大下去 所有人浑身一脸 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油然而生 每个人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 是的 他们还太弱 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 不想死 就得继续强大下去 沈臣缓缓收回刀 站至身子 在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感觉到 这个男人 被浓浓的萧瑟和悲哀 所笼罩 陈无盼看着遍地丧尸尸体 忽然开口问道 这些丧尸 怎么办呢 这可是上千的净化液啊 烧了他们 沈臣淡淡吩咐道 他们的净化液都不要 留着给老梁陪葬 这句话说得格外深沉 所有人不由自主点头 却是知道沈臣此举的用意 祭奠这位可敬的男人 浓浓的火焰升起 噼里啪啦的声音 在空中爆炸开 沈臣久久地注视着那句 还没有完全腐化的尸体 成为一句交叹后 转身便是大不留心离开了 沈臣老大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陈无盼小心翼翼地问道 沈臣淡淡地说道 你先回去 净化液提醒你的心腹 暂时先别引用 交易日那天告诉我 我会过来 陈无盼疑惑地问道 沈臣老大 你要是来参加交易会吗 可是 你们不需要净化液啊 沈臣的嘴角浮现出一丝 带着冷到入骨的笑意 我过来 看看 冷冻心扉的声音 让所有人浑身一阵寒湛 当下几个人便是开着车 再次离开了 陆京遇见孕妇丧尸地界时候 只见满地的丧尸 已经只剩下身躯 没有头颅 唯独那个巨大孕妇丧尸 还留在原地 想必是抠脚大汉 将丧尸头颅带走了 把孕妇丧尸绑在车顶上 带走 沈臣淡淡吩咐一句 一路回去的路上 没有人再说话 所有人都陷入巨大的悲哀 这一次出去 他们遇到强大的丧尸 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虽然最后他们成功救回赵真 击杀两头便一丧尸 却是折损老梁 但他们更加意识到 末日 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活下去的 当车子驶进这大石 车顶上庞大的丧尸 让基地里所有人眼睛都发直 看见没 沈臣一出手 拿回来那么多东西 卧室仅是不能再牛逼了 所以啊 他才是我们的老大 行了 好好努力工作吧 无数的人在向沈臣挥手致敬 而沈臣却是身板挺的笔直 双目目不斜视望着前方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这一次出战 他损失了自己的战友 损失了一名得力战将 他此时的心中 如同千军万马在奔腾一般 当车子开进研究院的时候 所有参与丧尸实验的研究员都震惊了 这才多长时间 又是出现一个新品种丧尸 楚黎作为主事人 自然也是出来 好几日不见 这个家伙看上去和以前有些不一样 平时打理的还算平整的 头发乱糟糟的 青色的眼带让人知道楚黎的精神状态有多差 看到变异丧尸 他没有任何动容 只是点点头 这次丧尸和平时索性丧尸完全不同 楚黎推了推眼镜 是随着时间推移再次产生变异了吗 沈臣点点头 随即将丧尸情况对楚黎再说了一遍 当听完沈臣的话楚黎揉了揉鼻子 净化武器任重道远 必须立刻进行量尘了 沈臣点点头 关于作战医也要尽快研发出来 有了作战医保护啊 我们在战斗中也不用担心被丧尸抓拿或引起失变了 这需要时间 你总不可能指望我凭空变出来 楚黎回了一句 他憔悴的面容看在沈臣眼中 让沈臣点点头 的确 前世花费将近一年时间 才出现的新型作战医和武器 总不能指望楚黎现在就弄出来 说完这一句话 楚黎也没有多说 便是将变异丧尸交给下面人去做分析检验 而后大步地准备离开 第三百一十九集 等等 沈臣忽然叫住楚黎 而后说道 诸王武器你进行如何了 我明天要去杀一只金男对付的丧尸 急需这个 我没有时间 楚黎忽然推了推眼镜 根本没有理睬沈臣的意思 像是有什么急事一样 大不流星地走向他的实验室 所有人不免有些错愕 毕竟楚黎对沈臣的态度 可是相当不错 可今天看来 楚黎对沈臣不但相当冷淡 甚至带着一丝不耐烦和躲避 一双手狠狠拽住楚黎的后衣领 却见沈臣默然将楚黎拽到自己身前 两只眼睛平静 却带着隐藏到海底般的波涛汹涌 楚黎 我明天要用 然而很快 沈臣的身影迅速后撤 只见楚黎手上一把枪 笔直对准沈臣 原本还在惊呼的研究员 煞时间沉寂下来 所有人发现 今天楚黎的状态很不正常 我讨厌别人威胁我 你是知道的 楚黎双目平视沈臣 声音非常平稳 所有人不免有些担心和惊愕 若是以往 楚黎不会如此冲动 竟然拿枪指着沈臣 沈臣望着黑漆漆的枪口 在那一瞬间 只觉自己就跟炸了毛一般 产生一种莫名的惊恐 这把枪给他的威胁太大 仿佛从里面的子弹会瞬间杀了他 然而下一刻 他却是冷冷一笑 你想杀我 他的感觉没有错 刚才那一瞬间 楚黎的浑身却是爆发出杀意 楚黎深深看了眼沈臣 微微笑了笑 然后说道 如果有必要的话 说罢便是将枪缓缓放下 而后迅速收了回去 一时之间 两方竟是再次回到 从前他们接触时 那种令人担心的 一触即发的气氛中 我需要诸王武器 我们曾经达成过协议 沈臣再一次从嘴里 一字一句 蹦出来这几个字 眼中闪过的神情 如同一头愤怒的野兽 他望着楚黎 而楚黎却是忽然摸了摸鼻子 所以说 有人死了吗 什么 煞时间沈臣的手开始颤抖 他几乎是紧紧咬着牙关问道 你说什么 看来你情绪很不稳定 因为你内心的愧疚 和莫名的负罪感 沈臣的手骤然收紧 而后又松下 我看情绪不稳定的是你 楚黎推了推眼睛 冷冷说道 所以是我说对了 沈臣抢自咽下一口气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一进来 负面情绪充斥整个研究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想给一个 如你这样的人提供任何帮助 你的能力显然让我非常失望 仅仅死去一个人 就让你如此悲观 你明白什么 楚黎的话 简直刺激到沈臣最逆临的地方 沈臣脖子上青筋瞬间爆起 你以为一个生命是如数字般苍白吗 他是一个人 是我的同伴 他死了 你难道以为我可以无情到非人一样 一点情绪都没有吗 说到非人和一点情绪都没有的时候 楚黎的手明显顿了一下 而后过了几秒 这个人开始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救世主吗 还是所有人的爹妈 这是末日 不是你玩的网络游戏 死难是末日最常见的景色 如果你为每一个死难者负责 你这颗弱者的心脏承担的启蒙 你看似强大的力量 迟早会让你成为一个拥有巨大破坏力的精神病患者 记住 每个人的死 都有他自己决定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为谁承担生命的责任 很难想象一个人 能用平静的没有波澜的语气 说出让人觉得嘲讽和无情的话 能做到这一点的 恐怕也只有楚黎了 然而楚黎的话 简直让沈臣如遭雷劈 他默然松开楚黎的手 紧接着 却是忽然咬着牙关 冷笑几声 哼 那以你之见 我该怎么做 这一句话 像是问他 又像是问自己 变强吧 弱者 楚黎轻轻抚了抚被捏得粉碎的衣领 知道吗 你现在所有举动 在我眼里都是透明 什么时候你能让我看不出你的行动线 我才认可你真正成为强者 在此之前 请记住 你 只是个弱者 沈臣被楚黎毫不留情的话 简直是刺激到极点 他呵呵呵地冷笑着 一双拳头默然捏紧 我知道下一刻你的拳头会挥向我的鼻子 而这对我而言不算什么 这种举动除了能发泄一点你无处安放的情绪 对你而言毫无意义 楚黎淡然看着沈臣 沈臣定定看着楚黎目光冷到不像是看自己同伴 偌大的研究院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连孙颜泽也只能站在一边暗暗着急 不明白楚黎为什么这么刺激沈臣 毕竟沈臣可是刚牺牲一个同伴 于情于理啊 楚黎不应该这样 十秒钟的空气 如同漫长的一声 终于只听一声轻笑 忽然打破窒息 沈臣却是忽然由轻道众 哈哈地笑起来 你说得对 此时的我果然还是弱者 收住冷笑的沈臣 脸上平稳地如同广阔的大地 在他的面上看不出任何动容 你说我不该为其他人的死亡而担责任 然而身为领队下达命令的我 怎么能不担起死伤的责任 你或许说我一副伪救世主的情怀 或许说我圣母 但我却只是希望能够一起活下去 这是我的执念 我只希望我和我的同伴一起活下去 不过你说对一条 如果我要是想当着救世主 如果我要想真正成为圣母 我就要变得强大 强到无意伦比 强到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上夺走一条生命 樗利 谢谢你提醒我 晚上我会来取东西 你准备好 强大的契机简直瞬间充斥整个研究院 空气在这一瞬间骤然凝结 在沈臣转身离开后很久 都没有人敢说话 所有人都被沈臣的话震住了 这个男人 他知道他刚才在说什么 然而很奇怪的是 包括孙严泽在内都竟然是莫名感到一种感动 看着沈臣此时并不算高大的身影 却感觉到仿佛顶天立地一般 如草坪上那座雕像一般屹立不倒 或许他真的能做到 孙严泽不知脑海里 为什么忽然生出这样一句话 然而他很快便是摇里摇头 怎么可能呢 别说那么多丧尸开始逐步进化 就是再过一个多月 开始慢慢显性地进化大跳跃 恐怕即便如沈臣 也要吃些苦头 人类终究还是太弱小 楚黎看着沈臣远去的身影 忽然忍不住扶了扶额头 在一边察觉的孙严泽 立刻走了上来 你怎么样 没什么 楚黎若无其事地放了手 孙严泽却是眼中闪过担忧 他紧接着说道 沈臣此时的情绪有些激动 你不要责怪他 他好像反而更加坚定了什么信念 虽然不是我希望的那样 楚黎脸上露出一种很奇怪神色 不过于他而言 倒算是一件好事 孙严泽又问道 那沈臣交代办的事怎么办 楚黎非快走进自己研究室 只见白色巨大的房间正中心 摆放着几张手术床 潘迪和三四个男人 全身赤裸躺在上面 他们身上插着无数根管子 各种侦测全面数据的测试仪 将这些人围得就跟他们被 粘在猪网里一样 不远处几个研究员正在专注 望着大屏幕上的数字 楚黎一进门 立刻问道 说着怎么样 如您所预料那样 血液在样本中爆发出能量 样本的各项能力瞬间加强 一个研究员飞快地转过身来报告 我们刚才发现 您刚才拔枪的一瞬间 样本体内能量波动最为强烈 第三百二十集 楚黎顿了几秒 目光望向潘迪他们方向 另一个研究员继续急切说道 楚服员 事实已经证明 这滴血液有意识地在同化周围的血液 甚至开始刺激到样本身体 一旦原主情绪上产生起伏 样本的身体数据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刚才前半分钟 样本一也就是叫潘迪的实验体的肌肉活力 瞬间增加了百分之十 其余依次增加了百分之六到三不等 看样子 原主的情绪十分激动 只不过活力增加了五秒钟之后便消失了 那应该是沈辰激动的时候 说话时产生的情绪波动 楚黎推了推眼睛 果然如此吗 沈辰的血液竟然真的拥有控制这些样本情绪和短暂进化的能力 这原本该是一件好事 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 发现这样的人应该是满脸狂热 然而这几个研究员都是一副担惊受怕到极点的表情 一个研究员忧心忡忡转过身 急切地说道 楚服员 沈辰这个人实在太过危险了 万一他的血液被四处扩散 只怕所有人都会成为他的傀儡 更何况 研究员的目光望向一个空旷台子 那个台子上此时是血肉模糊一片 血泥和肉末飞溅在四周 依稀能看见几只人类骨头散落一地 就如同什么东西从一个样本内部爆炸一般 到现在血液还在不停流淌着 半个小时之前 忽如起来的样本爆炸 我们已经确信和审神有关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还不得而知 一个研究员立刻站起来大声说道 他的左手袖管空空荡荡 脸上充满愤怒和后怕 刚才这个家伙忽然发现最后一个样本 漠然一下仿佛受到刺激一般 全身不断胀大 他刚走过去几步 便被剧烈爆炸一下冲击到 而后自己整条左手被炸断 没有当场丧命 只能说他的运气好 已经确认刚才的爆炸 来自于沈臣的情绪波动 他有一个同伴死了 沈臣愤怒的怒火 会引爆这些样本体内怒火和能力 然而无法承担这样突如其来力量的人 则会暴体而亡 冷淡的话瞬间让研究员们立刻不寒而力颤抖起来 望着手术台上几个样本的目光已经完全不同 这些人类已经不是样本 这些是时不时就会定时爆发的人体炸弹的 当下有一个研究员立刻站起来急切地问道 周副员 您是说 这些人的生死都有可能被沈臣所控制 楚黎没有回答 下垂的拳头 却是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半嗓才缓缓松开 掌握生死吗 楚黎缓缓抬起头 眼中一色一闪而过 某种程度上而言 是的 楚黎的声音很微弱 这句话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 您说什么 那个研究员立刻竖起耳朵好奇问道 楚黎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沈臣不能随意支配自己情绪 也无法针对某一个人专门进行攻击 谈不上掌握生死 研究员立刻松了口气 这个人看上去有些神经之一般握着拳头 而后万分急迫紧张地说道 楚副员 声称这个人实在太危险 我们必须抓他进行深层次的试验 如果发现问题 必要时要立刻进行人工清除才行 这件事必须马上上报给院长知道 人工清除 顾名思义便是将此人挥发到空气中 连一个渣和灰尘都不剩 对于这次研究 这些研究员脸上 不是对科研对未知的狂热 而是对这种莫名出现的力量的恐惧 没有一个正常人类可以做到这一步 沈臣他万一起了不轨之心 十几万人被他所控制 那这个家伙将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暴君 研究员越想越害怕 他的手已经伸向电脑前的传送资料按钮 然而一只修长干净的手 漠然伸了出来 点在他的手上 手微微一动 手指立刻点在取消按键上 屏幕前 已经出现处理眼镜片的闪光 出不远 研究员惊愕抬起头 下一刻只听扑斥一声 这个研究员眼睛漠然睁大 瞳孔中闪过深深的不可置信后 逐渐变得涣散 银色的手枪射出一滴高速旋转 如水滴状的微小颗粒 这颗粒在射穿这个紧张的研究员后 立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行 在其余几个研究员来不及反应瞬间 只见银色光滑闪过 这几个研究员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 便是被那颗颗粒一击穿过脑门 连一声悲嚎都没有传出 便是瞬间瘫痪到桌面上 颗粒很快消散在空中 看样子像是空气中蒸发一样 而楚离却是轻叹一声 神色复杂地 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实验报告 停留片刻 楚离的手指在上面飞快操作着 随着一条条的指令下达 电脑里关于这一次审尘血液的实验 全部烟消云散 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察觉到这次实验 而后楚离又开始编造了一个伪实验报告 具体内容是 在这次针对一只便衣丧尸的时候 有四名研究员不幸牺牲了 做完这一切 楚离站在偌大房间内 望着四具尸体和缓缓流淌一地鲜血 以及沉睡不醒的样本们 缓缓推了推眼镜 他的目光沉稳而平静 仿佛刚才自己做的事情不值一提 沉沉 你的杀伤力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如果不是你这个该死的怜悯弱者的心态 恐怕第一个要抹杀的 就是你这个危险指数最强的男人 而你无知的救世主情怀和所谓的圣母光环 尘是救了你一命 但愿你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 直到我找到解决这件事的办法 否则 楚离的眼镜片骤然闪过一丝光泽 银色的枪身瞬间划过流光溢彩 就在楚离正在进行一切行动中的时候 薛碧华的办公室迎来一个不受欢迎家伙 薛碧华正在开接下去的作战计划的会议 忽然间门被封的一声打开 却见赵泽凯十分嚣张跋扈踢开门 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一个终极军官立刻站起 赵专员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作战会议 您是无关人员 请立刻离场 一声枪击声顿时响起 却见那个终极军官 默然惨叫一声 右手臂竟然被赵泽凯手中手枪直接射中 薛碧华华人大怒 立刻站起来 赵泽凯 你想干什么 煞时间 所有军官立刻起身 手上的手枪纷纷拔出 对准赵泽凯 一上来一言不发就开枪 这个家伙 当他们是什么 胆大妄为的混蛋 啊 这么多枪指着我 我真怕怕呀 赵泽凯脸上闪过一副 见到极致的表情 而后面上忽然变得恶狠狠道 给我上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却见两个阴影 漠然从赵泽凯的身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跃出 下一刻只听数声惨叫声响起 紧接着 只见这些终极军官手上枪线 瞬间被夺去 而后所有人只觉身体某处 传来剧烈疼痛 只听砰砰砰数声巨响 薛碧华目瞪口呆 望着十几个军官 一瞬间瘫软在地 完全失去行动能力 赵泽凯 你 你这是要造反吗 第三百二十一集 两个黑色身影 缓缓现出身形 竟是一对如双胞胎一般的兄弟俩 迅捷的身手和面上 毫无感情的相同面容 让薛碧华忍不住心中一阵 赵泽凯大笑着从门口走了进来 嚣张跋扈的态度不可一世 他缓缓地走到薛碧华面前冷冷说道 薛市长 当日你嘲讽我的一切 今天该做个了结了 赵泽凯无比怨恨地看着薛碧华 如同看着仇敌一般 紧接着 两个看上去不过才十六岁左右男孩 立刻走上前去 毫无同情地左右反捡住薛碧华双手 将他从座位上拽起来 他们手劲如此巨大 薛碧华甚至连抖动的可能性都没有 只能任由他们摆布 赵砖员缓缓缓走到薛碧华位置 而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他惬意地舒了口气 看着怒目而逝的薛碧华 而后冷笑一声 哼 从现在开始 整个这大将由我接受 我命令你交出研究院 军部 行政部的所有权力 同时权力以赴 应对两周后的比赛 将沈臣剔除出去 我作为这次对抗赛教官 负责教导战士们 薛碧华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赵砖员 竟然蛮横无比地下达这样的命令 军政一把抓 他这是要干什么 这个老军人 当下就扭了扭脖子 不可能 你没有任何权力这么做 我是巨大的负责人 一号首长正式认命的 你他妈别以为带着两个实验室战士 就可以夺权 不不不 我怎么可能是夺权呢 赵砖员装模作样挥了挥手 带着充满恶意的神情 笑了几声 然后不慌不忙 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 抖了抖书道 这是三号首长 亲手签署的文件 我大发慈悲地给你看看 也省得你稀里糊涂的 搞不清楚 现在这里做主的人是谁 魏音拖得老长 一听就是让人有种 恨不得将他痛扁一顿的冲动 薛碧华不可置信接过文件 再看清楚上面白纸黑字时 简直震惊到无法想象地步 三号首长怎么会签署这样的文件 这可是大忌啊 赵泽凯看着薛碧华震惊的样子 心中冷冷笑了 在他看来 沈臣等人不过是薛碧华一手捧起的战斗英雄 这些远离高层核心的人 怎么能知道这次竞争背后的深意呢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要求和首长通话确认 赵泽凯面色瞬间一变 而后不耐烦说道 白纸黑字写得清楚 你已经被解职了 把他拉下去派人看守住 除了一日三餐 谁都不准见 瞬间那两个男孩 便是狠狠反扭住薛碧华 逗大的冷汗瞬间从薛碧华额头冒出 看着昔日趾高气昂的薛师长 如今沦为阶下囚 赵泽凯的心中充满快意 老头儿 乖乖在房间里过完你下半生 告诉你 要是有什么妄动 把你变成丧尸 可是分分钟的事情 薛碧华面色瞬间苍白起来 然而他却是勉力的一笑 心中开始暗自着急 如此堂而皇之的架空夺权 还有这个赵泽凯身边两个身手 如此厉害的新人类 万一这一大针落到他的手里 自己岂不是辜负了上级领导的信任 更何况 这个混蛋 真的能看管好这一大也就算了 看他二世祖的样子 只怕自己这一泄拳 这将近两个月辛苦打下的基石 马上就毁于一旦 薛碧华又急又气 眼看着即将被押出门外 却见薛碧华忽然眼睛一亮 而后急声喊道 等等 还有什么事 我要打一个内线 薛碧华抢自冷静说道 赵泽凯立刻冷笑一声 找楚离来救你 抱歉 接下来我对付的就是他 你的小心子可以歇歇了 楚离那家伙这段时间闭门不见 孙颜泽说是在做重要实验 要不然老子还能不知道 你在这儿弄着鬼把戏 薛碧华在腹内怒骂着 然而他脸上却是波澜不惊 不 我约好了叶小语过来下棋 现在看来 应该是没这个必要了 我跟小姑娘说一声 叫他别过来 赵泽凯的目光 在薛碧华脸上打量很久 见薛碧华一脸颓然 心中的疑惑微微放松 他挥了挥手 两个男孩立刻将薛碧华 再次押回书桌前 老头儿 我警告你 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知道 我可不想牵扯到无辜人的性命 薛碧华在心中冷冷一笑 表面却是点点头 我知道分寸 说吧 薛碧华便是拨通电话 几声响声后 却听见里面传出一个女孩 清脆的声音 薛伯伯 小语 是我 薛碧华强忍内心激动 在赵泽凯虎视眈眈之下 开始冷静说道 昨天不是说 让你过来下棋吗 我今天有事 就别过来了 话筒那边传来一阵沉默空白声音 薛碧华此时冷汗立刻竖起 却是生怕电话那头叶小语 回复一句 什么 没有啊 其实薛碧华这也是无奈之举 他手下的终极军官 全部晕死过去 唯一仰仗的研究院兵力 显然不够 处理这几天 就说的研究是研究 万一指望不上就麻烦了 思前想后 只有沈臣才能了结这个困境 然而将情报传递出去 却只能通过叶小语了 就在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 赵泽凯的面色已经不对 他的手枪咔嚓一声 已经开始上膛 而后顶住薛碧华脑袋处 煞时间 薛碧华冷汗瞬间如雨下 就在赵泽凯的手 准备挂断电话那一瞬间 忽然只听话筒里传来一声 轻快的女孩的声音 啊 不需要来了吗 我刚把饺子从灶袋上端出来 酒在下的 香喷喷的 您真的不打算尝尝了 赵泽凯的手瞬间停住 狐疑地望向薛碧华 在这一瞬间 薛碧华煞时间 有种喜极而泣的感觉 他知道 叶小语听懂了 酒 救 叶小语是在问她 是否需要救援 这个丫头啊 果然聪明 是的 等回头 我再吃 韭菜馅儿的饺子吧 薛碧华 云淡风轻说完话后 缓缓挂上电话 原本激动的心中 已经平静下来 接下去只要耐心等待就好 老头子还有心思 跟小姑娘搞三搞四 行了 滚吧 赵泽凯大手一挥 薛碧华立刻被带离房间 只是临走之前 他颇有些意味深长地 望着赵泽凯 似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一般 叶小语挂上电话后 整个人差点软在椅子上 薛碧华眉头眉尾一句 别来下棋 让他原本想下意识问个清楚 他刚想说话的时候 却忽然想到 末日前 有一则新闻上说过 有一个丈夫身陷传销 只能通过电话和暗语 示意妻子相救 最后被妻子破译出来 真的将丈夫救出 薛碧华这一通电话 瞬间让叶小语惊出一身冷汗 薛碧华诡异的电话 难道是在暗示什么 这个时候 叶小语却是敏锐从电话里 听出一声咔哒的声音 声音虽然轻不可闻 但是在那一瞬间 叶小语几乎是肯定 对面一定出事 思前想后 叶小语用韭菜馅饺子 来确认薛碧华是否遇到麻烦 得到薛碧华试的准确的答复后 叶小语立刻意识到 薛碧华此时情况不好 此时他已是慌忙夺门而出 立刻向研究院飞奔而去 第322集 在研究院不远处 沈臣望着狂奔而来的叶小语 心中一惊 急忙问道 怎么了 叶小语飞快跑到沈臣跟前 额头上的汗已经顺着脸颊流下 叶小语谨慎深地望了望四周 而后慌忙说道 薛师长好像出事了 什么 怎么回事 叶小语慌忙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告诉沈臣 而后说道 薛师长一定遇到了麻烦 沈臣沉了沉气 面色变得严肃起来 而后他点点头 立刻吩咐道 你先去找文海他们控制住军队 通知郭元他们带领受力队随时待命 我去作战室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叶小语立刻点头 按照沈臣的话 飞快地奔走而去 沈臣沉思了一会儿 而后继续向前走去 恰在此时 忽然有一个军人匆忙走过来 一看着沈臣 立刻欣喜走了上来 沈臣教官 师长请您去开一个重要会议 薛碧华请自己去开会 这老爷子向来都是疯疯活活跑来找自己 如今却是一个面生的军人 皮笑肉不笑过来 看来真是出事了 沈臣眉头微微一动 好 那个军人一愣 显然也没想到沈臣这么好说话 立刻点头在前面带路 沈臣跟在他后面 壮死无意地打量这个军人 挺拔的身躯 囚结的肌肉 甚至不逊于闻海 这样的人 他看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忘记 只能说 这大理赛他不在这一天 进来了陌生人 随着军人走进临时作战指挥室 只听砰的一声 门在沈臣进去瞬间 忽然关闭 两个长得几乎完全相似的男孩 一左一右 立在沈臣身后 沈臣微皱眉头 望着背对自己 那个坐在椅子上身影 你是谁 只见坐在上手的背影 缓缓转过来 并非是薛碧华 而是一个从没见过的男人 男人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长着一个阴沟鼻 高高的颧骨 让这个男人看上去 很有一种阴霾的感觉 让人本能对他就提不起好感 你就是沈臣 说话声音和语气很不友好 眉眼间也带着一股深深的质疑 阴冷的语气就像是一条毒蛇 在吐着信子 沈臣冷冷望着这个男人 薛市长呢 薛市长 他已经被解职了 到了这个时候 沈臣却反而松了口气 薛碧华没死就醒 而眼前这个男人 沈臣冷冷笑了笑 且看他肚子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假借薛碧华的名义 找我过来干什么 男人哈哈大笑一声 而后说道 哈哈哈哈 小沈啊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B市派下来的赵专员 主要是负责两个星期以后 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比赛 还有整个这一大的所有事宜 这新官上任 我当然要接见一下 这一大的英雄了 阴毒的人 还要装着一副 大度豪迈的样子说话 这违和感 让沈臣忍不住的心里冷笑数声 但沈臣却是状子意外的 扬了扬眉毛 这么说 你是新的主事人了 不错 赵泽凯笑眯眯望着沈臣 我叫你来的目的很简单 这大理 你的人气极为高 我需要你来辅佐我 掌握整个这大局面 赵专员 恕我直言 军队里铁桶一块 你即便是此时上尉 也不可能指挥得动 就凭专员一个人 还有这两个家伙 恐怕 这个不要你费心 这次过了十个实验战士 足以对付这些该死的不听话的家伙 在你来之前 人事调动已经下达 现在他们已经在交接过程中了 原来只有十个实验战士 沈臣心中立刻有数 望向赵泽凯的目光 开始变得不同 然而那个蠢人 似乎还没意识到危机的到来 依然在故意装作一副 理贤下事的样子 望着沈臣 哦 那么专员是打算给我什么职位 让我一心一意地辅佐你呢 沈臣嚎张以下地问道 赵泽凯定定看着沈臣 随即露出一个 自以为相当优雅的微笑 紧接着抛出一个橄榄枝 我可以任命你为聚集地队长 负责所有外面猎杀丧尸的工作 但相应的 你教官的职位则将被解除 为了弥补你 我会给你增派一千个兵 作为你的手下 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权力了 你认为呢 沈臣忍不住在心里冷笑几声 见过蠢的 却没见过那么蠢的 这个赵专员 依他的智商 真的可能掌握住整个这大吗 赵泽凯也是相当紧张地望着沈臣 就在他几乎要在沈臣的注视下 擦冷汗的时候 忽然 却见沈臣微微一笑 不知怎么 赵泽凯看着沈臣的笑容 没来由地松了口气 赵专员太爱了 我倒是认为 队长的责任重大 我不太合适 不过 有一个其他职位 倒是很合适我 沈臣不紧不慢地开口 赵泽凯脸上 几乎是瞬间闪过一丝笑影 在他看来 沈臣这一个举动 简直就已经是在讨价还价了 果然 人这种生物啊 只要给他足够好处 还怕他不归顺自己吗 到时候 借着沈臣的能力 再去对付楚利 整个这一大就会真正落入他手里 你说 赵泽凯的目光中全是欣喜 沈臣不慌不忙 向前走了几步 我想要的 可是这一大的负责人的职位 赵泽凯脸上笑容顿时消失了 望着沈臣有好的笑容和微笑上扬的嘴角 这个家伙忽然一阵寒战 煞时间 被戏弄的愤怒和尴尬 瞬间从心底冒出来 赵泽凯碰的一声拍案而起 你他妈的敢逗我 不是我逗你 是你自己在逗自己 沈臣的身板骤然立直 一双眼睛如鹰一般 望向赵泽凯 你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赵泽凯瞬间愤怒咆哮着 手指直停停指着沈臣 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啊 可有玩弄军人鱼鼓掌之中 看看我们之前的表现 在列国面前丢进帘 而你还在整天不做正事 这就是你们这一大聚集地的 什么狗屁英雄 老子给你一个脸 让你继续有当头的可能性 你他妈的既然不珍惜 老子就让你去死 死字刚出 却见那两个长相一样的男孩 瞬间如恶狼一样扑了上来 速度之快让人匪夷所思 当场便将沈臣的胳膊反剪住 赵泽凯愿毒地望着沈臣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你这个牛逼的人吗 告诉你 老子手下这两个三阶新人类 分分钟把你杀成狗 你他妈有本事打赢他们 你这个杂碎 碰碰两声巨响 赵泽凯先前的怨毒和得意 变成了不可思议 却见沈臣反剪的双臂忽然不知怎么诡异一扭 瞬间那两个男孩便是脱手 却见沈臣面色沉静毫无波澜 脚尖一点迅速跃到桌面上 煞时间赵泽凯顿时吓得连连后退几步 而后封了一般大声喊道 杀了他 你快给我杀了他 两个三阶新人类瞬间拔地而起 这两个双胞胎能力十分强悍 看似不大的个头 却是充满如豺狼一般爆发力和攻击性 第三百二十三集 两个人一左一右地扑过来 双手竟然瞬间出现三根恐怖的骨刺 灵力的光影如鬼魅般冲上来对准沈臣 这样的实力比老梁还要强上几分 更何况是两个人同时进攻 竟然是直接对准沈臣的要害攻来 如果是先前 沈臣恐怕还想着跟着两个人动手 试试实验战士的实力 然而今天的他却没有过多的兴致 一快到不像样子的速度抽出期待 只听一声响彻整个房间的声音出现 两个男孩进攻瞬间被打断 他们的身影齐齐止住 狼狈地慌忙向后窜去 而此时 沈臣的第二边第三边已经到了 两声凌空抽出的巨大响声 让赵泽凯忍不住捂住耳朵 然而他的眼睛却是睁得老大 两个三接双胞胎男生 竟然被沈臣一条长鞭打得无法上前 脸上胸前全是鲜血 皮肉绽放 圣啊 你快给我杀呀 赵泽凯疯狂大声喊道 两个男孩互相对望一眼 竟是齐齐怒吼一声 瞬间从左右两个方向包抄而来 然而沈臣却是已经没有了兴趣 只见他手腕猛然从天到地狠狠一甩 刷得一声呼啸 最前面那个男孩竟然被一旗带抽了出去 他的身体在空中飞起瞬间 又是一鞭子赶到 瞬间将那个男孩直接从中间抽成两截 那男孩惨叫一声 便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 从中间分开 各种五脏六腑瞬间喷射出来 合着鲜血一直喷射到天花板上 紧接着空空如也的身子 各自一半跌落在地上 赵泽凯当时爆发出不像人的尖叫声 吓得立刻浑身颤抖跌到地上 另一个男孩煞时间也是吓得后退几步 他们自从被挑选中 便开始进入封闭的实验环境 即便杀丧尸 也从没见过如此凌厉的手段 和这么血腥场面 然而沈尘并没有留守的意思 目不斜视 手中长鞭再次一抽 如毒蛇一般飞舞的旗带 让剩下的男孩吓得屁滚尿流 他还没来得及后退 旗带已经到达他头顶心 又是凄厉的刷的一声 那个男孩呆愣愣站在原地 从表面上看 男孩的浑身没有任何不适 但那条旗带却像凭空消失一般 不见踪影 赵泽凯目瞪口呆 看着男孩不知所措的样子 内心惊恐到极点 他看得太清楚了 那条旗带镶嵌近男孩头顶心 就像是给男孩额头 牵了一个红边一样 随着沈辰手腕下沉 旗带竟是如同锋利刀子一般 从头到尾将男孩披成两半 血液煞时间建设出一片 两片人体缓缓到底 死不瞑目地瞪着天花板 这场面简直太血腥了 赵泽凯吓得已经说不出话来 几个瞬息 沈辰竟然杀了十个实验战士中 最厉害的两个 沈辰这个家伙 他怎么能这么强 缓缓地收了期待 冷然的目光望向赵泽凯 赵泽凯瞬间吓得和孙子一样 猛然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别杀我 求你了 别杀我 沈辰缓缓走进赵泽凯 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头 带载的侏罗 赵泽凯颤抖得 已经吊不成声地说道 你杀了我 你会有大麻烦 我是三号首长派下来的 你杀了我 你就是和三号首长过不去 你要是不杀我 我一定向三号首长面前 我在他面前说你好话 你不是想当负责人吗 我可以让给你 我当副手 我求你了 别杀我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此时才真正察觉到沈辰的可怕之处 可笑自己竟然自不量力 还想招揽他 而自己最赖以信赖的两个三阶强者 就在几个瞬间被杀死了 赵泽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煞时间鼻涕眼泪一起流了起来 啰嗦 两个字 瞬间让赵泽凯后面所有的话咽回肚子里 因为此时 沈辰的手已经紧紧捏住赵泽凯的脖子 将他如另一只鸡仔一样拎起 沈辰的手默然发紧 煞时间赵专员只觉得自己越发的喘不过气来 感觉到自己脖子骨骼似乎被猛力挤压 器官什么的也要从脖子里被压迫出来 煞时间一种死亡即将来临的恐惧充斥全身 赵专员的上下牙齿不住打颤 他用无比哀求的目光看向沈辰 而后者却是在打量 或者说欣赵泽凯无助和绝望的时候 在赵泽凯认命的闭上眼睛的一瞬间 沈辰忽然恢复了一个微笑 手略微一松 赵泽凯立刻便是捂着脖子跌落在地上 他不住捂着脖子剧烈咳嗽着 然而他的心此时却是松下来 沈辰没有杀他 说明他也忌惮三号手掌 说明这个家伙还是有害怕的东西 赵泽凯的脸上却露出讨好和了然的笑容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赵泽凯忙不迭地点头 是是是 沈辰教官厉害 听着 在末日里还搞这样的争权独立的花招 我只能说你们的愚蠢令人发指 沈辰淡淡说着 两只眼睛丝毫不掩饰厌恶之色 在这个地方 现在还轮不到你插手 如果让我知道 你还敢耍什么花招 赵泽凯立刻跟条狗一样点头哈腰 不敢了不敢了 这个地方是薛师长和您的地盘 我什么都不是 我就是一个屁 这个男人能屈能伸 立刻低下头认错 而两只眼睛却是露出怨毒的神色 这个杂碎 今天对待老子的一切 老子迟早要奉还回来 然而很快 一股从未有过的疼痛 仿佛撕裂他的灵魂一般 从眉心传来 赵泽凯瞬间浑身一崩 只见自己眉心处 忽然长出了什么东西一样 一根长长的如同纽带一样的东西 正在自己眼前肆虐摇晃 傻时间 一阵骚臭味道传来 赵泽凯不可置信 看了看自己的裤裆 而后缓缓望着沈臣 却见沈臣已经是抱着臂 淡然地注视着赵泽凯 你 你怎么敢杀我 你知道我是 谁 赵泽凯的嘴张合了半天 却是已经连一个字也说不出了 不可能啊 沈臣不是已经放过他了吗 为什么还会杀死他 不科学啊 不科学 冷冷的目光 如同从地狱走出的使者 沈臣连一句解释的话都不肯施舍 便是轻轻地抽回旗带 煞时间 赵泽凯的身子骤然倒在地上 脑袋里的鲜血脑僵 各种脑组织 从那个眉心处 越来越大的黑洞里涌出 他到临死的时候 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沈臣敢杀他 沈臣缓缓走到赵泽凯身前 俯下身子 对准赵泽凯身前第二颗钮扣 缓缓地说道 听清楚了吗 钮扣并没有回复什么 然而沈臣却是将那枚钮扣摘下 然后手指微微一拧 便是将钮扣碾成灰尘 依稀还能分辨出某种原件和线路 赵泽凯恐怕死也不知道 沈臣刚才那番话 根本不是对他而言 而钮扣那方保持的坚默 仿佛是在衡量沈臣 所表现出的一切实力 不管如何 这次沈臣的杀伐 的确是威慑了那一方背后势力 导致那边竟然连话也不敢说出来一句 很快沈臣便是出门 作战室 那个带着沈臣进去的人正守在门口 一看见沈臣出来 立刻吃了一惊 沈臣如闲庭信部般走过 转瞬间 地上已经多了一具脑袋被贯穿而死的尸体 与此同时 各个中级军官已经在紧急集合 看着忽然消失了几个中级军官 又有几个陌生的军官加入 每一个士兵都开始意识到 仿佛出了什么事情 薛师长和部分长官已经回京 将有特派专员作为这大主事人 我们的任务也就是保卫这大人民群众的安全 所有士兵都接到这样的指令 这些军人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并没有更深的思考 然而唯独王战连和参加沈臣队伍的战士们 才嗅到一丝阴谋的味道 不过很快 随着沈臣忽然的出现 只见那些陌生的军官 立刻不可思议地望着沈臣 还有他身后的薛碧华 怎么可能 薛碧华怎么会被放出来 沈臣冷冷地望着那些 已经同流合污的终极军官 和剩下八个三阶新人类 忽然转过头微微一笑 市长 我这次出手替你料理叛徒 还有这些敌人 你该想想回头怎么谢我 薛碧华此时显得意气风发 老人家结实的手臂 猛然拍在沈臣肩膀上 这次我欠你的人情大了 不过所谓债多不愁 沈小子 你就给我好好地处理他们 所有已经在当时情形下 倒向赵泽凯的终极军官 立刻惊吓出一身冷汗 当时那个信赵的 可是满口保票 一定会制服沈臣 他们才同意倒向赵泽凯 但现在才几分钟啊 沈臣却已经和 毫无大碍的薛师长出来了 这不就意味着 赵泽凯失败了 然而还不等这些 原终极军官思考 那八个三阶实验战士 已经站了出来 沈臣冷冷地注视 这八个虎视眈眈的人 他们浑身充斥强大气机 一个个如同一头 收割机器一般 缓缓走到沈臣面前 一时间 所有人忍不住 齐齐退了十好几步 硬生生给这九个人 流出一个巨带圆形空地 战斗一触即发 沈臣淡然看着 眼前八个虎视眈眈的 新人类 这八个新人类 也在仔细打量沈臣 他们在B市 就曾听说过沈臣的名字 然而那个时候 谁也不知道 沈臣代表的是 怎么一个意思 双胞胎死了 这句话是质问 也是肯定 沈臣扬里扬眉 你们也会一样 这句话是肯定 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宣告 煞时间 所有人只觉一阵寒风吹过 八个新人类的脸上 顿时出现怒不可遏的神情 小子 说话前天量 掂量自己的分量 一个格外强壮男人 阴侧侧地说道 一个人占我们八个人 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士兵里如袁洪等人 都是一下捏紧拳头 薛碧华也是忍不住 皱了皱眉 正如这个男人所说那样 沈臣即便再厉害 应对这八个人 怎么可能呢 一时间所有人将目光 投向沈臣 紧张得不能自拔 毕竟这八个三阶强者 要是一旦夺取成功 这里的人 除了沈臣 能将他们制服 别无可能 而失去上级控制后 很有可能 这八个人将彻底脱离上级 直接把控整个基地 沈臣微微笑了笑 而后缓缓吐出 这句话 我同样送给你们 嚣张 狂妄 所有人心中 瞬间生起这样的念头 一个人就算再厉害 还能打得过八个人 属于薛碧华阵营的 已经完全冷汗沁透 而背叛者 却是心中恨不得 将沈臣赶紧揍死 如果沈臣不死 他们的下场 已经清晰可见 只听那个精壮男人 冷冷一笑 而后双目 漠然变得狠毒 如恶狼一般 傻 八个人瞬间 起起而上 沈臣如闪电的身影 转瞬之间 已经突入八人之中 一时之间 所有人立刻 担心紧张到极点 一个短小 惊悍的男人 转眼间 已经到了沈臣面前 他的手里 是一柄 薄如禅意的小刀 在他手中闪烁着 锋利的光芒 这个人身影极为迅猛 一马当心冲到沈臣面前 一个三阶速度新人类 在这一瞬间 已经是将刀片 送进沈臣的喉结处 林卫然一看见这个场面 瞬间惊呆住 同样是速度进化者 连他都无法捕捉 这个男人的动态 这就是三阶速度 进化者的能力嘛 连视觉根本就捕捉不到的动态 当你看见他的时候 就表示已经死了 这样恐怖的速度 沈臣该怎么办 男人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然而忽然 笑容呆之住了 他忽然发现 最锋利的刀片 竟然割不破沈臣的猴结 这样的认知 让他吓了一跳 双脚立刻点滴后翻 而这时 沈臣却是朗声说道 林卫然 林卫然心中已经急忙站了出来 却听沈臣不慌不忙说道 看看速度进化者的破绽 以及我如何破敌 这对你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 什么 所有人瞬间愣住了 沈臣他是疯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 难道他还打算教学 那个速度进化者 瞬间脸上暴怒成猪肝色 他的速度再次发起 手上的刀片 竟是以连绵不绝的速度 疯狂地向沈臣攻去 疯狂 无比的疯狂 但却是无比的绝望 上百下的攻击 竟然没给沈臣带来任何伤害 然而随着沈臣的目光 缓缓地望向那个男人 却见沈臣缓缓伸出了手 第一章 头颅高高地飞起 伴随着一根飞舞在空中的 诡异的纽带 而此时这个速度 新人类头颅 竟然还依附不可置信的神情 根本想不到自己 为什么能看见自己的身体 傻时间一片哗然 无法用肉眼捕捉的一瞬间 那条巨长的纽带 竟然就这么霸道无比地 卷上那个男人头颅 锋利得如同刀片一样 将人头卷上天空 剩余的人立刻陷入恐慌中 没有人知道那个 在沈臣身边上下飞舞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沈臣缓缓地说道 速度进化者 当他整个人暴露在人的面前的时候 就已经输了 林卫然只觉当头棒喝一样 瞬间理解了沈臣的意思 速度进化者 绝对不能正面迎敌 一旦被力量压制 速度进化者将毫无用处 但速度进化者 唯一的厉害之处 就是神出鬼没 围绕在敌人身边 四季等候知名一击到来 沈臣微微招了招手 而后淡然地望着剩余的七个人 这七个人在沈臣 以瞬息之间杀死同伴的一刻 便是停住脚 一脸的紧张和恐怖地望着沈臣 你们谁还来 一句话震住全场 七个人竟然一时间 你看我我看你 没有人敢动 都不来 沈臣嘴角 忽然浮现出一丝笑意 那么 我来了 如一道闪电一般 披向前方 那个恐怖的身影 带着上下飞舞的诡异纽带 如同一道黑色的绝望 他又如猎豹一般 不断带起大棚鲜血 惨叫声顿时传来 凄厉的喊声 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这一刻背叛的 数位军官已经吓傻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沈臣的实力 竟然已经高成这个样子 一个人对敌七个 不但不落下风 甚至已经可以 称作压制全场 不可能 明明都是三杰 明明都是新人类 为什么沈臣能那么厉害 然而他们都不知道 沈臣前世的磨练 让他对于战绩和杀戮 已经十分熟练 这些实验战士 只不过是 数值达到三杰的标准 却不代表 他们实战能力有多强 另一方面 普通的攻击手段和武器 怎么可能攻破三杰强者 反而是沈臣手上的期待 那可是三杰丧尸 最强横的变异器官 在沈臣手上 只能说是如虎添翼 前世的经验 不光体现了进化度的超前 更多的 则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第三百二十五集 沈臣再次抽断一个人的身体 这是一个防御方向的进化者 浑身皮操肉厚十分棘手 由他充当掩护 身后的新人类们 竟然一起手腕进出 直直逼迫沈臣 向后退了好几十米 然而就在刚才 沈臣趁着这个魁梧男子 高高跃起一瞬间 煞世间手腕叶 提待正好从腰间哗然而下 分尸 血液煞世间从高空绽放 如倾盆大雨一般 挥洒所有人一脸一身 骂了个把子 为首男人猛然大喝一声 一声怒骂 所有人本来还觉得 沈臣稳操胜券的心态 一时间瞬间一致 煞世间 有一种十分暴虐的恐怖 油染而生 一个看上去极为不起眼的男人 忽然懒洋洋轻笑一声 煞世间所有人的目光 立刻集中在那个男人身上 用尖嘴猴哉形容这个男人 显然是极为恰当的 这个看上去如同兽猴的男人眼中 却是冒着一股十分强悍的金光 原本懒洋洋的神情 在沈臣的目光 也注视着他的时候 立刻变得锋利起来 一个瘦弱的家伙 竟然可以给人一种暴虐的感觉 这本身便是十分奇怪 沈臣缓缓地收住手 望着这个名叫唐东霖的男人 唐东霖也是懒洋洋望着沈臣 一时之间 所有围观的人 只觉得两个人之间似有火光擦出 又好像有一种小书里常说的 叫做风起云涌的感觉 沈臣仔细打量着唐东霖 这个家伙看上去平凡无奇 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然而越是这样 沈臣的心中越是凝重 这个家伙肯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好吧 本来不打算出手的 但是你既然杀了这么多人 不出手也说不过去了 唐东霖慵懒地说道 当然 那些杂碎 我倒是不太介意 你要是能多杀几个 也方便我掌控这一大 然而 唐东霖的眼睛里 瞬间出现一股子令人心悸的恐惧 然而我对你的确有了一些兴趣 你很强 这句话不是赞美 而是一种强大的征服欲 毁灭欲 所以我要杀了你 唐东霖身形一患 仿佛融入到这已经渐渐昏暗的黄昏中 当众迅速冲向沈臣 闪电般拔剑 所有人不可思议 望着那柄闪着幽光的剑 是进化武器 沈臣心中灯时一愣 如果看得没错 这种常见的造型 虽然是仿唐式 然而上面那种青黑色颜色 还有拔剑时产生的 灵力划过的剑气 分明是运用怪兽和丧尸骨头 等作为原材料 打造的新式常见 如果是由合金等材料的武器 已经无法对某些丧尸和怪兽产生危险 这样一柄长剑 足以穿刺三阶的便宜丧尸 所以这就是他的仰仗嘛 碧室的研究员们 已经开始尝试冷武器的实验了 旗带在空中诡异的扭曲回收 沈臣的身影也是迅速前冲 常见闪电般的就是侧身上撩 寒光直接倾斜着 略向沈臣的搏梗 沈臣猛然侧身而让 手中的旗带如同一条灵蛇一般 狠狠刺向唐东霖肩膀 而唐东霖反应极快 瞬间一个弹月 竟然及时躲避过去 反射神经的敏锐程度 不由得让沈臣一力生 唐东霖目光悠冷 整个人仿佛暴雨中的一条毒蛇 手中的长剑 更是毒蛇土性一般 直接刺向沈臣头颅 旗带在空中迅速折返 锋利的长剑 与诡异而韧性十足的旗带 同时撞击在一起 空间中的空气都位置一阵 不错的反应能力 只可惜 弄了点 唐东霖舔了舔他的嘴唇 这么评价沈臣 不错的力量 只可惜 慢了点 沈臣微微一笑 双手忽然同时擒住旗带 煞时间 灵魏然和袁红他们眼神 灯是浮现出绝对的不可思议 白天被这个疯狂扭动的旗带 狼狈的攻击的窒息感 再一次传来 这条旗带在沈臣双手把持下 竟然如同活了一样 以各种刁钻角度 攻击向唐东霖 错过急防下 唐东霖的面上 立刻被狠狠刺倒 唐东霖瞬间惊吓出一身冷汗 整个身体立刻暴退 三十米距离 堪堪躲过沈臣的进攻 好 杀了他 郭元忍不住大声喊道 仅剩的几名新人类 却是一脸不屑望着郭元 如果沈臣仅仅只有这样的手段 那他必死无疑 唐东霖缓缓缓地摸了摸 眉心的一点红猪 脸上顿时露出愤怒神情 混蛋 漠然间 一道雪白剑光亮起 唐东霖的目光 煞时间变得暗沉 紧接着 就听他爆喝一声 整个身体仿佛处在强力爆发之下 手中的剑光在这一瞬间 仿佛是因为夕阳的折射 如电如雾 在这通红的阳光之下 显得更加血一样的梦幻 连续几声破空之声 沈臣发现唐东霖 显然是暴怒情绪下全力进攻 前段的齐带 竟然在疯狂的剑光中 被寸寸斩断 与此同时 无论沈臣如何挥舞着齐带 唐东霖的身影 却能恰到好处躲开 一时间 唐东霖步步紧逼 沈臣步步后退 转瞬间 已经倒退三十米之外 入危机身法 沈臣吃惊地望着唐东霖 入危机的身法 完美机的剑法 三阶新人类中领头那人 忽然傲然说道 四川省唐家的人 一旦成为了新人类 三阶一下绝无对手 什么是唐家 入危机身法又是怎么回事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明白 而沈臣的眉头却是皱气 这一次 他遇上禁疾了 全方面的进化者 没有单方面的进化方向 却因为战绩和身法的出神入化 成为三阶强者 这就是全方面进化者的蛮横之处 只要拥有合适的战绩 他们所爆发出的力量和伤害 几乎是成倍的 尤其是四川省的唐家 名字几乎让人一下便 想起唐门暗器之类东西 他们难道真是那些 只存在于小说中的 隐世的所谓武功世家吗 哼 一道冷哼声响起 远处的唐东霖 懒洋洋冷声道 很惊讶 不过也是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武器专精之类的 单方面进化吧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 单方面进化者的身体素质 远不如全方面进化者 战绩 一辈子也比不上 全方面进化者的速度 你死在我的手里 也算是荣幸了 说完唐东霖再次杀来 呼啸的风声立刻传来 远处的唐东霖 模糊的身影逐渐靠近时 竟然幻化成两道残影 天 不是入围节 这是 即将踏入极限级的身法 一时间剩余的三阶新人类 忍不住振臂高呼 而那些叛徒军官 也是激动地开始高声叫赏起来 他们一个个嘴脸 十分猙獰难看 这个时候 他们的神情几乎全是变态扭曲的样子 他们既然当时在赵泽凯淫威下屈服 这个时候不是沈臣死 就是他们死 是的 只要杀了沈臣 所有的威胁都不再是威胁 只要死了沈臣 所有的困难全部迎刃而解 沈臣必须死 第三百二十六集 三阶新人类中一个男人 忽然笑眯眯转过头望向薛碧华 薛市长 沈臣死了之后 我们不会杀你 这是处于对您的尊重 不过 和沈臣有关的人 必须都得死 这显然已经是将自己 看成胜利者一方才会说出的话 薛碧华心中已经是剧烈紧张和担忧 而脸上却是波澜不惊 是吗 不过唐东霖要是死了 我倒是不会留你的性命 不过我想 你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只长这么大岁数了 还是那么嘴硬 看来S使的人根本不知道 全方面进化者的厉害之处 那个男人无所谓的说道 等他把沈臣杀得随时万段的时候 你会后悔你现在说的话吗 拭目以待 到了这个时候 谁都知道双方已经是 恃不罢休的阶段 然而薛碧华却是没有任何担心 一是他极为信任沈臣的能力 二是如果没有记错 沈臣他貌似也是一个全方面的进化者 只见唐东霖双眸暴争 手中进化唐军的速度飙升到极致 仿佛一道迷蒙的寒光 又好似电光 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 以及让人心计的速度 直接对着沈臣当头劈去 沈臣急身暴退 整个人再次后退十几米 顿时站在沈臣这边的人 立刻开始揪心 却见沈臣忽然眼睛一亮 忽然一脚踹在旁边一个水泥墩子 全力以赴的一脚 令整个水泥墩子瞬间暴露 那两水泥支离破碎喷涌出来 飞向唐东霖冲来的方向 连串的脆响声 唐东霖手中常见 犹如柳枝一般 和似箭而来水泥渣子磕碰在一起 就是这几秒钟滞留时间 让沈臣忽然飞升跃起 小子 打不过就跑 真他妈有种 不过你放心 你跑了以后 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活不了 唐东霖的笑声 如同毒蛇一样紧紧跟随 急得郭元和林卫然等人 简直心都快跳出胸膛 又是恨不得将唐东霖狠狠打扁 然而下一刻 却见沈臣的身影迅速掠过众人 紧接着只见他顺手一捞 在所有人都没看清楚的瞬间 沈臣竟是直接夺了一个 新人类手上的钢刀 煞时间荧光舞动 沈臣的目光 缓缓地转向唐东霖 看来 我真要好好给你打敌场啊 钢刀在手 沈臣整个人状态 却是变得浑然不同 刚才以灵巧迅捷为重的沈臣 在拿到钢刀这一刻 仿佛是最沉静的大海 孕育着最汹涌的巨愣 唐东霖一下愣住了 他望着沈臣 忽然忍不住哈哈地嘲笑起来 这小子啊 别以为拿着刀就能活下来 老子常见恋了十年 要是还打不死你这个兔崽子 老子就不是人 话音未落 却见眼前荧光皱闪 唐东霖瞬间只觉眼前如洪水猛兽来袭的恐惧 傻是肩汗毛竖起 逼得他身形迅速暴退几十米远 却见唐东霖前额一缕头发缓缓掉在地上 所有人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沈臣的刀竟然如此可怕 如果唐东霖刚才没有反应极快的暴退 只怕这一刀已经将唐东霖斩杀 说起来 我的刀 也是练了十年了 沈臣喃喃自语的一句话 让唐东霖瞬间觉得大敌来袭 他紧张地咽了咽唾沫 却见沈臣的头 骤然抬起 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眼神 平静 淡然 但是越往里看 却越能看见里面的波涛汹游 暗流横生 不好 必须先发制人 唐东霖不知怎么的 忽然生出这样一种念头 煞时间整个人如同一阵狂风一样席卷而来 只见这两个三阶新人类 完全变成两道幻影 在短暂时间内交手上百下 而且每一次 都有着让空气爆裂开的锐笑声 围观的人甚至能看到刀剑劈砍下带动空气的气流 这就是三阶强者的战斗嘛 所有人看着两个人缠斗在一起的身影 心中忍不住惊呼起来 太恐怖了 好快的刀 不过你的刀法基础实在很一般 唐东霖开始嘲笑沈臣 实际上他已经感受到压力 因此不得不用话去干扰沈臣的进攻 此时他的心里已经是十分震惊 这个男人才多大岁数 看他那根诡异的旗带舞得好 可为什么连刀也用得如此之妙 难道这个家伙还能一心练两种武器吗 是吗 那你再看看这个 沈臣微微一笑 手中刀势一变 荡刀三十 荡刀三十一出 唐东霖简直惊吓到极点 原本支撑就已经有些困难 但这到底是什么招数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绩 一道道按进随着刀和剑的碰撞 传递到自己体内 唐东霖竟然是不敌 匆忙后撤几步 不行 再这样下去真的要输了 唐东霖深吸一口气 而后双脚双膝 诡异在地面上拧动几下 别人还看不出什么 那些新人类们立刻激动喊道 唐东霖要出绝招了 神臣必死无疑 极限级身法 极限级的神经反射 双极限的存在 让唐东霖绝不可能输 去死吧 愤怒和自得的抱贺在空中响起 只听到惊天动地一声剧烈响声 巨大的灰尘铺天盖地涌起 仿佛是在那连绵不绝进宫中 让天地的位置变色 煞时间所有人面上 顿时出现焦虑和紧张 在这么大的灰尘面前 根本不知道到底谁胜谁赢 几分钟后 灰尘才渐渐散去 一个男人的身影 缓缓地站了起来 是沈臣 是沈臣 煞世间欢呼 雀跃声不断响起 几乎要将整个这一大掀翻 那些三阶新人类们 原本得意的面孔瞬间凝固住 望着地上躺着的一个男人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可能 这根本就不可能 他们生死力竭地喊道 不可能有人能打败唐统领 他可是全方面进化者里的 双极限的存在啊 然而沈臣缓缓走了过来 微扬的唇角 吐露出冰冷的话 不好意思 我也是 那仅剩的几个新人类瞬间呆滞了 他们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在沈臣面前 什么都不是 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沈臣怎么可能是全方面进化者 怎么可能是双极限 他不是单方面进化者吗 然而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沈臣的奇异性 他拥有着全方面进化的身体素质 却也奇怪地拥有某种不知具体属性的单方面进化方向 仔细算下来 沈臣此时拥有的单方向进化能力 竟然已经多达四个 俄罗斯人的元伦 秦胖子的亲近 老梁的红巨人 还有抠小大汉的武器专精 这种事情便是交给沈臣 他也解释不清楚 自己身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至于双极限 其实沈臣就在上午和孕妇丧尸战斗中 便已经触碰到双极限的门槛 如今在看到唐东霖将双极限施展开 那一瞬间产生的物意 让他一秒钟之内 便是犹如醍醐灌顶一般醒悟 而后竟然在实战中就这么施展出来 两人交手的结果 就是唐东霖永远倒在地上 睁着死不明目的双眼 不清楚那一柄刀 为什么就比自己快了0.3秒 而这0.3秒 足以分出生死 沈臣微笑着勾勒勾手 你们谁还来 望着沈臣的样子 所有人顿时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 就听到一个三级强者立刻喝道 撤 这个家伙如此可怕 只怕他们所有人都得交代在这儿 剩余几个人立刻抽身而退 然而他们还没高兴太早 却听扑驰一声破空声 一道刀光掠过最后一个人脖子 一颗头颅抛飞起来 鲜血冲天喷溅 那个人的身躯无力倒下 鲜血染红地面 快跑啊 几个人不寒而栗 几乎是调动所有细胞 疯狂地向前玩命逃去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他们嚣张拔护而来 如今却被驱赶得 如同丧家之犬般逃走 随着雪白色刀光亮起 细时间一道的刀光 迅速笼罩向逃命几人 陆续由惨叫声传来 这几个人很是聪明 便是立刻分散开 朝四面八方逃去 以为这样就逃得了呢 沈臣眼睛望着场地 两边摆放的东西 有军车 有水泥柱等等 只见周围一个个汽车零件 碎片 水泥渣子顿时爆开 都成为影响对方速度的工具 就在漫天飞舞中 沈臣身影擦破空气 如最好的猎手一般 猎杀他的猎物 最后一个人的身影 绝望地从半空中坠落 死不明目的双眼 呆滞地望着沈臣 你 怎么能这么强 我们可是三阶的强者 让你死个明白 不久前我生上三阶四段 沈臣淡淡地将钢刀 放在那个人脖子上 三阶之上 每一段就是一味压制 你们死得并不冤 原来 是这样 伴随着最后一个人的厌气 沈臣缓缓走了回来 一时间 所有战士摒弃宁神 望着这位从漫天飞舞的 支离破碎画面中 缓缓走回的沈臣 只觉得残阳之下 美得如一副绝世之画 那种激动和静服 无以言表 袁红重重捏住拳头 不知怎么的 忽然想起一句话 大丈夫 当如使之 背叛的军官们 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沈臣看着这些浑身哆嗦的 连手枪都掏不出来 直接瘫坐在地上的人 忍不住摇里摇头 他毕竟不是军方的人 可以杀新人类 却不能替薛碧华做主 你看着办吧 沈臣抱着刀站在一边 薛碧华明白沈臣的意思 立刻心存无限感激 其实这件事 跟沈臣并没有关系 这分明只是 针对这大来的阴谋 就是沈臣不出手相助自己 也是正常 可这个家伙 却是为自己出头 帮自己稳固这一档 最后旗帜鲜明地 站在自己这边 这样的举动 让薛碧华的心 只觉得热腾腾的 老军人着实忍不住 拍了拍沈臣肩膀 多谢 刹时间 一股充满铁血气息的亲近感 传进沈臣心中 这种好感比维王当日 给自己感触要强烈多 沈臣只觉得有什么东西 直接没入脑海 但却像泥沈大海一般 无法得知 薛碧华如此强烈的亲近感 让沈臣耐下心血 但却隐隐含着一些凝重 秦胖子的单方面进化方向 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已经掌握 然而这个进化方向 一旦被别人得知 恐怕对自己而言 也是一个定时炸弹 不过好在目前 知道自己拥有这项能力的 恐怕除了楚黎能猜测出来 也没有别人 楚黎 沈臣眉头默然一皱 楚黎真的不好办 但愿他们两个人 永远不要有敌对那一天 薛碧华的处理手段 还是极为老练 就地免职 然后直接枪毙 现在是末日时代 一切对于军官的处理 并不需要上报给上级指示 而且薛碧华这人 也并非是想着独立的人 这样的处理战士们 都没有任何意义 失去几个军官 势必要补上来 沈臣淡淡说了一句 袁红他们几个 是一阶新人类 补上他们吧 袁红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见沈臣脸上 浮现出鼓励的微笑 煞时间 袁红忍不住嘴唇有些哆嗦 虽然他一直以来 认为他们这些人 能力已经不弱 但是真的升为终极军官 却不是他们 光靠实力就能升的 沈臣的一句话 让薛碧华毫不迟 一点了几个人名字 就这么升官了 看着袁红等人 望向沈臣所毫无掩饰 表现出的知语知恩的感谢 林卫然在一边 瞬间心中一惊 他不知道薛碧华 有没有什么想法 然而沈臣这一举动 等于终极军官里 安放了属于他的人 而且数量还不少 这些人将来在军方 或者说这一大 起到的作用相当强大 可以说是整个 这一大的基石 然而这些人 却全都是沈臣教导出的 沈臣在训练中的各种手段 几乎是征服他们所有的心 可想而知 这些人一旦成为重要岗位后 沈臣此时在这大的地位和影响力 已经隐隐盖过薛碧华和楚黎 煞时间林卫然认真看了眼沈臣 这就是沈臣呢 在突发事件中 能够顺水推舟地 将自己的计划实施 这份心智简直是可怕 林卫然忽然心中生起一阵心血 这就是我们的老大 了不起啊 但是薛碧华这样的老军人 怎么会丝毫没有防范呢 林卫然只能归结于 薛碧华对沈臣的看重和欣赏 一场风波就此结束 危险被扼杀在摇篮中 除了军方的人 没有别人知道 今天这件事的发生 倒是沈臣已经明白 毕市的实验战士水平 但是他同样明白 这些人既然外派了出来 就绝对不会是最精锐战士 唯独唐东霖倒是与众不同 随着雀跃的众人一起回去 薛碧和赵明立刻笑着赢了出来 然而原本因沈臣的欣喜 在得知老梁牺牲后 喜悦变成了悲伤 赵丽开始晚上一直净化液的吸收 沈臣只说了一句话 想要活着 必须强大起来 所有人都是身以为然点点头 这一次的夺权事件 也让大家知道 实力提升的紧迫性 更是不敢懈怠 只可惜目前只有几个人 可以喝进化液 老梁死后 沈臣这边的战力 顿时少了许多 到了晚上 沈臣再一次去了研究院 楚黎人没遇见 但是一个奇异的 如同步枪一样的东西 已经由孙颜泽交给沈臣 可以瞬间发射出 如网状般的蛛丝 在前世被称作 捕捉最好的武器 提前来到这个世界 不得不说 楚黎的确厉害 孙颜泽在交付好武器之后 也是听到傍晚发生的事 首先向沈臣 问了一个明白后 在清楚事情之后 不由得叹了口气 他神情复杂点点头 而后便是说道 多亏了你才保住这一大 但是这样一来 三号首长恐怕 不会善罢甘休的 会不会牵连你们 那倒不会 毕竟研究院不属于 三号首长管辖 孙颜泽无所谓地说道 不过很快 却是皱起眉头 但是这一次专员被杀 非同小可 上级应该会有其他安排 沈臣 你要当心呢 沈臣明白孙颜泽的担忧 他点点头 安慰了孙颜泽几句 便是离开研究院 第三百二十八集 等回到房间后 薛碧华却是已经等在房间内 正在和叶小雨 颇有兴趣聊着天 看来是自己走后不久便来了 一直等到现在 沈臣有些诧异 您怎么来了 薛碧华一看见沈臣回来 立刻站起身 处理好的事情 死前想后 还是决定过来跟你探讨一下 沈臣也知道今天的事情 让薛碧华心中难免有些担心 了然地点点头 今天赵泽凯虽然死了 但是他死后麻烦却是不少 我在担心三号首场 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 叶小雨却是好奇地说道 薛伯伯 我今天接到你的电话时 胜得吓死我了 赵泽凯怎么会这么淡淡忘忘 竟敢胁迫你 三号首长和这件事 又有什么关系 薛碧华苦笑一声 不是他胆大妄为 他手里有三号首长的文件 文件上明确说 让他总管这次竞赛事宜 同时代管整个巨大 说是代管 实际上就是他来主管 让他在这边正式通畅 三号首长再调来军事力量 恐怕这里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为什么这个三号首长 要下这样的命令 难道 怎么大家做得还不够好吗 叶小雨奇怪地问道 薛碧华叹了口气说道 三号首长在文件里用的理由 就是赵泽凯考察后 认为这次咱们对俄罗斯的竞争 没有权利以赴地去准备 这场比赛已经演变成全球一个风向标 人类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 全掌握在这次竞争中 沈臣若有所思的手指 不停地紧扣着桌面 俄罗斯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付出极高代价 从他们手里获取资源 叶小雨的眉头一皱 可就算俄罗斯赢了 别的国家从他们手上 获取这种竞争液 但我们没必要和别的国家一样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研究方向来啊 我在处理那待过一段时间 清华烟可是相当复杂的东西啊 不 因为末日本来已经无法再生产所有物资 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源源不断地攻击我们的邻国 后果就是俄罗斯将成为超级强国 而会第一个吞并我们 这是三号首长 在文件里所说的一段话 叶小雨立刻惊呼一声 原来是这样 她忽然疑惑地摇了摇头 不对啊 眼下末日危机还没应付过去 上次那人就得想未来的事情了 但是 至少也把眼下度过去再说吧 丧尸越来越厉害 和各种武器却迟迟跟不上 眼下 去看着考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 这个有意思吗 只能说明 避世或者上层 已经有了应对丧尸的能力 恐怕过一段时间便会公布了 审辰淡淡地说道 毕竟楚离的进化枪已经成型 从杀蜘蛛母体情况来看 虽然威力不算很大 但是应对二阶左右丧尸或者怪兽 已经可以形成战力 想来不日就会有第一批武器量产出来 而后渐渐推广 所以有了武力便有了信心 才开始担心和俄罗斯的对抗嘛 薛碧华也是附和审辰 他们那个级别的人 卓妍典跟咱们自然是不一样的 不过如果三号首长真的有心 恐怕这次对抗 他还是会派专员下了监督 到时候我们必然还会再有一次战斗啊 这倒不会 沈辰微微一笑 想到那枚尖末的扭扣 至少这次他再派人下来 不会那么明目张胆 与此同时 孙颜泽在楚离跟前汇报刚才的一切 却见楚离一面认真做着研究 一面平静说道 这么说 一号首长已经不在了吗 孙颜泽顿时僵住了 十分疑惑地说道 什么意思 赵泽凯是替他的主子来取筹码的 三号首长 说明赵泽凯不是一号首长的人 楚离手下不停地工作着 淡淡说道 即使说在进化业的使用上 几位首长也持有不同意见 而赵泽凯来的真正目的 其实并不是要看到进化业的胜利 而是 他们的主子在争夺更多的筹码 好在这个纷争的时代上位 毕竟三号首长是从S市走出去的 S市此时四大聚集地的发展 只有这一大罪成气候 一旦真正成为S市 目前最具规模的聚集地领袖 加上进化业竞争的胜利 三号首长将会力排众议 成为空缺的一号首长的接班人 孙炎泽的心瞬间提起来 急切地问道 首长不在了 那么我们要对谁负责啊 谁会是我们的直接领导 那就看谁能坐在首长的位置上 这是院长操心的事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孙炎泽看着处离波澜不惊的样子 虽然心有忧虑 还是点了点头 这一场竞赛 竟然又成了上层争夺权力的事情 孙炎泽眼睛不眠望向门外 如果首长真的决心收回这大权力 恐怕沈臣这次的举动会激怒首长 当夜 沈臣继续带领战士们出去实战演习 当朝霞再次升起的时候 沈臣却是拿着猪王武器 在这大门口目送战士们归去 立刻转身离开 袁红在门口目送沈臣离开 忍不住心中生出深深的敬重 沈臣 他昨天白天可是经历了一天战斗 晚上又带着大伙出去实战 如今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就要立刻再次出去猎杀那只鬼娃娃 这样的超强负荷 沈臣真的太厉害了 然而袁红并不知道 在他转身的时候 沈臣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翠绿的菜叶 一把扔进嘴里 三两下咀嚼便是吞咽下去 缓缓的 一种充盈的感觉再次回到全身 浑身的劳累在几次调息下 缓缓恢复着 沈臣看着盒子中为数不多的菜叶 再一次踏着朝阳向远方而去 与此同时 刘艳臣正在一所民居里焦急不安 等待沈臣到来 他的手下此时只剩三个 每一个人都是胆战心惊 望着刘艳臣坐立不安一晚上 老大 天就要亮了 那个鬼娃娃真的会来吗 其中一个男人忍不住问道 刘艳臣抓了抓头皮 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来呢 您说会不会是那个高手 故意骗咱们呢 我就不相信一只丧尸 还能追查到人 还会记仇 另一个人也是说道 要我说 咱就赶紧离开这不好吗 离开你个脑袋 其中一人当时怒骂一声 老大还没说话 能有你说话的份 刘艳臣不耐烦抓了抓脑袋 咱们等那个高手朋友来再说 万一那个家伙自己逃了 却欺骗我们留在这儿 被丧尸杀怎么办 这句话瞬间说中刘艳臣的心 他原本也是担心这点 毕竟跟沈臣不熟 他走了一个干净 万一不回来 自己岂不是要单独 面对那只鬼娃娃 刘艳臣立刻抬起头 缓了一缓 有些迟疑地问道 要不我们离开 离开 剩下三个人立刻站起来 刘艳臣随即马上吩咐 走 收拾东西 赶紧离开 说吧 他便将放进花叶的箱子 和一些粮食 立刻打包好 随即又抽出椅子里的钢腿 谨慎而小心地 推开了门 第三百二十九集 十直四月 然而仿佛是缺少尾气的排放 气温依旧阴冷 已经蒙上厚厚灰尘的走廊 只能让人感觉到衰败的气象 长长的走廊里 只有四个人脚步声空洞地回响着 一步一步 如同跳动的心脏一般 一阵穿堂风从走廊外呼啸而过 几个人瞬间生出一身冷汗 只觉往日平常的大楼 今天说不出的诡异和寂静 走楼梯 刘艳臣打了个手势 后面的人立刻跟上 旋转的楼梯惨白而统一 走了大约十几层的时候 每个人只觉已经开始头晕目眩 如果不是每一层楼道的标志 只怕是此时已经深陷进旋转 找不到出口 刘艳臣只觉一阵心计 黑暗闭色的楼梯 在失去灯光照射下 几乎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他忽然开始有些后悔 显然这个时候出发 不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眼看距离楼下只有五层高度 刘艳臣还是咬了咬牙 大家坚持住 很快就到了 忽然间 只听前方猛然一阵进风袭来 刘艳臣煞时间头皮发炸 几乎是用尽浑身力气 用钢筋向着那道风砸去 只听一声淒厉喊叫后 刘艳臣急忙向地下望去 却见一只巨大无比的黑猫 在空中翻滚几下 而后落在拐弯处 尖锐的獠牙 青蓝色的阴阳眼 死死盯着刘艳臣 刘艳臣几个人看着 这恐惧而渗人的眼神 只觉煞时间毛骨悚然 刘艳臣瞬间握紧钢筋 正要上前 却见那只黑猫后退几步 凄厉地喊叫一声 而后窜得飞快 消失在楼道中 四个人顿时松了口气 其中一个人抢笑着说道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鬼 话音未落 只见一道残影忽然掠过 紧接着 这个男人就被那道黑影拖着 向过道拐弯处拉去 救我 我不要死 救我 疯狂的嚎叫声响起 这惨绝人寰的叫声 让所有人煞时间 陷入崩溃的边缘 每个人煞时间尖叫起来 叫得人几乎要魂飞魄散 所有人急忙望去 却见那个可怜的男人 仿佛像是婴儿在挣扎一般 其他人只来得及 看到那个可怜的男人 抓在地上的手 一寸寸向外移去 指甲壳硬生生扒在地面 却被强大的力量带走 此时指甲已经刮得翻过来 鲜血淋漓 刘彦辰几乎是一瞬间 便扑上去拉住那个男人的脚 就在这个时候 他清楚地看见一张 恐怖到极点的脸 这是一张一半是骷髅 一半长出新鲜肉芽的婴儿的脸 纯洁和猙獰同时充斥他的面容 并如同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 他的嘴张的老大 如同蛇一般直接将那个男人上半张脸全部吞进嘴里 通红的血顺着男人面部流下 还能听见骨头咔嚓咔嚓碎裂的声音 男人额头上已经看清楚一排锋利的獠牙 没入男人的肉里 血液从额头直接流进他不断嚎叫的嘴巴里 他不断地挣扎着 刘彦辰也是拼了命啊 试图将他从那可怕到极点的怪物嘴里拉出来 然而两个人的力量相比那只鬼娃娃 根本微不足道 疯狂地嚎叫和男人不断挣扎的身体 眼前血腥残忍的一幕让刘彦辰忽然精神恍惚一下 下意识地松了手 他的内心已经陷入恐怖崩溃的边缘 这个时候就听一声尖叫让他骤然清醒过来 别管他了快逃啊 几乎是毫不犹豫 刘彦辰立刻转身就逃 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样一直连他根本都没法捕捉到存在的丧尸 他根本打不过 唯一的生怒就是 趁着他在吃人的时候赶紧逃 就在他毅然决然离去之前 刘彦辰的余光微微一顿 仿佛看见那个可怜的手下 绝望和不可置信的目光 他的手指被一丝一丝拉扯磨烂 最终还是被拖进过道里 地面上只留下五根血色纸印 不寒而栗 刘彦辰立刻转过头 毫不留恋地用着自己最快的速度 转眼就是冲在最前面 随着几个人发了疯般逃出大楼 仿佛耳边还在回响那凄惨至极的哀嚎声和骨肉分离的声音 快逃快逃 刘彦辰风力一般大喊大叫 他此时无比地恨自己 为什么不早点逃走 为什么要听那个叫沈臣的话 留在这里杀鬼娃娃 害得现在竟然陷入如此危险中 这个鬼娃娃简直太恐怖了 以他三接的能力 根本没有办法对付这只恐怖的丧尸 仅剩的三个人开始夺了命狂奔 眼前的大楼和建筑飞快在眼中一闪而过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恨自己 为什么只伸了两条腿 也不知跑了多久 忽然有一个人尖叫起来 却见他浑身哆嗦望着自己手臂上 只见一个如婴儿手掌般大小的手印 深深嵌进他的手臂 已经开始发黑的颜色 让他陷入最深的地狱 他受伤了 刘彦辰几乎是下意识地操了一声 立刻停住身子抽身准备上去 谁都知道 被丧尸抓住只分时间长短 必然会变成丧尸啊 在这个节骨眼上 又有一个手下几乎已经被判了死刑了 手中握着的钢筋在缓缓颤抖 刘彦辰一步一步走向那个 还在看着自己手臂 一脸惊慌失措的手下 小松 刘彦辰异常艰难地喊着那个男人的名字 他看上去才二十出头年纪 脸上还带着一点初步踏入社会的智能 小松抬起头 胆战心惊地望着刘彦辰 刘彦辰的手微微颤抖一下 手上的钢筋刚一动 却见小松的双眼直直望着自己身后 脸上煞时间变成惊恐到极致而呆住的眼神 几乎同时 刘彦辰慌忙向后望去 只见另一个手下还在不断向前奔去 刘彦辰下意识直觉不好 却感觉脑子后面顿时一阵剧烈疼痛传来 煞时间头晕目眩 整个人眼前一片漆黑 刘彦辰疯承扎转过身 看到的是一张恐慌到极点 却带着几次扭曲的疯狂的神情 你打算杀我 我知道 小松哆嗦着向后退去 我受伤了你要杀我 但是我还没有变成丧尸 你怎么能杀我 你为什么要杀我 小松的身子不断地后撤 你别怪我 我打殉了你 我就可以逃走了 你也不会背上杀害人命的罪恶 我是在帮你 记住啊 我是在帮你的 然而刘彦辰的心已经坠入冰窟 他此时已经说不上自己究竟该哭还是该笑 哭自己的心狠 笑自己的愚蠢 在身体摇摇欲坠即将倒下的一瞬间 忽然眼前一阵黑影仿佛从地平线出现 紧接着却听到一声凄惨叫声 那只鬼娃娃再次出现 血兽在眼前被撕扯开 锋利的牙齿饥渴地撕咬着血肉 小松脸上的神情变成悲毫 双目中的血丝让刘彦辰忍不住闭上眼睛 在摔倒在地上前一刻 地面上已经出现一堆无法形容的肉堆 骨头 碎肉 还有许多肮脏龌龊的内脏全部堆积在一起 小松在刘彦辰倒地的几秒钟内 变成了一堆谁也认不出的碎肉 绝望 恐惧 刘彦辰陈陷入了黑暗之中 第三百三十集 正午的阳光是最烈的时候 只有这个时候 那些该死的丧尸 才不会药物扬威地出现在街道上 这些家伙 也是担心自己腐烂的皮肤 瘦的高温会更加腐烂 更喜欢阴冷的夜晚 扑通一声 一座半地下室的门被打开 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迅速从房间里钻出来 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十分破烂 却在重要部位绑着护具 两个人一前一后贴着墙角谨慎前进着 时不时探出头来查看附近动静 在看见空旁的街道上 没有任何丧尸身影 女人率先松了口气 没丧尸 快走 你真的确认前面有吃的 女人对男人的质疑显得有些不快 有啊 你忘了我的眼睛了 男人略带担心地说道 这附近丧尸太多 小卖部小超市都被送过干净 你这个手术有吃的 话还没说完 女人立刻打断她的话 刚才我无意间看到路口有三个人 被一个可怕的丧尸杀死了 那三个家户手里的背包 可是咕咕囊弄的 里面压缩饼干的包装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压缩饼干 男人的眼睛顿时一亮 有这个东西啊 自己这么多天的饥饿 总算是能饱一顿 然而男人很快惊喜的表情 却是忽然停滞住 等等 你说恐怖的丧尸 是那个孕妇丧尸吗 不是不是 是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 速度很快 我差点都看不清楚 一下把一个男人撕成碎片了 然后又去追杀另一个 真是恐怖啊 你这不是坑我的吗 有一只可怕的丧尸 杀了三个人 你就让我一个人去拿背包 你想害死我勾搭姓正 那个王八蛋就直说 反不着让我送死 看你说的 我要是没有十足跑 我能让你去拿吗 有一个可怕的丧尸不假 但是我刚才看见 有一个男人去杀那只丧尸了 这两家伙跑得奇快 现在正在五公里外 你二速度快啊 那几个背包都能拿回来 到时候你我五五分掌 那就是咱们的私产了 那个男人也被女人说得心动 却是嘴上强硬地说道 三七 你就光动动眼睛 我可是要拼命去 四六 你六我四 警告你别再得寸进去了 这事我完全可以找老郑帮我 要不看在咱俩当初 有过一腿的份上 女人也是非常有胆识的人 退了一步后 立刻寸步不让 行 你给我把风 有丧尸来立刻通知我 男人得了好处后 也是立刻点头答应 女人神色一喜 急忙说道 默默唧唧地赶紧去 那两个家伙打起来了 要是打完了呢 那只丧尸一定会回来吃掉咱们的 快点 男人谨慎而小心向前移动 虽然速度十分缓慢 却依然可以看得出 她的速度比正常人快很多 在确定四周的确没有丧尸后 她如同一只探头探脑的老鼠一样冲上马路 然后狂奔向刘彦辰倒地的地方 沉颠颠的背包 让男人忍不住心中一阵喜悦 打开背包 里面大量的物资 让男人立刻喉咙微微一动 多久没有吃到一顿饱饭了 此时看到食物 就简直跟看到上帝一样 在食物的诱惑下 身边诡异的两滩骨头渣子和碎肉屑 已经不足为奇 不过在看见刘彦辰身边 一个银色箱子的时候 男人犹豫地看了眼 还保持着顽形的刘彦辰 思考几秒后 便是不假思索走上去 手指缓缓打开箱子 在箱盖开启一瞬间 男人瞬间眼睛变大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欣喜低声喊道 净化液 他的手指简直在哆嗦起来 净化液呀 要知道现在新院小区 正在招募人 替他们寻找物资 报酬就是净化液 出去十次才能换一瓶净化液 但眼下箱子里 确实还有两只 这等于一下平白捡到十条命啊 正好一人一个 男人忍不住笑起来 可随后却是忽然想到 为什么不是自己毒吞呢 拼命的可是自己 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出什么力气啊 男人有些犹豫起来 眼神中忽然闪过一丝狠毒 要不要做了那个女人 正在这时 只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声 在不远处响起 却见女人正在拼了命 向她招手 又他娘的看到了 这娘们的眼睛真毒 男人晦气地叹了口气 目光望向女人后 收回眼睛 随即关上银色的箱子 打算站起身离开 忽然一只手颤尘微微伸了过来 猛然一把将箱子按在地上 哼的一声响 让男人吓了一跳 急忙往旁边跳几步 却见原本死在旁边那个男人 忽然摇摇晃晃站起来 丧尸化了 我去 男人吓得半死 忽然恼恨自己 怎么不直接砍了这家伙脑袋 然而他很快便是发现不对劲 这个家伙 没有变得腐烂和丑陋 只是昏昏沉沉地向自己抓来 嘴里还在说着 还我 放下来 男人的心骤然紧缩 他的手指猛然捏得泛青 这个家伙没有死 我却拿了属于他的东西 不行 不能还回去 净化液 食物 这些都太珍贵了 要杀了他 反正他就一个人 女人也是自己这边的 杀了他 这些东西啊 还是自己的 一时间 恶从胆边生 他看了看 自己手上除了背包 没有什么武器 硬是将背包披头盖脸 砸向刘彦辰 刘彦辰昏昏沉沉的神志 没恢复过来 头顶心又是被重中一击 男人连续攻击了十好几下 刘彦辰一时间被打蒙了 慌忙后退 紧接着 却见男人眼睛一亮 他恰好看见刘彦辰 先前压在身下的钢筋 一个俯身 如同灵猴一般 绕到刘彦辰身后 钢筋瞬间在手 已经超出常人的身体素质 让他极为麻利举起钢筋 而后双脚借助马洛崖子旁十吨 就要将钢筋 从刘彦辰脑心最柔软地方戳进去 就在这时 一抹雪白刀光就好似凭空出现的一道霹雳 速度之快 那个男人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一颗头颅直接翻滚着飞了出去 而沈臣前冲的身影 却已经出现在这个 刚刚见证过无耻卑鄙的街道之上 钢刀离手 无头尸体轰然倒下 那颗飞得高高的头颅 看见了无限广阔的大地 和女人那双惊恐和害怕的双眼 她的嘴里好像还一直喃喃说着 快逃 快逃 原来她刚才挥手是为了这个吗 原来那个和可怕的丧尸打斗的人 也是那么可怕 沈臣飞升而尽 丝毫没有看地上尸体一眼 她看着跪倒在地上刘彦辰 立刻将刘彦辰扶起 好在刘彦辰 人虽然昏沉 但是却认得沈臣 一看沈臣 立刻又急又气说道 快逃 鬼娃娃来了 就在这附近 沈臣深吸一口气说道 我来的时候 鬼娃娃正打算对你下手 我追着她跑了很远 她已经不在这里了 刘彦辰这才坐在地上 孩儿后问道 你 杀了她了 第三百三十一集 沈臣的脸色微微一变 脑海里忽然浮现出 那只脸部已经变得完好无缺的鬼娃娃 也不知她昨夜吃了多少人 竟然这么快就把脸部的皮肉恢复过来 然而这个家伙在猪王笼罩下 竟然还能逃脱出去 只是 沈臣的眼睛闪过一丝异色 而后见刘彦辰 淒稀奇地望着她 沈臣叹了口气 没杀死 被她逃了 什么 刘彦辰激动地瞬间大喊起来 那 那个鬼娃娃 岂不是要再回来杀我 不会 沈臣缓缓说道 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显然那只鬼娃娃 目前的目标是我 在我死之前 你都会安全 刘彦辰脸上瞬间生出喜悦 却是忽然感觉到不对 而后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 你自己要小心啊 自然 沈臣淡然点点头 而后从怀中掏出一根细长的长鞭 给你 这是 刘彦辰仔细打量一番 立刻惊异问道 这不会是那根旗带吧 经过蛛丝和怪兽的皮 所包裹好的把手 让旗带少了一些危险 作为极为伶俐的武器 沈臣自然没有打算 把旗带全部还给刘彦辰的打算 而是留下一半 沈臣将旗带扔给刘彦辰后 便是问道 接下去 你打算去哪 我要去避世 刘彦辰抹了抹脸 阴沉地说道 去避世 我从那出来的 必须要回去 刘彦辰坚定说道 随后叹了口气 我家老首长的家眷也在避世 我得替老首长照顾他们 沈臣自然地点点头 去逼世 这一路恐怕不太好走 你一个人小心点 是啊 但愿我还有命回到逼世 祝你好运 刘彦辰点点头 忽然他的目光落在沈臣手臂处 那是一处锋利的划伤 被沈臣临时包扎一下 刘彦辰当时站起来 紧张地说道 你受伤了 沈臣望了望自己手臂 点点头 啊 不是鬼娃娃弄的 无妨 刘彦辰这才松了口气 而后说道 唉 有什么 别有伤 这年头啊 好好保护自己吧 说完便拍了拍沈臣肩膀 就此别过吧 沈臣望着刘彦辰 渐行渐远的身影 消失在地平线上 忽然心中生出一丝苍凉之意 今天的离别 他日或许永不会再见 谁知道什么时刻 人的存在 仅仅是路边的野谷 被野狗分尸 然而这就是残酷的末日 一个三阶的高手 也有可能分分钟毕命 回到房间 所有人已经知道 那只鬼娃娃并没有被抓获 一个个都是沉默不语 叶小雨担忧地望向沈臣 沈臣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将头埋在 叶小雨肩膀处很久 然后便是恢复正常 到了晚餐的时候 已经可以开几句玩笑 就像是和平常一样 只有叶小雨才明白 老梁的死 让沈臣的内心 和原先不一样了 夜晚如期降临 沈臣正在带领他手下一百个战士 奔赴前线厮杀 一时触脚在夜晚扫射出去 黑暗中漠然出现大大小小触动 收回一时触脚 沈臣嘴角微微一般 冷声道 前方一公里 前进 一百个人的队伍开始前进 黑夜中的战士们 双目金光发亮 全部达到一阶水平的他们 在此时化身为丧尸猎人 游走于黑暗之中 很快的 那两只怪兽出现在眼前 现场还有两只打碎的玻璃瓶子 以及将近十几只丧尸的尸体 看来情况很显然 这两只怪兽是因为喝进化液 导致身体崩溃怪兽化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便易进化生物吃怪兽 吃丧尸 吃人 进化失败的怪兽吃人 吃丧尸 而丧尸也吃人 说到底 人类在这场灾难中 其实是最可怜的一个 只不过还是有很多人 做着成为超人的梦 不切实际的还在争夺权力 比如三号首长 比如赵泽凯 还有荷叶 两只怪兽灵敏地发现这一对人马 两只眼睛煞时间释放出 暴女和嗜血的饥饿感 对于他们而言 眼前这一百个家伙 简直就是一顿饕餐大餐 每个人的身上 都蕴含着他们最喜欢的养分 新人类最美味的食物 与此同时 袁红等人也是看了这两只怪兽 一百个人只觉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 这是两只恐怖到极点的怪兽 其中一只能明显看出来 胸前的女性特征 但是全身是呈青灰色 长发仿佛是女妖般地飘散在空中 而另一只 浑身的皮肤出现一个个碗大的泡疹 一个挨着一个 就像癞蛤蟆身上的疙瘩 青灰色的血肉翻开 能看出里面粗大的血管外露 它们的形状很奇怪 虽然是直立行走 但是下肢却格外粗壮 谁也没想到 这么可怕的怪兽 竟然是由人变来的 看来进化也喝得不少 新人类和丧尸也吃了一些 进阶了 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厉害 你们加油 随着这段时间外出 沈尘已经明显能感觉出来 二阶乃至于三阶的生物 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 可以说 等到再过一个月后 只怕普通的丧尸 也会很快进入一阶二阶阶段 而这些三阶生物 真的是满地走了 人类的进化速度远远不够 也不知道政府是否能够迅速量产进化枪 沈尘的眉头闪过一抹优色 但是很快便是稍踪及时 随后只见他举起手 向前一挥 煞时间小队分成两组 开始向那两个怪兽包围开去 五十个人对付一个怪兽 虽然过程十分的凶险 好几次差点有人命丧怪兽手中 但好在这五十人齐心协力 硬生生地磨死这两只怪兽 随着这两个怪兽轰人倒地 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 直接被沈尘取了进化液 发黄的进化液 让沈尘略带满意之色 他的目光缓缓望向战士们 每一个人脸上 都是欣喜和剧烈战斗后的松弛 但是也可以看见 有不少士兵身上受了伤 一个个呆滞在原地 他们一个个十分惊恐望着沈尘 其中有一个人紧张地说道 教官 我们是不是 快要变成丧尸了 不会 进化失败的怪兽 本身并不具有病毒传染性 不像是变异丧尸 沈尘微微一笑 沈尘的回答顿时让那些受伤战士 心中松了不少 他们此时最害怕的 就是战斗中受伤 然而很快 沈尘接下来的话 确实让大家心中一领 记住 进化失败的怪兽和变异丧尸 在很多人眼里 其实很难分清楚 他们同样外观争鸣 拥有奇怪的手段 沈尘的神色 却是忽然沉了下来 在无法判断情况下 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绝不能受伤 因为你在第一时间 根本无法判断出 怪兽和变异丧尸区别 所以一旦受伤 你们的结果 自然可以想象 所有人神色顿时一领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有几个负了伤的 看着自己的伤口 顿时想到自己 变成丧失的危险状态 第三百三十二集 袁洪这小子是刺头惯了 当下就说道 教官 你说科学家他们干什么吃的 难道到现在 都没有研究出免疫药吗 药不是害怕被感染 那些普通丧尸 其实根本不足为惧啊 沈臣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丧尸的恐怖性 就在于他们的传染能力 你不需要去指望 免疫药剂了 无论任何自称 是免疫药剂的存在 都不会成功的 这才是丧尸最恐怖的地方 唉 这日子还真是不好过呀 别受伤 大家都别受伤 一时间议论纷纷 听完沈臣的话 所有人都是格外长了个心眼 今天的训练已经结束 沈臣让大家各自交流一下 等到朝霞出现后 沈臣缓缓拍了拍手 好了 把这两个大家伙拉过去 今天的试炼就算结束了 明天开始 二十人一队 一帮狼崽子发出嚎叫 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般兴奋 接下来的训练开始格外艰难 二十人一队猎杀怪兽 十人一队 最后是五人一队 并非是沈臣不愿意让他们单枪匹马战斗 实在是五个人以下的伤亡率会大大提升 在他们刚刚进入一阶的时候 还是要保护这些新人 不过随着战绩的熟练 每一个人都开始蜕变 猎杀二阶的怪兽 虽然还有些困难 但却已经不是一件难事 沈臣刻意地控制着 尸首的怪兽数量 以及危险度 让这些战士 几乎实力是成倍增长 而袁洪 也不负众望地 成为这些战士们 最厉害的一个 当然 每天早上的体能训练 战士们 依旧遭到A组嘲笑 每当看见A组那些人 在体育馆里 用自己的能力 一个人杀死十几个丧尸后 对他们投来的不懈 和炫耀的目光 所有人 却只是充当不闻不见 静自离开 杀丧尸就了不起了 但是该死的沈臣 就是压着他们 不让他们吊打这帮家伙 要是让他们展示出真正实力 那帮跪舔狗 真心是分分钟踹死他们 清晨的霞光 遍布整个这大 沈臣进入校园的时候 只见一个陌生的身影 早已停留在门口 他的身边陪同着薛碧华 一看见沈臣进来 还不等薛碧华说话 那个人立刻微笑着 快步迎了上来 你就是沈臣吧 男人笑眯眯地问道 沈臣看着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剪裁十分得体的西服 和脸上迷人的笑容 温和的语气 和人不近不远的距离 一看就是受到过良好教育 看上去让人不由心生好感 只不过 现在的情况还穿西装 避世的妇人们 似乎还在过着 纸醉金迷的生活 沈臣也是微微汗手 男人立刻热情地伸出手来 试图跟沈臣握手 在沈臣没有伸出手的瞬间 竟然也能不卑不亢收回手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自我介绍他 我是孟琴 这次的专派员 主要负责跟俄罗斯的对抗的事宜 还请沈臣教官多多支持 沈臣望向薛碧华 薛碧华点了点头 这么快就派人过来 首长果然是迫不及待啊 沈臣满含身意望着孟琴 忽然展颜一笑 幸会 幸会 孟琴倒也是在沈臣刻意打量下 还能维持得住体面的笑容 赵泽凯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其实首长的本意并非如此 只不过赵泽凯这个家伙 可以歪曲首长的意思 擅作主张 倒是让大家产生了误会 这样的人 沈教官杀得好 一句话 竟将自己的责任 全部推在死去的赵泽凯身上 而且将沈臣杀害专员的事情 说成是除害 将沈臣的事情一笔勾销 甚至连那些新人类的死都没提 孟琴说完后 便在等待沈臣的反应 是惊喜 是松懈 还是无动于衷 但他更希望的 是看见沈臣附和上几句 感激涕零的话语 或者说缓和是象征性认错 然而沈臣却是挥了挥手 脸上带着煞有其事的笑容 手长真是客气 其实不用特意派你来解释这事 我们没有怪罪他的意思 杀赵泽凯 也是顺便帮他一个小忙而已 薛碧华忍不住在一边咳嗽起来 而孟琴的一口气 差点没呼吸上来 看着沈臣的面色 瞬间涨得通红 几乎不敢相信这么无耻的话 竟然从沈臣的嘴里说出来 他只是杀了赵泽凯吗 他可是还杀了十个三阶新人类啊 这可是手掌底下几乎三分之一的三阶新人类啊 你这么无耻 真的合适吗 果然这个沈臣十分厉害 几句话就让自己变得极为被动 而自己竟然被他说成专门来解释误会的人 脸上的神情十分难看 但是不得不保持脸上的微笑 孟琴说道 我想您可能搞错了 我是这次专门来负责 声音戛然而止 漠然间孟琴只觉眼前一花 却见一只手已经近在咫尺 傻时间手扶在他喉结上 孟琴瞬间呆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沈臣竟然突然出手 说翻脸就翻脸 沈臣声音十分冰冷 带着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既然带着心思来 就不要一副理贤下施的样子 看着让人恶心 喉结上的压迫感 让孟琴的目光疯狂地看向薛碧华 向他求救 但后者只是给了一个爱慕能助的表情 孟琴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自己这次主动请营来这里 是不是一个错误 薛碧华看着沈臣的举动 心中知道沈臣的用意 不过是威吓一下孟琴这个家伙 显然现在是不能死的 在这么大比赛前 华夏国内部已经死了一个专员 再死一个只怕真是一件轰动性大事 看着孟琴的脸已经能够呈现出一种死灰色 薛碧华才咳了几声说道 有人呐放开他吧 孟琴也只是一时心急 说说而已 让他真这么干他也不会做的 对抗赛这么大的事情 一个人也管不过来呀 哎呀 也就是看看罢了 老奸巨华的一只狐狸 转瞬间就已经把孟琴的权力一笔勾销了 孟琴的眼睛一亮立刻忙不迭艰难点点头 沈臣微微一笑 而后缓缓松开手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孟琴先生和赵子凯一样来者不善呢 孟琴此时已经是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这个沈臣说翻脸就翻脸 可怕的是 他手枪还插在裤子口袋里 都没来得及掏出就被制服了 不会 不会 对了 这个东西很危险 就不要带蠢 沈臣的手忽然伸了过来 几乎是一瞬间 就将孟琴腰间手枪夺了下来 而后慢条丝里 缓缓地捏成扁扁的五指形状 当着他的面直接抛了一个弧线 扔进几百米外垃圾箱里 这下就安全了 是吧 孟琴的惊恐简直是无以复加 眼前这个人对他来说 压力简直是太大了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个家伙之所以被首长严阵以待 再三嘱托 果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 这个下马威太厉害了 第三百三十三集 第二天 水库边上 教官 这次咱们要杀的还是怪兽吗 不 这次给你们弄点狠的 也是你们迟早要面对的家伙 进化生物 随着弹人的语气响起 只见一百多个战士 已经埋伏在草丛边 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涂抹着伪装 一个个目光中泛着精光和跃跃欲试 水库这一带经过一个多月生长 此时已经是杂草横飞 四月里逐渐开始温暖的气温 让那里的蚊虫开始繁衍 大批大批的飞虫捂作一团 一不小心就会飞进人嘴巴里 检查自己着装 不要有裸露在外的皮肤 沈辰沉声吩咐道 这些蚊虫是否开始变异 还未可知 不过看个头而言 貌似还算正常 但也需要注意 教官 我们来这里是抓这些虫子的吗 袁虹悄悄问道 这些蚊虫的数量 让他都有些不寒而栗 密密麻麻停在身上 要不是沈辰的命令 只怕他们有些人 早就要起身驱虫了 沈辰眼望着远处平静的 如同镜子一般的河水 不 这次我们要对付的 是一条鱼 鱼 所有人不禁疑惑地望着沈辰 却见沈辰的目光沉静如水 进化寂云 那条被沈辰斩断尾巴的寂云 今天 他就是沈辰他们联手的目标 呼通一声 一个装满了新鲜血肉的袋子 被扔进水里 荡起一丝涟漪后 缓缓沉浸河底 缓缓地 河道的空气中 开始弥漫着一阵血腥味 渐渐地 这味道开始变了 一种湿润的 带着鱼腥气的味道 也渐渐涌上来 所有人严阵以待望着河道 煞石间 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油然而生 沈辰要他们对付的 究竟是什么鱼 竟然需要如此埋伏 煞石间 只见水花四溢 浪花灯时拍起三米多高 所有的人忍不住抬头望去 只见那个血带 被狠狠抛在空中 紧接着一头大鱼 猛然冲出水面 锋利的牙齿 粘稠的分泌物 在不断地渗透下来 血红空洞的鱼目 在夜晚看上去格外恐怖 就见这个鱼的身影 笔直地向空中冲去 装着血肉的袋子破了 如流水一般 直接灌入大鱼身体内部 所有的战士已经惊呆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这就是他们要战胜的东西 一条已经长达六米的 恐怖的巨鱼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样恐怖的生物 这还是地球吗 此时的沈臣已经确定 这条鲫鱼在还没来到的 进化大跳跃前 就达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如果放到未来 或许都将成为最顶尖存在 但是沈臣却是偏偏 要将这样的存在 扼杀在他们还未发展起的时期里 否则都可以想象到 这些家伙是有多么恐怖 老朋友 好久不见了 沈臣微微一笑 缓缓现出身形 漠然那只怪鱼 似乎是听到沈臣的声音 他的身子重重扭了一下 两只血木竟然向着沈臣这边望来 这一双空洞的好像被人戳瞎的眼神望来 所有人只觉犹如被恶鬼盯上一样恐惧 所有人忍不住浑身一哆嗦 差点就要失声尖叫起来 忽然就见沈臣抽出了一把钢刀 傻时间只见这条鱼竟然惊呼一声 准备转身逃走 我去啊 这么一条看着就恐怖的鱼 竟然被沈臣一句话吓走了 所有战士都傻傻看着沈臣 却见沈臣冷冷一笑 收王 傻时间 一面巨大无比的鱼网 向鲫鱼遮天盖日都洒过来 提前埋伏的一百号人奋力拖转 硬生生将这条鲫鱼拉至到岸上 鲫鱼在里面疯狂扭动着撕咬着 然而他锋利的牙齿 很快就咬坏了鱼网 半条身子已经逃出 即便是蛛丝鱼网 也不过只能困住他片刻 这个家伙果然强悍 不过依靠着之前的埋伏 他们已经将鲫鱼拉到离河岸几米之处 上百号人齐齐站在河道边 各式武器齐齐亮出 皎洁的月光笼罩下来 散发出一片冷光 这就是战时要对付的东西 杀 一声令响 几乎是本能反应 上百号人蜂拥而至 灵力的攻击不停向那头 还在往里挣扎的怪鱼工具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 他们手上的刀枪 对于这只怪鱼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是他们身上带的枪 打在怪鱼身上鳞片处 除了听个响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怎么杀 头 袁红不愧是最机灵的 立刻喊道 煞时间 上百号人再次将攻击 对准怪鱼头部 进化 基鱼一看之前就受过伤 而两只眼睛是他的要害 他们就不信 将武器从那两只眼睛处伸进去 狠狠给他一个搅拌 这家伙还能不死 然而很快 他们的自信就被歼灭了 那只怪鱼已经彻底冲出渔网 疯狂地开始扭曲身躯 试图逃走 有几个人猝不及防之下 被怪鱼掀翻在地 眼看半条命就差点没了 沈臣在远处厂房上 淡淡看着这一切 没有任何出手相助的感觉 死伤总会是有的 他之前说过的话 可不是戏眼 短短几分钟 就有七八个人受伤 看来这条鱼的进化速度 也是相当高了 但可惜他的身体已经被自己重伤 现在不像是养好的样子 想有什么大的攻击手段 已经是不可能 说真的 相对而言 沈臣还觉得 对付这条怪鱼 一百个人着实太简单了 我只给你们十分钟时间 一百号人 对付不了一个扁平畜生 还是重伤过的畜生 看来你们的训练都白费了 严厉的声音响起 战士们的脸煞时间红成一片 实在是他们一开始 被这个鲫鱼吓了一跳 慌乱之中 还不知道究竟如何应对 但听到沈臣的喊叫声 这几个人都是脸上一红 其中一个脸比较圆的战士 忽然喊道 我是吹尸般的 我杀过鱼 咱们只要给他的肚子划上一刀 这下午就死了 不能再死了 妈的 你说的容易 你知识你怎么给他肚子划一刀 疯狂叫喊的是 是被怪鱼追逐的战士 这个家伙之前站到鲫鱼头部 直接被鲫鱼掀翻了 眼下后者正在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他蜂拥而来 一路上无数树木和泥土横飞 那只鲫鱼也是自知无法逃脱 竟然恢复血沙的本性 横冲乱穿直撞 硬是给追杀带来一定困难 门横声煞时间不断传来 无数的人被疯狂袭来怪鱼掀翻 好在这些战士身体素质已经不弱 硬生生地扛了下来 但是战斗力却是大大折扣 一百号人对付这只怪鱼 竟然没有半点办法 沈尘不由得有些恼怒 正要呵斥 忽然转念一想 自己先前之所以能够重伤觊规 是因为自己前世的战斗 本能融入全身 而对于这些战士来说 他们可都是第一次面对 这么可怕的生物 一时之间 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消失 沈尘深深吸了口气 战斗运用的是身体 而脑子是身体的一部分 袁红的脸立刻红起来 他作为这里面战斗力最强的人 竟然没有起到带头作用 还让同伴们伤了不少 立刻开始思索起来 是的 要破开鱼腹 那是这条觊觎最柔软的部分 但是 怎么才能破开呢 第三百三十四集 此时怪鱼的血盆大口 我钉 烤鱼 所有人脑海里顿时出现路边烧烤摊上 被穿成一串的鱼 被烤得滋滋作响的画面 煞时间所有人的目光 如狼似虎地盯上这条鲫鱼 分工立刻开始 马上有几十个 还有能力爬起来的人充当诱饵 率先冲在前面 吸引鲫鱼注意力 将鲫鱼引诱的合适的位置 紧接着后方的人开始砍树 摸肩树头的工作 快一点 我们可坚持不住了 前方引诱的同伴苦苦挣扎着 那条怪鱼的速度和威胁实在太大 如果不是接力班奔跑 只怕要损失十多个人的性命 好了好了 袁红已经是用了自己最大能力 十几米大树 被三十几个人合为暴起 而后袁红举着树叉 站在第一个人的位置 他的双目赤红疯狂喊道 快向我冲过来 此刻被追的那个人 是一个擅长速度的 就这样还被鲫鱼追得屁滚尿流 一看见袁红他们已经准备好 立刻回头挑衅道 傻去 要不然来追我呀 拖着反手就像鲫鱼头部扔了一刀过去 这一刀竟然奇准无比插在怪鱼眼睛处 速度类那位战士 也没想到自己随手一丢 竟然丢这么准 卧槽一声后还有些窃喜 却听一声惊心的嘶吼声传来 鲫鱼瞬间被激怒了 傻时间尾巴重重一甩 整个身子斜侧着腾欲而出 笔直的向那个战士冲了过来 鲫鱼一路上横冲直撞 疯狂至极 他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所有人脸上都是十分凝重 几乎是冷汗不停低落 谁知道袁红这小子计划有没有作用 速度战士真是吓得屁滚尿流 疯了似的向前跑去 那一瞬间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一样 仿佛前面道路瞬间冲破 沈臣在屋顶上看得清楚 忽然一立声 竟然有人突破了 此时袁红等人已经准备完毕 只见前方障碍被冲破 一个人影迅速掠过 尖声叫道 他来了 话音未落 就见面前树木瞬间被撞开一个辽阔的空间 一张巨大血口冲着袁红耳 恐怖和紧张让袁红疯了似大声喊起来 与此同时 他感觉到自己似乎被什么腥臭温热东西爆了起来 紧接着 却见自己已经进入一个封闭的肉红色世界 前方有一个有黑恐怖散发着腥臭浓烈气味的洞穴就在眼前 扑的一声 面前狭窄的鱼口被粗壮的三四个人都抱不拢的树干戳穿了 进化鲫鱼飞冲过来速度越快 十几米的树干越是深入他的喉咙 等鲫鱼已经反应过来时 他向前冲力已经不可逆转 硬生生的竟然被大树戳进去五六米之多 彻底将整个头颅贯穿 直接卡进鱼腹中 即使 树房拍打扭曲 在地上不停地挣扎 煞时间 抱着树干的三十几个人立刻摔倒在地上 还有的已经被吞没在鱼的身体里 半个小时后 袁虎 袁虎 还站在外面的人大汗淋漓 所有人颤诚巍巍地围了上来 却见那个巍峨大雾摇晃几下 终于倒在地上 袁虎呢 所有人疯狂地扒开鲫鱼大嘴 却见里面的高度竟然能容纳一个人的身高 十几个人已经晕死在鲫鱼体内 还留在外面的慌忙地将他们拖了出来 谁看见袁虎了 被救出来的人有一个悠悠转醒 手指着渔富艰难地说道 里 里面 吹石般那个战士一马当先 拿着钢刀便是冲了进去 终于在最深处找到袁虎 此时袁虎已经劈头盖脸都是鲫血 傻傻站在鲫鱼的身体中间 这个小子硬是和大树顶端一起被戳进去 无数的脑组织烂肉鲜血 将它糊成一团 当所有人将它拉出来的时候 这个家伙还保持着僵硬的 抱着大树的姿势 两只眼睛依然怒睁着 嘴里还在高声喝叫 显然是已经受到无比强悍的刺激 袁虎 袁虎你怎么了 袁虎 袁虎醒醒 脸上的肌肉抽动一下 紧接着无数个喷嚏在夜空响起 我只臭死老子了 我的鼻子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快救救我 谁有香水啊 收物足蹈的袁虎还没发现 在自己身后 蟹鱼的身体忽然扭动起来 血红的双眼怨毒地望着前方 而后余神默然拱起 他要压扁袁虎 所有人此时已经来不及呼喊 只能眼看着巨大余神 如泰山一般压向袁虎 不要啊 袁虎还没清醒 只是茫然看着前方 眼看就要变成人形纸片 巨大的推力从身侧传来 袁虎猝不及防之下 被瞬间撞击出去十几米远 狼狈地趴在地上 随着让人一声毛骨悚然的 啪之声响起 只见狼藉的地面上 硕大的鱼身下 流淌出一大片血迹 随着怪鱼的垂死挣扎四处见射 忽然不知道有谁 淒厉哭喊一声 教官 袁虎疯了似地抬过了头 忽然意识到什么 他生死力竭 手脚并用爬起 吃力地向这边奔过来 老大怎么了 老大怎么了 他怎么了 那些目睹审辰关键时刻 一把推开袁虎 而自己却避无可避 直接被怪鱼压倒在身下 所有人都傻了 教官 就这么死了 不 袁虎疯了一般冲上去 而那条怪鱼 忽然又是一个猛力到极点的弹跳 煞事间十几号人拼了命地拉住袁虹 不能去 你想死啊 放屁 老大他死了 他为了救我死了 袁虹满脸的疯狂 玩了命地要冲上去 却见那只怪鱼在空中诡异地扭伸 而后再次重重落在地上 巨大的烟雾弥漫开 震得所有人都是一下摔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是心神剧烈颤抖着 每个人都是浑身在哆嗦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沈臣就这么眼睁睁在他们面前 推开袁虹 而自己却永远地消失了 干 不知是谁开始哭泣 煞事间 所有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渐渐地哭泣声越来越大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让这些战士都是心酸到极点 那个手把手教导他们的同龄人 那个让他们恨得牙痒痒的家伙 竟然就这么死了 第三百三十五集 袁虹已经疯了 他从没有那么痛恨自己的无能 他挣扎着爬起来 镜子拔出钢刀 在还未散开烟灰中冲向怪鱼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钢刀凶狠地戳向鲫鱼的鳞片 忽然 一声不满的声音默然传来 你要把谁碎尸万段 袁虹不满血丝的眼睛煞事睁大 手上的钢刀收不住力 一个亮枪摔在地上 所有人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却见烟灰缓缓散开 月亮的月光清晰而下 那只怪鱼的身体中断 竟然插着一根枪 却见沈辰的身影 高高立在鲫鱼的鱼身上 皎洁的月光和鱼鳞上反射出的弹光 将沈辰挺拔的身影 映照得如同披着盔甲的天降一般 煞时间所有人只觉心都漏了一拍 一个个目瞪口呆望着沈辰 沉静过了几秒 漠然间剧烈地欢呼冲天而起 所有人尖叫着拥抱在一起 而后如潮水般地向沈辰涌了过来 小官 老大 激动的泪水在喷洒 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如出一辙的激动 又哭又笑地叫着 跳着 围着沈辰高声呐喊着 沈辰的心在那一瞬间 只觉得无比的暖 煞时间 仿佛又有了什么东西 补充进大脑一般 浑身充斥着无与伦比的暖意 然而他脸上的暖意 却是一闪而过 在被确定目标已经身死前 你们要做的是锁定胜局 直接补枪 沈辰的声音淡淡传出来 看来你们都忘了 我之前所说的危机感了 袁红 袁红一哆嗦立刻爬起来 几乎是哆嗦着寒道 是 跑步一百公里 开始 是 袁红二话没说 立刻开始跑步 刚才那一瞬间 如泰山压顶般的恐惧 让他头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死亡那么近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沈辰老大竟然推开自己 甚至躲过了怪鱼的致命一击 而那一杆枪甚至直接钉死了鱼身 原来这个家伙啊 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他们 保护他们 不会让他们陷入真正的死亡中啊 袁红日了一声 鼻子忽然有点酸 不过很快 他的鼻子便是抽动几下 而后忍不住回头望了望沈辰他们 整个脸上原本感动的神情 立刻变成郁闷 九十几个战士一一列队战好 等待沈辰训话 沈辰微笑着 望着这些战士经历了恶战 却仍然鼻挺如轻松一般的战士 脸上滑过一丝满意 一个个的肩膀拍过来 巨大的亲近感几乎如潮水般涌来 要将沈辰淹没 这一次虽然是千军一发之计 不容多想救下袁红 却没想到自己竟然得到了 这些战士真心的爱戴 你们做得很好 沈辰的嘴角难得露出一个笑容 所有的人因为沈辰这声赞许 立刻身子站得更加笔直 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沈辰接着说道 接下来你们的任务 砍树堆柴火 啥 所有人愣愣望着沈辰 忽然有些没明白什么情况 却见沈辰忽然将身后的背包 扔给那个从吹石般出来的原理 徐子英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来安排 什么情况 被叫到名字的徐子英一脸茫然 不过当他打开背包 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精彩 而后便是忽然变成跃跃欲试的样子 甚至还咽了一下口水 所有人好奇地望向徐子英 不知道他这副样子是什么情况 终于有旁边的人忍不住偷瞄一眼 却见背包里面满满地装着色拉油 盐 滋然 辣椒面 所有人目瞪口呆看着沈辰 却见这个家伙恶劣地打了个响指 烧烤开始 场面顺时间爆炸 血腥的场地煞时间变成欢乐的营地 末日到来 虽然能保证军人的饮食 但是新鲜的肉食已经很久没有入口 如今沈辰准备这么充分 却是连调味品都带全了 显然是早有预谋 一想到这么大一条鱼 所有人都是喜悦到极点 来 大家听我指挥 徐子英立刻化身成司令 义正言辞地开始指挥 开始有人清洗于身上的血迹 开始有人利索地剖开渔妇 不过沈辰始料未及的是 他也被派活了 刮鱼鳞 我不是只要负责吃就可以吗 沈辰有些愕然 徐子英一正言辞说道 不刮鱼鳞怎么吃 再说啊 我们这里可没有人刮得动那般愿 于是沈辰只能认命地 乖乖爬到鱼身上 开始刮鱼鳞 依靠着鱼骨刺 还有鱼头上的骨片的锋利 这个家伙刮起鱼鳞来 手势大开大合 只见无数鱼鳞就跟下刀片一样 插在泥土里 看得所有人简直是一愣一愣的 忽然感觉到 沈辰若是围上围裙 恐怕也是一个居家好男人 那玛丽的身手 莫非在末日前经常下厨不成 看得一脸郁闷 被罚跑圈的袁红 忽然嘖嘖称赞 暗暗夸夜小雨 果然是有眼光 很快 火光从河道边冉冉升起 将近二十堆的火堆 让怪鱼整个身子都被悬挂在上面 长达六米的鲫鱼烧烤 恐怕这些人 这辈子也没有感受过 火焰照射在每一个人的面旁 都是红通通的 沈辰微笑着 望着期待极乐的战士 心中暗想到 鱼肉中富含的高蛋白和营养 足以让它们的身体得到补充 一个强者 绝不可能光靠馒头就强大起来 强健的体魄 才是最重要的基本 如今的粮食危机仍未度过 但是再过一个月后的生物大跳跃 虽然让世界再次改头换脸 但却也让人类的口粮 再次丰富起来 二十堆灼热的火光 吸引了一些不请自来的小东西 或许是有这条 寄予曾经坐镇的原因 大型的丧尸群已经没有了 十几只落单的丧尸 在一百多个人面前 这些家伙 不过是开胃菜一般存在 顺手就料理掉了 寄予很大 导致不得不费力的烧烤好久 才能进食 等到几个小时后 袁红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来 所有人爆发出一阵欢呼 开饭了 欢呼声几乎响彻水库 从来没有人吃过一条 长达六米的寄鱼 徐子英不停地光着脚 在鱼身上面跑来跑去 撒着椒盐 撒着辣椒面 忙得不亦乐乎 我去 这鱼肉是不是也太好吃了 傻瓜 那是你好久没开婚了 鲜美的鱼肉 甚至还带着一些甜味 真让人是忍不住回味啊 哎呀 这比末日前的鱼好吃多了 太嫩了 好吃好吃 沈臣微微笑了笑 也是有些食指大开 进化生物的肉 也会在不知不觉中 增强人类的体质 虽然没有进化液那么明显 但是却也是极有好处 知道吃鲫鱼最讨厌的是什么吗 什么 刺多 一个战士从鱼肉中 拔出一根刺来 小刺都有将近半米长 尖锐的骨刺 若是不注意 甚至能戳破喉咙 不过光是吃小刺上的肉 都估计能把半个肚子填饱 将鱼刺都归在一起 这些是你们以后的武器 沈臣一边吃着鱼肉 一边说道 所有人眼睛一亮 这些鱼骨刺有多锋利啊 要是当了武器 那不得牛翻上天呢 当下一个个的 也顾不上吃了 专心在鱼肉里面挑骨头 沈臣微笑着 看着被火光映红的面旁 十分兴奋的战士们 心中微微一笑 这次试炼 解决了一个进化生物 同时获得足够多的武器 更让这些家伙们 真正的开始充满杀气 不错 这一夜 注定是热闹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 受邀请参观训练馆的 孟琴和薛碧华 在一踏入体育馆的瞬间 便是被震惊了 无数的丧尸头颅 被整整齐齐 马成金字塔形 展示性地放在体育馆里 你根本无法想象 当上千个腐烂头颅 直挺挺盯着你看的时候 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仅剩下一百五十余人的A组 还在努力训练 手段之残忍灵力 让孟琴忍不住皱了皱眉 然而当一头高达两米的丧尸 被一个极为普通的男人 一拳砸死后 孟琴还是十分友好的 拍了拍手 这就是他们的实力吗 这么夸张 这些丧尸 大概有几千之多呀 孟琴的神色 显得有些难看 沈臣那个家伙 真的可以对付得了 河叶手下的实验战士 如果再给河叶一点时间 恐怕就是B式的实验战士 都不一定打得过这些人呢 孟琴神色一动 如果三号手掌 拥有了这样实力的实验战士 那岂不是如虎添翼 一想到这儿 掌声瞬间热烈起来 脸上的笑容 也是变得和蔼可亲许多 河叶微笑着 站在体育馆的中间 看着孟琴的鼓掌 心中十分自得 这些愚蠢的家伙 从什么也不懂 到后面的格斗技巧 身体素质的提升 再到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丧尸 中间的过程 可以说是像蜕变一样 而这样了不起的成果 都是因为一个人 那就是他 何叶 有了俄罗斯这些药剂 再加上只需一个月训练 一个普通人 也可以成为最勇猛的战士 何叶微笑着示意 孟琴立刻从他目光中 看出了这个女人的强悍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 这些家伙一个月前 还是平民 薛碧华看着孟琴 心中生出一丝奇怪 却还是中规中矩地说道 新人类的诞生 是人类抗争 这个末日的砝码 A组的实力不弱 当然 我们B组也不差 孟琴确实说道 战斗民族的血液 甚至能够传染 给我们黄种人吗 我看他们的眼神都变了 那种嗜血的感觉 真让人心里不舒服 薛碧华点了点头 的确 这天能看得出来 他们对杀戮的渴望 显然更多了一些 然而无论是包是贬 对于何一而言 都是赞赏 他就是要显露自己的厉害 而且是从今天开始 陆续地显露出 自己挥下的真实实力 就在他无比兴奋得意时 忽然有人冲进体育馆里 我的天哪 薛市长 你们快出来看看 什么 怎么了 薛碧华急声问道 那个战士一脸激动 连声催促道 您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薛碧华和孟琴对视一眼 立刻转身离开体育馆 和叶的脸上闪过一丝脑怒 他怒气冲冲咬着牙 却听身后有人说道 教官 他们怎么走了 我怎么知道 和叶脸上闪过一丝脑怒 而后快步走了出去 走 看看沈辰那个家伙 又干什么 华中取宠的事情 然而当他一出去的时候 才发现这一大的气氛 已经被点燃成欢乐的海洋 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 所有人欣喜若狂地 看着几十个战士 雄啾啾气昂昂 抬着一个长达六米的怪鱼 从门口缓缓而来 六米长的怪鱼 他猙獰的嘴巴里 还穿着一根粗壮的树木 就被这些战士们 这么扛回来了 我的老天 这是什么 看不出来嘛 这是鲫鱼啊 鲫鱼竟然长了这么大 天哪 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杀了 围观群众的情绪 简直是高涨到极点 这种胜利 比看那些丧尸 要来的愉悦得多呀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一股烤鱼 和孜然的香味 也随之而来呢 还有身上的坑蛙 那明显是被吃了的感觉呀 所有人忽然好像明白什么一样 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望着那个走在最前面的男人 简直是欢呼声不断地送上 这就是他们最崇拜的英雄 恐怖的怪兽又怎么样 在英雄的眼睛里 只不过是一条放大版的烤鱼而已 人类永远是最牛逼的 欢呼声的鼎沸响 忽然间天空中出现十几架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 却能看见里面有白人黑人 一个个睁大眼睛 看着那条巨大的烤鱼 是各国政要再次来的这一大 眼望着这大的热闹 各国政要眼睛里 漠然迸发出神采 哦我的上帝啊 这是什么 我没有看错吧 这么大的一条鱼 这难道是什么新丧尸吗 新人类的耳栗 让和叶的眼睛中 瞬间爆发出愤恨 该死的沈臣 竟然在这个时候玩这一出 他此时恨不得直接上前 将沈臣击败 好显示自己的实力 漠然间脑海里 却是浮现出一个男人的面孔 带回来 记得 一定要带回来 煞十斤荷叶的目光望向沈臣 充斥着贪婪和狂热 沈臣 三天后 一定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而沈臣却是仿佛感受到 这个美艳女人的注视 微微一笑 手中的鱼肉轻轻一抬 然后送到嘴里 紧接着 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瞬间又是爆发出 一阵叫好的声音 置之地哗众取宠的家伙 华夏人个个都是作秀的高手 河叶的脸上闪过不屑和嘲弄 然后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 孟琴却是将河叶的神情 看得一清二楚 心中不由冷笑一声 直升机的呼啸声 在耳边传来 各国要员已经准备降落 身为华夏负责人 孟琴正要准备迎上去 却见薛碧华已经率先走在前面 而后回身对孟琴 朗声说道 我就不陪孟专员了 孟专员请自便 说吧 便是大不流行走了上去 孟琴的脸霎时间变得惨白 他没想到薛碧华 真的是打算将自己的权力剥夺 这怎么行 刚上前走两步 两个战士立刻一左一右 站在他身边 孟专员 这里走吧 孟琴深深吸了口气 温文如玉的脸上 闪过一丝察觉不到的恼怒 而后冷笑着点点头 走 回到房间后 孟琴一个人坐着 他的眉头紧锁 显然还在生着闷气 忽然 怀中一阵颤动 让他几乎是眼睛一亮 孟琴忙不迭掏出联络器 煞时间脸上变成一副 极为敬畏的样子 搁着一个联络器 看不清对方的脸 却依然能让孟琴下意识地 出现这样的表情 孟琴的语气 简直就像看到自己 亲爹亲妈一样委屈 第三百三十七集 首长 这个雪碧华太过分了 不用多说 我都知道了 联络器那头 传来一个极为苍老的声音 声音平稳 没有什么波澜 却是感觉对方那人气场 如海纳百川一般 首长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赖 孟琴惭愧地低下头 薛碧华不让我插手任何事物 孟琴苦笑了一声说道 首长 我本来想的计划 是通过竞赛开始渗透掌权 最后挤掉薛碧华 眼下 你到现在 还没看清赵泽凯犯的错误吗 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 我们的目的 不是在这次竞争中取得胜利 而是要把这大 牢牢掌握在手里 可是如果我们不胜利 岂不是陷入了被动 薛碧华将这大受得如铁打的一般 我这几天 连最容易出问题的内部 都看不出来任何问题 如果我能够获得俄罗斯人的支持 得到他们的进化液的配比 也许也会给您带来注意 愚蠢 俄罗斯人的进化液的配比 曹院长早已经得到 无论输赢 我们都不是输家 而这大幸存地 却是现在S市 唯一一个还听从政府号召的聚集地 拿下这个聚集地的实际掌握权 则意味着拿下整个S市 这才是真正的砝码 蠢货 许是有电流声的干扰 对方内人的声音 开始变得若有若无 现在的关键在于 必须拿下这一大 而你要做的就是这个 不过你有一句话说的是正确的 要获得俄罗斯人的支持 用你的脑子想想 阻碍掌权这一大的人 究竟是谁 话音越来越弱 最后变成一片虚无 孟琴围了半天 直到发掘的确是断线后 而后叹了口气 末日来临后 民间通讯网络的瘫痪 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堵塞 而军方的通讯网络 也必不可免得遭遇同样问题 即便是经过两个月 也只能恢复到短暂通话水平 不过至少比之前只能发信息 或者用一下定位这样的功能 要好很多了 不过 首长说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 忽然 孟琴猛然抬起头 几乎是同时眼睛一亮 沈臣 这个家伙的武力 显然是薛碧华自信的资本 没有了沈臣 再加上曹院长已经暗地倒向首长的默默支持 楚黎和薛碧华这些人都不是威胁 所以只要除掉沈臣这个不受控制的因素 这个聚集地就会回到他的手里 原来如此 这就是赵泽凯失败的根源 而这个却是他马上就要成功的第一步 沈臣 这么强悍的家伙 究竟该如何处理呢 孟琴的手 若有若无在床板上敲击着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荷叶火辣的身影 夜幕降临 孟琴坐在床头 嘴角微微地露出一丝笑意 他看了看手表 而后忽然坐起身来 走到茶几旁 他住的是一间单人套房 可诡异的是 他却取出两支茶杯 缓缓地向茶杯里倒入茶水 他倒水的手势很稳 看上去竟是十分地专注 细细的水流如头发丝一般细腻 而后从湖嘴里流下 这一倒 竟然足足到了五分钟之久 五分钟的秒针 指向十二那一瞬间 吱压一声 门缓缓打开 门外忽然一阵冷风 嗖地传了进来 奇怪的是 并没有任何人的身影 孟琴头也不抬 只是专注地看着茶水 而后说了一句 关上门 这句话仿佛是对空气说的一样 但那扇门竟然就是自己关上了 通过光线折射而产生的隐身效果 何叶小姐 这就是你的净化能力吗 不仅不慢地将茶杯送的口边 孟琴微笑地望着面前的空气说道 这种场面 简直就像是一个精神病人在自言自语 然而只听哗啦一声 只见门口忽然浮现一个女人金色的长发 紧接着 头和脖子显露在半空中 她微微咧嘴一笑 妩媚的神情和只有一个脖子的脑袋 这样子简直是恐怖到极点 孟琴的手不由自主抖了一下 却见何叶叫嚣着 而后紧接着上身以及腰身到脚踝 最后 何叶整个人缓缓显露在空气中 孟先生时间掐得不错啊 这水的温度刚刚合适 何叶微笑着 迈着猫步走了上来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笑起来时 长长的睫毛的确十分诱人 俄罗斯女人身材火辣 十八岁前的美艳 是华夏人根本不能比你的 何小姐来得也很准时 我可一点也不喜欢叫我何小姐 我的名字是纳塔莎 和我纳塔莎 这句话显然是在套近乎 孟琴表示微微一笑 而后改口 纳塔莎小姐带我这来 莫非是为了喝茶 不 我想知道 你今天特意叫我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 纳塔莎面上的表情 骤然变得冷漠起来 你先前长长给我带了消息 不会真的要我过来喝茶吧 孟琴的眼神微微一脸 而后慢悠悠地摇晃着茶杯 纳塔莎果然不愧是新人类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想知道你来得真实目的 什么 纳塔莎的目光微微变化 浑身的肌肉瞬间紧绷起来 我得到了一个消息 听说你们总统派来华夏公干的人选 并非是纳塔莎小姐你 而那位人选 似乎忽然变成了怪兽 无奈之下 纳塔莎小姐却是好运地替代了你的竞争对手 来到了华夏 这么机缘巧合的事情 我们华夏人从来不会认为只是一件意外 所以 纳塔莎小姐 你此次前来的目标究竟是谁呢 那她是心中意紧 根本没有想到 孟琴上来便是这么锋利地说出这样的话 急忙要否认 却听孟琴微笑着说道 其实你不妨将你的事情说来听听 也许我们的目标一致 那她是犹豫片刻 她紧紧望着孟琴 而后者脸上 却是一副极为认真 甚至是坦诚的目光望向了她上 没来由地心中一动 那她上忽然意识到什么 立刻呵呵一笑 哼 华夏人一直以来喜欢内战 看来即使是末日 你们的内部斗争也是极为激烈啊 好吧 我实话实说啊 我的任务并非是该死的推行什么进化业 而是 沈辰 孟琴的脸上 几乎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果然 三号首长的暗示是正确的 沈辰 俄罗斯人的目标 也是沈辰 这么说 我们的目标一致呢 什么 那她是睁大眼睛 虽然刚才就有所怀疑 但是真的从孟琴嘴里说出来 却还是极为震撼 很简单 我的目标 也是沈辰 那她是的眉头 立刻紧紧皱起 你也要杀了沈辰 可 他不是你们国家的英雄吗 他只是这个聚集地的英雄而已 我们的国家人口基数如此大 光是毕时 就已经有两个典型形象的树立 说实话 沈辰并不够看 而且她的存在 只会阻碍我的行动 所以 我们的目标一致 你需要沈辰 我也同时需要她死 孟琴说话极为锋利 和她表面文质彬彬的样子 截然不符合 却更显得此人的可怕之处 第三百三十八级 看来 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那她是微微一笑 笑得极为狡诈 借助这次比赛的机会 我必须取得沈辰的基因片段 这是我的组织给我的任务 思来想去 必须要靠战场上的厮杀 才有可能得到她的血液 当然 如果有可能 我会将她带回我的组织 这个家伙武力极强 我很好奇 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制住她 孟琴忽然眉头一皱 双手立刻将那踏实的腿 从自己腰部拿下来 我不喜欢俄罗斯女人 你请自证 想不到孟琴也还挺截身自好啊 好吧 那我就实话实说 沈辰不会死 但她会成为无法苏醒的人 跟我一起回到俄罗斯 就凭你 你有什么本事 孟琴并非是小看那踏上 再看到沈辰那一瞬间 在得知她一个人连杀十个三阶实验战士的时候 她就知道这个家伙有多厉害 那她是默然一笑 忽然孟琴只觉得头部一阵昏花 她猛然扶着桌子站起来 惊怒地喊道 你干了什么 那她是微微一笑 别紧张啊 你不是在质疑我吗 我只是让你看看我的能力 她俯下身子 灵巧的舌头在孟琴嘴里打了个转 随着一股香气传来 孟琴立刻觉得自己精神恢复了 你这是什么能力 我身上融合了三种怪兽的基因进化液 分别是隐身 毒气 还有 后面那个我可不能告诉你 不过沈辰或许不知道 我已经是全新的三阶新人类的存在 所以在我的手下 她绝对没有一丝胜利的可能性 这绝对不可能 孟琴立刻打断那踏上的话 你没有看过沈辰的出手 她的实力非同小可 连我都能知道你的隐身 你这个能力早已经被废 至于毒气 你认为沈辰会放任你 离她这么近 那她是被孟琴一顿质疑 并没有不开心 反而是带着一些迷恋的神情 缓缓贴近孟琴的身上 哦 那么 你有什么好主意 孟琴再次离哪踏辰远一些 而后缓缓地陷入沉思 不得不说 一个成熟的男人 在深思的时候 的确充满魅力 尤其是他的手指 有一下没一下 点在桌面上 那她是不得不承认 自己见到孟琴的第一眼 就很有想跟她来一发的冲动 或许是春天到了的缘故 你无法通过这次战士们的比赛 跟沈辰进行一对一的比赛 而且恕我直言 让你们王对王的对决 恐怕你也未必能赢 孟 你还真是犀利呢 所以你必须采取其他的办法 暗杀 偷袭 只有这样 你才能发挥你的实力 这不可能 三阶线内的六感敏锐 我无法进他的身 否则 我早就完成任务了 那么 孟琴的脸上露出笑容 看上去非常的阴冷 但在那她上眼中 却是迷人的要死 在这次的对抗赛中 我会提出增加意向环节 实战对抗 以一天为时间 教官带队杀丧尸的数量最多 为胜利的条件 而我会根据丧尸的多果 替他们选择去 你要做的就是 在这次实战中 直接带走沈辰 何夜的目光瞬间大放光彩 没错 到时候也方便你行事 等沈辰一辈琴 我们的总统会和你们的三号首长 立刻联系 沈辰将直接交由我 而你 也可以完成你的主子的工作 听上去很完美 孟琴忍不住拍着手 然后端起茶杯 那就先预祝我们的合作愉快 像你这样阴坏的男人 说真的 我还是真不敢喝你倒的茶水呢 那她是微微冷笑着说道 说真的 沈辰这个人算是对手 却比你这样出卖自己同胞的人 要强上很多 各位其主罢了 孟琴被那她是如此指责 反而是一副得体笑容 微微指了指门 不送 出去带好门 门被大力带上 瘫软在门口的战士 忽然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一个个奇怪地摸了摸发胀的脑袋 刚才怎么奇怪地晕过去了 而此时 孟琴却是一个人静坐了一会儿 而后忽然从怀中 掏出另一个联络器 面带信息按了几个号码 一阵联姻后 只听见一个女人娇媚的声音传来 孟琴 是你吗 曾江 是我 孟琴的脸上 当时露出了一丝绯红 很难想象一个抵抗住 那踏实魅力的人 会露出这样腼腆的神情 这是只有在被一个女人 迷得神魂颠倒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痴迷的神色 这么晚找我 如果没有让我开心的事 我可是会生气的 联络器那头女人说道 有 孟琴急忙沉了沉气 而后立刻说道 我已经找到了对付沈臣的办法 你放心 这次沈臣必将会死 啊 真的 女人的声音立刻惊喜很多 真的 那个俄罗斯女人 等级为三姐 但是由于怪兽基因 进化液的强大力量 我揣测 她的战力 甚至可以达到三姐的巅峰 比拟四姐 孟琴的脸上冷冷一笑 对上沈臣 足够了 你是说真的 苏晴的声音显得格外激动 却是带着一丝质疑 赵泽凯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成而她的下场 提起赵泽凯 孟琴本能皱了皱眉头 然而她很快却是说道 晴晴 你放心 那个女人 曾经试图用她的能力放翻我 我能感受到 她身上的能量波动 孟琴的嘴角微微一笑 她不知道 我的单方面进化能力 可不仅仅只是能够感知到 新人类的力量波动了 这么说 这个女人可以杀死沈臣 对面的女人 发出一声巧笑 可你不要被她们晕了头 不会的 我的身和心都是你的 孟琴急忙赌咒发誓 我发誓 他们两个人 一定会打得两败俱伤 到时候 这两个人 一个人直接杀了 那个女人 就留给你做实验 让你争取在曹院长的心目中 更上一层楼 好吗 还是你最乖 等着你的好消息哦 苏晴的声音 显得是那么兴奋 和具有挑逗性 简直让孟琴表示 心中无比的快乐 这个猫一样的女人 终于有一天会对自己青睐有加 放心 我爱你 孟琴加紧时间施爱 而联络器里 却是传来一阵阵电流声 网络不行了 我得挂了 放下联络器的一对男女 脸上都是闪过一丝阴狠 沈臣 这次你活不了了 第二天的白天 研究院内 楚离和沈臣独坐仪式 这是自从上次两人闹别扭以来 沈臣第一次踏进研究院大门 而奇怪的是 这一次楚离的态度 也是耐人寻味 没有了上次的不正常 反而十分正常地面对沈臣 当然 这种正常的面容 本身看起来 就是很不正常罢了 两个人关在一个房间内 窃窃私语 足足大半小时 在出门时 沈臣的脸上 露出若有若无的微笑 而楚离却是目送她的身影 忽然缓缓吐出一句 堂堂补传 黄雀在后 沈臣两手空空 从研究院出来 正看见叶小语微笑着向她跑来 刚分开不过一个多小时时间 这小妮子怎么跑这来 沈臣急忙一把将叶小语搂在怀里 你怎么出来了 不知道 就是 有些想你了 叶小语忽然难难地说道 我心里一阵阵地发现 就好像 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真是个傻丫头 沈臣忍不住揉了揉叶小语头发 是不是这几天 我忙着训练他们 让你寂寞了 叶小语当时脸红了一片 你猜静寞了 我跟着张哥打枭手还来不及呢 话虽如此 女孩的脸上依然闪过一丝落寞 窦小倩 林未然 这两个女人每天出去杀丧尸 实力已经越发强大 跟着沈臣的几个人 除了张小雅和自己几乎毫无作用 其他的人都越来越厉害 成为沈臣左膀右臂 如果自己只是普通的一员也就算了 可自己却是沈臣女朋友 在这个末日里 别说女朋友 就是夫妻都很可能分散 而自己此时的处境 绝对不算乐观 至少她很清楚 窦小倩对沈臣的爱意 是丝毫不加掩饰的 林未然也是对沈臣极为欣赏 偏偏这两个女人 对沈臣助力最大 沈臣敏锐地感觉到 叶小雨的心态变化 她忽然感叹一下 啊 难得有一天空闲 你想干什么 我陪你 嗯 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早早 感觉也挺好的 叶小雨躺在沈臣怀抱中 微微地笑着 沈臣的怀抱 总是让人有种心安的魔力 如果就这样能在她怀里一刻 也是赚到了 女孩脚好的身躯 在沈臣的怀抱中紧贴着 这个小丫头一个月没怎么抱过 好像身材变好了一些 沈臣嘴角有些斜斜地微笑着 走了百米左右距离 只见道路两旁重满庄稼 嫩绿色又描显得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 忽然间 自老梁死后 一直以来淡然的忧郁 在那一瞬间 竟是因为身边心爱的女孩的笑脸 因为那群心情工作的人们 那一缕朝阳 而烟消云散 只觉得生命仿佛在延续一般 让人充满希望 此时一群人 正在卖力在庄稼地里 四处查看什么 忽然有一个人 惊喜地喊了一声 找到了 在这里 叶小雨有些好奇地问道 他们在找什么呀 沈臣摇里摇头 忽然 沈臣眉头一皱 叶小雨只觉自己身边一空 却见沈臣猛然飞身上去 叶小雨只觉沈臣背影 看上去并非十分惬意 很快却见沈臣 已经到了那些人面前 你们在找什么 沈臣问道 这些人显然是 新加入这一大的人 虽然见过草坪上的雕像 却是没有见到沈臣本人 一下只觉此人虽然脸熟 但是却没有认出 一看见沈臣发问 立刻警备地说道 没什么 你是哪来的 到我们这来干嘛 快走快走 这个家伙年纪也不算小 他防备地望着沈臣 而后使了个眼色 瞬间他身边的几个男人 便是围上来 一个个虎视眈眈望着沈臣 沈臣的目光微微移动 浑身的气势顿时遮挡不住地散发出来 这些男人只觉一股锋利的气息扑面 一个个却是不由自主退后一步 兄弟 你该知道这一片的规矩吧 这一片可是我们的劳动范围 你要是想找东西吃 回你的地盘去 那个男人虽然不是十分凶 口气却是挺冲 找东西吃 沈臣看着这些人脸上的微黄色 忽然了然于心 这一打虽然是指派了工作 给大家一碗饭吃 然而饭菜毕竟不比太平时期的丰盛 有些人嘴巴馋 想弄些吃的 什么泥地里的蚯蚓 树上的鸟 但凡能吃的 都会费尽心思弄来 看来这些人们 也是极为有默契地形成地狱 以劳动地方为单位 各自捕获自己的食物 这就是人类 总是在逆境中 顽强不息地生存下去 直到布满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在这一点看来 人类倒还真像是一种 无法灭绝的细菌 沈臣微微一笑 也没有打算多事 便是准备离开 漠然间 忽然那个藏了什么食物的男人 猛然淒厉大喊一声 紧接着整个人窜起来 却见一条黑色的东西 瞬间从他手里挣脱 一下没入泥土中 而那个男人 却是抱着手大声喊叫起来 啊 挡死我了 啊 沈臣急忙回身 却见这个男人紧紧抱着自己手腕 却见手腕上 如同被刀割一般的光滑 鲜血瞬间从手腕处流了下来 旁边围观的人瞬间傻了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东西啊 快 快把我的手腕踮起来 我要去医务室 这个四十多岁男人满脸的骇人 然而他此时最害怕的并不是疼痛 而是残疾 没有任何工种会愿意要一个手断掉的人 这就意味着将来他只能领取最低薄的食物 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所有人都是慌忙弯下腰 在泥地里寻找那只手腕 然而让所有人诧异的是 那只手腕竟然不见了 怎么可能 怎么会不见了 男人如疯了一般在地上寻找 忽然 有一个人嗓子里 发出了一声窒息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而后就听见他猛然啊了一声凄惨寒情 然后整个人连滚带爬逃到马路上 怎么回事啊 出了什么事啊 所有人面面相去 然而当那个人的身影离开后 所有人的目光忽然集中在前方或远处 煞时间所有人的身体都僵硬住 那种与生俱来如同灵魂被收割走的恐怖 让所有人只觉下一刻就要死了一般 一条半米长的蚯蚓 那条原本该是食物的东西 竟然盘旋在那个手腕上啃咬着 是的 这条土黄色的丑陋爬虫竟然嘴里还发出津津有味的滋滋的声音 这还不算完 随着他的进食血液滴进泥土中 只见陆续又有两三条蚯蚓钻出泥土 如同蛇一样盘旋在那个已经啃了小半的手腕上 如同啃一只猪蹄 恐怖啊 太恐怖了 所有人疯了一般的尖叫起来 每个人都如同死了爹妈一样疯狂惨叫着 玩了命的奔跑着逃上马路 然而那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却像是疾风的眼一样 怒吼一声 然后抡起铁锹便是冲了上去 我让你吃 你们这些畜生 畜生啊 第三百四十节 男人记得太清楚了 这些蚯蚓在一周前开始奇怪的变大 当时自己实在是馋肉 便是捉这些变大的蚯蚓烤着吃 还别说味道真不错 从此以后 他便是发现了一个吃饱饭的好办法 依靠着这些蚯蚓 他甚至还和几个女人发生过关系 日子过得实在是潇洒极了 然而今天 这些蚯蚓竟然将他的手蚌当成食物 这种强烈的反差 对未来生活的恐惧让他瞬间失去理智 铁锹带着呼呼的风声迎上蚯蚓 然而这些蚯蚓早已不是之前随意踩捏的爬虫 在感受到危险的一瞬间便是弹跳起来 细微而锋利的两排尖锐的倒钩牙齿 猙獰的迎风张开 他们竟然开始攻击人类 冲到近前的男人忽然一下呆之住了 他眼睁睁看着那几条爬虫弹射过来 却发觉自己的身体跟冻住一般无法动弹 细细的咬合声已经传来 眼前的蚯蚓在不断的伸缩蠕动 男人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无脊椎动物口前夜的蠕动和伸缩 在体表覆盖着具有色素的跛脚质层上 那些原本看不清 而后现在放大 犹如松针一样的肛毛 如刺猬一般竖立着 他甚至能看见蚯蚓在空中肌肉收缩时 体枪也即将受到压力 身体变得饱满的那一瞬间 如同一把软剑一般 释放着他的威力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他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天哪 自己在干什么 自己在准备杀这些恐怖的生物吗 可是他怎么有能力杀这些东西 男人的浑身哆嗦着 颤抖着 黄色的尿液从体下不断地流淌 他绝望地闭上眼睛 等待着死亡的瞬间 耳边充斥的是一大片惊慌失措 魂飞魄散的尖叫声 四声闷响忽然在耳边响起 想象中的疼痛完全没有到来 男人慌忙睁开眼睛 却见一个男人的身影 挡在自己面前 分明是那个先前问自己 在找什么的青年 男人一时喉咙瑟瑟地 说不出话来 可是那个青年的手上 分明一手拽着两条滑溜溜的东西 原本是最恐怖的东西 在他面前 却顺服得如同面条一样 只见他双手用力一捏 那四条药物扬威的家伙 竟然就这么被瞬间捏爆 霎时间褐色的液体 便是在空中扬起 在阳光照射下 只觉如同火烧云一般的艳丽 倒抽气的声音纷纷响起 所有人不可置信地望着 那个双手上扬的男人 一刹那前 脸上的神情从惊恐到震惊 再到惊喜 到无限的崇拜 叶小雨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 会在一瞬息的时间 变化出那么多神情 然而在所有人 忽然爆发出喜悦的叫声的时候 叶小雨只觉自己空荡荡的心 被瞬间填满了 这就是沈辰 这就是他爱的男人 这就是那个 你永远会放心 会看到他挡在你身前 为你遮风挡雨 当他在你身后 你会觉得无比踏实 放心的风雨同伴 等到沈辰将那个男人 拎到安全地方 那个男人立刻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而所有的人 却是已经围住沈辰 有几个人忽然想到什么一样 你是不是沈辰 还不等沈辰和叶小雨回话 立刻有人尖叫一声 对对对 他是沈辰啊 是沈辰啊 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那些人们炽热的眼神 立刻将沈辰仿佛要融化一般 先前在大屏幕上 无论怎样看见沈辰杀丧尸 或是听到沈辰的事迹 都不如亲自看到沈辰救人来的震撼 这群人里面有几个女孩子 立刻眼冒猩猩 急忙钻到沈辰面前 哇 这真是沈辰啊 他怎么会在这 他好帅啊 就是 比草坪里的雕像帅多了 沈辰 你可以给我们签个名吗 叽叽喳喳的声音传来 周围人炽热和感激的目光 让沈辰一时间有些发愣 这种被追捧受人尊敬的感觉 还是前世从没有过的 他们不像是前世的 自己所面对那些人 那些比自己等级低的人 都是屈服于自己武力之下 而真心的称赞 真心的爱戴 根本无法拥有 沈辰只觉得浑身 仿佛拥有使不完的力量 那种奇异的感觉 再一次充斥进自己脑海 沈辰很清楚 这种奇怪的感觉 应该是来自秦胖子的进化能力 他完全能感觉到 随着身边人对自己的亲近 脑海内的力量 将会越来越强 却见几个开放的女人 已经围上来 一个个面带花痴的微笑 然而随着他们的喧闹 更多的人围上来 80%以上都是年轻的小姑娘 一个个面带桃花 含羞怒放 叶小雨猛然拉了拉沈辰 快走啊 他们长得很好看嘛 呵呵 再好看也没你好看 快走 要被包围了 叶小雨急忙喊道 她已经被挤得东倒西歪了 小妮子吃醋了 沈辰微微一笑 不顾叶小雨的尖叫 立刻将叶小雨打横抱起 一个优雅的公主抱 而后脚尖一点地 整个人便如离弦的恭敬一样飞奔出去 只留下一大堆妄想着沈辰看上的女人暗自伤神 想不到 你还挺吃香的 叶小雨点着沈辰的胸口 嘴巴一掘 是啊 我也没想到 沈辰随口一回答 看到叶小雨柳眉倒立 沈辰哈哈一笑 揉了揉她的碎发 这小丫头最近头发又剪短了一些 看上去女人味多了一些 不过话说回来 她和楚离待在研究室里 可是也一周多时间了 自己作为男朋友也是要吃醋的 两个人就在马路上一路腾跃着前进 那一瞬间 河西的春风扑面 似有花香扑鼻 两人此时都不知道 这几分钟的路相拥在一起 竟是他们一辈子最幸福的回忆 回到房间后 两个人还在玩闹 忽然却见窦小倩和林伟然 齐齐从门外走过来 一个女人一个女孩 面上神色都十分严肃 沈辰不由得收了玩笑之心 沉沉问道 怎么了 老陈那里来了消息 两天后晚上七点 依旧是在老地方召开内部交易会 听说有很多聚集地的人都会来 吩咐一下 我们当天下午出发 你 郭元 袁红三人即可 是 林伟然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而窦小倩却是撅着嘴 不满意地望着沈辰 略有些郁闷和林伟然转身离开 两个女人离开前 礼貌地对叶小语点了一下头 然而就在这一点头瞬间 叶小语只觉得一种复杂的情绪 在几人中流淌 叶小语很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 这两个人在沈辰的帮助下 已经成为二阶进化者 平日里沈辰教导他们 也难免经常遇见 而这两个人也是天赋极好的人 尤其林伟然 这个女人吸收率高达90% 据沈辰说 这两天就可以冲击二阶六段 要知道 沈辰此时才不过刚刚三阶四段而已 只因为到了三阶以后 越往上越难升 当然 现在沈辰的能力 既有全方面进化者恐怖的身体素质 又有单方面进化者的手段 所以对付十几个如林伟然这样的新人类 只能说是玩一样 叶小语的忧郁不是没有理由 自己现在连一阶都不是 难怪林伟然他们看向自己眼神有些奇怪 更何况 这两个女人对沈辰的心思 都是有些蠢蠢欲动的 叶小语咬了咬牙 心中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她忽然抬头问沈辰 今天 不论我做什么 你都会陪着我吗 是啊 沈辰微笑着 拍着叶小语脑袋 怎么了 我想好要你陪我干什么了 双人床上 沈辰无奈地看着叶小语 把自己双手系在床的两侧 我 丫头 你打算干什么 你知道用毛巾这种东西是困不住我的吧 仅仅是你知道我的态度 就是 你不准乱当 叶小语的手指在沈辰唇上点了一下 而后有些担忧地看着门外 歌音效果应该还可以吧 郭元那家伙在门口守着 不会偷听什么吧 第一次会不会很疼呢 算了不管了 二话不说 首先把衣服脱了 沈辰目瞪口呆地看着叶小语光洁的后背 而后眨了眨眼睛 声音有些颤抖 小语 你冷静点 你让我陪你干的是这个事 干什么 你不愿意 女孩的声音带着有些鼻音的倔强 沈辰无奈地扬了扬眉 有些尴尬地说道 小语 咱冷静点好吗 其实 你没必要这样的 咱别闹了 叶小语的心思他明白 随着二人距离的拉大 让他产生了不自信 即便自己在所有人面前 表示出了强硬的态度 但其他人显然会有不认可的情绪所在 不过自己可以没有对其他女人 做出任何除了正常交集外的任何举动 更何况叶小语应该知道 她的潜力是连处离都看好的 这个女孩在这一段沉寂后 必然会破茧而出 她真的没必要这么做 来宣告自己的主权吧 双手下意识准备挣脱 叶小语忽然一脸紧张转了身 煞时间 准备起身的沈辰立刻跌坐回去 她的眼睛直愣愣地有些转不过弯 侯杰没忍住 轻轻动了一下 叶小语美丽的身子 让她真心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我没闹 我很认真的 叶小语倔强地插着腰 走到沈辰面前 殊不知这样可爱的举动 让沈辰更加难以控制 而后沈辰迟疑了一下 眼睛微微一合 掩盖住眼底蕴藏着的 蠢蠢欲动的情欲 你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叶小语的声音悠悠传了过来 说好的你不许动 不许挣扎 不许 话还没说完 只觉得整个人猛然 被一个温暖的胸膛围住 耳边传了轻轻的低音声 这种事情 我不动怎么能想 此时 郭元蹲在门外 头上戴着一个耳机 摇头晃脑坐在那儿 跟个嬉皮刻一样 两个小时后 房门被打开 沈辰看着已经躺在门口 睡着的郭元 忍不住无奈一笑 这点动静 立刻让郭元清醒过来 一看见沈辰 他立刻跳起来 嬉皮笑脸说道 老大 你现在神采奕奕 神清气爽了 恭喜你的处男之神 交出去了 叶小语刚准备出来 被郭元这话立刻就羞得缩了回去 郭元这大喇叭嘴还不闲着 一个劲调侃 叶小语 空心你推到老大 可喜可贺呀 一个毛栗子敲在郭元头上 沈辰轻咳几声 脸上带着一点莫名的红月 他咳了一声 少说两句 你竟然也脸红了 我去 郭元像是看到什么珍稀动物一样 睁大眼睛 而后摇了摇脑袋 真纯情 太纯情 死开 叶小语怒目而视 脸上却是红得跟苹果一样 沈辰微微一笑 揉了揉叶小语脑袋 而后转移话题 这个话题再说下去 真是没法堵住郭元的嘴 然而这一刻 三个人只觉彼此之间距离又亲近许多 尤其是郭元 只觉得亲眼见证了沈辰和叶小语在一起 顿时充满了由衷的开心 这一天 叶小语总算得偿心愿 逆袭了沈辰 而各国政要 也陆陆续续来临到齐 据薛碧华素说 这次来的人已经是少了几个国家 听说是在这段时间内 被丧失入侵后 已经全国沦陷了 这些国家 通常是一些小国家 没有良好的应急措施 相较而言 在政权上比较稳定的国家 还是有喘气的机会 否则也不会闲得蛋疼 来看这个什么对抗赛了 体育馆内 沈辰的脸微微转了过来 镇定地喊了一声 解散 这一次解散 所有的人仿佛已经是见怪不怪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当所有战士整装待发的 站在安静的街区 沈辰微微一笑 后天即将比赛 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声音如狼似虎般传来 有就好 沈辰缓缓点点头 不过今晚 是你们角逐三个单人出场的选拔 谁杀的丧失最多 谁获得上场机会 是 所有人都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上场打那些跪天狗啊 简直是最开心不过的事情 一时间所有人卯足了一口气 等待沈辰一声令下 百个人影如同飞出的利剑一般 消失在街区 即将开始的比赛 共分三部分 一个是以三场单人角逐 定下第一回合的胜负 第二项则是实战演习 他们必须在各自规定时间内 去揭秘一对丧尸 击杀出的丧尸 或者怪兽越多 则得分越高 其实从数量上而言 俄罗斯小队 除了这些日子意外恋残的 大约还有150来个人 这对于战士们而言 其实算是一种不公平 然而河叶显然有着不同的说辞 毕竟这些家伙 原本只是一些普通百姓 一个月就要上战场 相对来说要给一些优待 这样漏洞百出的说辞 竟然还得到各国政要理解和支持 可见这个女人公关水平的厉害之处 但沈辰嘴角微微一笑 正如他先前一直所说那样 一切诡计在强大力量面前 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河叶的小诡计 在他看来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他对眼前的战士 格外的自信 近20个人已经顺利升到一阶八段 或许是和他们高达80%吸收率有关系 这可谓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数字 剩下的也在一阶六段中徘徊 以这样水平 尤其是战绩和针对个人进化方向的专项训练 足以碾压绝大多数的同阶对手 等天亮后 三个出战的人已经挑选出 无微 斩杀丧尸一千多只 排在第三位 袁洪这家伙人品爆发 不仅杀了一千多丧尸 还杀死一只二阶怪兽 这两个人当选 倒是让人心服口服 唯独最后一个名额 让人有些难以决断 第三名是一个斩杀了 九百多只丧尸的战士 此时他正在喜滋滋准备说话 然而徐子英忽然探头探脑插了进来 教官老大 如果我不小心 同时杀了两只二阶怪兽 何不可以加入替补啊 所有人忍不住拿眼去看徐子英 这家伙平时表现很一般 唯独在那次吃鲫鱼以后 好像是忽然换了个人一样 跟打了鸡血一般 开始突飞猛进 不过以他的能力 一个人杀两只二阶怪兽 而且还是同时 徐子英在开玩笑吧 沈臣走到徐子英面前 望着他身后两只二阶怪兽的伤口 眼神几乎是瞬间一放光 而后转向徐子英问道 你用的什么武器 徐子英有些不好意思的 从身后掏出一口大黑锅 所有人顿时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用这个杀怪兽 一口做饭的黑锅 上面还有腐烂的菜叶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手里握着大铁锅 就感觉有无穷的力量 徐子英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紧接着把先前发生的事情 跟倒豆子一样说了出来 原来这家伙运气不好 选择了一个饭店 作为猎杀丧尸的地点 结果刚进厨房 就碰见两只怪兽 看见徐子英简直跟看见山珍海味一样扑上 在连续躲闪中 徐子英的武器也被打飞 眼看两只怪兽 齐齐准备咬下自己脑袋 徐子英当时只想着拿什么东西抵挡住 谁知她的手摸上一只 里面还盛放着腐烂的菜肴的铁锅时 煞时间只感觉浑身上下 充满无与伦比的力量 紧接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听砰的连续几声 那两只怪兽就嚎叫着飞了出去 徐子英一开始还有些懵 但等到两只怪兽死活都站不起的时候 这个家伙兴奋地熬了一声 趁热打铁 狠狠给他们脑袋上来了几下 没想到竟然真把这两个家伙打死了 武器专精的单方面进化能力 但是竟然是一口铁锅 沈臣饶有兴趣地说道 啊 不愧是崔士兵出身的 只不过这样的怪力 连徐子英自己也说不清楚 看来自己的手下又多了一员猛将啊 徐子英此时也是挠了挠头 然后跟着黑黑笑起来 贪太可惧的脸上倒是显得有些可爱 既然已经分出来三名出战的人员 大家今天的任务结束便是回去 等待第二天比赛 通过这最后一次杀戮 所有人更是对接下来比赛充满信心 而沈臣回到房间后 却是没有休息 直接找来郭元 今天晚上的事准备一下 及时跟老陈接头 晚上咱们去一探究竟 一说到正事 郭元也是收起一罐嬉皮笑脸的样子 认真点了点头 已经联系好了 我们下午就出发 老陈的意思是先伴坐他的手下进屋 可以 时间差不多 吃好饭后我们集合 郭元嗡了一声 而后却是不解的问道 老大 说实话 咱们跟老陈的关系也不算十分的亲密 咱们这么不遗余力的帮他是干什么 沈臣微微一笑 所谓黑白通吃 这一大聚集地是白 老陈他们就是黑 这样的朋友多一个 与我们而言就是好处 当然 还有其他的原因 那个新院小区的秘密 沈臣的眉头微微一扬 声音戛然而止 却是不准备再说 他的眉头微微的骤气 心中莫名地浮现出一丝期待和紧张 新院小区 从一听见这个名字 一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 沈臣便是觉得 冥冥之中 总有一种感觉驱使着他 一定要一探究竟 这个小区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个小区带给他的这种奇怪的感觉 究竟是源自于哪里 沈臣隐隐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此这一次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问个明白 郭元见沈臣忽然停嘴没说 他的性格大大咧咧的 也不打算多问 很快的 等到吃完饭后 时间到了 沈臣便带着郭元 林卫然和袁红一起离开 车子一路向南方聚集地开去 没有了孕妇丧尸的街道 普通丧尸渐多起来 想必是这些日子 从别的街区游荡而来的 看见车子驶来 这些丧尸立刻兴奋地一拥而上 有几个甚至已经学会用石头和砖头 开始砸车窗了 郭元看着这些已经陷入狂暴的嗜血家伙 忍不住心中一惊 妈的 再等一段时间 这些混蛋岂不是要拿武器了 撵过去 淡淡的吩咐声响起 只听见汽车的轰鸣声 瞬间响车 包围住车子的丧尸 立刻被汽车猛烈撞倒 卷入车底 煞时间鲜血和车轮底下的异物感传来 然而郭元却是吹了声口哨 嗷一声大笑着 一路碾压过去 等车子缓缓地开到门口的时候 却见宋德早已经毕恭毕敬 等在门口 宋德作为陈吴畔的手下 此刻对沈尘已经是心服口服 沈尘点了点头 宋德便是立刻带着几个人 从后门赶紧进去 对不住了 沈尘老大 前面实在太显眼 不敢带您走那边 无妨 几个人刚进去 便从后门小路上 望见前门一片喧闹和热闹 却见原本别墅前的草坪上 已经停满大大小小车子 几十辆吉卡停在那里 四周围满严阵一带的男人 虎视眈眈守卫着 而且门口还在 源源不断地涌进车辆 都是来准备换进化液的 宋德随口解释说道 新院小区的规定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以但凡是交易会 这些人都会把物资 直接拉过来 新院小区胆子也挺正 这么多人一起来换进化液 他们也不怕黑吃黑 郭元有兴趣地问道 宋德却是打了一个寒战 那谁敢呢 宋德看了看四周 见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 这才松了口气 他又看了看沈臣 小声地说道 新院小区的老大 可是一个狠角色 之前的确是有一个聚集地 翻脸不认账 想要黑了他们的金花叶 结果听说 的确是得手了 没想到听说过了几天 那个聚集地的人 就全都死光了 听说连尸体都没有 后来经过的人 只能看见里面 一滩一滩的鲜血 这事闹得挺大的 从此以后 谁还敢和新院小区过不去啊 再者说了 惹怒了新院小区 不给我们金花叶怎么办 果然是有恃无恐 沈臣点了点头 同时对新院小区的心狠手辣 更是有了一丝认知 能在短时间内 做到这个地步 真可谓是枭雄了 玩得这么狠 这些东西 本来也不要什么投入吧 知全杀了吗 郭元立刻愤慨起来 却被林卫然拉了一下 小声点 宋德一时之间 也不敢和沈臣他们多嘴 谁都知道 新人类的耳力大幅度上升 万一被听见了 可是麻烦事 他急忙将三人送进别墅后门内 陈无叛早已经在门口等着 急忙招呼宋德 将沈臣他们带进 而后歉意地对沈臣说道 沈臣兄弟 我们老大和那个家伙来了 我得去前面求着 不能陪你 委屈你 暂时在这待一段时间 好 沈臣点了点头 并不是十分介意 老陈确实万分过意不缺 沈臣倒也没有解释什么 虽然他的确有心 想看看那个能将陈无叛逼成这样的大队长 究竟是什么样 但他此行的目的 更多的是为了查看新院小区底细 先进其他的屋里 休息片刻 晚上开始了 我找人来叫您进入 陈无叛指了指隔壁 只听见紧闭的大门里 人声鼎沸 各个小区的人陆续来了 他们正在餐厅用餐 说是赔了 沈臣几人便在宋德带领下 向着后面走去 几个人穿过餐厅 透过墙上的玻璃窗 可以看见长长几条桌子上 摆放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还有香甜的水果 郭元忍不住说了一句 还自助餐呢 真奢侈 咱们都没吃那么好 难怪郭元会吐槽 相比之下 这大每日所供应的饭菜 的确是艰苦朴素一些 然而纸醉金迷的生活迟早会出现 大量的物资也会随着时间推移 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 如果说末日是一次洗牌 实力就是掌握资源的最好保障 安逸的生活 永远只会出现在掌握全市的人手中 不过眼下可远远不到那个时候 趋于稳定的环境 现在就开始享受生活的人 显然是作死 沈臣摇里摇头 继续跟着宋德向前走去 忽然只听餐厅的门哗啦一下打开 却见餐厅内 一个目光锐利的男人大步走了出来 看他的样子 原本是想到洗手间去 刚走几步却是猛然回头 然后望向沈臣他们背影 你们是谁 声音十分严厉 一种杀意顿时扑面而来 宋德吓了一跳 脚步瞬间乱了一下 他心中顿时喊着要完蛋 而后急忙向沈臣他们使了个眼色 郁闷地转过身 大队长 然后狠狠装模作样地 瞪了一眼沈臣他们 妈的 这是大队长 以后看起来要问好 知道不 刘紫月的目光 在几个人中打量一番 这个原先的健美教练 浑身充斥阳刚的侵略性 目光也是极为的不友善 郭元机灵得很 立刻低下头说道 是是是 大队长好 阴暗中 倒是看不出来 沈臣和袁红 林卫然的神色 但郭元的举动 显然是让这个叫 刘紫月的大队长 放下心 漫不经心地问理一句 这几人是新来的 宋德点了点头 是新来的 前两天刚招进来的 表面冷静 宋德实则内心 已经十分惊慌 生怕大队长看出什么 毕竟要是被他抓了把柄 沉头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却见刘紫月忽然一了一声 向前走了几步 忽然走进林卫然 两只眼睛上下一打量 毫不掩饰地望向林卫然 其中火热的神情 就是郭元也清楚 他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实在难怪刘紫月 此时一副诸葛的样子 末日里那些女人在没有化妆品和保养品的滋养下 还谈什么美丽和诱人 唯独林卫然这样的新人类 却是从内到外散发出迷人的气质 身为新人类的他们 不仅实力得到提升 由于进化液的帮助 比从前显得更加漂亮 刘紫月的手指条都似得伸了出来 似乎想要摸上林卫然的脸 然而林卫然立刻向后退了一步 恰好躲过刘紫月无礼的举动 手在半空中凝滞了一下 刘紫月像是没反应过来一样 而后缓缓地收了回来 她的目光 不怀好意地望着林卫然 还有已经将林卫然遮挡在身后的沈臣 口中冷笑一声 你们是哪个片区来的 大队长漫不经心地问道 两只眼睛却仍是色眯眯的 望向林卫然 这句问话 却是让宋德心中一惊 他该怎么说才合适呢 大队长这明显就是起了疑心 这个时候 他倒是有些埋怨沈臣 没事带个妞儿过来干什么 要知道大队长可是好色得很 聚集地里的女人 哪一个没被玩过 哦 只除了一个 林卫然恼怒极了 她从北方聚集地 就是害怕受到这样的侮辱 才逃了出来 然而这个大队长竟然也这样 不由让她瞬间起了杀意 虽然武力上丝毫不惧怕她 但是这次的目的 可是心愿小区 而且现在人那么多 不好下手 三秒钟的迟疑 显然会让这个大队长起疑心 林卫然立刻接口答道 我们是北方聚集地逃出来的 林卫然不卑不亢地说道 立刻把话接了过去 北方聚集地是林卫然先前居住的地方 她此时灵机一动竟然说了出来 刘子月扬了扬眉毛 一脸嘲笑道 北方聚集地 刘仁后还是那么的暴虐 不把你们当人看吗 所以你们投奔到我们南方聚集地 声音中的疑惑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观心 宋德松了一口气 正要说话 却见沈臣猛然扣住他的腕子 沈臣扣住宋德手腕的同时 林卫然嘴上立刻攻顺地接道 我们的确是过不下去了 才逃跑了投奔过来 不过 北方聚集地的首领 好像不是刘仁后啊 林卫然也有些疑惑 只不过听说聚集地的军队 都叫王家军 首领应该不会姓刘吧 袁红和郭元几乎是心瞬间紧起来 这个混蛋 他是在套林卫然的话 万一刚才要是按照他的话说下去 他们这些人岂不是暴露了 哦 那叫什么来着 我记得是一个身材很高大的汉子 刘紫月一脸茫然 仿佛是真的想不清而已 林卫然一时语色 竟然答不上话 毕竟他走的时候 不过是一介平民 怎么可能知道聚集地大佬的姓名 王仁后 沈臣缓缓说道 或许大队长是记错人了 身材很高大的是他的保镖 王仁后他只有一米七不到 刘紫月微微一笑 对对对 王仁后 我这人呢就是记不住人名 是我忘记了 所谓有人煞时间松了口气 虽然有些奇怪 沈臣怎么知道那个叫王仁后的家伙 甚至还知道他的身高 但想必既然被称作沈臣老大 自然有他的道理 宋德急忙上前一步 黑黑笑着 大队长 那您看没事的话 我就带他们下去干活了 刘紫月脸上一副不满的样子 干什么活啊 刚来就干活 你们陈吾盼 就是这么对待新来的兄弟的 宋德一时语色 立刻明白下来 这是刘紫月又准备借题发挥了 正要苦着脸奉承几句 却听刘紫月一脸的合跃 既来之子安之 你们几个在这儿好好工作 吃的穿的和女人少不了你们 他的目光转向林卫然 而后呵呵的笑着 我忘了这还有一个大美女 到时候喜欢哪个男人 带回房间去 林卫然只觉得被侮辱一般恼怒 却还是冷笑几声 讽刺地说了一声 哼 要男人 还不如大队长给我一根按摩棒 一时间抽气的 喷出老血的 瞪大眼珠子的 什么状态都有 袁红不可思议地望着林卫然 忽然觉得林姐真他妈彪悍啊 然而刘紫月也是一愣 然后真的笑得连眼泪都快流下来 说来也奇怪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反而让气氛缓和下来 第三百四十四集 话说到这个份上 先前的猜忌这才殆尽 宋德猛跳的心才松了下来 大队长 那没什么事 我带他们先下去了 去吧 刘紫月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笑着说道 宋德立刻点着头 急忙带着沈臣几人离开 那个刘紫月脸上的笑意 缓缓收敛起来 神色复杂看着几个人背影 忽然伸手招过来一个手下 去查查北方聚集地的强者里边 有没有和这几个人符合的人 是 手下显然是他的心腹 先是点了点头 而后探身疑惑地问道 您是怀疑 他们不是北方聚集地的 刘紫月的眉毛微微皱起 说不好 但是能清楚知道 王仁厚和他身边的保镖 说明真是从北方聚集地出来的 然而这几个强者 为什么隐形埋名 进入我们南方聚集地 说不准 是来投奔咱们的呢 以他们的水平 将陈无叛那个老东西挤掉 当个队长 毫无问题 然而他们竟然甘心 跟在陈无叛的手下 您是担心 他们是北方聚集地 派进来的探子 看你妹啊 刘紫月立刻大骂道 见手下畏畏缩缩的样子 不由气骂了一声 赶紧办事去 我明白了 这就去查 等等 刘紫月恶狠狠比划一下 找个机会 把这几个人四肢剁了 留一条命招够 那个女的留下来 手下脸上 立刻露出一丝笑意 老大 我明白您的意思 您就等好吧 晚上啊 您的床上 就会多出一个女人来 刘紫月嗡了一声 目光复杂地望着 已经消失不见的 几个人身影的方向 这四个人 要么就是来搅局的 要么就是陈无叛 勾结北方聚集地的 最好的证据 远处 沈臣的脸上 露出一丝冷意 稍纵即逝 两只眼睛中 平稳如大海 微微有了一丝涟漪 宋德好不容易 一路真是担惊受怕的 把沈臣他们带的一间房间 一摸头上 竟是一头冷汗 宋德摇着头说道 哎哟 刚才可是吓死我了 辛苦你了 沈臣拍了拍宋德肩膀 目光在房间内 开始打量着 宋德却是受宠若惊 说道 我们都是为了陈哥办事 沈臣老大 一会儿内部交易会开始了 我再带你们去 这次聚集地中 有北方聚集地的人吗 沈臣忽然发问道 宋德想了想 而后摇了摇头 先前新院小区放话说 要在南北两个聚集地 挑一个地方开交易会 结果因为路途的原因 还是放在了我们这儿 北方聚集地 毕竟离咱们这儿太远了 应该来不了人 更何况他们那边 是军区管辖的 和咱们这些 野鹿子出身的 又不一样 我觉得玄 沈臣点了点头 而后吩咐道 好了 下去吧 宋德哀了一声 然后又是殷勤地 打开了这个房间里的冰箱 说道 这里面准备了一些食物 还请三位等待一下 一会儿再见 你去吧 沈臣点了点头 宋德刚一走 郭元雀跃地正要说话 却见沈臣嘘了一声 他的手指在墙面 和桌面抚摸一遍 敏锐的目光 在天花板各处地方搜寻一遍 如同猎犬一样的敏锐 在房间各处看了一圈 没有发现可疑的摄像头和监听系统后 这才说到 说话吧 郭元和袁红 林卫然 却是被沈臣刚才勘察摄像头的一系列严密警示行动 吓傻 老大 你不会是特工吧 猪一套 你是哪儿学来的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沈臣拍了一下郭元 笑着说道 你当那么多电影白看的 电影里学的 郭元哀怨一声 林卫然却是警觉问道 沈臣老大 这是有什么不妥吗 倒没有 只不过小心谨慎一些 袁红此时却是点点头 在外面谨慎一点好 尤其现在这里人多 万一被发现影响晚上的事就得不偿失了 紧接着 他又有些奇怪的问道 哎 老大 你怎么知道 那个什么流人后 亡人后的 林卫然此时也是后怕的说道 当时为什么懵了 随口就说出 我先前待过的北方聚集地 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头是谁 万一那家伙再问下去 我也要露馅 更何况 谁知道他这么狡猾 竟然编了一个假名字骗我们 还好被沈臣老大识破了 沈臣微微笑了笑 随口说道 先前和薛市长聊天谈起过 没想到真用上了 三个人这才明白过来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沈臣根本就没有问过 薛碧华关于北方聚集地的任何事情 他只不过是知道一些 前世赫赫有名的强者的名字 在一听到流人后的名字后 立刻想到了前世的杀人王 亡人后 所以当时他也是带着风险去回答的 没想到 倒是真被他说中罢了 不过这个理由 却是不能和他们说的 三个人在房间里待了有一会儿 约摸到了晚上七八点钟 门外传来敲门声 郭元打开了门 却见宋德已经从外面走进来 脸上带着一丝紧张 楼底下已经开始交易了 沈臣老大 陈哥在下面等着咱们 咱们快走吧 一路上兜兜转转 陈吴畔已经在门口等着 一看见沈臣立刻眼睛一亮 急忙赢了上来 沈臣兄弟 交易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陈吴畔率先走下楼梯 而后转身跟几个人解释道 我们这一片都是别墅区 底下都是两层私人封闭式车库 这个楼梯是通往最底下的车库的 自从我们老大占据了这个地方 便是叫人把私人车库都给打通了 现在地下是非常大的空间 交易会就在这儿举办 说话之间已经到了最底层 确定有四个真枪实弹 还有四个手持砍刀的汉子 守在一个狭小的门口 前面还有挺多人正在排队 手上都持有一面从何而来的牌子 检验过以后才能进入 郭元立刻明白了陈乌畔为什么要亲自带他们几个进去 看样子把手还挺严密 陈乌畔带着几个人在看守的面前过了过脸 虽然身后的沈臣有些眼神 但是能站在陈乌畔的身后 这些看守自然不敢阻拦 没有任何阻碍 陈乌畔便是直接带着沈臣几人下了地下室 不得不说 所有的别墅地下车库被打穿以后 一览无遗 形成一个绝密的私密地下空间 金刚水泥的风格 还有忽暗忽明的光亮 让第一次进入这地下的人 的确有一种恍然格式的感觉 而此时 整个车库已经被装成一个交易场所 乍一眼望去 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每一个人都在面前的一块板子上 写着自家有什么东西 需换什么东西 倒像是一个简陋版的展销会 很是让人回想起过年前的农贸会 亦或是高端一点的科技展览会 一路走来 只见需要换汽油的 酒精的在大多数 还有些提供发电机的聚集地身前 聚集了不少人 那个家伙 他们厂子里就是生产电发动机的 有这个硬通货 现在收拢的幸存者 大概有一两千人了 陈无叛悄悄在沈辰耳边说道 宋德在一边插嘴说道 其实光伏发电是最好的 我之前去过离咱们S市 二百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科学岛 那家伙整了一个光伏研究在岛上 要是谁能把光伏发电机搞到手 那才叫牛逼呢 连柴油都不用抢了 沈辰暗暗回想起那个科学岛 忽然冷笑一声 宋德有些诧异的低声道 沈辰老大 我是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 沈辰摇里摇头 示意宋德继续向前走 一路上 宋德不住地介绍着各式各样的聚集地的人 沈辰和郭元都是没想到 S市除了四大军方聚集地外 民间大型聚集地也有两三个之多 至于这种三五百人规模的小型聚集地 大概有几十个之多 仔细想一想到也不奇怪 毕竟S市人口基数庞大 即便只有一百万的幸存人口 在偌大的S市 如同水入大海一般 但是一旦真正地聚集在一起 却发现幸存者的人数真不在少数 尤其是两个月的时间 让这些还能够生活下来的幸存者 显然更加的骁勇 能够活到现在的都不是一般人 因为即便是一开始运气好 活下来 经过两个月淘汰 要么就是成为丧尸口粮 要么就是饿死后成为丧尸 别无其他下场 沈辰一路走来观望 心中着实有些震撼 这些小区在新院小区 每个月贩卖一个进花叶的平台下 竟是形成一个大集体 沈辰看见了原本四大军区里 原本抠脚大汉所在的美丽湖聚集地 竟然也派人来了 还有地处东面的时尚中心聚集地 这两个军方聚集地 竟然都有人加入 甚至贩卖的东西是枪支弹药 不过因为他们距离这儿较远 只是派了几个人 拿了几杆枪过来 而唯一不知道 进化业交易会的 被S是所有聚集地排除在外的 竟然是这一大 一想到此 一时间沈辰冷汗 瞬间滴下来 这一大最近扩张太快 几十万的人口 隐隐占据西南角霸主地位 这让有些人心中难免有压迫感 现在也是靠着这一大 是军方的聚集地不敢动手 但是如果美丽湖聚集地 这样的叛变者 恐怕无时无刻 不再担心剿灭的通知吧 而对同样在南面的 新院小区来看 这一大的地理位置 显然也是林迪 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 这些人很快就会把矛头对准这一大 这一大的处境很堪忧 一旦意识到这个 沈辰只觉得这次自己来这里 可谓是来对了 原先只是作为打探消息的这一次行动 成为了务必要瓦解掉他们这种 进化业为纽带的同盟的行动 沈辰想到这儿 反而心里松了下来 他忽然望向陈无叛 你们那个大队长 我可以帮你料理他 陈无叛没想到 沈辰忽然说出这句话 心中立刻一颤 沈辰老大 你说的是真的 那个家伙可不好对付 你需要我怎么配合你 沈辰点点头 而后环石四周 你先离开这儿吧 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 陈无叛并不明白沈辰此时的想法 他点点头也不打算多问 而是将沈辰他们带到一个阴暗角落里说道 沈辰老大 我就不能再陪着您了 现在是大家自由贸易的时间 等过了一会儿 心愿小区的人来 才是正参开始 忽然 只见门外一阵喧哗 陈无叛急忙抬头望去 忽然诧异地说道 北方聚集地的人来了 却见门口忽然出现三个人影 破烂的衣服上 隐隐写着北方聚集地几个字 据说独霸北面一角的北方聚集地 竟然只派了三个人过来 而且还这么一副狼狈模样 可想而知 从北面一路南下 他们经历多少危险 沈辰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果然 北方聚集地啊 还是来人了 这也难怪 就连自己在听到新院小区这次交易会 都要前来看一看 他们怎么可能不来呢 陈无叛皱了皱眉头 而后对着沈辰点点头 便是离开了 几个人便是由宋德陪着 在黑暗的角落里 寻找到几个废弃轮胎搭建的椅子 坐了下来 这忽明忽暗的灯光 来回走动的人影 还有一些若有若无的音乐作为背景 记忆伸出那些已经成为绝唱的声音 再一次回响 眼下正在放着的 是一个叫金志文的歌手 为一个叫什么特烦恼的电影 所唱的主题歌 郭元忽然对着袁红说道 唉 这个片子当年我可是独身一人 去电影院刷了五遍 连一个妹子也没泡到 现在想想啊 也挺有趣的 如今想看电影也看不了了 早知道啊 我就该多翘课 多去享受下人生 林伟然也是叹息了一生 似乎在回想着两个月前 自己的人生 一时间所有人 竟然都是沉寂下来 那若有若无的歌声 勾起人们心中 对太平生活无比的眷恋 早知道 早知道 可就算有早知道 也无法躲避这恐怖的末日 即便自己重新来意识 面对的也依然是 残忍万分的世界 沈辰忽然心中一动 想到自己那柄遗失 很长时间的黑刃 便是站起身来说道 我去转转 你们在这等着 袁红和郭元昂了一声 点了点头 而后便是沉浸在音乐声中 沈辰信步在其中走着 四周的人都在忙着交易 也没有过多的关注他 就听见到处都是低声的交谈 沈辰的耳力 可以听到各式各样讨价还价 二十代种子换汽油 无限通信设备换粮食的 大有人在 俨然一个中型贸易所所在 忽然 沈辰的目光 被一堆刀枪摊子所吸引 身子不由自主地转了过去 手指附上冰冷的刀剑 开了刃的风锐 在手上的微刺感 让沈辰不由眼前一亮 是好东西 对不起 我的东西不换 说话的是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 他的面前放着大约上百只刀剑 显然在沈辰之前 有很多人对这种武器都很感兴趣 确实被一具冷冰冰的不卖 而愤然离去 直到有人想要强埋 结果被这个男人扔出去以后 大家都知道 这个强悍的男人 显然是要留着这些东西 换进化液的 第三百四十六集 这位先生 我想 沈辰试图开口交流 我他妈要说几遍 这里的东西不卖 男人默然破口大骂起来 强大的气场 煞时间让他周围的人眉头一皱 又是一个阿尔街新人类嘛 沈辰眉头微微一皱 而后淡然说道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那你他妈过来个球 滚蛋 沈辰眉头再次皱起 望着男人 忽然间 从怀里掏出一瓶净化液 你想要这个 净化液 煞时间 所有打算看热闹的人 目光全部集中在沈辰身上 所有人忍不住惊呼一声 净化液 男人的目光 望着沈辰手上的净化液 而后忽然嗤之以鼻 拿什么东西来糊弄我 连瓶子颜色都不对 男人的手猛然抓住净化液的瓶子 给我看看 煞时间 只觉对方的手指忽然扣住自己手腕 顿时男人闷哼一声 再望向沈辰的目光有些躲闪 他咽了一下口水 这位兄弟 你想要什么 沈辰缓缓收了手 问你一个问题 老鬼在哪 沈辰淡淡地问道 黑刃丢了很久了 要是实在寻不回来 没准还要找老鬼再打一把 更何况那家伙也是一个猛人 能打造武器的家伙 不能成为同伴 也要交好 老鬼 什么老鬼 我不认识 男人立刻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跳了起来 你要是不诚心买东西 别在我这带着 沈辰眉头瞬间皱起 你不认识 他信手捡起一把刀 这上面可是有老鬼的制作的痕迹 你跟我说你不认识他 什么痕迹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沈辰立刻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些刀枪明明都有老鬼制作后留下的标志 但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是不认识他 这个男人肯定有问题 沈辰仔细打量一番这个男人 心中暗暗记下 便是微微一笑 你真不认识 费什么话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那个男人却是忽然站起来 整个人的身影黑漆漆压上来 还有 你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也回答你了 那瓶金华液 你得给我留下 耍无赖 不给你又怎么样呢 漠然间这个男人的脚忽然向着地板狠狠一趟 煞时间一条无比大的裂缝 瞬间向着沈辰脚下蔓延开 飞速无比的速度让沈辰立刻脚尖一点 整个身子跃上上空 那个男人一了一声 没想到沈辰反应速度这么快 他立刻手里抄起一把刀 狠狠地向空中跳跃沈辰 逼了下去 这一刀虽然没什么招式 但是由于眼前这个男人怪力惊人 竟然发出了破空之声 瞬间四周的人立刻散开 留给这两个人足够宽大位置 打斗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一样 现在只是微微关注两眼 便是冷笑着继续谈自己的事情 只有少数几个人垂涎那个男人携带的武器 一个心思盼着沈辰将那个人杀了 大家好一哄而上 抢东西才好 身子在空中诡异地扭动 沈辰便是毫无压力的 躲闪开这个男人的攻击 紧接着脚下瞬间发力 一秒钟之内竟是连踢好几脚 瞬间将那个男人踹得连连后退 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而后就见沈辰猛然一个旋转甩腿 那个男人立刻惨叫一声 煞时间被抽得翻倒在地 所有在关注的人煞时间停住动作 一时间谈话的声音竟然全部消失 每一个人都不可置信 望着那个倒在地上的男人 这个男人可是二阶的家伙呀 先前还收拾了不少找茬的人 如今却被一个不知来历的家伙打成这样 他的上身竟然诡异地扭成侧90度 下身奇特地保持着侧着的造型 就像是重度小儿麻痹一样的畸形 这个拿出一瓶奇怪的进化液的家伙 这一脚竟然生生将一个壮汉抽残废了 煞时间 所有人忍不住倒戏一口冷气 望向沈辰的目光顿时不同 每个人都是充满疑问 这个家伙究竟是哪来的 正走下楼梯的刘紫月 恰好看见沈辰这脚 目光瞬间停滞一秒 眼神深处的忌惮 让她的手默然握紧 这个家伙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赶紧去查 手下立刻离开 刘紫月的双眼 在同样震惊的陈无畔脸上来回扫尸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求你 饶了我吧 别杀我 别杀我 那个男人吓得试图后退 但是她的下身从腰椎这瘫痪 软绵绵扭成一团 连爬动的可能性都没有 只看见沈辰一步一步的向自己走来 失败就是死亡 这句话 薛浩再清楚不过 她自诩末日来了以后 自己不算是个好人 仗着一身进化出来的怪力 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抢了多少吃的 才混到现在这个地步 眼见她马上就可以获得 大量进化液了 谁知道竟然在这个时候 被这样一个小子给打败了 别 别杀我 回答我一个问题 老鬼在哪儿 兄弟 兄弟我是真不知道谁是老鬼啊 薛浩真是一把眼泪一把 鼻涕哭喊着 整个人抖成筛子一般 脸色苍白的 就跟不久于世的病人一样 这样 沈臣沉咽了一会儿 那你告诉我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兵器 这 薛浩一脸为难 但是沈臣却是猛然鼻子里哼了一声 煞时间如晴天霹雳 兜头冷水一般 薛浩吓得立刻说道 任命路382号 我是从那里拿的 那里不是老鬼地盘 沈臣微微合了合眼 还说谎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薛浩急忙说道 那里面有几个老爷们 还有两三个妞 我是趁他们都睡着的时候偷的 我就想着那个老家伙手里兵器多 所以想偷一点 出来换进化液的 以你的能力 能从他们手上偷出来进化液 我 我其实是一个单方面进化者 我的能力是 放臭屁 那个男人当时不好意思说道 一般我要是放了臭屁 闻到的人都会晕过去 人民路382号 老鬼在哪 沈臣沉吟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得到自己需要的消息 他嗡了一声 而后但人走上前去 砰的一声 一脚用力踩在薛浩身上 薛浩当时发出一声 凄厉惨叫声 所有人煞时间望着这个男人 他面无表情 却是显示出极为可怕手段 刘子月的脸色瞬间变了 这个家伙 他这是要在这里直接杀人吗 果然是北方聚集地的探子 莫非混进来是打着 败坏南方小区的名声的念头 刘子月刚要怒吓上去 却见陈乌畔 已经率先走了上去 望着沈臣严厉的呵斥 干什么呢 这是 沈臣微微一笑 陈哥 这个家伙偷了别人东西 来咱们这儿换金花叶 我想这个家伙 显然没有资格参加咱们内部展会 陈吾畔沉吟了一下 而后努了努嘴说道 把这个人 走 当下便有两个人将薛浩拖了出去 一路之上惨叫连绵 让人忍不住头皮有些发麻 毕竟这一拖出去 这一条人命 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住 第三百四十七集 一时间 整个地下室的气氛 倒是收敛许多 陈吾畔微微汗手 然后便是小声说道 沈臣老大 信任小区的人 已经来了 沈臣的目光 微微一转 知道了 这些刀枪 给我留着 陈吾畔撞死 嗡了一声 而后拍拍沈臣肩膀 便是离开了 刘子月细长的双眸 顿时眯成一条缝 这家伙 究竟是陈吾畔的人 还是北方聚集地的家伙 思索间 只见身后一阵嘈杂 大队长煞时间阴冷的面容 变得格外阳光起来 一阵嘈杂脚步声中 只能听见一双高跟鞋 哒哒哒的声音 就是听着那鞋跟声 也能想象得出 这个女人摇曳的身姿 地下室里的人 不是第一次看见南方聚集地女大佬 却依然被林秋仪冷漠刚映中 带着一抹柔情的样子所震撼 这个女人 就像是生化危机里的吉尔一样 迷一样的女人 优秀到出乎意料的身手 两把从不离身的小型战刀挂在双腿上 脸上的神情 永远像是被迷雾所笼罩的海洋 新院小区的范冰冰 这名字乍一听 和某红毯女性名字极为相似 却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瘦弱男人 这样一个男人 能占据新院小区八大金刚之三 显然不容小觑 听说她的实力 虽然不算特别高 但是所有人都极为服帖她 听说成为三金刚 是因为她对付其他的金刚 都只用了一招 一招就直接将对手放倒 可见她的能力的确很厉害 这个家伙常年戴着一副近视眼睛 某种情况下和楚里有些相似 范冰冰刚一进门 眼睛已经扫尸一圈 看到所有人看到她脸上时的羡慕和畏惧 面容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只是这种笑容看上去 仿佛还带着一种叫做神经质的感觉 范冰冰的脖子有些抽搐 眼睛却是目不斜师望着前方 而后才开口说道 人都到齐了 都到齐了 陈乌畔还没说话 刘子月立刻抢先恭敬说道 抬起头的时候 并向林秋仪送了一个大大笑脸 陈乌畔立刻摸着脑袋往后退了一步 心里有些郁闷 这个地盘是她打下的 而刘子月却像主人一样 林秋仪冷漠的目光中没有波澜 她望了眼刘子月 嗡了一声 便是做了个请的手势 范冰冰礼貌点点头 在林秋仪指引下 镜子下了楼梯 瞬间围惧上来的人 像是海浪一般 分成两边 一个个既是激动 又是期待的 目送林秋仪和范冰冰 走上了地下室内 临时用箱子和地毯搭设的一个平台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们身后 十几个男人从楼梯口 鱼贯而出 每两个人抬着一口 巨大航空金属箱 还能看见箱子外面 结冰的痕迹 所有人都知道 这里装的就是进化业 话不多说 这一次内部展销会 既然开了南方聚集地 也算是一件盛事 看到很多熟面口 想来我们的进化业 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让大家安然过了一个月还没死 顿时台下传来轰然大笑的声音 范冰冰显然在这种氛围下 是一个老手 瞬间就将气氛点燃起来 他压了压手 将笑声掌声和欢呼声压下去 还是老办法 喊到谁 一个一个聚集地负责人上来换金花叶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 要是有人不守规矩 我不介意让他知道一下 什么叫规矩 范冰冰显然是个善于言辞的人 但是今天却不准备多说什么 他的手微微一拍 却见身后跟着的男人 立刻将几个巨大航空箱打开 里面冰冻着密密麻麻的进化液 冰冷的白雾从航空箱里倾洒而出 幽蓝的灯光 让进化液显得格外神秘 全场顿时响起一片抽气声 每个人看到这些进化液 心中都默然生起一种叫做强大的感觉 拥有力量更好地活下去 地盘美女 原本在太平年间活着的人们 或多或少受的各种欺压 生活的苦恼 浑身的力气无数安放 而末日却让他们有了发泄的途径 强大的力量 能让那些曾经比他们高贵的人 低下优越的脑袋 这就是末日 令人心旷神怡的末日 每个人脸上的神情 都是一样的贪婪 让沈臣的眉头微微一挑 烂大街的进化液 摇手一变成了赤手可热的东西 这些聚集地的人 难道真的没有发现 进化液其中的秘密吗 沈臣的目光 不由望向北方聚集地的人 煞时间有些奇怪 毕竟按照刘彦臣之前所说的 按理说 这些曾经属于军方聚集地的人 都会有一箱子进化液实验品 只要是聚集地没有负面 他们这些人 应该是清楚进化液由来的 但是为什么这三个人 要冒着生命危险 穿过丧尸群 来这里换进化液呢 北方聚集地在亡人后手底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沈臣看向北方聚集地人的眼神 清楚地落在刘子月眼中 煞时间 刘子月几乎在心里 立刻判定了什么 他急忙俯身在范冰冰耳边 说了些什么 只见范冰冰点点头 目光骤然望向沈臣 而后者 却是直接对上范冰冰的目光 刹时间 范冰冰眉头一皱 林秋仪很快反应过来 急忙问道 三金刚 怎么了 没什么 看到一只爬虫 范冰冰冷笑一声 而后大声说道 大家按规矩来 老规矩 每个聚集地根据物资多少 来换取相应金花液 底下的人还没等欢呼起来 却见范冰冰淡淡继续说道 由于最近金花液原料缺乏 在上次基础上提价百分之二十 此言一出 瞬间集体喧闹起来 什么 又涨价 再涨价我们可换不起了 你们这不是在坑人啊 垄断技术 我要求你们立刻公布配方 最后说话的 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正派的人 看上去十分的愤怒 他激扬的喊道 然而下一刻 他的声音便是戛然而止 只因为他的脖子上 插着一柄奇特的战刀 刹事间 鲜血瞬间爆射出来 那个男人不可置信地 望着自己身体涌出的鲜血 又望了望前方 似乎不相信 自己竟然死在这里 似乎不相信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出手杀人 你们 你们 男人话还没有说完 便是怒睁着眼睛倒下去了 然而没有人敢说话 没有人愤怒 死人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就是将你全家杀了 没有实力的你 还能放一个屁吗 这就是残忍的事实 不想换可以滚 林秋仪淡淡擦了擦 已经有人递送回来的战刀 而后冰冷地说道 想在我这闹事 不可能 第三百四十八集 冰冷入骨的话 让所有人煞时间汗毛树里 一时间刚才吵闹过的人 整个脸苍白的和吊死鬼一样 他们不约而同干笑起来 好好好 不闹事 不闹事 谁在闹事 我第一个跟他结啊 林美女发话了 大家都都安静一些 再没有人去理会那具死石 连余光也不吝啬一下 那具死石 便被人拖了下去 那么 就从第一架开始换吧 范冰冰推了推眼镜 脖子再一次神经质地抽搐一下 远处的郭元 悄悄对袁红说道 我本来看处理推眼镜装高身就挺不顺眼 不过一看到这个人推眼镜的样子 反而觉得处理这家伙挺顺眼的 五吨粮食 二百瓶进化液 三辆卡车 十瓶进化液 柴油发动机二十台 三百瓶进化液 能换多少全瓶范冰冰的一张嘴 然而没有人质疑 很简单 他们需要东西 可东西只在范冰冰的手里才有 物资这种东西 只要有人去搜集 还怕没物资 两千多万人口 就剩这百来万 减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 足够他们活下去 所以最主要的 还是自己实力的提升啊 否则就会像那个男人一样 死得毫无价值 北方聚集地 一晃便是该轮到 北方聚集地的人来兑换 只见那三个男人小声交流一下 为首那个男人 猛然将背后 十几杆用布包好的长条 在桌上一拍 手抖着布条 在桌面上一滚 就见十几杆油光正亮的布枪 出现在桌子上 十二杆枪 五千发子弹 换多少进化液 煞时间场面上一片寂静 所有人一言不发 望着那十几杆枪 黑油有的洞口 似乎还能闻到火药的味道 这可是正儿八经军队才有的东西啊 范冰冰斜逆着眼 看了看那几杆枪 似笑非笑地忽然张开了嘴 十二瓶进化液 全场顿时哗然 什么 所有人瞬间睁大眼睛 根本不相信从范冰冰嘴里说出的是十二瓶 而不是一百二十瓶 你眼睛是看师长那的是吗 为首那个男人瞬间抽出腰间的配枪 这他妈是真枪 不是玩具枪 你跟我说十二瓶进化液 打发要饭的呢 范冰冰脸上肌肉忽然抽搐一下 而后慢条丝里说道 枪不值钱 那个男人呵呵大笑着 而后脸色顿时一板 枪不值钱 笑话 你们这群老百姓知不知道 枪有多贵重啊 你跟我说枪不值钱 少废话 一千两百瓶进化液 我再说一遍 枪不值钱 范冰冰的脸忽如其来抬起 地下室幽暗的灯光 照射在他面容半隐半现 看上去十分的不正常 忽如其来子诞声瞬间密集响起 震耳欲聋 北方聚集地男人默然回头 却见身边自己的人惊恐地望着自己 没有人开枪 没有人走火 当他在向前看着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手上的配枪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被眼前范冰冰抢走 他手上的手枪硝烟还在弥漫 而枪口正对着上空 范冰冰疯狂地扣动扳机 硬是将天花板打出十几个枪眼 水泥烟灰顺着枪眼 扑扑地向下吊着 配合着他的表情 一时间沈尘只觉得 这个家伙 内心应该是一个极度神经的家伙 没有人惊呼 没有人惨叫 所有人用一种十分奇特的冷淡 望着北方聚集地三个人 手枪在范冰冰手上转了一个圈 而后摆在北方聚集地 这个看上去 应该是航母出身的男人面前 态度极好的说道 看见了吧 这里在座所有人 没有人惊慌 也没有人害怕 你什么意思 男人忽然后退一步 脸上终于出现一丝忌惮 这个家伙不知不觉 就夺走自己的枪 而自己却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范冰冰轻描淡写 捏着一枚子弹 而后手慢慢地研磨着 看着那枚子弹 缓缓碎成渣子 这才微微抬起眼说道 到了二阶以上新人类 还会在乎枪支的射击吗 或许被打中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疼 甚至会致死 但是 但是新人类 怎么可能给你们这群 蠢货开枪的机会啊 他的话已出 煞时间地下室里 响起一片哈哈大笑的声音 就是 枪支这种东西 也就吓唬吓唬老百姓 就是打丧尸也不好打 这么响的枪声 可是会引来一大片的丧尸啊 说真的 这年头 枪还没刀好用呢 那个当兵的还以为 这个能换多少进化液呢 真是好笑 原先摒弃宁神 瞬间化作不懈的狂笑 并且如同瘟疫一般 迅速蔓延开 一个个也算是 各个聚集地的强者 用一种奇怪 仿佛是看待野生动物园 跑出的奇葩的目光 看着那三个人 笑声有时候 也是一种恐怖的东西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三个人瞬间觉得 自己仿佛被淹没在潮水中 就要窒息了 三个人显然没想到 进化液是如此枪手 而枪支竟然是这么不值钱 就这么一犹豫的瞬间 又有几家十分蛮横的 将他们肩膀撞开 你们换不换 不换滚蛋 一个一个人 从他们身边撞开 往前走去 三个人顿时 如同在大海里行走的 小舟一样无助 随着后面的人开始兑换 很快原本就不多的进化液 又是去掉一大半 三个人当中 一个看上去比较年轻的人 瞬间急了 轻声急促说道 咱们费了三个星期的功夫 折损了十二个人 才走到这 就是为了得到进化液 要不是什么都不能带回去 我们这一趟来干什么呢 但是这和首长要求的 根本不符合 司令副官跟咱们再三强调 首长要大笔的进化液 这十二瓶够干什么的呀 那就是说 怎么根本完不成 首长的命令了 三个人正在窃窃私语 沈臣这边 已经是完全明白 S市的警备司令部 现在已经更名为 北方聚集地 坦而皇之地更改了 聚集地名字 又需要大量进化液 进行比对 不用说 这个家伙有可能 已经狼子野心 占用了属于华夏的枪支 干起了和新院小区 同样割据S市的想法 相比他们还不知道 进化液提取办法 和引用标准 若是处理他们 把进化液的秘密 告诉这个亡人后 恐怕事态还要糟糕 说起来 倒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再转念一想 沈臣却是眉头更加骤气 或许逼市的情况 同样不容乐观 否则一名堂堂的少将 怎么会这么决断地 离开军部 独立开来 这里面显然有大问题 然而必市的事 不是沈臣能够操心的 换句话说 沈臣也不会去操国家的心 眼前的纷争于他而言 不过是两到三年后 海底怪兽进军后的 一场虚无 当然 在此之前 S市的人能够活下去一段时间 而后便是大规模迁移 不过那个时候 相信楚黎已经将能量车造了出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比眼下就迁移的存活率高上许多 眼看着进化液越来越少 而那三个人还在喋喋不休争执 沈臣缓缓走上去 好心提醒一声 进化液只有十几瓶了 如果你们想去换还来得及 要是不想去换的话 人家要走了 三个人先是被突如其来低沉的声音吓了一跳 而后三个人中 看上去最沉稳那个人 立刻望向范冰冰的位置 这个人便是急起来 根本不加思索 急忙抢身上前 我们换 十二瓶进化液 抱歉 范冰冰不紧不慢 摘下自己的白色手套 我这里只有十瓶了 那就十瓶 十杆枪 十杆枪砰的一声摆在桌子上 范冰冰挟着眼睛看了眼枪 不疼不痒地说道 十二杆 什么 刚才不是说十二杆枪十二瓶吗 现在十瓶怎么也要十二杆枪了 那个男人顿时急了起来 刚才是十二杆 现在还是十二杆 爱换换 不换滚蛋 范冰冰的声音依然是那样 好 我们换 其余两人还想说什么 却见那个领头的人苦涩地说道 范冰冰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看上去却像是在欣赏着什么 这是一种强者对于弱者的戏怒 看着弱者在自己的威迫下 不得不屈服那种心理纠结痛苦的过程 就如同看着猎物在自己手上不断挣扎 直到死亡是一样的 早知道刚才就换了 十二杆枪换了十瓶 也不知道咱们回去以后 首长会不会把咱们撕成碎片呢 三个人愁眉苦脸 捧着十瓶珍贵的进化液说道 沈臣站在原地 正好跟着三个人擦肩而过 尖头和尖头不小心撞了一下 只见那三个人中一个人立刻哀悠一声 你眼睛瞎了呀 最沉不住气那个男人立刻吼道 但看见是沈臣却是哼了一声没在说话 这个家伙揉着肩膀立刻跟着前两个人走了出去 然而很快 沈臣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右手微微一翻 一瓶金花叶 毅然出现在他袖口处 藏得掩掩实实的 这个奇怪的家伙 果然和那三个人是一伙的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刘紫月看到沈臣的举动 立刻眉头一皱 对着身边的人悄悄说道 看住那刚才出去的那三个人 当时有人点头立刻出去 林秋仪立刻转过脸 一脸的不认同 怎么回事 刘紫月立刻转过头 对范冰冰和林秋仪说道 今天好像混进来几个 北方聚集地的家伙 太阳则是来捣乱的 我是担心完人后那家伙 因为交易会的缘故 想要作乱 不如今天的交易会到此结束 二位先离开吧 我恐怕一会儿会有人闹事 林秋仪好看的眉头一皱 更显得这个女人冷锐之美 如果是他们真有心打算了闹事 交易会这么快就结束 岂不是显得我们真怕他们了 再说 林秋仪眉头一皱说道 我们跟北方聚集地 隔着一个S室 几十公里的距离啊 他们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就凭这个跟咱们过不去 说不通了 或许他们的目标 是心愿小区啊 刘紫月的目光 冷冷注视着沈臣的方向 而后不留痕迹地 望了一眼心愿小区 范冰冰冷冷奸笑地摘一下自己手套 那也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而陈吴畔一开始还云里雾里的 但几乎是一瞬间就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沈臣他今天的目的 不会就是打算来挑起两个聚集地之间的矛盾吧 如果是这样 他究竟是怎么才能做到 让刘紫月确信沈臣是北方聚集地的人呢 陈吴畔并不知道 沈臣并不是早有打算 而是在林卫然无意间说出这番话后 沈臣为了原谎而说了下去 但在被刘紫月率先误解后 沈臣倒是反而有了顺水推舟的想法 他现在的目的 就是决定挑起心愿和北方聚集地的矛盾 在整个被大队长误解的行动中 他只不过是下意识地 做了几个关键性行为 比如说 无意地看向北方聚集地 刚才的小声交谈 便是足以让那个看上去 自以为喜欢玩阴谋的大队长 乖乖上了钩 不过这种家伙 显然是沉污叛不善对付的类型 难怪老臣走投无路 并急乱投医 向自己求助 作为军部的叛徒所在 和民间组织心愿小区 其实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欺压平民如灵未染者 一个大肆敛财 若是真让他们两败俱伤 反而是这大面临的危险化解了 沈臣微微一笑 嘴角露出一点笑意 光凭这点小手段 还无法撬动心愿小区和北方聚集地 他此时做的事情 只不过是埋下爆发的隐线 当然 接下去他要干的事情 可就不会那么无趣了 沈臣的眼睛 默然发出尖锐的光泽 此时的范冰冰已经打算开始收拾东西 而林秋仪已经在刘子月鼓动下准备结束这次交易会了 诸位 我们这次的交易会就此结束 什么 我们还有屋子要兑换呢 林美女 把低盘给我们再用一会儿吧 一时间吵闹声顿时冒出来 林秋仪煞时间只觉得头皮一阵发紧 忽然间 一声冷笑从人群中传了出来 声音并不大 却是奇异地压住了所有人 在众人喧嚣中听得一清二楚 谁他们在笑啊 笑你妹啊 怒骂声中 紧接着一声悠悠的长叹再次传来 啊 诸位对新月小区真是放心得很 难道不担心这进化业有问题吗 什么 一时间 还没有散去的聚集地头目立刻愣住了 傻时间 林秋仪顿时尖叫起来 是谁在装神弄鬼啊 人群忽然分开两片 只见一个青年闲庭信部的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林秋仪只觉得 仿佛一头笑里藏刀的野兽迎面而来 竟然忍不住后退几步 数十道锋利的 要将沈臣杀死的目光 笔直地射了过来 其中有大队长的 有林秋仪的 还有范冰冰的 小朋友 饭可以多吃 话不能乱说 你说话前 可要考虑清楚啊 随着范冰冰音冷到极致的声音传来 沈臣的四周顿时空出一个真空圈子 每一个人带着惊恐和奇异的目光 望着沈臣 只见沈臣把玩着还悠悠冒着冷气的进化业 忽然笑着轻声说道 范金刚对自己的进化业这么有自信 可我怎么觉得 你的进化业 其实是杀人的良药呢 几乎所有杀人的眼刀立刻直射过来 沈无叛的心简直提到嗓子眼 就这样站出来指责范冰冰 沈臣 他真的有把握吗 第三百五十集 你是什么人 敢来我们南方聚集地捣乱 林秋仪瞬间柳梅倒立 两把锐利的战刀已经在手 庞大的冷意和杀意瞬间传递出来 与此同时 所有南方聚集地的人瞬间攻击准备 一时间煞气冲天 老陈只犹豫片刻 刚想说话 却听大队长冷笑一声 丑无叛 这个家伙是你的手下吧 你把他招进来的时候 不知道查查他的底细 陈无叛犹豫的看了眼沈臣 却见沈臣微不可见点点头 陈无叛立刻扶林心志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有二心吗 他是什么人 恐怕你心知肚明吧 北方聚集地的家伙 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林秋仪瞬间眉头一皱 急声护住陈无叛 柳子月 你不要激动 这个家伙很可能是蒙骗了老陈 这个时候不要内斗啊 有林秋仪护着陈无叛 陈无叛立刻哼了一声 瞥了一眼刘子月 而后什么话也没有说 而刘子月的一腔愤怒 在妄向沈臣的时候 简直是沸腾到极点 垃圾 你他妈的会后悔你今天在这儿的 弄死他 刘子月顿时一声令下 眼见几十个藏在暗处的黑影 立刻飞掠的场中 每一个人都是南方聚集地 最精锐的首相 煞时间几十个人 如狼似虎般冲了上来 只见几道身影率先冲了上来 几道锋利的刀锋 在忽暗忽明的灯光下 看上去无比的争鸣 煞时间 真空地带再次空出许多 所有人看着沈臣的身影 笼罩在刀光剑影下 心中顿时一阵唏嘘 这个男的 真是脑子里进水了 才敢来这里闹事 然而众人还来不及 为南方聚集地展示出强大的战力所折服 就只听一阵乒乓乱想 几乎是几秒钟的事情 只见一声接一声喊叫声响起 所有人默然睁大眼睛 嘴巴张得老大 望着那个分明已经被包围的水泄不通的地方 一个个男人如同开了花一般倒下 这他娘还是人 这差距也太大了 却见沈臣淡然地将最后一个人放翻打晕在地 而后毅然地坐在这群男人迭起的罗汉山上 他身下一群大汉哭蝶喊娘 而他却是浑身紧紧是衣服皱了一些 沈臣嘲弄地说道 看来南方聚集地也不过如此 现在我们可以公平地谈谈进化液的问题了吧 所有人彻底惊呆了 这个男人他到底什么来头 十秒不到的瞬间 竟然一一将这些至少也有一阶战力家伙全部放翻 这说明他的实力可能达到二阶甚至更高 看来你也是个二阶的高手 一旦展露出来了实力 林秋仪也是不敢太过放肆 一个二阶的高手 有可能是北方聚集地的人 这个人要真的惹上 恐怕和北方聚集地的梁子也就结上了 他可是和亡仁后那个家伙打过交道 知道亡仁后心狠手辣的程度 在现在自己实力太过弱小的份上 还是不要去招惹这个大鳄 沈臣微微一笑 在灯光照射下 这抹笑容看上去极为洒脱不羁 透露出他极为强大的自信 你到这里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亡仁后他到底想干什么 林秋仪愤怒地说道 沈臣杨里杨进花叶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林秋仪和刘子月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自己最精锐的手下被全部撂倒 然而这个人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 但是仿佛一开始的目标 就不是南方聚集地 而是新院小区 他们也不会傻到把恩怨拦在自己身上 竟然一时间场面上陷入诡异的寂静 漠然间一阵鼓掌声悠悠传来 瞬间打破寂静 不错 看来你已经快到三阶水平了吧 范冰冰冷笑问道 来自于范冰冰的赞赏 一时间让所有人不可置信地望向沈臣 这个家伙达到快三阶水平 这怎么可能 新院小区的人不是放话说半年之内 都没有人能够冲击三阶吗 侥幸而已 沈臣淡淡笑了 然而郭元和林卫然他们 却是心知肚明 沈臣早就达到三阶四段 三阶之上的升段 可不再像三阶之前那么容易 饶是沈臣每天喝的 是一阶或者二阶进化液 到现在 也不过才三阶四段后期而已 至于别人 那短时间内 更不可能升上三阶了 小子 有实力呢 不可以拿出来炫 有时候呢 说话也要当心 范冰冰一副滋滋不倦 教导姿态说道 而后却见他脸上的表情 漠然变得阴狠起来 语气中的冷狠之意 缓缓从话语中透出 说错了话 是要掉脑袋的 仿佛是毒蛇吐出了性子 所有人只觉头皮一阵发麻 然而沈臣似乎是根本感觉不到这种威胁的魄力 而是冷笑着说道 哦 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下新院小区的进化液 就遭到你这样的威胁 难道新院小区的三金刚 莫非是对自己的进化液也不自信吗 沈臣摇摇进化液 恐怕你们也是知道 这个进化液有问题吧 小子 说话要讲证据 进化液有什么问题啊 老子也是喝了进化液一粥的人了 我总没感觉到进化液有问题 你才喝一粥 我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喝了 你说这进化液有问题 你有什么证据啊 一时间 顿时吵吵嚷嚷起来 然而沈臣却是微微一笑 这些人看似在帮范冰冰说话 实则心里也是紧张到死 才拿话来激沈臣的 郭元和林卫然 瞬间明白沈臣的意思 这个家伙 竟然是想捅破进化液的秘密 由于外界还不知道 进化液是怎么提取的 只有新院小区知道 因此 只要告诉他们 新院小区的进化液有问题 让他们彻底对进化液失望 那么新院小区 也就不可能再用进化液 大肆敛财 而这些不稳定的进化液 才不会继续流通下去 这一招才是打蛇打在七寸上 范冰冰等人也不是傻瓜 立刻就听出这些聚集地的家伙 话里有话 当时便是变了脸色 尤其是范冰冰 她自从开始兑换进化液以来 哪里受得过这样的质疑 而以她的智商 也立刻反应过来 一旦新院小区 真因为进化液遭的质疑 那他们的聚集地 立刻将会受到灭顶之灾 范冰冰忽然冷笑一声 小子 说进化液有问题 拿出证据来 否则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第351集 这一句话说得又急又狠 显然范冰冰也是意识到 问题严重性 证据 好 却见沈辰微微一笑 而后在所有人 不可置信的惊呼声中 却见他默然将手 抓向范冰冰的胸口 这一击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 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寒光一笑 仓促之间 林秋仪瞬间将手中战刀 猛地挥之出去 凌厉的战刀转瞬之间 便是来到沈辰腹部 然而沈辰却是双脚凝然 一个交叉护点 整个身子竟然再次上越一米有余 双脚极为迅速的 竟是借战刀回旋之际 再一次发力 有力的双手瞬间来到范冰冰身前 范冰冰这时嘴上微微冷笑一声 却是双眼一按 她正要伸出手来 忽然紧接着 脸上却是闪过诧异之色 双手竟然微颤起来 林秋仪的战刀 被沈辰一灯之力 竟然穿刺进墙壁 整个没入进去 而范冰冰此时竟是满脸惊慌失措 竟然开始躲在林秋仪和刘紫月身后 这种胆小如鼠的表现和三金刚的名头完全不符合 眼见沈辰的手已经抓到自己面前 却见沈辰的嘴角闪过一丝不屑 而后手指默然转向 抓住正在准备攻击的刘紫月 一声巨响 所有人在望向场上 却见刘紫月已经被沈辰抓在手上 她尖声叫喊着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林秋仪也是急忙大声喊道 放了刘紫月 她的心神剧烈震荡着 这个家伙真的只是到三街的边缘吗 为什么刘紫月竟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自己的视觉都捕捉不到她的身影 陈吾畔此时已经惊呆了 她根本猜不出沈辰此刻究竟想要做什么 刘紫月在沈辰的手掌下迅速扭曲着身体 她似乎是那种有林卫然类似的速度进化者 但却又像是有些区别 她的身体可以弯曲到各种诡异的角度 依靠如蛇一般的扭动 刘紫月试图从沈辰的手中溜走 但是很快 她只觉得面目被重重回来一拳打中 煞时间鼻子里传来骨折声 面目骨骼塌陷的感觉和眼睛瞬间受到挤压的痛处 让她忍不住惨叫一声 这声惨叫还没结束 只觉得一股冰凉液铁已经顺着喉头滑了进去 你给我喝了什么 你给我喝了什么 刘紫月疯狂嘶吼着 耳边却是传来林秋仪不耐的呵斥声 她只是给你喝了净化液 没事的 陈无叛立刻接口说道 大队长 你放心 你昨天白天才喝了净化液 现在喝不会有事的 围观的群众一听这才放下心 因为谁都知道 如果没有超过24到36小时饮用 一个活人可是会变成残暴的反祖怪兽 他们可不想面对一个恐怖的怪兽 沈辰给了陈无叛一个赞许的颜色 而林秋仪却是没有看到 沈辰和陈无叛的互动 因为他此时正在诧异地望着 陷入震惊和呆滞中的范冰冰 在刚才抵御沈辰的时候 这个家伙竟然根本没有任何反击 而是任由沈辰攻击向他 这根本不是三金刚应该有的水准 林秋仪打算去拉扯一下范冰冰 刚走上几步 却听范冰冰喃喃说道 不可能 他怎么会没有破绽 不可能 怎么会没有破绽 这不可能 敏锐的林秋仪瞬间望向范冰冰 紧接着却是立刻望向沈辰 她的双眸煞时间变得极为危险 没有破绽 这一句话 这个女人就已经全都明白过来 范冰冰的进化能力是眼睛 这个成天对着数据进行比对的 数据分析师进化的方向 或许是进化出了能够看清对方进攻破绽的能力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每次都能一招制敌的原因 而面对眼前这个男人 他无法出手的原因是 他根本看不出来沈辰的破绽 这个年轻的男人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自己的教官曾经说过 任何进攻都有破绽 唯有以命搏命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但这个家伙 他怎么可能没有破绽 他究竟是谁 林秋仪的目光紧紧盯住沈辰 却没有留意到 自己身前 那个还在不住咳着血的刘子月 忽然开始浑身抽搐起来 等他开始反应到不对劲的时候 林秋仪急忙上前扶起刘子月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啊 刘子月缓缓抬起头 刹时间 从大脑到四肢 全都被如同冻僵一样 林秋仪握着刘子月的手 在挺直了一秒钟后 开始不住地颤抖 所有人都发现大队长的不对劲 每个能力上了一阶的新人类 忽然感觉到 自那个蹲在地上的身影中 默然传了一种巨大的暴虐的气势 惊得人汗毛都要竖起 刹时间 所有人的心紧紧地抽住 竟是不由自主地开始了防备的姿态 林秋仪的脸已经没了血色 她的目光直勾勾 望着眼前的男人 哦不 此时刘子月已经不能说是一个人了 这只怪兽的眼睛嗜血而贪婪地注视着她 让她整个人连动弹的力气和勇气 都丧失得一干二净 这是什么怪兽 刘子月脸上的眼睛已经瞪大出来 形成两个气泡状东西 黑颜色的眼珠在那一瞬间竟然分成十几颗 然后恐怖地在那个气泡型半圆体中来回地摇晃 她的脸上和裸露在外 能看清的皮肤上瞬间出现像是烧伤病人出现的血泡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血泡看上去十分坚硬 又像是凭空长出来的一样 她的嘴已经变成一种像是凝胶一样的东西挂在耳朵两侧 而后却见这个家伙缓缓张开了嘴 在那一瞬间林秋仪似乎看见了獠牙下一根分叉的血红的舌头 炸破头皮的恐惧的叫声默然响起 林秋仪已经是吓得浑身发抖 随着这声喊声 却见刘子月仿佛被激怒一般 此时她的血盆大嘴立刻猙獰张开 锋利的獠牙就要疯狂地向林秋仪美丽的脑袋恶狠咬去 血盆大口咬上的是陈无叛的后背 这个家伙竟然在那一瞬间冲了过来 硬生生地将林秋仪挡到身后 后背却是狠狠地被身后那个怪兽咬了个正着 鲜血煞时间飙射出来 巨带的牙齿狠狠挤压着老陈的后背肌肉和脊椎 煞时间一声惨叫从陈无叛嘴里吼了出来 老陈 老陈 林秋仪的眼睛煞时间红起来 她压根没有想到自己在最绝望的时候 陈无叛竟然第一个冲了上来 第352集 陈无叛此时的双目已经变得赤红一片 背后传来的剧烈疼痛让她猛然将林秋仪狠狠向外一推 快走啊 煞时间 后背又是一口血肉被咬下来 所有人吓得连连后退几步 只能看见那只怪兽在撕咬血肉的声音 然而陈无叛却是痛苦地咆哮着 却是连挣扎可能性都没有 那只怪兽的口牙咬合得太厉害 自己根本挣脱不了 地下室的人全都疯狂了 就在自己眼前 一个原本正常的强者 在喝下进化叶子短短一段时间 竟然就从活生生的一个人变成了一只怪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他们自视自身能力强 现在倒也不怎么躲闪 只是自觉地退后几步围到一起 默默冷眼观看 原因无他 他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进化叶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有几个人试图从地下室出去 却发觉看着门的人 已经不知什么时候 变成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其余的原南方聚集地的人 已经集体倒在地上 而这三个人冷笑着 把着门口 所有试图用墙闯走的人 几乎瞬间就被推了下来 郭元和元红对望一眼 脸上闪过冷冷的笑容 沈臣已经吩咐过 除了那三个走掉的北方聚集地的人 其他的人 绝不会让这里的人离开一个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惨叫 却见沈臣此时已经出手 锋利的手刀 霎时间重重砸在怪兽头上 煞时间只见怪兽的脸骨 瞬间扁了下去 恶骨的骨头 一下子突破皮肉束缚扎了出来 那只怪兽吃痛 瞬间转过头 陈无盼硬生生将自己 从怪兽口中挣脱出来 鲜血淋漓的后背 看得人真是惨不忍睹 第二小组准备 攻击 陈无盼强子咬着牙支撑喊道 确实让准备动手的沈臣 缓缓松了下来 陈无盼选择这个时候 想要表现一番 自己自然乐意看到他出面 随着一大批手持枪械和砍刀的汉子们 蜂拥而上 那个怪兽也是咆哮起来 已经不再向人类的身体全曲着 形成一个大大的八字 像是一头巨大的癞蛤蟆一样 漠然间癞蛤蟆猛然跳起 分叉的舌头飞速弹向两边 刹时间冲上去的男人便是发出一声惨叫 分叉的舌头从男人双眼扎了进去 刹时间散发出痴痴的烧灼声和刺鼻的味道 舌头骤然弹回 那个率先冲上去的男人 刹时间贪软在地上 两个黑漆漆的眼洞里 流出奶白色的分泌物 秒杀 所有人开始震惊了 他们此时才感觉到真正的震撼和恐惧 一个个尖叫着向后退去 癞蛤蟆疯狂摇着脑袋 恐怖的还在摇晃的小眼睛 死死看着那些冲上来的男人 密集的子弹射击 对于他已经坚固化的全身而言 无异于脑痒痒的存在 更可怕的是 在那如叉子一般分叉的舌头下 这些家伙连近身也不能近 只一会儿的功夫 就听陆续传来凄惨嘶吼声 就有十几个人被杀死 那只怪兽咬牙切实贪婪 死死盯着死去的人类 如同看见一块块美味的鲜肉 它的舌头一挑 立刻咔嚓咔嚓咔嚓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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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人类的身体 仿佛是品味着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鲜血顺着它的嘴角流了下来 肉体被撕裂和牙齿啃咬骨头的响声 在地下室内回荡 很快 那只怪兽的双眼 便是忽然望向林丘仪 不知是喊林丘仪的名字 还是蛤蟆怪兽本身的叫声 然而这种声音 在忽明忽暗的地下室内 更显得让人毛骨悚然 不 林丘仪此时已经恢复冷静 它的浑身一个机灵 两把战刀瞬间自大腿侧拔出 几乎是以一种无敌的高速旋转之力 凶猛地展向那只怪兽 火光四射 那只怪兽反应奇怪 舌头漠然触及弹射 煞时间将战刀弹偏离了方向 然而第二柄战刀紧急而至 只听哗啦一声 那只怪兽嘴巴被锋利战刀削下一大半 一股令人作呕的绿色血液 立刻流了下来 吃痛的怪兽发出愤怒的咆哮 它无数个腹眼默然聚集到一点 黑色的嗜血瞳孔 煞时间锁定住林丘仪 它猛然甩下身下死人 如同炮弹一般直奔林丘仪而来 陈无叛立刻挺身而出 没想到林丘仪却是怒斥一声 我看 这个女人竟是一跃而起 紧致的小腿在空中弯曲 竟是连续击腿 如炮弹般砸向怪兽 沈臣望着林丘仪的身影 在旁边挑了挑眉 这个女人现在所用的不是战技 也不是进化的能力 倒像是经过长期训练出的 如文海他们那样的实战能力 这个林丘仪 莫非也是特种兵出身 然而只是这样的杀伤力 对上这个怪兽 显然是如同挠痒痒的存在 却在这时只见林丘仪双手一招 那两只战刀竟然在空中打了一个旋 紧接着 以霸道无比的旋转 直接削向癞蛤蟆头部 癞蛤蟆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刹时间头皮瞬间被带飞出一大片 鲜血淋漓 而两只战刀则迅速收回到林丘仪手中 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 扔出去的刀怎么可能回到人的手中呢 离手刀 沈臣面色猛的一惊 排名为C位的战技 实际上在强者的运用上会变幻莫测 一击出去 立刻通过既定的渠道回到手上 会给对方带来二次伤害 随着战技熟练度的提升和练习 很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离手 第三次离手这样的可能性 这个女人显然是全方位进化者 确实因为有这一个战技的提高 竟然能当上一个聚集地的头目 离手刀在这个女人手中 虽然有着出人意料的作用 但离手刀本身强调的出其不易 攻击力却是看女人本身身体素质决定 看她估计也不过二阶七八段能力 但是眼前这只怪兽 在经过了进化液的暴虐后 可是达到三阶将近二段的能力 然而沈臣的面上却是闪过一丝喜色 她忽然想到自己那个诡异的学习能力 原本想要上前去解决怪兽举动 反而停了下来 在确定林秋仪暂时没有生命安全情况下 开始认真地注视起林秋仪每一个动作 起手 出手 万步的力量 出手的方向 利与利的碰撞点 就仿佛是饥饿的人看见大餐 又仿佛是海绵需要水分一般 沈臣贪婪地注视着这一切 离手刀瞬间再次施展几次 然而有了前车之鉴 怪兽竟然躲避开去 林秋仪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拿手的离手刀竟然只能割破怪兽嘴唇 甚至连一道深一点的痕迹都打不出来 而此时 那只怪兽已经呼啸着扑了过来 借助腿部猛然爆发的强大弹力 在地面上高高跃起 像一颗炮弹一样斜冲过来 第353集 他似乎已经认准林秋仪 哪怕老陈如何用他长长的指甲 疯狂在他身上开了口子 这个怪兽却依然暴虐地对准林秋仪 只是他似乎极为不耐 直接烦躁地将老陈一个巴掌击飞出去 林秋仪此时已经脸色煞白 他全力地攻击 也不能抵挡这个怪兽一次又一次地攻击 很快两个肩膀便被那根恐怖的舌头 直接穿刺过去 范密冰 你这个混蛋 这个怪物的破绽是什么 林秋仪情急之下慌忙喊道 范冰冰一脸的惊慌 你说什么 别他妈给老娘装算 你的进化能力 你告诉我 这个怪兽的破绽究竟是什么 怎么才能杀了他 我看不出来啊 我只能看进入人的破绽 范冰冰焦急大喊一声 林秋仪顿时骂了句废物 而后便是栖身而上 他此时已经顾不上为什么那些人站在那里 动也不动 看着自己而不逃窜 只知道用灵力的刀子去阻止那头怪兽的攻击 分叉的舌头在林卫然面前游走 腥臭的气味弥漫 随着怪兽的进攻 整个地下室建筑疯然倒塌 头上的天花板 煞时间被撞破 无数的东西纷纷砸下 伴随着大量倾斜直下的杀石 沈臣无动于衷的 看着林秋仪艰难的征战着那只怪兽 最终确定这个女人的确无法打败怪兽后 便是回头微笑着 对身后的人说道 在我去杀怪兽的时候 不要让我知道你们逃走一个 否则 所有人的目光顺着沈臣否则二字 不由自主望向地上一具 已经烂成西瓜一样的尸体 都是情不自禁咽了一口口水 而后忙不迭点点头 这些家伙刚才发现失态不好 想要逃走的时候 这个可疑的男人忽然出现的门口 直接拦住他们 这些人自然想要一拥而上 但等到沈臣一拳将一个人 从头到脚地捶下 真是彻彻底底 将一个人捶成一摊饼皮的时候 所有人才傻了 呆滞地站着 连动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这些人听到沈臣嗡了一声 立刻忙不迭点头 却见沈臣微微一笑 整个身体忽然向前一攻 煞时间如同大雁一般掠了出去 而此时林秋仪这边 忽然看见沈臣出现 心中灯石一锦 他一个人已经是强弩之末 万一这个探子 要是打着伤害范冰冰的主意 那心愿小区 岂不是要和南方聚集地交恶 这个女人也真是果断 竟然刷子一下 一刀直接飞向沈臣 同时她的身影十分灵力地 从怪兽身上翻过 竟是直接落在沈臣身边 那只怪兽瞬间调转方向 胡视眈眈地盯住沈臣的方向 沈臣不由抬了抬眼 霍水东野 只为大姐好机敏的心思 林秋仪年纪不过二十出头 一听沈臣喊的大姐 鼻子里冷哼一声 哼 姐你个昏求 那我过去再喊吧 说罢便是阴毒的飞起一脚 竟是打着将沈臣 踹得怪兽身前的主意 沈臣的面容微微动容 在林秋仪的双脚弹射出的那一瞬间 立刻将她的双腿一抓一扔 只听林秋仪一声惨叫 整个人立刻如破麻袋一般 飞到人群中 重重摔在地上 好好在那待着 沈臣冷冷说道 林秋仪却是狼狈爬起来 恼怒抬着眼 望着沈臣 那只怪兽逐渐开始适应起自己变形的身体 他的后脚一蹬 借助地面反作用力 瞬间朝着沈臣这边过来 速度之快 出乎人的想象 显然是他已经强健到 几乎达到三分之二的下肢的原因 然而沈臣却是双眼紧密 脸上却是显露出一丝淡然微笑 怎么可能 这个男人面对这个怪物 竟是一点也不害怕吗 林秋仪震惊地望着沈臣 而沈乌畔 却已经走到他的身边 没事 接下去 就交给他吧 所有人都惊异地 看着沈臣脚下狠狠一蹬 竟是将坚硬的地面 生生踏出两个脚印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如炮弹一般冲了出去 空中交错那一瞬间 怪兽的下身一蹬 舌头瞬间弹出 两只已经变成仆一样的前掌 如巴掌一般 向沈臣漠然合击 像是想将沈臣拍扁一样 然而沈臣的身躯 却是如猿猴一般灵活 不断在车库水泥柱子上攀登 紧接着就见荧光一闪 却见一把战刀 猛然插进怪兽后腿 煞世间绿色血液 如拳一般涌了出来 林秋仪惊讶地望着手中 却发觉自己手上战刀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沈臣取走 那只怪兽吃痛 顿时对着沈臣笔直猛冲过去 沈臣一路将怪兽引开 最后飞身向上 在所有人惊呼下 只见他倒挂在天花板的钢筋上 而底下那只怪兽已经缓缓驻足 血红的双眼死死盯住沈臣 沈臣冷冷一笑 而后自怀里摸出一样东西 就在那只怪兽后脚一蹬 向上一窜 那根分叉的舌头 默然向沈臣双眼而去的时候 所有人爆发出尖叫声 那个家伙就这样要死了吗 煞事间 只见从沈臣手上 默然出现几道透明的丝线 晶莹剔透的银丝 在车库灯光照射下 显得格外耀眼 那几道丝线溅了空气 瞬间膨胀起来 竟是一瞬间结成一道网状 与此同时 怪兽正好猛然向上 猛然的撞击一跃 竟是正好直接一头撞了上去 煞事间银色网披头盖脸 正好将怪兽网住 长长的分叉舌头 煞事间让沈臣挥动离手刀 瞬间割下 怪兽当时怒吼一声 双手双脚试图冲破这该死的东西 然而这个网似乎带着极大粘性 无论怪兽如何挣扎 如何撕扯 也是扯不开 如同困兽一般 怪兽煞事间发出疯狂的嘶吼声 那双可怕的副眼中 竟然出现一种叫做害怕的情绪 沈臣煞事间冷冷一笑 紧接着如同灵巧的猿猴一般 自天花板跳下 这吟丝往另一头 便是被沈臣的手拉扯着 那头怪兽瞬间被沈臣的猛烈拉扯 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蛛丝往瞬间便是粘在地上 将怪兽死死困在下面 任凭他牙咬爪子丝 竟是半点也挣扎不开 所有人睁大眼睛 惊讶到极点 那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网住这个怪物啊 所有人交头接耳议论的时候 沈臣缓缓地将猪网枪 收进怀里 楚黎制作出的猪网枪 虽然没有成功地猎杀到那只 诡异的鬼娃娃 然而对付这个怪兽 却是不在话下 当下林秋仪和陈无叛 立刻走了上去 所有人看没有什么危险 也是缓缓地围了上去 看着这只怪兽 这只怪兽恐怖的模样 和之前那个刘子月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好好的人 一下就变成怪兽了 第三百五十四集 喧嚣声立刻响起 毕竟大家可是亲眼看见沈臣 将禁花叶倒进刘子月口中 然而刘子月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变成怪兽 这时候忽然有人喊道 不好 范冰冰不见了 陈无叛等人急忙抬眼 那个平台上空空如也 哪能看见有人的痕迹 正在所有人懊恼的时候 却见沈臣身影默然掠出 紧接着几分钟后 只听一声惨叫 却见范冰冰 默然如同一只破麻袋一般 被从远处扔了回来 煞事间 打落得众人脚下 这个家伙 刚才竟然是见识不妙 就打算逃走 没想到还是被沈臣捉了回来 所有人望着远远而来的沈臣 心中忍不住一阵 这个家伙 真的太强了 这位 这位高手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好好的 人就变成怪物了 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地问道 毕竟这件事实在是太害人了 沈臣嘴角微微一笑 而后转脸向范冰冰 这个 就要问心愿小区干的好事了 什么 什么意思 这跟心愿小区 有什么关系 一时间所有人立刻哗然起来 看着群情积分的样子 沈臣这才冷笑道 心愿小区制作的进化液 虽然有进化的功效 但因制作功效缺乏 至今仍是残缺品 一旦喝得过多 便是产生身体崩溃的现象 紧接着 人类隐性基因中的 繁祖基因片段 便会随着怪兽化显现出来 出现各种各样的怪兽 正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你是说 这进化液不能多喝 所有人简直打了个寒战 毕竟他们买了进化液不在少数 绝大多数留给自己和心腹们喝 其他的赏给兄弟们 但是这种情况却是第一次 一部分身体素质强壮的人喝下去 一开始不会有问题 但是随着实力增长 他们的体内控制不住 这种进化的力量 就会出事 范冰冰倒在一旁 她的牙齿已经粉碎 此时却是愤怒的喊道 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刘子月就是最好的证据 否则如何解释 她变成怪兽 先前在和刘子月说话的时候 便是发现她脖子后方 显现出来的地方 如月球表面一样坑洼 一看便知 是进化液即将挖空她身体的表现 所以一凭进化液灌下去 刘子月果然成为怪兽 现身说法 随着沈臣的问话 所有人都是拿着疑惑的神情望向范冰冰 三军刚 范三爷 我喊你一声爷 你告诉我 究竟是不是这样 就是啊 如果这进化液副动用这么大 那我们可都是上当受骗了呀 这个时候 所有人只是将信将疑 并没有完全相信沈臣的话 而范冰冰也是清楚 如果今天一旦陷入质疑中 不但自己获取没命 心愿小缺 也要遭受重大打击 然而他虽然心中也有疑惑 却是生死力竭寒道 这个变成怪兽的家伙 没准是你用丧尸尸毒 装进我们的瓶子里 你故意为他喝下丧尸的病毒 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绝不可能是我们进化液的问题 一句话说出 所有人也是觉得有理 有一些人便是点点头说道 嗯 就是啊 范三爷说的也没错 然而并没有人明着去指责沈臣 大家都知道 这个男人他们招惹不起 还是看他们怎么揭穿 这件事的真相才是真的 还嘴硬 沈臣看着范冰冰神经质的抽动 忽然微微一笑 你敢把自己身上衣服脱起来吗 你什么意思 范冰冰忽然打了一个寒颤 不知怎的 他刚才那股疯狂的气势 瞬间像是弱下去一点 沈臣也不多说 对着郭元使了个眼色 郭元和袁红立刻上前 撕拉一声便将范冰冰上身衣服撕开 煞时间 所有人惊得后撤好几步 范冰冰的上身已经坑洼如月球表面 无数大小的血洞 还能看出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体内游走 每到一处 那皮肤便是变得奇怪和隆起 看得人毛骨悚然 这他妈什么情况 有人忍不住尖声叫起来 这就是这种进化液造成的后果 一旦身体出现这样的波动 则意味着这个人离怪兽化不远了 沈臣耐心解释道 范冰冰惊恐大声喊道 不会的 我不会丧实话的 贾博士说过 这个进化液是绝对安全的东西 贾博士 沈臣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人的存在 心中暗自放在心上 然后冷笑着对着范冰冰说道 既然你不信 我只能为你吃一次进化液 看看你是不是也会变成怪兽 不要 不要 范冰冰当时吓得嚎叫起来 他两眼发直 连连大声叫嚷 又惊又怕 双腿也不听使唤 像筛糠似的乱颤起来 所有人立刻看出了范冰冰的恐惧 是从心底里发出的 一个个立刻气愤喊起来 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你必须给老子说清楚 否则 我们就把你做成怪兽 直接砍死 快说 一时间群情激愤 一个个怒目而逝 这些人都是喝了进化液 想要强大的人 可谁也不想变成恐怖的怪兽 一张张怒目而逝的脸 活生生要逼疯范冰冰 而沈臣如同猫猪耗子一样 好整以暇的目光 让范冰冰只觉得 有一种说不出的纷乱 恐怖 而又烦躁的感觉 在搅拌着他 还不说 沈臣忽然推开众人 而后扬声问道 谁还有净化液 拿了一瓶 当即立即有人喊道 我这里有 却见林秋仪忽然冷着面 说了一句 等等 沈臣悠悠地转过脸 林秋仪只觉得 沈臣目光中那种平静 如潮水一般 让他窒息地说不出话来 林秋仪忽然感觉到 自己跟结巴一样 然后指了指台子上 还放着的一支航空箱 那个箱子是属于我们的 里面有净化液 沈臣杨立杨眉毛 忽然微笑起来 洁白的牙齿看上去 却是格外的阳光 这就好办了 有了南方聚集地的净化液 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的作假 众人亲眼看着郭元 从那只箱子里 取出一支完好无损的净化液 只见沈臣手指 放在范冰冰两腮 微微一收 范冰冰立刻如杀猪一般 嚎叫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他终于吓破胆子 立刻放声喊道 是 这话也是有问题 所有人眼里闪烁着一股 无法遏制的怒火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好似无数头被激怒的狮子 愤怒的火焰在人们心中燃烧着 仿佛要将屋顶掀翻 他们也是人 在得到力量的时候 却有人说 也许下一刻 他们就会变成怪兽 这样的事实 让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更何况 出生入死的兄弟们 费尽多少心思 去收集来的物资 都换了这些要命的进化液 而且除了新院小区里 和范冰冰有同样的情况的人 就是各个聚集地身上 有范冰冰这样痕迹的人 也大有人在 但是每次变成了怪兽时 新院小区的高层 都是一致对外说 这个人是被丧尸挠伤 才变成丧尸的 因为变异丧尸和怪兽的相似性 导致其他人真的没有怀疑 久而久之 其余聚集地 真的出现这样的事情 也以为是不小心 受了尸毒的原因 随着范冰冰的土针 其他人当时疯了一样 我他妈最好的兄弟 就是忽然变成了怪兽 我还以为他隐瞒着自己 被抓伤不说呢 原来都是你们搞的鬼 这净化液太害人了 不能喝了 绝对不能喝了 你们这些生孩子 没啪的混蛋呢 一时间 所有人望向手中净化液 恨不得扔得远远的 受了蒙骗的众人的愤怒 像汹涌的海浪 撞击着所有人的胸膛 审辰目的 就是在于 揭穿新院小区的真面目 让这种净化液 不要再流通出去 看到所有人的反应 沈臣知道 自己成功了 这些人 绝不会再去兑换 什么新院小区的净化液 就在此时 喧闹的人群中 忽然有人大声喊道 杀了新院小区的杂种 这些家伙 用这种害人的净化液 骗我们多少物资 一个人起头 煞时间 所有人的愤怒被点燃 从每一个人的目光中 都能看到想象的怒火 是啊 物资在末日 实在是太宝贵了 然而他们辛辛苦苦 搜索到的物资 却是被一个骗子骗走了 上当受骗后的愤怒 简直是冲破云霄 煞时间十几个人 便是围了上来 要狠狠教训教训 这个混蛋 眼看着无数人围上来 陈无叛 也是猛然松开 抓着范冰冰的手 而后急速后退几步 生怕被牵连进去 他犹豫地看了下林秋仪 却见林秋仪的双目中 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他见陈无叛看着他 欲言又止 却是摇了摇头 刚才自己提议 从南方聚集地里 拿来进化液 就已经标志着 自己和范冰冰决裂了 要不然 只怕等范冰冰死后 那些愤怒的家伙 会直接吞并了 南方聚集地 郭元和林卫然 此时已经走到 沈辰的身边 老大 要不要我们出手 杀了这个范冰冰 沈辰却是摇了摇头 冷笑说道 范冰冰在新月小区 能成为三金刚 你们以为他的实力 只有刚刚表现出来的 继续看吧 此言一出 林秋仪立刻抬眼 看了看沈辰 而后这几个人 便是默默不作声 退后几步 站在不远处 冷眼注视着 却见漠然间 只听几声心态的笑声 却见被包围的人群中 如同炸开花一般 瞬间飞出了十几个人 只见范冰冰身影 瞬间从包围圈中 扒身而起 整个人如同一只巨大的壁虎 在弹跳的半空中后 紧紧地抱住身边的巨大柱子 而后身影迅速地向上攀爬 他的双眼已经变成恐怖的气泡 双脚双手 也同样出现令人生厌的气泡状 却见那十几个飞出去的人 脸上和手上 如同被什么遮了一样 脸上顿时出现 无数令人作呕的农包 一声声疯狂尖叫声响起 所有人魂飞魄散地 看着自己身上忽然出现的 触目惊心的农包 紧接着农包便是开始破裂 从里面流出酸臭的液体 竟然还在不断地腐化 凄厉的叫声在地下室响起 煞时间围着范冰冰的人 立刻疯狂地后撤回去 一个个用恐惧的目光望向那个盘旋在柱子上的飞人 这是 怎么回事 陈无叛难难地问道 沈臣淡淡说道 这才是范冰冰真实实力 那个寻找破绽 只不过是他单方面进化后的一项附加能力罢了 但他这到底是进化出了什么能力啊 沈臣微微叹了口气 不知道啊 看来 那个新院小区的贾博士 似乎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种状态 分明和俄罗斯进化业有一些相似之处 忽然间 沈臣对这个贾博士产生了深深的忌惮之心 巨大的变故 让所有人都吓得定下动作 一个个惊魂不定地望着宛如一只怪兽的范冰冰 只见范冰冰恶狠狠盘旋的柱子上 南方聚集地 北方聚集地 你们这些垃圾给我等着 老子要是不踏平你们 老子就不叫范冰 说吧 这个男人便是脚下用了一蹬 那灵活的双腿竟是将柱子直接当作垫脚石 而后身体瞬间拔出 竟是从刘子月怪兽画石撞破的天花板上立刻逃窜出去 煞时间一片哗然 所有人眼睁睁望着范冰冰飞似逃窜出去 老大追不追 郭元急忙喊道 不用 袁红有些急了急声说道 可这个家伙要是逃走了 只怕大家都要遭殃啊 袁红的话立刻引起林秋仪的共鸣 他愤怒地望向沈臣 你既然能杀了他为什么放他走啊 沈臣微微一笑 目光如炬 留他回去带话 何况 知道这样的秘密 弄砸了差事 他真的能活下去吗 听到这句话的人 都是不由自主对视一眼 虽然不明白沈臣这番话的意思 然而却都是闭上嘴 与此同时 其他聚集地的人 也是兴兴地散开 他们有的人欲言又止 有的人已经是大声交谈 林秋仪深吸一口气 冷淡的面容中露出了歉意 这次的事情 我们南方聚集地也是始料未及 好在这北方聚集地的朋友们 给我们带来这个消息 也免得我们继续上当受骗 今天的事 我林秋仪在这里给大家道歉 原本有心找茬的人 再听到林秋仪的话 也是歇了心思 更何况沈臣负着手 站在林秋仪的身后 摆明立挺的样子 众人心中都是忌惮不已 各个心想北方聚集地 出了这样一个强者 恐怕接下去物资的争夺 要占据上风了 一时之间 又是想起那些 被硬生生骗了去的 无数的物资 各个恨心愿小区 简直是恨得骨头里 妈的心愿小区 真不是个好东西 咱们联合起来 一起找他们算账去 别逗了 他们那八大金刚 手下数不清的强者 咱们联合在一块 未必能落得个好 自认倒霉吧 好在这次的物资 还能安然无恙地运回去 林秋仪这才松了口气 万一这些人要是闹起势来 只怕自己的聚集地 根本无法抵挡 吵吵闹闹了一顿 忽然有人在人群中说道 这次事情也怪不得林美女啊 咱们以后多长一个心眼就是了 但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 进化也喝不了 看来我们的实力 也只能止步于此 也不知道将来 对付更厉害的丧尸 该怎么办呢 这句话 简直说到所有人心坎里 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的 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 丧尸越来越厉害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 郭元心中一动 正要说话 却听沈辰冷声说道 我听说军方已经研制武器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大杀伤力武器出现 到时候就算不喝进化液 也照样能将这些丧尸干掉 如果时间推算差不多 显然再过几个月 那第一批武器就可以问世了 等到兵工厂开始大力研发进化液 想必进化武器的存在 会大大减少人类伤亡 很多人眼睛一亮 瞬间想起沈辰刚才手中的珠丝枪 立刻明白过来 然而还有一些脑子愚钝的 还没反应过来 但愿如此吧 唉 散了吧 散了吧 所有人都是摇头叹气地离开 很快偌大停车库 除了一片狼藉和支离破碎水泥石子 便只剩下五个人 沈辰老大 陈无叛激动地走上去 他此时也知道 虽然是自己请沈辰帮忙除掉刘子月 但是沈辰却却是借势 玩了一把大的 硬生生将新院小区的势力 等同意 等同于从S室剃除 这翻云覆雨的手段 还是一个二十岁年轻人干的事 真是厚生可畏 事情解决了 老陈 沈辰向着陈无叛点点头 而后对着郭元等人说道 我们走吧 这一次收获倒也是颇多 现场遗留的进化液一箱一箱的 回去可以做一下检测 如果成分正确 倒是平白多了几千进化液 虽然只是一阶的 但是给郭元他们喝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等等 一声怒斥瞬间传来 沈辰扬凉眉 却见林秋仪一脸愤怒 走到沈辰面前 这个女人显然是十分生气的 离着沈辰相当之近 沈辰甚至能够闻到 这个美丽的女人鼻子呼出的热气 一只手缓缓推开林秋仪 沈辰面色很是平静 什么事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什么 北方聚集地的人吧 你和老陈是认识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是北方聚集地的人 沈辰豪整以侠抱着臂 居高临下望着这个女人 平胸平肩 若不是柔美的身体曲线 和没有猴结 只怕要把眼前这个女人 当作秀气的男人 林秋仪见沈辰没有反驳 气急反笑 那你故意欺骗了刘子月 让她以为你是北方聚集地的探子 你敢不敢承认 沈辰威威以笑 我从头到尾并没有说任何话 只不过是你们的二把手误解什么 是她想的太多了 当然 范冰冰也同样误认了什么而已 你要问的 就是这个 林秋仪再次上前一步 你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想要挑起新院小区 和北方聚集地的矛盾吗 原本我倒是没有这个想法 只不过是想揭穿 进化业的真实面目 不过嘛 既然你们大队长 有心替我编造出一个身份 我也不介意见机行事而已 林秋仪立刻倒抽一口冷气 你是林氏齐的 这个家伙竟然能瞬息之间 掌握信息 而后导演一出好戏 成功地让新院小区 恨上了搅局的北方聚集地 便是她先前也深信不疑 沈辰是北方聚集地的人 然而沈无叛的一句 接下来就交给她吧 这句话煞时间让她产生怀疑 要不是沈辰对着沈无叛的态度 只怕她都猜不出来 老陈 你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秋仪立刻愤怒地 对沈无叛吼道 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为什么你要瞒着我 因为 因为 沈无叛竟然瞬间结巴起来 这个近四十的男人 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 急忙用眼睛去看沈辰 希望她说几句好话 沈辰看了看沈无叛战红的脸 忽然深叹一口气 她的声音略微有些疲惫 而后缓缓说道 女人 要不是看在老陈面子上 此时躺在地上的人 恐怕就布置这么点了 你什么意思 再说清楚一点 沈辰的面容忽然凑近林秋仪 要不是看在老陈对你有意思的份上 这里的尸体 应该会有你的一份 听懂了没有 老陈立刻连连摆手 没有的事儿 没有的事儿 忠厚的男人 瞬间战红了脸 眼睛却是有些毒闪 而后老陈又是急忙说道 沈辰老大 您高抬贵手 我们老大可从来没做过 什么缺德的事儿 杀了刘子月就行啊 煞时间一片哈哈大笑声传来 却见袁红指着老陈 笑得直不起腰 哎呀老陈 你是祝孤身哪 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玩暗恋哪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让我出去笑一会儿 哈哈哈哈 林秋仪也是呵呵呵的气急返笑 哈哈 没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 老陈你会说话吗 老陈这才知道 沈辰这是在开玩笑 立刻摇着手咳咳地说道 换个话题 换个话题 但是双眼望着林秋仪 却还是露出一点期待 别妄想了 你以为我会看上你吗 林秋仪的话 煞时间让老陈有些难看 然而这个秀气的女人 却是继续说道 我看中你是因为 你为人老实正直 如果想追求我 呵呵 等打败我再说 这个时候 沈辰却是忽然接上一句 你虽然的确了得 不过全方面身体进化等级也不算高 若是老陈真和你动起手来 你也讨不了好 林秋仪不由好笑着 看着沈辰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说这种话 真当我是吃素的是吗 沈辰冷冷一笑 不是特种兵就是特工 其实二者也差不多 只不过末日来了 先前的身份也算不得数 再说 你能拿得出手的 也不过只有李手刀而已 林秋仪先前还有些不屑 在沈辰说出李手刀时 脸上瞬间变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知道我使的是李手刀 沈辰暗暗回想起前世所见的李手刀 霸气威武在空中盘旋的模样 叹了口气 李手刀你掌握得还浅 以你二阶三段的身体素质 至少应该有两次回旋才对 林秋仪顿时冷笑数声 说得轻巧 你知道李手刀是有多难练吗 要不是末日来了 还有喝进化也进化 李手刀只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沈辰点了点头 的确 对于李手刀 他也曾经了解过这个技巧 太平年代 李手刀在众多刀法里 算是一个比较垃圾的刀法 虽然书里将李手刀说得神乎其神 可是真正练过的人 却没有人能够真的让李手刀 从手中飞出再飞回来 所以基本练李手刀的 只不过是将这个 当作一种扔刀的技巧 讲究出刀速度和诡异性 却不会再以收回来 但是自从末日来后 林秋仪在有一次厮杀丧尸的时候 眼看着即将被丧尸淹没 在万分危急的时候 竟然孤注一掷 将手上战刀扔出 没想到那只战刀 竟然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形 再次回到自己手中 而他经过的这条弧线路径上的所有丧尸 瞬间头颅全部落地 这样的杀伤力让林秋仪煞时间惊呆了 群杀伤力简直让林秋仪震惊 在这次无意之间释出离手刀之后 他立刻认识到 有些书里所说的关于武器的技巧不再是空谈 而是真正可以实施的 于是他一面开始生存 一面开始认真地练起起离手刀来 然而离手刀之难练的程度超出他的想象 两个月来除了可以随心地挥出一个弧线来 想要挥舞出两道弧线或是三道弧线 根本是无法做到 这又不由让他开始觉得 或许书本上的东西只不过是瞎扯淡 然而眼前却有一个人大言不惭指点自己 甚至可以说能达到两次回旋 林秋仪顿时冷冷笑了一声 林小姐看来是有些不相信 沈臣指了指老陈 稍加指点 半个月后 他也可以使出双回旋离手刀 好啊 你要是真能指点他成功的话 我就让老陈当着南方聚集地的头 住到不必 只要你接受他的心意就行 郭元在一边插了一嘴 陈吾盼当时脸再次红起来 郭元虽然不知道 沈臣为什么打算撮合这对 根本就不搭配的老夫少妻 但是沈臣确实知道 前世陈吾盼战死的时候 林秋仪悲愤欲绝的殉葬时的无畏 既然前一世没有善终 这一世 就由他微微推动一下二人的感情吧 林秋仪心中一动 看着老陈的模样 没来由有些发愣 却见沈臣嘴角已经弯出了一条弧线 然而此时天色已经不早 沈臣便是挥了挥手 今天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老陈 过几天我们再见 一见沈臣要离开 陈吾盼忽然喊了一声 沈臣老大 你能不能给林秋仪也做此测试啊 看看他的吸收率 能不能继续喝进化液啊 林秋仪这个时候 要是还不知道老陈对自己的心思 那简直就是白痴了 他猛然冷冷说道 我不需要你自作多情 老陈此时却是急着说道 哎呀 你不懂啊 吸收率要是达标了 是可以继续喝进化液的 你别较劲啊 一面劝着林秋仪 一面又焦急地望着沈臣 老陈此时可谓是忙得不易悦呼 沈臣转过身 看着陈吾盼局促的样子 真是无奈地笑了笑 所以说 无论什么年龄的男人 在遇见一个自己心仪的女人的时候 也是会手足无措的 回身给林秋仪验了吸收率 数值刚刚上了八十 老陈这边刚刚松了口气 然而听到吸收率和进化液的关系后 林秋仪默然愤怒喊道 喂 你为什么不告诉其他人 告诉他们进化液是哪里来的 这样的话 大家都可以来测试吸收率啊 他们中间或许有很多人 可以继续提升实力呢 林秋仪的愤怒可以理解 毕竟 毕竟自贞的人固然在一开始 会走在所有人面前 然而这场灾难是全人类的灾难 如果整个人类不能持续的进化 将势必被灭绝 到时候 即使个体再出色 恐怕也不能苟活下去 难道还能和那群丧尸们 一起活下去吗 愚蠢 沈臣当时冷冷说道 首先 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所谓80%吸收率的事情 他们只会认为 这不过是个借口 一个区分阶级的最好的幌子 并且一旦他们知道 进化液的汲取方式 这些人将会更加疯狂 无节制地喝进化液 接下来面对的事情 就和我担心心愿小区 要引发的事情一样 那就是到处都是 人变成的怪兽 那我今天处心几率 破坏这次进化液交易会的目的 岂不是白费了 在官方没有公布 稳定的进化液前 我是绝对不会将这件事情 公布于大众的 你要是不希望 你身边的人都变成怪兽 希望你也守口赎评 沈臣的话质地有声 一时间所有人 才明白沈臣的苦心 他并不是要避肘自贞 他也并不是有着精致的 利己思维的人 而是站在全局的考虑上 很多人在这件事上 或许都在怀疑沈臣的动机 认为他是不是起着 自己一个人强大的念头 这种念头 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 利己主义者而言 的确也不算错事 事实上很多人也能接受 相反如沈臣这样的大局想法者 或许还会遭到人耻笑 然而林秋仪他却明白 这样的做法者才是大智慧者 才是上位者拥有的考量的思维 比起他来 自己的思考果真是局限了 林秋仪这才明白沈臣的良苦用心 下意识愣愣点点头 沈臣这才嗡了一声 刚准备离去 老臣立刻喊道 沈臣老大 我跟你一块走吧 沈臣微笑了一下没有回头 郭元却是按住老臣 轻声说道 沈哥 留下来吧 这里有你心仪的女人 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 恐怕沈臣老大心里也能开心点 毕竟在这个世道上 能开心的事已经不多了 陈吴畔立刻想起死去的老梁 心知这件事情 或许对沈臣打击还很大 当下便是愣了愣 而后点点头 不再提离开南方聚集地的事了 解决完心愿小区的事情 浸花叶的事情总算落幕了 几个人趁着夜色回到这一大 只见窦小千已经等在门口 焦急地说道 老大 刚才河叶带这一百多个人出去了 说是要去捕捉什么怪兽 随他去 沈臣大步往回走去 而后回身对袁红说道 准备准备 我们立刻出去狩猎 袁红担忧地看着沈臣 刚回来 他要带他们出去历练吗 然而沈臣的话不容置疑 袁红虽然担忧沈臣是否坚持下去 却还是点点头 是 在沈臣和荷叶 分头对付着夜色中 无边的怪兽和丧尸的时候 与此同时 心愿小区一间秘密地下室内 灯光乍然亮起 只见范冰冰拘谨地坐在椅子上 身体不住地前倾 她的嘴巴一闭一盒 似在讲述什么 但奇怪的是 她的面前并没有人 只有一片似乎灯光 永远达不到的黑暗 范冰冰脸上的神情十分激动 具体情况 就是这样的 她好不容易才从南方聚集地赶回来 一路上躲过无数丧尸 等回到新院聚集地内 已经是深夜了 顾不得疲劳 便是飞速请求见贾博士 好在并没有让她等多久 贾博士便是派人带话 说给她十分钟的面谈时间 十分钟的面谈时间 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天大的荣誉 范冰冰某足劲 将北方聚集地和南方聚集地 说得极为可恶 飞快地诉说着先前发生的事情 同时卖力地 把自己说成一个多么顾全大局 一心为新院小区着想的人 一番话用时三分钟 等她终于一口气说完后 身体却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下去 屋子的黑暗处 勉强能看见一只漆黑色的 巨大的靠背椅 范冰冰等待了半天 除去了滴答滴答 钟摆走动的声音 却是什么声音也没有 仿佛那背朝着自己的靠背椅上 一个人也没有 无边的寂静 忽然一下握住范冰冰的心 窒息感随着沉静 越来越重 煞时间痘大冷汗 竟然开始缓缓从额头和后背冒出来 范冰冰竭力地身体向前倾斜 试图看清靠背椅后的人 果然黑暗中 靠背椅上背对着 隐隐只能看到一个 有着扳秃脑袋的背影 缓缓地 却听见那个看不见面容的人 低沉而缓慢地说道 这么说 这次你什么物资都没有换取到了 骤然响起的声音 低沉得如同恶魔一般 范冰冰煞时间只觉得刚才那股子窒息的恐惧 一下烟消云散 她咽了咽口水 缓和一下干涩的喉咙 而后急切说道 不是我换取不到物资 是那个北方聚集地家伙太可恶了 他的举动和语言 让那情人根本就不相信我 要不是我跑得快 就要被那情人打死了 如果堂堂的三金刚被人打死 那我心愿小区岂不是太无能了 阴测测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范冰冰的脸上瞬间滑下一丝冷汗 那个声音停了一会儿 而后说道 北方聚集地的事 我知道了 既然这个地区敢和我们作对 那么等咱们的军队组建起来后 第一个灭的就是他们 范冰冰的脸上 顿时划过一丝舒畅的神色 老范我第一个就弄死他们 弄死那个混蛋 又是无尽的黑暗 寂静 滴答滴答的声音 如同催命的钟声 范冰冰的话终于还是冷场 没有得到她意料之中的赞赏 行了 没什么事你先下去吧 平静的声音响起 范冰冰立刻面色异喜 点了点头 而后正准备离开 她此时的心这才真正放下 看来这一次 她过关了 刚走到门口 范冰冰忽然转过头 貌似无意的恭敬问道 不是啊 关于我身上这个毛病 现在是否找到医疗办法呢 我这是得了什么怪病啊 身上怪疼的 凹凸得跟怪兽一样 黑暗中那个身影 默然僵了一下 而后语气便是有些不耐烦地响起 我正在抓紧做医疗实验 等过几天实验成功就会给你医治 你还不放心我的能力吗 范冰冰顿时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就不耽误博士的宝贵时间了 多谢您了 说吧 便是急匆匆准备转身离开 他的眼睛在不经意间 忽然闪过一丝犹豫和疑惑 然而下一刻 却见屋子里忽然灯光骤然熄灭 煞时间 只听见一声扑斥的声音 和一声来不及的惨叫声响起 三四秒后 房屋里的昏暗灯光再一次响起 却见刚才范冰冰锁在地方 已经不见人影 只剩下一张薄薄的 如同从人脸上拔下的脸皮 浮在一堆腐烂般肉泥中 那是范冰冰的脸 那张脸上写满恐惧 恐慌 不可置信 和死时的争鸣 房间里默然传出一声悠悠叹气声 而这个屋子里 却是显得格外恐惧 竟然不相信我 真是让人难过呀 三金刚 又少了一个金刚 下一刻 只听几声嘀嘀哒哒的声音 就听见这个声音缓缓说道 三金刚 尸毒爆发已死 准备开启下一次登位赛 一个月后 咱们要有一位新的三金刚了 伴随着一声呵呵呵的怪笑声 整个地下室再次陷入沉静 只有滴滴答答的水滴声 还有微微震动的器材声 充斥着整个阴暗的角落 出声的阳光升起 正是从东方将阳光蔓延到大地的时候 沈臣的队伍和荷叶队伍在这大门口不期而遇 两个教官同时带领一百余位学生 这本身就极其充满火药味 修缮防御的民工一个个激动地望着两个队伍 空气中弥漫的火花 足以让他们回去休息的时候和别人吹嘘 不过和沈臣以往回来 引起的轰动不同的是 这一次沈臣的部队里没有任何成果 而荷叶队伍的出现 却是引起一片轩然大波 一百余头恐怖的超大型怪兽尸体 排成一条长龙 远的根本看不见尾端 这是他们昨夜一个晚上的成果 密密麻麻的一阶怪兽中 还有几头猙獰的二阶怪兽 然而这并不是最博人眼球的 最震撼的是 他们并没有用车子运输 而是由每个人用自己的力量 直接将怪兽举在头顶 招咬过世 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简直让人感觉到恐惧 这比阅兵场上的坦克队伍还要震撼 一百多头两三米长的怪兽 排成了一条无比巨长的长龙 望着一批倒抽冷气和不可置信的目光 荷叶从那些人眼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微微笑着 眼中充满骄傲 眼望着荷叶的队伍昂首挺胸进了这档 沈臣的眼中却没有任何波澜 看见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不知什么时候 荷叶已经微笑着来到沈臣的身边 怪鱼丧尸 即便你能杀那么一两只 有什么用 真正的胜利 是建立在大面积的杀伤上 而这 只会属于我们战斗民族 沈臣没有答话 只是笑了笑 挑了挑眉 一句话没说 便是带着手下离开了 唯独薛碧华在远处担忧地望着沈臣 心中忍不住叹气 老梁前几天牺牲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 而且沈臣最近情绪显然不太对劲 听说前几天 又跟楚立差点再动起手来 真不知道这个小子能不能胜利 时间过得飞快 随至最后一架外籍飞机降落 中俄对抗赛也即将展开 比赛前一天晚上 在迎接酒会上 孟勤专员致辞后 便是宣布了比赛规则 首先 先进行三轮单人比拼 接下来便是实战演习 考评两个国家训练出的新人类素质 谁更胜一筹 这个消息瞬间从酒会工作人员嘴里 传遍整个G大 一开始还不清楚 这次内部对抗的人 瞬间便是燃爆了 难怪体育馆一直传来 乒乒乓乓乓的声音 原来是在训练哪 怪不得前两天 看见一个俄罗斯女人 带着那么多人 那么多便衣丧尸进了G大 感情是这么回事啊 你们说这次比赛究竟谁会赢 还用说 当然是沈尘了 他可是立在草坪上的雕像啊 我看未必 你没看那个俄罗斯妞 有多待见啊 杀起怪兽来 那可是一百位单位的 要我说 我觉得还是俄罗斯会赢 骂了个把子的 中央媚外的混蛋糕子 老子打死你 这样的对话 在G大哥哥角落出现 而话题中的主角 此时却是豪整以暇的 坐在薛碧华的办公室内 任辰 你给我说说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 薛碧华吹胡子瞪眼 在办公室来回走动 现在问这句话 貌似有点迟了吧 有没有把握 明天也要开始对抗了呀 沈臣漫不经心 喝了一口白水 这个师长的确是两袖清风 生活朴素 明明前些日子 袁红他们出去 捣毁了一个 全是丧失的大楼 在老总办公室 得了几包茶叶 据说袁红那小子 屁颠屁颠就送过来 可薛碧华竟然没喝 第359集 薛碧华一把 抢过沈臣手上茶杯 这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懈怠 说吧 他忧心忡忡地问道 这个孟琴 显然是忧心把这个消息 传到民众那儿去 可他究竟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说明他很希望我输 沈臣冷冷地微笑道 薛碧华双眼一瞪 什么意思 一旦输了 推选我为教官的薛老 你则无旁贷 负起全部责任 而他手里握着 三号手掌调动函 只怕施掌你的位置 要动弹动弹 薛碧华当时破口大骂 放他娘的狗屁 这儿还是老子做主 他要是敢 老子一枪崩了他 你要是真能崩了他 那天他进入这大的时候 你就动手了 沈臣站起身 脸上带着微笑 只怕这家伙来头不小 你也不敢轻易动他吧 薛碧华的脸瞬间憋红一片 而后便是颓然地说道 他是红三代 祖上元勋出身 不用我多说了吧 沈臣扬里扬眉 欧了一声 便是没有多说 而后缓缓走出门口 在薛碧华的无奈注视下 忽然展露出一笑 放心 我们会赢 这一个夜晚 谁也没有睡好 深夜里 夜小雨若有所思地 望着身边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 浓密锋利的眉头 即便在熟睡中 也是形成一个穿字 仿佛又说不出的无尽疲惫 和化解不开的心事 夜小雨悠悠轻叹一口气 那天老梁死了以后 沈臣便是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状态中 你说他和往日一样 却又感觉哪里不同 即便是身边的人 也明锐感觉到什么 林蔚然忧心冲冲找到自己 希望自己能够排解沈臣的抑郁 而自己能够做的 却只有这样陪在她的身边吧 长长的睫毛微微动了动 身边的男人发出一声慵懒的鼻音 睡不着 嗯 沈臣哥 明天 明天 加油 两片温热堵住夜小雨的话 十几秒的缠绵后 沈臣缓缓地说道 傻丫头 睡吧 不用操心这些事 身边的女孩 缓缓传来平稳的呼吸声 而沈臣的目光 却是骤然金光乍现 明天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但愿一切都随心愿吧 对抗赛如期举行 各国的政要 已经坐在体育馆远处高台上 每个人手持一副望远镜 东西两个方向 分别是沈臣的队伍 还有河叶的队伍 此时两边各自约 一百来人坐在位置上 可以看出 沈臣的队伍 军队气息浓厚 正襟危坐 军人的风范一览无遗 而另一边河叶的队伍 却是一股子彪悍到 极致的气息 浓浓的杀意血气 甚至都能结成实质 让人望一眼过去 都觉心中忍不住 生出一种巨疑 仿佛面对着的不是人类 而是什么野兽 由于孟琴在这一大内 散布出去的消息 此时场外也是水泄不通 堵着许多想看对抗赛的人们 虽然张洪涛主持这大内务 已经在极力丰富 人们业余生活 然而生活的艰难 和末日前后的巨大反差 让他们内心世界 全是极为空气的 如今难得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 纷纷从工作岗位走出 一个个激动地表示想看比赛 薛碧华也是没有想到 在征求了几个人意见后决定 虽然不放观众入场 生怕产生意外 却还是在体育馆外 竖起大屏幕 喧闹的人群 在看见沈辰和那个妖野的 娜塔莎的时候 瞬间寂静下来 所有人都带着激动和欣喜 脸上的神情 如同到了什么盛大节日一样 他们压抑得太久了 是时候释放一脸出来 张鸿涛对身边沈辰说道 这一战要是你赢了 恐怕你的威望在这一大 已经无人可及 但是如果你输了 看到那些人的目光了没有 他们很有可能 直接把你生吃了 放心 淡然一句话 仍不能让沈辰身边同伴放心 毕竟从视觉感觉上而言 对方的人显然厉害多了 另一面 各国正要坐在椅子上 也是不停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毕竟他们以往的态度 对待华夏和俄罗斯而言 更是喜欢俄罗斯 而忌惮华夏一点 因此一个个不吝将 口哨声和赞美声 投向河野那边 很快 薛碧华和孟琴走了进来 这两个人是目前 这大名义上的执掌者 但是两个人 维持着表面上的客气 可实际上 双方之间的隔阂冷漠 谁都看得出来 尤其是孟琴在前几页 已经跟河野定好计划后 更是已经不愿再将 好脸色摆放出来 反而是一脸冷漠 薛碧华首先开始致辞 其实这本该是孟琴的工作 然而孟琴却是大度地表示 薛师长德高望重 还是由薛师长比较合适 在一串不疼不痒的官方 致辞结束 薛碧华开始缓缓说道 末日来临两个月 从一开始的彷徨震惊 到迅速展开救援工作 我国的应对措施 不能说是不及时 然而即便是这样 埃斯市能够活下来的也仅百万人口 其中这一打就已经高达了三十二万 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今天我们在这儿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不是为了展示实力 不是为了国和国之间的竞争 而是为了验证两种进化业的安全性和性能 而是为了全世界仅剩人口活下去的 希望 大屏幕外看着薛碧华发言的人 已经有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希望 从末日一开始就破灭 两个月的末日生活 某种程度上而言 他们是极为幸福的 秩序的重建 让他们偶尔会忘了高度的防御外 还有那些可怕的丧尸在游走 但与其说是聚集地 也不过像是被丧尸大海包围住的孤岛一样 谁都不知道 外面那些丧尸什么时候会一举冲破这大 将他们剩余的乐土也毁灭 然而今天 总算有一个好消息放了出来 进化业 拥有进化业的人就可以活下去 活下去就是希望 所有人都在一步步艰难地前行着 等待着 但他们却依然还有希望 这其中来源于薛碧华的宽容 来源于张洪涛的管理 来源于研究院出品的虽然难吃 但却能够保证的粮食 来源于一万战士的庇护 来源于自己的劳动 还有支持他们拥有希望的精神领袖 沈辰 加油 为了全人类 加油 我们的战士 不知道是谁开始喊了口号 煞时间大屏幕前 已经是一片泪流满面的呐喊 这声音透过厚厚的外墙 直达体育馆内 所有人都能够看清楚 沈辰麾下的战士忽然紧绷的身体和精神 群众的呼声是最鼓舞人心的力量 一时间军人的责任感 让这些战士们一个个打起了百分之两百的精神 而反观和爷那一对 却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只是知道露出凶狠的目光 从格局上的比试 孰高孰低 已经一目了然 第三百六十集 薛碧华清了清嗓子 开始说道 这次的对抗赛不伤及性命 选手一旦认输 对手不得继续攻击 否则示威失败 一轮以每队派遣三名人员出赛 一对一进行比试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薛碧华的目光望向和爷和沈臣 请各自挑选一位队员 和爷微微一笑 回身望去 王强 第一仗你去 被称作王强那个男人立刻站起来 这是一个年约三十岁出头的精壮男人 他面色有黑 身上的肌肉几乎要将衣服全部撑破 微微咧嘴一笑 却能看见牙齿右侧 有一个已经变异的牙齿 如同獠牙一般 所有人看到他 只觉得如同看到一个直立行走的野兽一样 煞时间只觉一阵寒风扑面而息 王强 三十五岁 二截三段 王强一步一步 缓缓走到场上 立刻有人将他的资料 递给了话筒前一名战士 虽然对抗赛并非娱乐节目 并没有什么解说 然而基本的情况 却是需要大家知晓的 全场瞬间哗然 一个月 二截三段 这是什么样的进化速度 就是沈臣也不由眉头一皱 郭元在身边立刻问道 老大 这家伙这么厉害 要知道 他也不过刚二阶出头啊 融合了怪兽基因的进化液 的确在初期会实力暴涨 然而后期升阶不仅缓慢 危险性也是大大增加 不过这个家伙进化速度 也的确是快了些 看来吸收率并不低 一提及吸收率 正是张洪涛赵珍他们心中的痛 他们不想变怪兽 就只能忍受着自己此时的实力 等到楚离彻底找到那个 能够稳定药剂的方法 才能推广出来 可以继续引用 此时所有人 将目光集中到沈臣身上 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 沈臣究竟该如何对敌 大屏幕前的观众们 却是一个个满不在乎的样子 沈臣肯定能赢 不就是二阶三段吗 咱出来一个五阶打爆他 话说二阶三段很厉害嘛 不明就地的人们 全身心的信任沈臣 薛碧华此时却感觉到愈发的压力 沈臣他们这边的人 有超过二阶三段的强者了吗 河叶此时已经投过一个挑衅的目光 沈臣望着一脸雀跃的袁红 这个家伙就差举手说 让自己上了 然而沈臣目光转向他身边一个男人 吴威 你去 吴威 浓眉大眼的一个青年 看上去真可以称作是弱不经风 瘦弱的体型和精致的瓜子脸 常被A组的人嘲弄 具体的内容 无非是一些十分不堪入目的话语 此时听到命令 倒没有什么意外神色 而是缓缓走了上去 当下立刻有人过来询问无微情况 一阶六段 沈臣平静地回答 没有人会瞒报队员们真实接位 毕竟对沈臣而言不需要这么做 而河叶 那个女人只怕是巴不得 将她挥下所有人的实力 全都报出来 好收获眼球 虚荣心还真不是一般的强 无微的实力一报出来 所有人都是震惊到了 虽然一阶三段是差不多一个月 所能达到的极限 但是 另一个可是二阶三段啊 一阶六段 对阵二阶三段 这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和一个三十来岁标形大汉打架 有什么区别呢 再看看无微体格和王强的体格 所有人立刻喧闹起来 煞时间 有些人脸色便是难看起来 忍不住为无微捏了一把汗 不要脸 沈臣也会玩这种计谋吗 忽然 河叶的声音 冷冷在体育馆响起 他的声音不算大 却依旧传遍了所有人耳朵 虽然隔着较远 但每个人 却依然能靠着望远镜 看清楚他脸上的不屑 河叶冷冷地笑着 继续说道 对子 放弃到第一轮 你们华夏天气赛马的故事 唯有所耳闻 但沈臣竟然也用这样的招数 这本身就说明了 他们的实力不堪一击 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 真是令人作呜 河叶的话 很快被传递到各个政要 以及沈臣耳朵里 顿时便有国外的政要 开始打听田记赛马的典故 而后便是用一种恍然大悟的目光 投向沈臣 这目光中还带着一丝轻视 他们还期待沈臣做些回答 然而沈臣却眉头都没皱一下 薛碧华急忙倾咳一声道 双方人选都已经选定了吗 所有人紧张地望着沈臣 却见沈臣依旧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却只是淡淡一笑 神情自若地看着空空的体育场 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河叶的骂声 和薛碧华最后的暗示 薛碧华轻叹了一声 比赛开始 此时看台上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比赛开始的铃声响起 这两个人一左一右相对而战 尽管就这么静静站着 那剑拔弩张的氛围已经让许多人喘不过气来 伴随一阵清脆铃声响起 所有人忍不住摒弃凝神 战斗开始 死 王强率先开始攻击 随着他的一声爆喝 整个人立刻腾空而起 一身的肌肉仿佛在灯光照射下 反射着金光 他的弹跳力惊人的可怕 在飞升而来中 他的双脚如炮弹一般连环踢出 所有人都不敢漏过一分一毫 然而每个人都被王强的爆发力所惊住 吴威能不能挡得住啊 哼的一声巨响 只见吴威双手横挡 被王强踢得接连退了好几步 脚下煞时间在地板上 出现几道浅浅的痕迹 可想而知 王强力量有多么蛮横 竟然挡得住啊 王强冷冷一笑 第一次攻击后 身形再次登地而起 反身一个风车旋转 一脚抽向吴威头部 这一脚在空中 隐然有风雷之声 众人一片哗然 好厉害的腿弓啊 这要是一脚抽上 恐怕内脏都要被抽烂了 吴威再次击退 仰头后弯 狼狈躲过这脚 然而那一脚 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漠然变长起来 直接长出20公分 原本以为吴威能够躲开这脚 却还是被抽个正着 整个人立刻如破麻袋一般 飞了出去 没有人想到 只不过一个照面 沈臣手下的战士 就如此不堪重击地飞了出去 这么大的力量 匪夷所思腿部变长的能力 煞时间一片倒抽气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只觉得 连自己的身体 都跟着吴威一起腾起来 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沈臣这次派的人 根本不是对手 一旦意识到这点 让一心向着沈臣的人 嘴唇都咬白了 第三百六十一集 这个吴威 到底能不能战胜他 不会是真的像 河叶所说那样 是对子吧 那样沈臣的战术安排 也太卑鄙了一些 身为战士 可是应该光明正大一决胜负 所有人的心里 渐渐都开始这样的想法 毕竟目前来看 吴威的表现 的确不堪入目 这一下就被打成这样 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此时 叶小雨的手 已经开始冰凉 然而她嘴里 却一直念念有词 转起来 转起来 加油啊 也不知道 是不是叶小雨的 祈祷起了作用 却见吴威缓缓从地上爬起 扭动几下脖子 然后示意没事 可以继续下去 薛碧华掉起的心 这才放下 如果第一个照面就被打败 那也未免太难看了 王强看着一步一步 挣扎着走过来的吴威 也是难免有些意外 当下挑了挑眉 你 死 不开口倒是好 一开口 沈臣的目光 立刻转向王强 却是心中忽然一动 只觉有什么东西 在脑海中一晃而过 紧接着 沈臣的目光 忽然射出金光 一只手竟然紧紧握起 怎么了 是有什么不好吗 窦小倩急忙问道 沈臣的手微微松开 脸上一片波澜不惊 没什么 果然 是这样吗 然而她刚才的神情 却是尽数落在正要和观看屏幕的人们眼中 所有人并不知的沈臣心中所想 只是在心中忽然觉得一沉 难道连沈臣也觉得要输了吗 此时大屏幕上 再次出现王强的身影 前两次攻击 虽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可随着吴威走过来距离越来越近 王强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再次起身跃起 这风车般的一脚旋风梯 直接扫落地面 就是一蹬腿 整个人便如飞射一般的弹丸 疯狂向吴威撞去 这几招吐气胡落 简直是快捷无比 很难想象一个肌肉男 竟然主练的是腿法 只见王湛连内的驴子 忽然对着文海说道 这个大家伙实力了得 虽然腿法不精妙 但是在力量的加成下 那个吴威恐怕很难匹敌 驴子本身就是练腿的出身 他的话让王湛连的 其他人均是点头 唯独文海一脸高深莫测 未必 什么 十五座事情 走一步看三步 这家伙既然敢在对方 派了这么一个人出来之后 还派了吴威 说明吴威的本事 不会小 文海冷冷说道 王湛连的战士们 都是愣了一下 忽然想起早上处离 曾经将文海叫到研究院里 难道是文海知道什么内幕不成 就在文海如此肯定地 说出这话的时候 场面上变故再起 虽然吴威及时双手下岸 挡住了王强的膝状 却也在这刚烈霸道的一撞之下 再次飞一般向后退去 妈的 打脸了 文海郁闷地紧接着说道 然而并没有人笑 此刻所有人的心都已经提到嗓子眼 这才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王强发动的攻势 就如同海潮一般汹涌澎湃 连民不绝 不得不说 河叶手底下派出的第一位队员 就是如此霸道 照这样打下去 吴威能够有一击还手的可能性 就已经是侥幸了 说不定 直接就会被打残 然而此时的河叶已经没有了兴趣 他忽然对着场上喊了一句 全力以赴 结束这无聊的把戏吧 什么 竟然还不是全力以赴 所有人震惊了 一个个瞪起牛眼 死死望向场上 煞时间 王强的两条腿 全部变长变粗 如同一个铁塔一般 飞速的飞踢双腿 如同机关枪一样 只见吴威就像是一个被不断抽打的破步娃娃 在空中飞舞着后退 每一次重击 他的身体就抽搐一下 煞时间 鲜血 呕吐物 都在抽击中向四周抛洒 没有人再愿意看下去 所有人都知道 沈臣这局疏惨了 孟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 而其他各国政要 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该喊暂停 毕竟再这么打下去 人命都要出来了 终于有人过来问沈臣 需不需要认输的时候 沈臣摇里摇头 不需要 不需要 沈臣究竟还在支撑什么呀 这分明是要被打死的节奏啊 场外的人已经开始骚动了 毕竟他们期待的 可是沈臣畅快灵力的胜利 而不是现在如同一条死狗一样被吊打 怎么回事 沈臣究竟是在干什么 哎呦 赶紧认输啊 薛碧华也是觉得不好 正要劝说 忽然目光一转 意外发现袁红此时脸上的神情 竟是一脸的期待和看好戏 这小子自从被提上终极军官 做事一向踏实 绝不可能看着自己战友被打成这样 还这么激动 下意识准备叫停的声音 立刻卡在喉咙里 薛碧华紧紧地望着沈臣 难道这个吴威 真有什么过人之处 薛市长 快点喊平吧 再这么下去 这一大的颜面 可是要丢尽呢 一时心动 薛碧华缓缓坐回位置 而后目光如炬一般 望向孟琴 这儿 没你说话的分 你 孟琴没想到 薛碧华如此不给面子 当下深吸几口气 强忍住怒火 而后冷冷笑道 好 我都要看看 你们是怎么死的 薛碧华冷冷一笑 反而是端坐着 静看无微的举动 一连串的腾空飞梯结束后 王强宁笑着抬起头 此时对面的人已经倒在地上 连爬都爬不起来 地上的呕吐物已经遍地 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 王强哈哈大笑着 准备走上前去 结束这一切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的人类鲜血 让他奇怪的充满满足感 那一瞬间 王强很期待能看见脑浆肉泥等东西 瞬间爆发出的美丽 然而他脸上的笑容 很快就凝制住 面前的家伙忽然抬起了头 和刚才一脸的平静相比起来 吴威这个家伙 此时的神情是如此截然不同 仿佛是换了一个人 王强一时愣住了 他看见的 是吴威那张更猙獰的笑脸 煞时间如同被什么危险存在 盯上 王强忽然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他慌忙想要后撤 却见吴威的身影已经启动 速度之快 爆发力之强 哪像先前被打惨的样子 所有人背着惊天逆转惊道 他们不可置信 指着那个身影在天空掠过 嘴里发出啊哒哒的声音的吴威 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这个是吴威 怎么可能 一个人被打成这样 怎么可能还能爬起来 还有这么竞争的战斗力呢 所有人煞时间 陷入剧烈震撼的呆滞中 而袁红此时已经捂住额头 无奈对身边战友说道 每次听见吴威爆发以后 哒哒哒的声音 我真想揍他一顿 他以为他是李小龙嘛 身边坐着的是徐子英 这个家伙此时看上去 极为正经 打他 那你不是找死 打他打得越狠 这家伙反弹的力量越大 这家伙一看就是瘦 总之不要去招着他就是了 第362集 两个人的对话 煞时间让张洪涛等人 心中松了口气 难怪沈臣选择 这样一个家伙出场 原来他的能力竟然是这个 电光火时间 场上已经是你来我往十几个照面 乌然间只听风的一声巨响传来 紧接着是一声凄厉惨叫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啊 大部分的国际药员瞬间猛然间站起 连望远镜都不顾 急忙向前望去 而河叶也是不顾形象站起身 双手的指甲骤然陷入前方护栏中 这真是恐怖的一幕 只见体育场上随着吴威的无限发飙 他的双脚飞射而出的力量和速度 比王强有过之无不及 无数条如同钢铁一般的腿连环飞踢出去 王强急忙抽身而退 煞时间两个人的交手竟然转了一个个 连续的爆裂声传来 此时场上已经是一片胶着 王强和乌威你来我往 竟然又打了三四分钟的时间 然而这可不是软棉的攻击 两个人的打斗都是极为凌厉 王强固然厉害 但乌威却是和一只小强一样 打飞出去 然后再回来时比先前更加威猛 这可是一阶六段和二阶三段 如果说是同阶的人打成这样还好说 可是差了这么多等级 竟然王强在这一瞬间还能被纠缠住 可想而知乌威的能力 然而随着王强的暴怒 他的攻势也越加伶俐 让人看得一开始心计着急 而后面却是发现 乌威这个家伙怎么打也打不死 这个时候 所有人看着沈臣的目光 便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家伙哪弄来这么一个怪胎呀 生生差了一个阶位实力 竟然缠斗的让王强毫无用武之力 他越是狠狠打无威 只会让无威在接下来战斗中 再一次还回来 忽然间 无威脚下迈出一个奇怪步伐 手上的拳头出乎意料击出 王强的身体顿时失去平衡 身体在空中 如同麻袋般翻了个圈 倒栽下来 而无威此时 则是立刻飞起一脚 狠狠踢在王强的身上 这一脚又快又狠 王强瞬间发出一声惨叫 只见口中鲜血四溅 有眼尖的观众 甚至能看到王强被踢到的那一团地方 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 此时一个战里 一个倒下 随着三十秒的数秒时间过去 王强挣扎许多次 却失去了再战起的能力 这一局 沈臣方胜 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 投向沈臣 却见沈臣只是微微笑了笑 仿佛已若打墙这件事 极为平常一样 然而他越是这副表情 越是让何夜和孟琴 简直咬碎牙齿 恨不得将沈臣撕碎了 心中才舒服 众人还停留在刚才无威 零零一脚的震撼上 忽然间 缓缓地一个孤零零掌声响起 所有人却是不愈而同 看向沈臣 却见他缓缓地拍着手 脸上微微扬起了笑意 一时间 好像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而后只见掌声 瞬间响彻体育馆 而此时 体育馆内 也是一片喧闹声鼎沸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似乎在晚些河野坊的落败 这第一局 足足打了半个小时 与其说是无威战胜王强 倒不如说 无威是用自己诡异的能力 硬生生耗死王强 无威还有些腼腆点点头 谁能知道 这个家伙的手段 仗人无语啊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小强一样人物 你强自你强 强到后来 还是得被我耗死 河野的身子 从站立的姿势 缓缓地坐下 他此时脸上 已经渐渐地恢复平静 他倒是没想到 沈臣竟然还有这样一个队员 这一局是他失算了 然而河野却是轻笑一声 二人的阶位差距还是十分明显 这个家伙论真实实力 也不比王强 难不成还指望丧尸在无威身上 咬几口 再让无威反杀丧尸吗 说到底啊 不过是一个没用的人而已 河野冷冷的一笑 各国政要 显然也是意识到这点 掌声微弱一些 而大屏幕外 掌声却依旧疯狂 唯独文海缓缓转过头 无威真正置敌的一招是什么 你们看清楚了吗 出乎人意料的一脚和那个抽拳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玄机 立刻有人回答 文海点了点头 不错 那个才是无威胜利的原因 这些人 都被无威先前的表演骗过去了 驢子立刻说道 妈的 这小子太腐黑 话说刚才他用的这是什么路数 看上去像是军体权 却好像也不对 我们要不要去问问他 我跟他私下交情不错 八成是十五交的 不过十五既然没有交给我们 显然是因为咱们不是新人类的原因 兄弟们不要急 迟早我们也可以的 第一场的比试 惊险并且精彩 每一个政要都在认真地观看 记录 甚至已经有人录了下来 再和本国的新人类进行比较 然而他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不得不说 和叶这方的实力强横 是摆在明面上 而沈臣这边出场人的能力 显然是顽刻了对方 才赢得胜利 说是胜之不武 也不为过 然而这些人 确实都不知道 无微 他可是斩获了 无数丧失头颅 才抢来了 这个三人出场的名单 论实战能力 无微绝不比任何人差 当然 这件事 不足为外人道也 短暂休息后 比赛开始进入第二轮 这次由沈臣先派人 袁洪立刻将眼神 迫不及待投向沈臣 沈臣微微一沉吟 便是点头答应 袁洪去吧 袁洪立刻喜滋滋走上前面 站定在体育馆中 一双眼睛不怀好意地 扫尸着河叶队员们 他对自己的实力 相当有信心 毕竟一阶八段的实力 再加上沈臣教导的战绩 他绝无可能输掉这局 河叶听着关于袁洪的报告 嘴角滑过一丝笑容 区区一个一阶八段实力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看来 要是不给沈臣一个苦头尝尝 他真要以为我们这儿没人了 夏维梨 随着河叶的话音声 场上立刻抱以热烈欢呼声 原因无他 只因为这是两个队里面 唯一仅有的一名女队员 河叶原先的队伍 曾经有两个女队员 然而那一个 看来已经死去了 听到夏维梨的名字 沈臣的目光 缓缓地转向那个女孩 穿着极为保守 甚至是戴着朴素 一双黑色的有矿眼镜 将整个脸都挡起来 唯一出众的 就要算是那头乌黑的绣发 确实因为疏忽打理 而显得头发十分杂乱 这个女孩 更像是金庸小说里 那个没超风一般的人物 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 跟一个男人打 所有人煞时间 都有些偏向夏维梨 就连叶小雨 也忍不住问道 沈臣哥 那个女孩 会不会被打得很惨 沈臣望了望志在必得的袁红 那要看袁红是否轻敌了 第三百六十三集 与此同时 大屏幕外 夏维梨一出场 在外面观看的张小雅 赵明立刻被维一的惊叫一声 吓了一跳 赵明立刻问道 维一 怎么了 这个文静的女孩 手指着大屏幕 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 夏维梨 他也是俄罗斯那边的人吗 赵明重重点点头 脸上没有一丝怜香惜玉 是 被选中到俄罗斯那个队伍 还真是倒霉 也不知道 会不会被袁红吊打 维一点了点头 便没有再说一句话 袁红有些郁闷地看着夏维梨 忽然摸了摸头 哎哟 打女人哪 这可不太好 夏维梨的声音很是冰冷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达到我再说吧 小妞儿嘴还挺硬的 你这么自信 我就不留手了 袁红黑黑一笑 等到铃声一响 煞时间 双脚一蹬 身影加速 连续地跳动便是冲了过去 夏维梨身影迅速后撤 然而煞时间 所有人都震惊地站起来 却见夏维梨头发默然一下变长 在他急速后撤的时候 这些长约一米的黑发 竟张牙舞爪一般飘扬起来 如同有了生命一般 煞时间 这个女孩脸上露出一丝狡黠之色 长长的头发 让人觉得有种妖艳的美丽 瞬间传出剧烈喝彩声 袁红也是吃了一惊 而后忽然冷冷说道 就靠这些头发丝 你就能赢了我吗 显而易见 毫不留情的一击 直冲夏维梨灭门 可夏维梨的黑发诡异的回旋 竟是形成一个黑丝盾牌 那一拳的力量只是将绣发打散 却根本没有击中夏维梨 一头黑色绣发飞舞着 变化着形状 不一会儿便是如一条黑色编子 横横过来 然而圆红不急不忙 猛然拉住夏维梨的长发 猛的一拽 夏维梨顿时被这股巨大拉里 漠然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上 不过如此 袁红黑黑一笑 正打算一拳解决掉这个小妞 却见那绣发忽然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攀住自己双臂 死死勒住自己双臂 傻时间 那种深深的勒陷入自己肌肉和骨骼的痛楚 让袁红忍不住脸色煞白 一声巨响 拼了命挣扎的袁红 竟是正开黑发 傻时间 一节节的绣发飘散在地上 混蛋 我的发型 夏维梨立刻怒了 长发如同一条条黑蛇飞舞 又如同一条条长鞭 看起来极为诡异 袁红也是极为机敏 几个连续的翻身 便是躲过这密集进攻 在这么疯狂进攻下 竟然能保持不被打倒 光这身发 便是让众人再次鼓起掌来 身发已经到了入微级别 沈臣不由点点头 袁红的悟性极高 要不是进化方向实在是坑跌了一点 只怕他的成就更大 赤手空拳对付夏维梨 显然不是好办法 袁红如一只灵猴一般 瞬间攀上观众席 而夏维梨也随后杀到 两个人在偌大观众席上 你追我赶 甚至一度从专员们头上掠过 不少政要吓得连人带椅子都摔了下去 袁红狠狠将手上椅子扔向夏维梨 而夏维梨竟然煞时间用黑发 缠住椅子 只听刷的一声 那椅子竟在他绣发威力下 一丝两半 再给你一个椅子 袁红一面大叫 一面开始不停向夏维梨扔椅子 而夏维梨却是紧随其后 用他诡异的头发一张一张 将椅子全部撕成碎片 我去 这小牛好猛啊 袁红尖叫着飞奔着 夏维梨却见身后呵呵一笑 你还能逃到哪里去 漠然间 袁红忽然一驻足 而夏维梨却是飞驰中无法杀住 却见袁红默然回声 微微一笑 手上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匕首 直直对准夏维梨咽喉 回马刺 回马刺脱胎于回马枪 原意就是两棋交锋 一棋装作失败逃走 另一棋去追 跑的人在跑的同时 回头一枪 把追的人刺于马下 回马刺也是同理 在骤然急停下 身体和角度要呈现一个L形态 然而由于兵器原因 经常要使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下 这样危险的招数 也只有袁红才炼成了回马刺 煞时间所有人都惊呼起来 只见那个匕首就要刺中夏维梨咽喉 停止 何夜煞时间尖叫起来 却见袁红忽然黑黑地收了手 吓尿了吧 老子分分钟 话还没说完呢 却见袁红已经倒在地上 所有人不可置信望着那个长发飘扬的女孩 却见她竟然凭空定在空中 袁红不可置信地指着夏维梨 而后便是眼前一黑 晕死过去 怎么回事 究竟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在大吵大闹 分明是袁红要赢了 怎么夏维梨忽然将袁红击倒了 沈臣深深叹了口气 而后对着四周人们说道 战场上 没有男人女人 只有敌人 打倒敌人 打死敌人 才能收拾 袁红输在自己的心上 而夏维梨 迎在袁红那一瞬间的松懈声 不得不说 她的头发的确厉害 体育馆内 那个女孩静静地立在半空 无处不在的长发扎在墙壁上 支撑着她的悬空 在她的脚下 是满地的水泥 座椅残骸碎片 以及抛洒在墙上的血迹 是的 在那一瞬间 无数头发狠狠扎进袁红身体里 将她活活扎成一个马蜂窝 她静静悬在那里 洒爽的英姿和无情的手段 让她看上去 如同一个刚刚完成恶行的女恶魔 沈辰这边的人 早就已经惊呼起来 而何叶 却是忽然开始带头拍起手 她的脸上 是一张扭曲到一定境界的笑脸 带着疯狂的神色 和不屑的神情 沈辰这边 早有人将袁红抬了回来 满身被头发扎得全是伤痕 当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沈辰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从口袋里 掏出某个翠绿色东西 放在袁红嘴里 而后便是转过头 对窦小倩和林卫然说道 她的实际能力虽然很弱 然而战斗本能却已经开始觉醒 你们以后训练的时候 要有意识调动肌肉和身体记忆 记住 身体一旦被思想禁锢住 就很难开启战斗本能 窦小倩和林卫然 立刻点点头 他们原本以为 自己在女人中 也算得上是翘楚 今天看见夏维梨 这才发觉 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至少在夏维梨的漫天长发面前 他们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也有困难 然而看着沈辰 一脸淡然的教导的样子 孟琴忍不住轻笑一声 这种时候了还在装逼呢 别装过头了 到时候成傻逼就行 不得不说 连续两战让全世界政要对河野队伍大为欣赏 没有能力反克式的胜利 没有实打实的胜利 和优雅到一定境界的实力 夏维梨的出场 着实让所有人惊为天人 这一局 连外面观看大屏幕的人也是嘖嘖称赞 出奇的没有人去谩骂夏维梨 然而绝大多数人 对于袁红的表现也是认可 只不过夏维梨的手段更为厉害 很快要进行修整 第三局就要开始 这一局 对于两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决定了这一轮比试的最终胜利方 然而对沈辰这边 却是格外重要 因为第一局 沈辰这方固然赢了一场 但赢得并不漂亮 或者说没有打动政要的心 如果这一次不能漂亮的赢下来 只怕政要们 还是会偏向俄罗斯那边 薛碧华已经有些坐不住 脸上的神情 显得有些着急 孟琴微微撇了撇薛碧华 淡淡的笑着 薛师长年纪大了 看来有些坐不住了 薛碧华没有答话 只是冷冷一哼 手枪煞时间拍在大腿上 立刻惊得孟琴不敢说话 薛碧华冷冷一笑 而后目光暗暗地注视沈辰 沈辰的神情 还是那么平静 没有任何的变化 第三轮 很快开始 轮到荷叶率先点人 丁一真 二截武断 全场再次炸开 随着惊呼声不断传来 却见这个叫做丁一真的男人 默然从座位上站起来 用虎背熊腰 只怕无法形容他的强大 这个如同黑熊一样的男人 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他的每一声脚步 都让整个场馆抖着 随着站定 只见他手和脚 随意变大 而双腿和身体 却是变得格外的细 这是什么进化方向 绝对爆发 沈辰忽然坐之身体 认真望着场上男人 缓缓说道 绝对爆发 立刻有人回想起 沈辰先前在理论课上 说过的话 就是那个在瞬间爆发出 最强的速度和力量 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速度进化方向 和力量进化方向的结合 然而和那两者相比 持续力不是很久 不过等级越高 持续的时间越长 而且武断的实力 恐怕二十分钟的爆发力 是有的 什么 没有听过理论课的张洪涛等人 立刻震惊起来 二十分钟 战斗早就结束了 那这不就等于 要跟一个速度和力量 同样牛逼的人打 这一次 沈辰他究竟会派谁呢 沈辰的目光 在座位上打量几圈 而后对着徐子英说道 徐子英 你去 徐子英有些 腼腆的回答道 我 这不好吗 万一他们说我欺负小朋友 怎么办 徐子英说话声很大 配上他那副扭捏神情 简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丁一真那么一个牛逼人物 在徐子英嘴里竟然叫小朋友 河叶终于忍不住 冷嘲热讽起来 哼 华夏有句古话 不怕风大闪着舌头 这位先生看起来很有自信的样子 到时候万一丁一真不小心失手 可不要怪我们不留情面 去吧 别贫嘴 沈辰也不理和业的话 只是对着徐子英说道 老大让我去 我就去呗 有些愁眉苦脸地走上去 徐子英掏出自己的武器 一口大黑锅 全场又是一阵哗然 这家伙原来是干什么的呀 薛碧华忍不住问道 原来是垂石般的厨师 烧菜烧得不错 旁边一个警卫员小声说道 哎呦 这不是胡闹吗 薛碧华简直又好气又好笑 然而这个时候 开始比赛的声音已经响起 却见那个丁一真 已经一马当先冲了过来 身影跃起后 凶猛下压 一记凶猛挑战 让徐子英妈压一声 急忙后退 而刚刚一落地的丁一真 确实一翻身 夸张到极限的手掌猛然拍下 整个人立刻像猛虎扑石一样扑上来 几乎没有停顿 连番的攻击 让厂商顿时传来了 妈呀妈呀 差点打死我 我去好厉害 一连串嘈杂声音 就只看见一个圆嘟嘟小胖子 在厂商吓得魂飞魄散 跑来跑去 各国政要都是纷纷开始议论 沈臣派这个人上来 是来逗逼的吗 孟琴忍不住站起来 拍起桌子 气愤的喊道 胡闹 这不是胡闹吗 沈臣 你把这当成什么了 这是比赛 不是你派个无能的家伙上去过家家 话音未落 默然间一声巨响传出 紧接着 场馆里如同火光似一般 仿佛有火星飞起 伴随一声剧烈惨叫 和猛然如长虹般的鲜血 第三局结束了 河叶的脸上已经浮现出得意笑容 而沈臣这边救援队已经就位 缓缓地从烟雾中走出一个人影 他一拳一拐走了出来 走的方向是荷叶这边 一时间全场寂静 结束了 结束了 不到一分钟的落败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秒杀 所有人惋惜叹了口气 而大屏幕外已经是人声鼎沸 他们不知道这几秒钟内到底发生什么 然而所有人都在大声质问 沈臣究竟在干什么 他有没有好好指挥啊 他自己的实力固然不错 但这可是战术 他显然不会战术的那一套 也不懂怎么教人 就应该派一个懂行了吧 真他妈窝虎 立刻有人接了上来 有什么用啊 沈臣把持着整个队伍 之前来的想要接替沈臣的专员被他杀了 这次一个也被压制的抬不去头来 谁敢动他的位置啊 谁敢呢 真是个混蛋 垃圾 唯一和赵明立刻意识到 这个说话的人有问题 立刻转头 却见那个人已经不见踪影 大屏幕下 只留下一片漫马之声 沈臣的眉头微微一皱 只觉脑海里 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流失 然而这种流失的感觉 让他浑身十分不舒服 沈臣 这下你满意了吧 你看看你带的什么恶魔垃圾队伍 什么垃圾人 这就是你的实力 狗屁不如 狗屁不如 这么多天压抑 孟琴终于可以狠狠大骂出来 狠狠地发泄自己怒火和怨气 忽然间场上传了一声奇怪的声音 爷 走反了 喧嚣和吵闹 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孟琴的话默然憋了回去 整个人看起来如同一只癞蛤蟆 所有人不可置信睁大眼睛 下一刻鸭雀无声 所有人屏息凝神 望着那烟雾朦胧处 忽然觉得自己已经紧张地喘不过气来 在所有人剧烈心跳声中 只见徐子英那张圆脸缓缓露了出来 他有些吃惊地望着所有人震惊地看着自己的模样 忽然哆嗦了一下 而后无助地望向沈臣 紧接着脸上煞时间 站出一个灿烂无比的笑脸 如同菊花绽放一般 而后飞快地转身 直奔沈臣而去 第三百六十五集 所有人都傻眼了 徐子英 怎么是徐子英 魏毛会是徐子英 这不科学啊 老大 老大我赢了 手舞足蹈的徐子英 好像还想来抱住沈臣 然而沈臣立刻一个闪身 坐回去 好嘞 拥抱瞬间变成转身 华丽地跑回自己的位置 这个家伙 自从那天烧烤完觊鱼后 仿佛一下露出本性 毫无节操的小胖子 然而所有人都不忍直视 这就是赢了的那个家伙 所有人震惊地看着沈臣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仿佛是自己眼睛打开的方式有问题 怎么会是徐子英赢呢 怎么可能 那丁一针呢 他怎么还不出来 等烟雾散尽 所有人急切地望向场上 煞时间 上百号人齐齐发出一声 整齐地抽气声 却见丁一针 整个人已经晕死在地板上 最可怕的是 他整个人镶嵌进地里 和地平线保持同一个高度 是的 他被徐子英 直接拍到水泥地里去了 所有人用震惊到极点的目光 望向徐子英 一个等级差距如此之大的对抗 徐子英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他到底用的是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忽然望向赛场上 一只黑不溜球铁锅 那个铁锅底部 还有一个半圆形的 凹陷进去的痕迹 从形状上来看 和丁一针头骨十分吻合 再次待至几秒钟后 漠然间一阵疯狂的喧闹声 欢呼声彻底响变 所有人发了疯地 想来近距离看看徐子英 究竟是怎么凭借一只锅 对付一个实力如此强悍的对手 何叶猛然站起来 脸上的肌肉疯狂扭动着 不可能 徐子英一定在作弊 他不可能打败丁一针 是啊 谁也不相信 徐子英不过是一个 一阶六段实力的战士 怎么可能打败一个 二阶五段的人 而且甚至连招式都没看清楚 就秒杀对方 我要求彻查真相 这绝不可能 孟琴刚才所做的指责 在这一刻简直是一个丢脸的巨大笑话 然而薛碧华却是不耐烦说道 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局的胜者毋庸置疑 是沈缠方 等等 还没等所有人鼓掌 却见麦瑞坎国专员 忽然微笑一声 薛市长 我认为胜负不能这么算 何叶和孟琴脸上 划过一丝差异 紧接着就是变成喜悦 薛碧华立刻皱起眉头 史密斯先生 有什么高见呢 高见不敢当 不过 以我说 第一轮其实不分胜负 然而第二轮出色的夏威里小姐 和第三轮出色的徐子英先生 都是十分厉害的强者 我想如果让他们二位再比一次 恐怕才有说服力 那他是小姐这方的最强者 和沈臣先生这方最强者 究竟谁更厉害 史密斯的话 当时引起所有人议论 五分钟后 所有专员便是开始一致表示 希望能看见夏威里和徐子英对抗 徐子英扎了扎嘴 一脸蛋疼地望着夏威里 那个小妞似乎正在那里梳理自己头发 这个妞有点拧 不好上 话没说完 却见夏威里杀人的目光已经射来 徐子英立刻缩了缩脑袋 去吧 无妨 沈臣淡淡说道 徐子英的眼睛煞时间闪过一丝惊慌 老大 袁红都被他扎成筛子了 你不是认真的吧 去吧 他打不过你 既然沈臣已经同意 和叶也是心中骤然一喜 他哼哼冷笑着 沈臣 我还真是好奇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夏威里的进步 可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徐子英只要进不了他的身 绝不可能打败夏威里 拭目以待 沈臣微微一笑 也不多说 反身对薛碧华说道 开始吧 这一战 很多人心里其实都有了答案 夏威里站在战场上那一刻 便是英姿萨爽 黑发如女妖一样飘扬在空中 反观他对面徐子英 战战兢兢把黑锅抱在胸口 一脸他要吃了我 亦或是雅眉呆这样的惊恐神情 妈蛋的 整个一个猥琐小胖子呀 这样的战斗 却不知道 默然间让人忽然有些激动起来 虐他 揍他呀 那个胖子看起来太猥琐了 徐子英听到体育馆外呼声 忽然间也不知怎么了 自己就被规划到猥琐这边 然而很快 夏威里嘴角划过一丝冷酷笑容 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张牙舞爪的黑发铺天盖地而来 徐子英立刻吓得撕生裂肺喊道 不要啊 我最讨厌头发生了 掉一根头发 我要做十个俯卧撑啊 一时间 战友立刻手捂住额头 这家伙还能再不靠谱一点吗 那么做个饭 你怕掉头发丝 被战友妈骂 我也理解 但是你真是那种 传说中掉发恐惧症吗 一时间 连沈臣队伍中 都发出吐槽声 而且他们还是紧张地 望着场上 这个死胖子 千万别被一个女人秒掉啊 惊天动地的声音 默然传来 所有人眼看着无尽的黑发 源源不断涌向徐子英 而徐子英 竟然还是傻愣愣站着 一动也不敢动 薛碧华的身体 仿佛所有力气都软了下去 纵然他不怕梦琴多事 可是心中那份荣辱心 确实让他此时格外难受 因为谁都知道 徐子英必败 就在黑发即将刺进 徐子英身体那一瞬间 人们忽然对这个小胖子 产生了一种同情 一个个竟然忍不住 闭上眼睛 不敢再看 然而 有时候事情 就是这么出乎人意料 出乎人意料的惨叫声 并没有响起 等所有人睁开眼睛时 却见徐子英 就死死闭着眼睛 紧紧抱着黑锅 一面哆嗦 一面喊道 不要啊 而夏威里一脸无奈 黑发已经收回正常长度 怎么回事 为什么徐子英 没有被戳成马蜂窝呢 所有人不可思议地 望着徐子英 难道这个家伙 还有什么底牌吗 那什么 我输了 夏威里一开口 所有人差点惊掉下巴 薛碧华感觉 自己耳朵有点背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 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我说我输了呀 麦瑞砍的药员 煞时间站起来 两只眼睛像是要瞪出 白人深渊的眼窝 夏威里小姐 这是在说笑吗 你什么时候输了 夏威里远不向他表面 看上去那么的文静 我说我输了 就说我输了 我干什么要向你解释 你个臭老外 所有人这个时候 都明显感到一丝不对劲 河叶急忙站了出来喊道 夏威里你在闹什么 击败他快点 第三百六十六集 夏威里冷冷转过头 望了一眼荷叶 竟是什么都没有说 而后一根头发丝 忽然冒了出来 紧接着 在所有人摒弃宁神下 却见那根头发丝 忽然像是自杀一样 撞在那口黑锅上 紧接着就见夏威里 哀悠一声大叫 打不过呀 打不过 我输了 河叶愤怒大声喊道 你不听命令了吗 赶紧击败他 你在干什么垃圾 跟我杀了他 然而夏威里 却是皱了皱眉头 你们真的好吵 我说了我特么输了呀 那根头发 默然对准了河叶 傻事间 原本搞笑自杀式的头发丝 瞬间如毒蛇一般 吐着信子 那一瞬间 河叶竟然呆滞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夏威里竟然不听自己的话 所有人也是呆滞了 看到夏威里的表演 谁还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然而孟琴刚要说话 却听夏威里 猛然对着徐子英喊道 你说 是不是我说了 徐子英还能说什么 这个时候 他点头如捣蒜 一个劲的说道 是是是 你说了 我赢了 众人一阵气绝 完全不知道夏威里 这是犯了什么毛病 却见夏威里 干净利索拍了拍手 好了 沈辰印了 这场比试该结束了吧 最后一场对决 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所有人瞠目结舌 看着徐子英 煞时间昂首挺胸 一副胜利者姿态 缓缓走下来 夏威里冷笑一声 用一种极为桀骜不逊的目光 扫拭一下四周 而后也是走下赛场 所有人立刻坐下来 薛碧华倾咳一声 既然这样 那么 这一次 不行 这一场根本就是夏威里放水 夏威里和徐子英 没有比出胜负 孟琴猛然站起身来 这一次的比试不算 所有人都知道夏威里的实力 在徐子英之上 夏威里作为荷叶的队员 我有理由认为 这一局是荷叶营 营字还没说完 却听夏威里忽然脆声声 对着沈辰喊道 教官 夏威里请求归队 所有人顿时被夏威里这句话 炸得简直连大脑都是一片空白 夏威里 对着沈辰喊教官 这把荷叶置于何地 夏威里不是荷叶队伍里的吗 所有人顿时把目光投向了沈辰 而沈辰只是淡淡点点头 声音轻烈干脆 归队 别说是在座药员和大屏幕前的观众 就是沈辰这边的人也震惊到极点 所有人就这么傻傻看着夏威里 疯一样走进自己队伍 大咧咧坐下 等等 这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夏威里是自己这边的 袁红此时已经悠悠转醒 看了看身边夏威里 忽然长叹一口气 哎呀 大姐 咱俩一边的 你下手还这么狠 你心子急躁 教官说要摸摸你 袁红只觉得悲从心来 恨不得抱着徐子英痛哭一场 荷叶此时已经气得发疯了 娇好的面容在此刻像是一个巫婆 夏威里 你竟敢背叛我 凄厉的声音如同森林中的女鬼 让所有人煞时间心中矩阵 抱歉 我可没有背叛你 虽然在你的队伍里待了这么多天 可我喝的可不是你提供的新化液 黑发的使用能力也不是你教授的 沈辰才是我的教官 他的目光充满坚定 那是对于崇敬之人的认可和信任 一时间所有人都如同吃了一般 夏威里不是开玩笑 他是认真的 所有的药员立刻炸开锅一般 议论纷纷起来 要知道 沈辰这边提供的可是纯净化液 但是竟然能培养出 夏威里这样彪悍的战士 如果他的话是真的 那沈辰这边实力可就要重新评估了 孟琴一看不好 立刻站起来立声指责 胡说 你既然是A组的组员 怎么能闪子接受B组的指导 你这样做 嫌这次的对抗赛于何地啊 哼 愚蠢 河叶也是没想到 孟琴竟然这么愚蠢 这些话已说 岂不是坐视夏威里 真的是沈辰教导的 可他一面暗想着对策 一面却是心中暗精 如果 如果夏威里 真的是沈辰培养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的用意 究竟何在 然而何叶怎么也没想到 沈辰不过是在知道 夏威里的名字后 想到了他曾经和自己 关在一起 而后变成丧尸 却仍然不忘女儿的父亲 叮嘱夏威里 不要和何叶的净化液 指点夏威里 对于他而言 不过是举手之劳 夏威里啊 你真是沈辰教导的 薛碧华没想到 事情竟然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急忙一副和蔼的微笑问道 夏威里点点头 语气十分坚定 是的 这个时候 所有人已经彻底相信 夏威里的话 毕竟夏威里 没有说谎的可能性 二来 夏威里对于沈辰的敬重 在场上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 徐子英和吴威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说请求归队 可是这个女孩说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里却充满自信和骄傲 甚至带着一些颤抖 就像是雏鸟找的家园一样 所有人忍不住 纷纷将掌声献给沈辰这方 不说别的 沈辰方三个战士 哦 加了夏威里 就是四个 每一个战士都展示出不同的惊人实力 而反观和叶这边 两个战士虽然强壮 但是却同样粗蛮 如野兽一般 毫无优秀的战斗意识 从这一点上 沈辰赢得让人无话可讲 阴才施脚 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可是沈辰 他却有本事 连如徐子英这样的小胖子 都能调教成这样 他手下的人 又有多少能人呢 和叶见大事一句 立刻恶狠狠冷笑起来 这个时候 他依然不打算放弃 愤恨地说道 沈辰 你还真是好本事 几句话就把我这里 最厉害的人变成了你的人 你们这大 你们华夏 就是这么办事的吗 就是这么无耻吗 这一句话 分量可是重了 瞬间将此事上升到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只见沈辰缓缓站起来 怎么 不服气 声音很平静 很单纯 但是无比的强大 强大的他就站在这儿 可你却无法反驳 无法开口说什么 五个字 煞时间经的所有人 全部用一种充满复杂的神色 望着沈辰 这得多镇定 内心多强大 才会用这么淡然的语气 说出这么流氓的话 荷叶的嘴唇 再次哆嗦一下 而后狠狠一咬牙 今天的事情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否则的话 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这里的我们 可不是指荷叶身后的队员 而是他身后 俄罗斯的力量 第三百六十七集 孟琴也是站起来 他此时一脸夸张的失望神色 对 沈辰 你让和叶那个队伍 失去了一名优秀的队员 你这么做 太卑鄙无耻了 你这种行为 简直是丢了我们华夏的脸 丢脸 沈辰忽然微微一笑 你们这么愤怒 是因为夏威利来到我这边的原因吗 这样的话 我还你一个人好了 所有人还看不清楚发生什么 却听一声淒厉惨叫声 默然响起 只有和叶看得清楚 在那一瞬间 沈辰微微一笑 而后却见他猛然飞起一腿 孟琴只觉得自己身体骤然一轻 等他反应过来 却见他自己已经飞向半空 直接飞向了徐子英 徐子英 接着 我去 还来 徐子英大吵大闹喊道 双手猛然从背后掏出一口大黑锅 一串凶狠的拍击过后 只能看见大黑锅里的铁锈被拍出 黑色杂物四处一开 而后却见孟琴整个人 已经被拍飞出去 整个人煞时间从体育馆上空飞过 只听一声惊天动地声音 却见孟琴的身影 慌的一声瞬间印在荷叶身后墙壁上 十几下的攻击不过一眨眼的事情 众目睽睽之下 徐子英用事实证明 以他的能力 秒杀根本不是问题 荷叶的嘴唇都在哆嗦 他看着那个无力地从墙壁上滑下的孟琴 猛然转过头 不可置信地颤抖说道 神城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心开始有些慌了 强硬地支撑问道 这个家伙看来想到你的队伍很久了 既然夏威力来我这儿 我也送还给你一个 两边正好打平 这个解释很有诚意吧 这张微笑的脸 煞时间在荷叶看来 简直是可恶到极点 煞时间 荷叶只觉一阵头晕目眩 而身边却是恰到好处地 传来哄堂大笑声 下一刻 煞时间热烈的欢呼声和雀跃声 在场馆内外响起 所有人毫不吝啬自己的欢呼和尖叫 煞时间场馆内外成了欢乐的海洋 沈辰赢了 无论是谁也挑不出任何问题 是的 最厉害的四个战士 都是沈辰培养出的 谁还敢说沈辰不厉害 谁还能昧着良心质疑沈辰呢 还有最后那一脚抽射 把那个一心胳膊肘向外拐的孟前 踢出华夏队伍 简直是大快人心 赵明和唯一相识一笑 眼看着周围再次热闹的人群 缓缓地挤出了人群 沈辰赢了 是的 如他那样的人 怎么可能输呢 何夜双手都在颤抖 他愤怒地望向丁一针 一脚踩在他身上 废物 废物 即便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沈辰 可是俄罗斯人的骄傲 怎么能允许自己失败 更何况 这些人明明就是比沈辰的人 厉害才对 然而没有人在理睬他 所有人都是围了上来 开始询问沈辰教授战士的方法 进化夜的威力 目前看似相差无几 唯一的区别就是 华夏怎么会出现一个 如此厉害的教官呢 沈辰 沈辰 何夜的双目毫不掩饰 怨毒的望向沈辰 而薛碧华一脸满意战气 指挥人先将孟琴救下 说实话 这个家伙在旁边冷嘲热讽 他早就受不了 沈辰这脚倒是踹到他心里去了 明天我们将进行实战部分的演齐 我们将分成两个区域 该区域的丧尸密集度比较均匀 以一天时间为鉴 归退时 哪个队带回来的丧尸数量最多 伤亡最少 哪个队就是胜利 各国政要也是点点头 单人对抗虽然有趣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看实际的杀丧失能力 当下众人便是散开 只是对着沈辰这边战士 格外的点头示意 表示友好 河叶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直到他和刚刚苏醒过的孟琴眼神碰到一起 心中的愤怒和暴躁 这才平息下来 因愤怒而失态的河叶 煞时间便是清醒过来 是了 最重要的 还是明天吧 明天 沈辰 就让你再得意今天这一天吧 第二天一早 河叶和沈辰便是集中在作战实验室内 面对着两片划分好的区域 薛碧华解释说道 这是通过卫星调出来的分布图 这两块区域的丧尸数量 大约都在三万左右 我想一天的时间 你们足够用了 三万的丧尸 对于这些一阶二阶的人来说 如果运气好 倒是能够全部剿灭 但如果三万丧尸一拥而上 这些人恐怕死伤数 也不在少数 各国的政要 在心中点点头 看来这场比试是十分残酷 薛市长真是好手段 用我们两个队 给J大聚集的清除两个节区的丧尸 这两个地方甚至还有大型的超市 看来这一次 无论谁赢 对于J大而言 都是由百利而无一害了 河叶呵呵地冷笑着 当然 否则我们为什么要为你提供三百个新人类作为实验呢 既然提供了帮助 总要给我们做点事 薛碧华如此直言不讳 让河叶脸上堪堪 当即不再说话 沈臣微微一笑 仔细看了看地图 地图上只能看见破败的房屋 还有密集的丧尸群 庞大的数量 着实令人感到心惊胆战 河叶率先抽出了一张地图 我去这里 沈臣自然也不想争 也好 既然河叶选择好 那我就选择剩下这张吧 十二点准时出发 明天十二点 归队 薛碧华再次叮嘱一句 知道了 河叶望着沈臣的目光 充满怜悯 而此时 楚离却是在自己研究院内 注视着两张地图 而后缓缓地关上屏幕 中午十二点 在各国政要的注视下 两队人马坐车离去 青色的尾气 拖出一道烟龙 大家心中都在期待 明天这个时候 究竟哪一个队伍 能够获得胜利 那些人们 又有多少能够回到这里 车子已经驶了出去 作为教官的沈臣和河叶 则是回到这一大 他们不能跟着队员一起出征 只能通过大屏幕 以及坐标 观看队员们情况 代表两个队坐标的光点 在不停地移动着 他们分别选择的街区 都是比较热闹的商业街 距离也相差无几 很快 两队人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河叶微笑说道 切换成大屏幕吧 让我们来看看 我的队员的表现 大屏幕一切换 却见一百多个A组成员下了车 车子沿途返回 将在指定时间再次回来 而这些人 则将面对猖獗的丧尸 一百多个新人类的乡气 让大中午本来潜伏的丧尸们 开始蠢蠢欲动 那些臭气熏天的丧尸 就像一股巨大的恶浪一般 无孔不入 一百多个新人类 请客就引起他们的关注 只听齐齐的剧烈嘶吼声 那些丧尸便是异常兴奋地猛扑过来 然而观看的所有政要 全是集体惊讶一声 随着丧尸们越来越多 靠近A组成员的丧尸 反而没有意料中 兴奋异常猛扑而来 而是随着距离缩短 竟然缓缓盯住了脚 有几只看上去格外脆弱的 甚至开始倒退了 哦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麦瑞卡的那个专员 一脸激动捧着荷叶的手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害怕你们队云呢 荷叶得意地笑了 各位先生或许不知道 因净化失败而成为的怪兽 本身就是凌驾于丧尸之上的一种生物 他们以吃人吃丧尸为生 在高等级的压迫下 丧尸会产生畏惧的本能 而我们提取了这种怪兽的今后 刻意地保留了这样生物性 所以我们的净化业 最大的好处就在这里 一番话 简直让所有专员都为之动容 这简直是逆天的成效啊 只要喝下这种净化业 那岂不是说 哪怕不去杀丧尸 也不用担心丧尸来杀自己 这对于那些达官贵族来说 简直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当下印度专员便是立刻拍板 我们需要这样的净化业 和叶小姐 请替我向贵国专港 并表达我的经意 这个种性制度的国家专员 算计打得门清 看来是打算先给普罗门他们那些高种性 用这样的净化药剂 而低种性和贱民 纯净化液又便宜又好用 还是用那个吧 A组的人的确有着极大优势 在丧尸始终不敢靠近他们两米范围内 这些人开始大杀特杀 从尸体搏墙里喷出的鲜血 浇灌了他们一身 他们身上争鸣和兴奋的表情 让他们此刻看起来比丧尸还恐怖几分 尤其是当所有人分散开 那些丧尸被本能驱散躲避的情况 就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刽子手 而那些丧尸才是可怜的羔羊 这一场单方面屠杀 简直令人激动不已 薛碧华望着所有人脸上的兴奋 忽然一下陷入深深的担忧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这些A组的队员 似乎比丧尸更加恐怖 好了 可以看看沈尘这方的了 有人忽然这么提议 沈尘注意了一下 这位并不知道是什么国家要员 友好的对沈尘微微一笑 画面很快便是切换到沈尘这边 然而奇怪的是 那条街区上空空如也 别说是人了 就是丧尸也没几个 怎么回事 他们人呢 薛碧华奇怪地问道 沈尘也是皱起眉头 空旷的街区 不见任何活物的动静 唯一有动静的 只有风吹过树枝 摇曳的树影 是不是他们已经把丧尸 全部都杀死了 到其他街区了 毕竟咱们刚才看河叶那一组 可是用了二十多分钟时间呢 没准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们已经把他们片区的丧尸 都杀完了 笑话 你以为那些家伙真的可以二十分钟 杀完整个街区的丧尸吗 你当丧尸是这么好杀的东西 河叶率先冷嘲热讽起来 煞时间 那个说话的专员便是缩了回去 不会是沈尘先生的队员 躲了起来吧 一个同样是黄种人的专员 忽然慢条思理开了口 沈尘眉头微皱 而后猛然夺下电脑控制权 大屏幕上街道图立刻关闭 取而代之的 是坐标的光点在地图上移动 光点已经穿过指定的位置 而后向远处奔去 所有人不可置信张大眼睛 怎么可能 他们不是到了指定区域了吗 怎么会还在移动 他们要去哪里 大屏幕上的光点 已经偏离红圈围起来位置 并继续朝着东南方向移去 他们的速度很快 在刚才观看河叶的队伍的时候 就已经超出预计距离 至少十几公里 河叶的目光 煞时间闪过一丝喜色 而后不动声色望向孟琴 孟琴的脸上 却是闪过一丝亚异 在发现河叶望着她的时候 却是微微点了点头 快 立刻打开街区侦测 他们要去哪儿 薛碧华立刻急了 立刻立声喊道 几个战士满头大汉 开始掉进那头探头 过了好几分钟 大屏幕上才显示出 那一片攒动的丧尸的头部 一路上的丧尸密密麻麻 无边无际 而那一辆军车 就仿佛是一只孤羊 在十几分钟后 即将闯入虎穴龙潭 开车的人是谁 立刻通知 让他们返程 立刻 然而回应他们的 只有一声一声的盲音 没有人接通 沈臣当时站起来 二话不说 立刻走到门边 你去哪儿 有人急忙喊道 沈臣冷冷转过头 你是要我看着他们去送死吗 麦瑞侃的药员立刻喝道 现在是对抗赛的一部分 沈臣先生 您身为教官 不能 砰的一声 沈臣缓缓收回手 若无其事擦了他手掌上鲜血 而后冷冷望着满屋子震惊的人 然后低下头 对着地上吓得浑身颤抖的 麦瑞侃药员说道 塞你妈 粗暴无比的一句粗口后 整个人如一阵风一样闪过 瞬间只留下一屋子 瞠目结舌的药员 与此同时研究院内 一个战士正在向楚黎汇报 车辆已经进入指定位置 该区域属于安全地带 楚黎嗡了一声 还没有说完 却是听见忽然有人立声喊道 楚副院 出问题了 什么 楚黎眼镜片中 默然闪过一丝光泽 其实我还在继续前行 已经试过我们运顶的安全范围了 那人急切地喊道 怎么回事 楚黎猛然一下站起来 几乎是抢身来的屏幕前 那个研究员一脸紧张 有人优先权高于我们的权限 灿改了地图坐标 开车的小张只知道按坐标行径 但是 那个研究员已经一身冷汗 再往前走 这百号人就得完了 沈辰呢 迅速联系沈辰 楚黎急忙喝倒 他的心中几乎瞬间 想到是谁在做鬼 煞时间 饶是楚黎 也是忽然只觉一盆冷水 从头浇下 然而如果真是他干的 那个人为什么 篡改他设下的坐标 他的手 终于伸进这大了吗 立刻查看篡改坐标地点 立刻联系驾驶员 楚黎急声地吩咐道 与此同时 作战研究室的所有人 简直是惊呆了 迪斯尼乐园 第三百六十九集 作为新投入使用的华夏迪斯尼乐园 过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开放 今年的情人节自然不用多说了 络绎不绝的游客 只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更何况 游乐园为了人气再上一层楼 打出了爱的烟火主题节目 上万只大型烟火秀 可以说将四周丧尸 源源不断地吸引过去 更别谈迪斯尼乐园 本身所聚拢的人气 如果说那一片 没有十几万丧尸辐射开 根本就不可能 这一百个人一旦进入那个地方 只能说是石沉大海 会被丧尸群吞得连骨头渣子都没有 然而此刻 车子已经缓缓停在一个街区马路上 所有人在大屏幕上看得清楚 在他们所停车地方 前方呈扇形分布了无数丧尸 而此刻 已经有开始向他们移动的趋势了 谁能告诉我 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楚离的目光冷冷注视四周 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无言 薛碧华脸上神情瞬间勃然大怒 这个街区根本不在我们预选范围内 为什么开车的人 会把军车开到那个地方 为什么 薛碧华此时无比的痛恨 若要让他查出究竟谁做的手脚 他立刻要将那个人枪毙 只听有一个人弱弱的说了一句 开车的是步兵连的小张 按理说他不会跑错地方啊 薛碧华的目光默然望向孟琴 他立刻走了上去 不顾眼面地直接将孟琴一领揪起来 是 是不是你干的 孟琴猛然将薛碧华手打下来 脸上的神情一如既往 薛市长说笑了 我能做什么手脚啊 唯独荷叶微微笑着望着孟琴 这个家伙果然说到做到 既然沈臣已经独自一人跑出去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就看他了 此时被称作小张的家伙 一脸拘谨地望着眼前的路 他的身后车厢内 袁红伸了个懒腰 哎呀 这一顿车开的 那至少得半个小时了吧 天我们都拉郊区来了 这些当兵的都坐在后面 所以根本不知道小张 偏离了方向的事情 也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 将是多么恐怖的未来 小张擦着一头的汗 黑黑笑着 那行 我就送大家到这了 前面就是你们这次要去的区域 我就不敢了 我先走了呀 行 明天见 明天见 小张微笑着点点头 然后急忙钻进车子里 迅速掉头离开 与此同时 小张的心中也是慌乱到极致 梦琴梦专员 让他按照坐标上的方向前进 一路上不要理睬任何电话和联系 然而处理处妇院也是这么嘱咐的 二人给的坐标竟然相差甚远 小张当然是按照处妇院的要求来 可是没想到 处妇院竟然把坐标临时又改到 这么远地方 这前面可是迪斯尼乐园呢 用脑袋想想就知道这里有多少丧尸了 心中一慌 脚下油门踩得飞快 小张立刻锋利一般冲了出去 圆红望着车子驶去的方向忽然眉头一皱 我怎么觉得小张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我们 徐子英扛着一口锅 能有什么事 无非是怕死呗 也难怪他害怕 他是一个普通战士 遇上十几个丧尸一包围就得死 咱们可不一样 算了 别计较这个了 咱们赶紧去杀丧尸 好给咱教官争口气 走喽 杀丧尸去了 一时间所有人精气神立刻燃起 一个个熊啾啾气昂昂 向前方猛冲而去 徐子英哈哈大笑扛着锅子 哈哈哈哈 准备杀丧尸去了 兄弟们上啊 给那帮跪天鬼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士 豪气冲天的口号 整齐地在身后响起 一只隐藏的内心的火焰爆发出来 一百号新人类战士 整齐的步伐 在那一瞬间 竟是庸武到极致 街口已经转出两三只丧尸 还没来得及露出猙獰面目 便已经迅速被击杀 兵线一路向前推进 一往无前 然而很快 袁红的鼻子开始抽动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 前面有很多丧尸 这臭味熏得我快吐了 赶紧杀吧 你那个狗鼻子呀 哈哈哈哈 所有人都是豪气冲云天 此时速度最快的那个战士 已经率先跑出百米之鱼 就在所有人准备跟上时 忽然间那个家伙身影猛然一致 紧接着身体一个急停 他的身子开始不由自主颤抖起来 好像是受到极大惊吓 紧接着只见这个家伙 如同火烧屁股一样疯狂掉转身体 拼了命地挥舞双手 别过来 别过来 快回去 快逃啊 声音声嘶力竭传来 脸上的惊恐之意 甚至压过了所有的战役 煞时间所有的战士都停住脚步 漠然间所有人仿佛察觉到什么不好一样 耳边无数脚步声开始响起 杂乱如同千军万马一般 游远而近 渐渐地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开始凝结 空气中充斥一种微微的颤抖 地面 房屋 甚至是树木 似乎都在恐惧地站立起来 每个人此时的脊骨 瞬间都像是有一条毒蛇 从后背窜过 浑身汗毛 忍不住树里 忽然四通八达的街区 如同说好的一样 从四面八方瞬间如恶狼一般 涌出无数的丧尸 大量的丧尸就像脱缰的野马 或者说是开闸比赛的猎犬一样 疯了一般汹涌而出 他们好似一道道黑色闪电 猛扑上来 所有人瞬间呆着住了 他们见过几千的丧尸 一两万丧尸 可现在丧尸 哪里是用千和万来计算 当下一个个停住脚步 神情已经是惊吓到呆滞 袁洪心思最机灭 一把抓住准备上前蛮干的徐子英 猛然大喝一声 快撤 已经有人冲上去试图厮杀 然而这些人很快就发现 不一会儿 自己身边便是围满丧尸 却见袁洪已经是七魂不见 三魂一奔尖叫一声 而后大声喊道 快撤 我们被暗算了 袁洪率先撒腿就往前跑 离着他最近的人也是反应过来 慌忙向外冲去 幸好那个速度渐长的战士发现及时 袁洪此时已经不敢想象 万一他们这百事人 一旦真的一头扎进这么密集丧尸群 下场究竟是如何凄惨 这个时候 他忽然想到沈臣所说的 一个人即便成为最强者 在面对无尽的丧尸大海的包围 也只有死这一个下场 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向后撤离 这个时候 徐子英还在问道 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上车 小郑应该还没走远 我们开车逃 袁洪一边大喊着 一边拿出联络器 这是用来联络驾驶员的对讲机 小郑 请在下车点接应我们 这里失潮爆发 我们无法完成任务 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第三百七十集 身后的丧尸大军穷追不舍 然而对讲机那头 却是什么声音也没有 徐子英猛然大声问道 小郑为什么不回复我们 他是不是距离我们太远 无法回原 立刻有一个战士 咬着牙疯狂喊道 不可能 他才离开多远 十几秒钟后 袁洪他们好不容易 赶到原先下车地方 却见小张的汽车影子 依稀还能看见 而那个对讲机 却被遗弃在地上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把车开走了 他为什么不回话 当时有一个战士 疯了一般喊道 他们的身后 那些进化的丧尸 已经离他们距离不远了 干 兄弟们 我们快逃 袁洪的牙齿紧紧咬着 心中的愤怒 根本无法平息 混蛋 他们都被骗了 这哪里是实战演习 分明是送死来了 然而先前还没来得及 后撤的人 立刻就发现 自己已经深陷在 丧尸海的包围中 惊慌失措的惨叫声 开始陆续响起 一个战士 在杀了二十几只丧尸后 被一个黑色迅猛的影子 猛然一口咬在脖子上 刹时间大量的鲜血 便从脖子处标射出来 手下刚一停顿 四周丧尸立刻扑上来 肚子瞬间被剖开 一肚子肠子内脏 立刻流了下来 快跑啊 快跑 袁洪还在大叫 他记得沈臣说过的话 这次街区 最多只有一万的丧尸 而且并不密集 让他们稳扎稳打 不要冒进 这一仗 只需要做做样子即可 然而这刚一进去 瞬间涌出这么多丧尸 这只能说明 事态绝对发展不正确 或者说 沈臣的判断失误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心啊 快逃 不要被抓到 忽然间 侧面陆续扑出几只丧尸 这些丧尸速度 简直快得不可思议 一眨眼速度就已经冲上来 看见打头的袁洪 齐齐一声嘶吼 便是猛扑上 我弄死你们这些傻逼东西 徐子英的铁锅猛然一挥 巨大的怪力之下 这几只丧尸 瞬间爆出一团黑血 骨头被彻底打成粉碎 袁洪等人 也是使出吃奶的力气 解决了障碍的丧尸 便是向前狂奔 然而身后那些丧尸 如同几条长龙一般 紧追不舍 身后的战士 已经开始使用枪械 密集的子弹声音 在街区里立刻爆响而起 但密集的子弹 打在他们身上根本毫无反应 在奔跑逃离过程中 想要保持后退的速度 又要去瞄准他们头部射击 根本不可能 更何况这些丧尸 有些子弹镶嵌的脑门一半 就再也进不去了 根本无法打传 不要再射击了 全力突围 快 袁洪急忙喊道 不知谁喊了一声 紧接着一声疯狂惨叫声响起 那声音淒厉到极点 所有人只觉心中矩阵 又死一个 只见这支已经不足百人的队伍 七皇的向前逃命 而身后的丧尸 已经达到让人绝望的数字 袁洪摇了摇牙 身影忽然缓慢下来 徐子英此时已经超过了他 他急切大声喊道 快跑 快跑 这个时候 袁洪忽然感觉到一片空气 仿佛世界上什么都已经不存在 他的脸上全是一往无前的宁静 袁洪猛然将身上手雷一一拿出 而后喊道 我给你们电后 你们快跑 一个一个的人从他身边冲过 这个汉子默然转身 手上的枪疯狂扫射起来 很快的 丧尸群就要围上来 袁洪一口咬开手雷拉环 仰手就扔进后方尸群中 连续不断的爆炸声 在尸群正中央炸开 这些密集的尸群 煞时间被炸得四肢飞扬 鲜血碎肉手脚炸得到处都是 一时间 竟是大大阻碍他们前进速度 所有人一看有戏 也是急忙翻身 然后将身上手雷扔了出去 又是一连串的惊爆声响起 然而袁洪却是淒厉喊了一声 我扔你们妈呀 还不快跑 你们这是要害死我 强大的丧尸东倒西歪 但却不代表他们已经失去战斗能力 只要给他们点时间 他们立马又能形成新的战斗力 然而最可怕的是 手雷 这些火药一旦达到某种浓度 可是会让他们进化的 袁洪已经顾不上在骂什么 他嚎叫一声 如同一只丧家之犬一样 玩了命的奔跑 忽然间只见自己身前一个战士 惨叫一声 身躯顿时易软 却见一只白七七的骨头 默然抓住他的脚腕 这种时候摔倒 就等同于丧命 更何况那只惨白的手臂 就如同是袁洪心中最可怕的噩梦 骷髅丧失 我干 袁洪急忙转过身 想要去拉这个兄弟 然而却见那个战士猛然抬起头 黯淡的脸上 写着无奈和最后的绝望 快滚啊 别回来 你他妈在说什么 袁洪的脚煞时间站住了 他的灵魂都在颤抖 眼前的不远处 一只惨白的骷髅丧尸 摇摇晃晃站起来 而后那只抓住兄弟的手猛然一撕 却见一声更惨的惨叫 一条大腿竟这么硬生生被撕扯下来 快滚啊 快滚啊 声嘶力竭的叫喊声 让袁洪煞时间汗毛树立 眼眶煞时间湿润起来 大前 快走 快走 大前挣扎着摇里摇手 眼中充满对死亡的无惧 脸上还挂着一丝笑容 我的床底下还有一包香烟 送你了 快给我滚啊 话音未落 却听扑斥一声 一双大脚猛然踩下 大前的脑袋煞时间 如同炸裂的吸鬼一样 鲜血和脑浆绷得到处都是 袁洪风力一般望着那只已经站起的骷髅丧尸 而后者却是虎视眈眈望着袁洪 袁洪红着眼眶 却是猛然后撤几步 紧接着迅速的如同袁洪一样 火急火燎奔跑出去 他的心在疼着 他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下 可他却无法为自己的袍则报仇 那些骷髅丧尸已经一个个站起 如果自己不走 自己将一辈子失去报仇的机会 这一刻 他忽然意识到什么 忽然一种悲愤从心中生起 在这些怪物跟前 他们什么都不是 向来觉得自己牛逼的袁洪才发现 当这些生物一天占据了家园 他们就会一天面临生死之地 丧尸会进化 比人类进化得更快 而人类除了要对付这些该死的丧尸 还要对付那些防不胜防的混蛋 此刻他被眼泪糊满的双眼 已经越发看不清道路 他也看不清自己的兄弟们 一个个分散到什么地方 他只知道不停地向前跑着 一直跑下去 直到跑到希望来临 跑到安全的地方 老大 快来救我们 第三百七十一集 与此同时 沈尘已经在飞速前来路上 以他的速度 远比汽车来得要快 双目已经燃出火焰 整个人已经呈现出速度巅峰状态 然而很快 沈尘身影刚一起跳 忽然在空中重重一扭 紧接着 一发穿甲弹猛然 从他及时厚仰的脸上穿梭过去 火辣的气息瞬间灼伤了面旁 身后一栋大楼 被一发炮弹打得摧枯拉朽般倒塌 上扬的灰尘 让沈尘暂时稳住身形 河叶 沈尘的嘴角狠狠地勾起 双目的杀翼 如食指般射像 在另一座屋顶现身的河叶 这个女人隐身的能力 竟然他没有看出来 突如其来的炮弹威力 若不是在那一瞬间 感知到无比的危险 相信自己很快就会被打成渣子 六阶之下 无法防御炮弹 沈尘冷冷注视着河叶 好不 这个叫做纳塔莎的俄国女人 嘴角狠狠地抽气 你想干什么 纳塔莎微微笑着 迷人的面孔此刻就如毒蛇一样 不想干什么 咱们的账可以算一算 你究竟是谁派来的 沈尘的目光清冷 双目闪烁着锋利的刀芒 冷冷说道 纳塔莎却是哈哈大笑 沈尘啊 以你的聪明 你倒是可以猜一猜 俄罗斯的人 我只接触过两个 一个女的被我杀了 另一个被我盯在丧尸群中 凄惨地死去 我想你的下场 也不会比你的同伴好得哪儿去 沈尘的声音很平静 可说出的话却是如此残忍 纳塔莎的眼中 先是闪过一道异则 可以看出沈尘的话 让她的心神剧烈颤动一下 而后很快 纳塔莎却是狠狠地宁笑道 沈尘 你竟然杀了我们两个同伴 就该知道今天也该轮到你该死了 她的舌尖微微一跳 如同一只黑夜中的野猫 那双眼睛散发着非人一般的恶意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你该死了 说话间 二人已经身影迅速交错 穿甲弹无情地轰击 沈尘的身子在那一瞬间做出微弱变化 鬼秘扭动一下 精准躲避开攻击 穿甲弹直接落在沈尘背后 强大的攻击力 直接将这座楼房击碎 混凝土砖往化成散落的碎片 如雨落下 这穿甲弹横扫在街区中 将直线距离所有东西打得粉碎 像这种重型火力 普通人挨到只会成为碎渣 不会剩下什么完好零件 与此同时 一双重重的拳头 已经封了一样重击的 哪里的鼻鼓之上 咔嚓的鼻鼓断裂声 瞬间从纳塔莎面鼓传来 纳塔莎封了一般嚎叫 手上武器扔下 却只见双掌进而幻化出 如猫一般锋利的长爪 再配上她那双蓝绿的阴阳眼 简直如同猫腰一般恐怖 煞时间双拳和利爪在空中交织 在空气撕裂中发出呼啸声 这一记攻击简直势如破竹 那塔莎呼啸而来的重展 让沈辰根本没有闪避的机会 沈辰双目一沉 竟是笔直迎了上去 蓝绿眼中带着戏谑笑容 锋利的双掌 直接刺向沈辰胸膛 哼 这开肠破肚的滋味怎么样 鲜血淋漓的胸口 鲜红的血肉外翻 沈辰却没有丝毫恐惧 她的手指狠狠抓住那塔莎双臂 反而是冷冷一笑 原来你的手段不只是眼神 当然 为了今天 我可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呢 当然 今天我的任务总算可以了结了 你太天真了 随着这一句话说出口 那塔莎忽然只觉得莫大危机感 油然而生 脸上的宁笑变成恐惧的神色 却见沈辰的手上 漠然出现一把军刀 而后狠狠插到那塔莎后背处 直抹刀柄 凄厉的惨叫声顿时响起 那塔莎不可置信望着沈辰 剧烈的疼痛 让她整个人都哆嗦起来 她死死盯着沈辰 你是个疯子 你是个疯子 竟然是以伤患伤 这个家伙 竟然根本不顾自己 在她胸前开膛破肚 然而接下来一幕 让她默然心中更加阵裂开 被她狠狠刺穿的胸膛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缓地愈合着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自己愈合伤口 那塔莎失声尖叫着 然而回复她的 却只是更加猛烈的攻击 沈辰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废话 去跟那塔莎多说 既然认定为敌人 那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杀了她 身体开始暴涨 那塔莎诧异地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瞬间化为恐怖的巨人 紧接着 从远处如炮弹一般冲了过来 全与力爪剧烈交错 煞时间竟然有火花四射 那塔莎堪堪躲过一击 整个人已经睁大眼睛 不可能 这个家伙到底还有多少 是她不知道的底牌 自己分明已经是三阶强者 可是为什么打不过沈辰 但是那塔莎已经是越来越心惊了 她自诩自己能力在树枝上 已经贴近四阶强者 对付沈辰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确实接连被沈辰锁上 一时之间竟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沈辰的能力 果然大大超出boss预计 然而喜的也是 如果真的抓到沈辰 那自己岂不是大功一剑 然而她的眼珠子一转 而后狠狠冷笑 她忽然伸出舌头 微微舔了一口 自己丽人上的鲜血 沈辰 你的血味道不错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可是在丽爪上 涂了丧尸的血液 过一会儿 你就会咬的一声 变成一只 人见人恨的丧尸 沈辰的拳头 被锋利的丽人 煞时间划出鲜血 她猛然紧握拳头 而后冷笑一声 这种垃圾话对我毫无意义 如果你真敢在丽爪上 涂抹丧尸血液 只怕这个藏在你手中 肉垫的利爪 已经让你成为丧尸了 不过你是在打算 拖延时间吗 抱歉了 还不等拿她是回话 轰的一声 沈辰的拳头 再一次凶猛攻击而来 力道凶猛异常 上了就是凶猛的几次连击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拿她是连连后退 她的心 已经恐惧到极点 左躲右闪 才勉强挡住凶猛的一次攻击 不行 必须要反击 踏着交错步伐 以一种错续的方式冲向沈辰 那她是狠狠一笑 强自喊道 哼 沈辰 再厉害的拳头 也比不过我的双掌 这个女人的速度虽然不快 但是却极为敏捷的诡异 果然有可能是服用了 猫类怪兽的基因合成进化液 竟是一时间判断不出她的攻击路线 用尽全力攻击的那她傻 在这一瞬间爆发出的力量 简直难以想象 虽然重拳狠狠打在那她傻身上 然而沈辰自己身上脖子上 却也是划出不少恐怖的抓痕 这个女人必须死 沈辰的双目中 默然燃起熊熊怒火 第372集 哼的一声 又是一声巨响 只见二人都是瞬间从相撞的定点 一下同时抛飞 猛烈的如陨石一般撞在地上 煞时间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人形坑 石子水泥立刻直离破碎崩裂开 那她是不可置信的捂着自己的身体 她的声音开始不成人声的颤抖和惊悚 你 你这是什么能力 你对我做了什么 什么 沈辰也是狼狈倒在地上 此时她整个人被鲜血染红 黏乎乎的血肉糊满她一身 但显然她现在状况确实比那她是好很多 胸口被忽然炸开的恐怖伤痕 在缓缓愈合 然而此时她也是云里雾里一样 刚才的确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情 因为就在进宫那一瞬间 忽然之间那她是胸口便是爆裂开 两个弹性十足的女性特征竟然顺时间变成炸弹一样东西 里面白的粉的红的什么颜色东西全部炸了出来 煞时间连自己左臂连着整个左胸在猝不及防之下直接被炸伤 但是强大的爆炸最危险的不是身体上的缺失 而使她的脑袋受着巨大震荡 此时感觉天地都是旋转的 眼睛都迷迷糊糊的看不清楚那她是所在位置 而那她是此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她的胸前只剩下两个可怕的大窟窿 前胸甚至能看清楚惨白的肋骨 从脖子以下到腰部以上已经没有一块完好地方 血肉模糊鲜血止不住的留下 然而最让她恐怖的是 她根本不知道沈臣是怎么做到的 当时她忽然感觉到一种恐怖的压力袭来 那一瞬间只是觉得很愤怒很生气 体内似有一种杀意想要爆发出来 而后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升高 最后砰的一声爆发了 与此同时研究院也是连爆量 狼狈的处离站在血泊中 鲜红的血从她眼睛架上不断滴下 平静的目光和不断滴下的血液 让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变态杀人恶魔 不过诡异的是身在爆炸的中心 她竟然没有受伤 混蛋 真是混蛋 很难想象处离竟然也能骂出粗口 而且是毫无情绪的骂粗口 然后她若无其事地 踏着一地血泥和残碎的肢体走出房门 对着屋外的人吩咐她 进来几个人打扫一下 这个如同从地狱走出的魔王 推了推眼睛 煞时间在外面所有研究员 只感觉冷风嗖嗖的刮来 沈臣也同样不明白 那她是为何忽然一下自爆 她甚至有些担心 这个是不是这个女人另一个能力 因此沈臣勉强自己 缓缓支起身子 十分警戒走过去 受到剧烈冲击原因 她走路歪歪牛牛 好似喝醉酒一般 她举起右手 试图以手刀结束那她的生命 然而视觉的误差 让她竟然连劈几次 都无法劈中那她傻 该死的 沈臣用力晃着脑袋 试图将眼前十几个那她傻 回归成一个 那她傻死死注视着沈臣 忽然间嘴角滑过一丝笑容 然而这时 忽然有一个极为不和谐的声音 传了出来 二位伤得都不轻了 这就好办多了 孟琴 两个人瞬间将头抬起 却见天际边 漠然出现一个人的身影 修长的身体被太阳拉得很长 她走得不快也不慢 但是每一步都印在二人眼帘中 稳弱磐石 仿佛一切尽在她掌握之中 她怎么在这儿 一时间 沈臣和那她傻忽然心中生出了一丝忌憚 孟琴如同一位最优雅的绅士一般走了过来 她站定到那她傻和沈臣面前 脸上迷人的微笑 看上去十分的温和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 用手轻轻一推 沈臣立刻摔倒在地上 孟琴慢条思理擦了擦手 而后将方巾扔在沈臣脸上 我还以为二位的争斗 能够时间更长一点 这么快就两败俱伤 倒是让我少看了一场好戏 华夏有句古话 鱼蚌相争 鱼蚌得利 二位 两败俱伤到这么凄惨的地步 我还真是没想到 看来 我的任务要轻松多了 孟 你什么意思 你赶紧帮我把沈臣弄晕 咱们当初可说好的 你需要沈臣离开这里 而我的组织需要沈臣 孟琴脸上的笑容 显得很是诡异 不不不 我怎么可能让我们国家的强者 成为你们的阶下囚 这样的罕奸 我可不能当 更何况 我也没有打算跟你合作的意思呀 你就这是什么意思 那他沙恶狠狠地喊道 随着他的喊声 只见他的胸前鲜血 和被炸的血窟窿 瞬间又是甩出一滩血来 让孟琴忍不住厌恶地后退几步 还不清楚吗 我跟你的合作 只是为了利用你和沈臣两败俱伤 将沈臣底下的人调到危险的地方 让沈臣这个冲动热血的家伙 将来搭救他的队员 到时候你及时出现 和沈臣厮杀 等你们两败俱伤后 我坐收渔翁之力 这才是我真实的打算 将我的人调往那么危险的地方 是你做的 沈臣猛然抬起头 恶狠狠地问道 你就为了想要掌控这大 所以不惜害死那么多战士 沈臣死是异常的愤怒 和不可置信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人 是的 不过 显然有人比我更希望 看见他们死 所以 把他们的位置 调得更加危险了一些 知道吗 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 一百个人死了算什么 还会有更多的人出生 长大 相比起来只牺牲一百个人 就能多来这一大 应该感谢我 没有滥杀其他的无辜百姓 孟琴没有否认 而是杨里扬眉毛 见过无耻的 却没见过将暴行说得 如此冠冕堂皇 沈臣忍不住呵呵一笑 不知怎么的 此时的他反而平静下来 孟琴拍了拍手 一脸得意地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送二位上路吧 他从身后抽出了一柄尖刀 锋利的刀刃 对准那塔莎的脖子 那塔莎根本没想到 孟琴第一个对付的 竟然是自己 他立刻尖叫着喊道 孟 你可要想清楚 沈臣才是我们的敌人 孟琴看上去 非常的温柔 我实在是应该先杀了沈臣的 不过 你这副模样让我看得恶心 刚才你突如其来的自爆 也的确让我有些担心 放心 我只会挑看你的神经 让你的神经系统全部坏死 而你的人不会死 毕竟我的心上人 还想要你的活体去做实验 你对我来说 比沈臣重要啊 第三百七十三集 那塔莎的眉眼中 闪过极度愤怒 他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孟琴 竟然是这样的人 华夏人狡诈 果然是真的 不过 漠然间 那塔莎忽然呵呵冷笑树生 你真以为我这样的输了 若不是莫名其妙的身体爆炸 只怕这个时候 他已经捕获沈臣 这个孟琴 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能逼迫得了他 你还有什么后手吗 身边一提 你的毒气能力 对我可没有任何作用 还是不要枉费心机呢 煞时间却见 那塔莎 撞入疯狂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愚蠢的混蛋呢 孟琴 可惜你还是太嫩了 如果你晚一点出现 没准我还真的在你的手里 但是现在 却见那塔莎双眼 忽然闪出奇异的光泽 下一刻 却见他口中忽然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这声音尖锐而高扛 仿佛是一种命令一般 煞时间 孟琴立刻觉得头皮一炸 仿佛有无数只丧尸 在紧紧盯着自己一样 他慌忙扭头望去 煞时间 却听相隔不远地方 猛然传来 这嘶吼声不像是丧尸 不像是人类 不像是怪兽 却像是几种生物的混合体一样 孟琴忽然觉得 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他缓缓转过身去 漠然间 双眼如同看到世界上 最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样 浑身都在颤抖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一百个A组战士 满脸的猙獰 缓缓地向他们包围而来 他们身上全是蓄肉模糊 一个个脸上呆滞 嘴中流出透明的唾眼 不可能 这些人 明明是在杀丧尸 怎么可能到这里来 孟琴愤怒地咆哮着 他开始惊慌地望着那塔莎 忽然意识到 自己是否太拖大了 当然在杀丧尸 可是自从沈臣的手下 遭到了疫变后 探测视频 一直关注沈臣那边的情况 我就将这些人 召集过来埋伏在这儿 那塔莎哈哈大笑解释道 他并非如此好心 而是在欣赏孟琴的惊慌 但让他唯一不满的是 倒在地上的沈臣 只是眉头紧皱 孟琴冷笑一声 他立刻回身 大声说道 你以为你以为就凭着这些人 就可以打败我 诸位都是华夏的公民 大家听我说 这个女人是俄罗斯派来的间谍 恐怖分子 现在已经能够被我控制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冷静 对于诸位战士的功劳 我们一定会有嘉奖 然而孟琴的话注定是白费 没有人理采探 理着最近的一个 甚至一巴掌就把孟琴扇出去 沈臣的目光流露出一丝冷意 看着费力爬起的孟琴 如同看一个傻逼 我 再说一言 你们要是敢袭击我 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孟琴再一次试图说话 那他事的脸上 划过了一丝残忍笑意 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 孟琴 你可真是太愚蠢了 他们来了 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这句话 那他事用的是英文 特意区别了他们 和他们的区别 孟琴还没反应过来 沈臣却已经是心中一动 却见着上百人 缓缓地围上来 然而如果要是这些人 能被称作是人的话 恐怕孟琴 也不会如此恐惧 这些人看上去极为面熟 全部都是荷叶手下队员 然而随着他们的步伐走过来 每一个人身上 都产生奇异的变化 一话 怪兽话 就在这短短几步路中 无数令人作呕的血泡 从他们身上密密麻麻长出 有的人双眼直接被暴涨的嘴巴 挤到额头 有的人看上去 如同一只愤怒的 长着獠牙的直立行走的野猪 这哪里还是人呢 根本就是一头头可怕的怪兽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孟琴彻底傻了 他根本想不到 上一秒还是人 怎么这一秒就彻底变成怪兽了 沈辰猛然双目锋利地望向哪他傻 却见哪他傻已经疯癫地哈哈大笑着 愚昧的华夏人 这才是我真正的底牌啊 上百个新人类 一旦成为怪兽 竟然实力再次暴涨 一举成为三阶所在 这可怕的形态 简直让孟琴吓傻了 你疯了吧 你只要打算同归于尽 哪他傻恶狠望向沈辰 此刻沈辰面色凝重 似是也想不到 在这一瞬间 所有人竟然同时成为怪兽 听着 我可还不想跟你翻脸 毕竟我对你这身光鲜的外表 还有一些兴趣 把沈辰带过来交给我 我会让这些家伙 停止脚步攻击你 否则 你也会死 孟琴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他傻 你是说 你能控制他们 这才是我们研制出来的 净化液的真正功效啊 可以批量生产的 可控制的新人类兵器 比你们华夏人一团散沙战斗力强的许多 那他是得意的恶狠狠的望向沈辰 你永远也想不到 这些家伙 可是听从我的命令的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孟琴的目光骤然发亮 是啊 华夏迟迟不公布进化液的原因固然是因为进化液不完善 可军中有争议的地方也是因为这种强大的力量不可控性 一旦民间得到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势力分割 这也是军方目前最担心的一点 可如果俄罗斯真的研究出这种可控制的怪兽 那简直再美妙不过了 既可以虐杀丧尸 也可以如傀儡战士一样听从命令 孟琴急忙大声喊道 我跟你一起杀了沈辰 让这些怪兽别过来了 那他是美目微微一笑 好 顿时 这对狗男女的目光瞬间转向沈辰 两个人眼中毫不犹豫的杀戮和得意的笑容 让沈辰默默深叹了口气 所以说 这就是你们俄罗斯派人来这里实验的目的吗 沈辰缓缓开口 那他上眉头一皱 只觉得沈辰反应实在太过镇定 你想说什么 所谓的什么对抗赛 不过是为了实验你们这种精华液 对于黄种人的控制能力而响出的花招吧 第二列希望能全面推广这种战斗怪物 看来俄罗斯在进化液的实验上 跟我们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前世自己从未接触过这样可控的怪兽 这样想来 前世那些肆虐的怪兽 究竟有多少是可控的 又有多少是进化失败的产物呢 若非这一世接触这些核心的东西 他根本想不到 这些科学家竟然丧心病狂地 用人类做成可控的怪兽 说得没错 不愧是沈辰 虽然我们对白人的实验成功 但谁也不能保证对黄种人和黑人的实验同样成功 之所以挑上了这一打 还有你的一份功劳 要不如我家BOSS寄希望于你 能产生更厉害的怪兽战士 恐怕我们也不会选择这一打作为实验基地 沈辰 我真的很期待 和你融为一体哦 河叶此时已经是极为得意和嚣张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爆炸 只怕自己的战斗兵器早就拿下沈辰 不过 现在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他在等待着沈辰的痛苦 沈辰的悲愤 他甚至希望看见沈辰陷入绝望的样子 好满足他变态的欲望 然而沈辰只是淡淡点点头 果然如此 和我们猜测差不多 什么 那他下的双眼猛然一睁 心中莫名产生一丝慌乱 你在说什么 沈辰默然叹了口气 忽然高声喊道 温海 你们究竟到了没有 该出现了 话音未落 却见十四个一身黑衣特种战士 默然从隐蔽的向脚急匆匆出现 打头的温海有些不好意思说道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是我 你没事吧 这几个人身上没有任何新人类气息 难怪孟琴根本就没有发觉 这十几个人立在墙头 一眼望上去十分的精锐 然而那他下和孟琴 先是紧张片刻 在发觉这几个人 连新人类都不是的时候 立刻便是哈哈大笑起来 你就指望这十几个凡人 跟我的战士都 那他下笑得已经满脸泪水 他原本以为沈辰叫出的是什么人 没想到是一群垃圾 然后很快 他的笑声便是凝固住了 却见这几个人手中 忽然出现一杆银色的金属物东西 说是像枪 更像是注射器之类的 然而黑游有洞口 对准那他下和孟琴的时候 那是将人蒸发干净的恐惧感 瞬间上升 与此同时 上百个怪兽 也像是感知到未知的恐惧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那他下猛然疯狂尖叫道 对于新人类本能的危险感知 让他竟然如一只野猫一般 飞速的窜起 整个人的脸呈现出一种死灰状态 进化枪 孟琴喃喃地说道 楚离研制出来的进化枪 该死吧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孟琴头皮已经发炸 他当然知道进化枪的厉害 但是问题是 这些普通战士 怎么会拿到进化枪呢 他的双眼默然望向沈辰 却见沈辰的脸上 忽然露出一丝笑意 煞世间扶林心智 孟琴不可置信 私生裂肺喊道 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 是你安排好的对不对 那他下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看着孟琴颤抖 如筛子一样的身体 煞世间将前因后果联想一遍 便是不可思议尖叫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之所以恰到好处的 在自己的怪兽战士们出现后 这些持枪人才出现 显然是有所欲谋 这么说 沈辰被引诱出来 他的愤怒 全部都是作戏 为的就是将自己和孟琴 还有这些怪兽战士 一网打尽 明白过来以后 那踏实的身体在颤抖 整个人仿佛连灵魂都要崩溃了 沈辰 他究竟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计谋 究竟是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 孟琴默然大声喊道 是楚离 是楚离在帮你 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楚离 那个连贝子也忌惮不已的家伙 那踏沙的心顿时掉入冰窟 天哪 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仅泄露了关于怪兽战士的机密 甚至连任务也要失败 沈辰 楚离 这两个家伙 简直该死 给我杀了他们 尖锐的不似人声的声音 默然响起 那踏沙的双手愿毒指向前方 沈辰缓缓地站起 面带一丝悲悯地望着他们 而后同样下令 杀 十几道银色细光 煞时间爆发出 比阳光还刺眼的光芒 巨大的冲击波 煞时间将一股作气冲上的几头怪兽 直接打穿 那些怪兽体质坚硬程度 并不能让他们直接气化 但是进化枪的威力 却是不容小觑 这些被打中的怪兽 齐齐低头 望向自己胸前 被一穿而过的孔洞 光滑的切口 竟然连一滴血都没有流淌 很快的 他们的身体发出 咯吱咯吱碎裂声 从洞口的边缘 如同珠网一般开始军裂 紧接着 这些怪兽发出几惨叫声 在震耳欲聋 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中 他们的身体崩裂开 成为碎肉一堆 连一句遗言都没有说出 那塔莎和孟琴 看着那恐怖的进化枪 已经吓傻 他们根本想不到 这些怪兽 甚至连一击之力都没有 下场竟然这样凄惨 而后随着枪械再次上膛 进化枪再一次密集扫射向怪兽 这些怪兽的皮操肉厚程度 显然根据阶位的不同 有着区别 但就是这样 那些最厉害的怪兽 也被进化枪打得身上 一个个血洞 虽然不致命 但却是造成极大伤害 要知道 这些可都是三阶的怪兽啊 文海站在楼顶 哈哈大笑着 骂我们支那狗 你这个臭婊子 老子这一枪打的就是你 大势已去 眼看着那闪烁的白光猛然袭来 纳塔莎此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逃 进化枪轰然轰在自己身上 纳塔莎此时顾不上擦拭脸上鲜血 这一刻 他只想着快逃 快逃 身边的孟琴发出惨绝人寰的喊声 纳塔莎忍不住向旁边望去 却见沈尘一个飞纵 已经将孟琴抓在手上 此时的孟琴 哪还有刚才的意气风发 宛如一条老狗一样 哭得鼻涕眼泪俱下 你饶了我吧 求你饶了我吧 我给你磕头 你是我爷爷 不 你是我祖宗 咔嚓一声 说了一半的求饶的话 煞时间堵在喉咙里 沈尘的脚踩在他的胸膛上 煞时间 鲜血内脏 从他看不清的上半身 扑的一下标射出来 那一个曾经让纳塔莎 在春季极为希望挑逗成功的 优质男人 终于成了一条死狗 彻彻底底的死狗 惶恐的感觉 无可名状地咽上来 纳塔莎呆滞地望着孟琴 而沈尘此时 恰好缓缓抬起头来 煞时间 纳塔莎只觉得无边无际地惧怕 渗透到皮肤里 几乎彻过 许久 他感到力气一点点被抽走 寒气慢慢地从脚底涌上 浸透整个人 一声凄厉的尖叫声 这个时候 纳塔莎已经不再顾及任何人 此刻他唯一想做的 就是活下去 活下去 然而 纳塔莎不可置信望着自己的右臂 发出一声凄惨喊叫声 就在刚才 这手臂竟然再次爆炸 那塔莎的脸 一下变得像纸一样白 五官都移了位 所有的神经都被疼痛给撕裂 那塔莎惊恐地发现 无论他跑得多快 多么迅速 身后那一抹身影 如影随形 阴魂不散 如同一个恶魔 要将自己逼上绝路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这么强 这个沈臣 他为什么这么强 第三百七十五集 砰的一声 左臂再次炸裂 一百米 左腿炸裂 这次 那塔莎直接狼狈倒在地上 他的身上出现大量伤痕 如同被强行撕开一样 鲜血喷涌而出 染红他的衣服 他凄惨无比地嚎叫着 眼见着自己右腿再一次爆裂 而后整个人变成一根人棍 只剩下躯干 只是少了两块肉的躯干 你这个恶魔 你这个恶魔 那塔莎两眼发直 连连自语 又惊又怕 双腿也不听使唤 像糟糠似的乱颤起来 他可以理解沈臣的强大 可以理解沈臣和楚黎的智商 可是为什么自己的身体会自爆 为什么自己的身体不受自己控制 这究竟是为什么 沈臣一步一步走近 脸上的冷漠神色不变 他淡淡地望着已经陷入崩溃的那塔莎 缓缓地说道 我送你上路 那塔莎的眼睛已经被恐惧给沾满 他清晰无比地看着沈臣的手 在自己脖子间划过 在拉开喉咙那一瞬间 那塔莎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 还残留的鲜血顿时喷出树米糕 在阳光下洒落在荒芜的街道中 那塔莎致死的时候 还是眼睛瞪得巨大 似乎根本想不到 一个瞬息的时间 自己就已经输了 输得如此之惨 如一条死鱼一样 躺在地上 身体开始超出起来 紧接着 便如同失去电力的机器 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沈臣缓缓地直起了腰 心中那种杀人的欲望 随着那塔莎的死去 而缓缓平复 他默然回首 却见文海等人 还在和几十头怪兽相斗 身影煞时间飞跃而去 然而上百头怪兽 没了那塔莎控制后 开始了更加残暴和嗜血的行为 这些毕竟是三阶恐怖生物存在 一个巴掌下去 一排二层小楼 瞬间就是崩塌 十几个以文海为首的特种兵们 不得不利用地形和他们周旋 这个时候 文海才深深感觉到 即便有了进化枪 可在面对三阶怪兽时 所面对的危险 也是相当恐怖 这些张牙舞爪的恐怖生物 如同地狱的恶魔 不断地将楼房掀翻 刹那间就有一个战士惨叫着 从高楼上摔下来 高速下降的身体 煞时间在空中停止 驢子慌张地向下望去 却见沈臣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自己身下 他的脚踩着怪兽头部 紧接着就见沈臣对他咧嘴一笑 刹那间 虚体的每一根血管里 奔涌燃烧 驢子忽然觉得 自己每一根筋骨 每一块肌肉 都一下注入一股能够移山倒海的勇气和力量 下一刻 驢子的身体再度飞起来 当他安然落在一边楼顶的时候 沈臣已经冲进战场 三阶的怪兽对他而言 也是恐怖的存在 化身为巨人 以同样的高度 手中握着的战刀 已经成为匕首之类的短刃 三头怪兽同时围住沈臣 疯狂地对着沈臣猛扑过来 匕首同样在一瞬间捂起 沈臣猛地踏出一步 这一步之下 速度提升了甚至数倍 刀锋从正前方怪兽胸膛中错过 荡刀的刀技 在这一瞬间运出 两道无声的荡纹展开 那匕首在震荡之下 狠狠插进怪兽的脖子 与此同时 飞身迅速侧踢 匕首再次回身反握 在另一只怪兽的攻击空隙间 反手握着的匕首 在错身间 在速度的物理推动下 从对方脆弱的双眼处 狠狠插了进去 匕首再一次拔出 人再一次弹跳倒退 两头怪兽煞时间撞在一起 如蛇一般的游动 沈臣没有一丝迟疑 匕首刺穿了第三头 第四头怪兽头目中 狠狠搅动起来 温海等人已经看傻了 这就是最强大的新人类沈臣 这就是当时第一照面 就把他们打趴下的家伙 如今王湛连跟他的差距 已经越来越大了 然而忽然 温海突然想到什么 连眼前的怪兽都顾不得打 立刻放声大喊 是我 楚副院长让我带话 袁红等人遇到危险了 有人篡改了路径 此时他们应该在前方十公里处 速去搭救 什么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 沈臣惊讶地瞪着眼 直如晴天霹雳一般 他的心好像变成一块石头 使劲地向下坠着 你说什么 袁红他们进入了迪斯尼的丧尸范围内 该出丧尸有十万之多 眼下袁红等人生死不知 楚副院说 事情超出了他的预计 他无能为力 沈臣煞时间只觉得头脑一阵发麻 他宛如弹簧一样 猛地脱开重压 蹬地跳起来 手中的钢刀也当得一声掉在地上 该死的 处理这个时候带来的消息 简直让沈臣陷入巨大痛苦中 十万的丧尸 十万了 一百多个兄弟 竟然就这么被活活送入死亡恋雨中 就是他 也要头皮发麻的数字 一旦被丧尸包围 下场的凄惨程度可想而知 到此时 他不由地开始奋恨起楚离来 当日跟他在研究院里谈话的时候 楚离可是保证过袁红等人安全 而且因为进化枪 总共只出来这几把 无法配给袁红几人 如今袁红他们生死未知 要是真出了什么闪失 楚离 如果他为了引出那 他傻他们设定的计划 却导致这大最宝贵战士死亡 这才是罪该万死 温海看出来 沈臣的下手越来越仓促 他也知道 这次楚离的确太过冒险 硬是将袁红等人置于死地 来引出荷叶最后的计划 看沈臣愤怒的样子 恐怕等他回去 楚离不死也要掉层皮 温海转念一下 立刻喊道 十五 你快点先去救袁红他们 这里有我们 沈臣当时心中一动 然而温海虽然如此说话 但是他和那十几个 王战连兄弟 却因为并非新人类 根本抵挡不了怪兽 给我一把枪 温海一愣 然后二话不说 立刻将进化枪 从楼顶凭空扔下 只见沈臣身影迅速上月 脚在众多怪兽头顶之间 交错踩踏 紧接着一个要子翻身 精准无比 接到那柄沉甸甸进化枪 已经出现流线型的进化枪 手感更加舒适 温海大声喊道 师傅 这个子弹是 话还没说完 一道白光煞时间 从脸边掠过 让温海脸色瞬间失去血色 那道白光几乎是贴着他脑袋飞过去 火热的气息 如同怪兽一般 让他感到刹那间窒息 轰得声响 一团血花煞时间激起 温海煞时间 只觉自己背后一阵潮湿 他猛然向后看去 却见一只怪兽 已经爬到他的身后 此时那只可怕的大嘴 自上部开始已经全部被打爆 只剩下嘴以下 还能看见怪兽的嘴巴 正在咬合着 物质挣扎着 喷洒出的鲜血 染红了地面 这一枪 救了温海一命 第376集 温海只觉得 背后除了鲜血 还有冷汗一起冒出 这个怪兽竟然无声无息 来到自己身后 他默然望向沈臣 却见沈臣早已翻身上膛 他的身影不断地跳远 但那只进化枪在他手中 却仿佛充满魔力 一枪接一枪发射 一枪打不死 就另一枪 一只进化枪的进化液用完 立刻就有旁边战士 直接将手里的枪 扔给沈臣继续战斗 一时间 全场便只看见 四翼的鲜血 和不断地吼叫声 流星一样的淡雨轰轰响着 抨击在街道上 地面上 建筑物中 石蟹飞跳 火光似箭 那一个男人 穿梭在白光之中 他那两道浓眉下面 深陷的眼睛 炯炯发光 目光像是一把钢锥 寒光刺人心皮 怪兽的数量开始减少 然而此时 沈臣身上 也多出无数道伤痕 要是这些家伙 是丧尸和便衣丧尸 只怕沈臣 也不敢这么拼命 但是好在面对的是 这些怪兽 沈臣为了尽快 杀尽这些家伙 选择以伤患命的打法 往往是怪兽 前一爪子 打在沈臣身上 后一秒 便直接被沈臣轰飞 战场上此时 已经沦为进化墙 补给员的文海等人 已经是看傻眼 每个人的眼里 都闪着狂人一样的光 每个人脸上 都出现激动的神色 此时的沈臣 却是因为伤痛 反而显得更加兴奋 火辣辣的疼痛 却让他身体里 那股新鲜强烈的力量 向无数小蛇 要往外钻 又仿佛觉得 如果钻出来时 一定能够将自己能力 再次上升 接铃步行的进化墙的轰炸 让整个街区 弥漫着灰尘 靠着这种两败俱伤的打法 竟是一百余头怪兽 仅剩下四十几只 其余的几乎是各个身上带菜 但随着沈臣越打 身体内越来越蠢蠢欲动的力量 这些怪兽 煞时间陷入死局 一只 两只 深邃的眼光里 透露出坚决的意志 脉管里的血 似乎在激烈奔流 忽然间 随着一只怪兽的轰人倒地 一阵震动 像电流一般通过全身 沈臣就觉得 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精神 或如此兴奋 也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 那兴奋和清醒的程度 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 除了自身感受 再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领略他的深浅 刹那前 仿佛又是达到某种境地 沈臣忽然心中一动 紧接着脸上露出狂喜 他仿佛接触到一种全新的感觉 脑郁的第六感 正在缓缓开启 前世清晰的感觉 再一次回到自己身上 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仿佛将脑海中浑浑噩噩的垃圾 尽数扔出脑海 双目中一片清明 可以看得更远 听得更清楚 五官所接触到的世界 如同三百六的分辨率 骤然上升到七百二 与此同时 这些怪兽似乎也感觉到 沈臣的变化 一个个竟然停住脚步 而后竟开始仓皇逃窜 所有驻足观看的人 刹那间都觉得一股暖流 从身边划过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 这些怪兽竟然就这么溃逃了 就因为一个男人的存在 温海眼睛顿时一亮 四十几个怪兽 他们足以对付了 温海急忙对沈臣说道 放心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师傅 你赶紧去救人 沈臣深深望了眼温海 然后也不推辞什么 干脆点点头 历程说道 剩下交给你们 记住 打不过就逃 这些家伙成不了大患 放心 进化枪在 死不了 温海也是知道沈臣的担忧 心中默然生出一股暖流 而后便是招呼战士们 飞速离去 沈臣最后望了一眼温海 而后毅然决然地 向袁红等人锁在地而去 他的身影飞速地奔驰 几个碍眼地拦在面前的怪兽 被他从中间如闪电一般穿梭过去 只见那两个三阶怪兽的攻击 顿时落到对方身上 煞时间一片鲜血飙出 此时沈臣脑海里唯一的想法就是 要去救袁红 要去救袁红他们 这样的执念让他速度快了简直不止一倍 他的速度远比汽车来得要快 双目已经燃出火焰 整个人已经呈现出怒意的巅峰状态 坚持住 坚持住 沈臣大声在心中怒吼着 十万的丧尸啊 哪怕是他也不可能生还的地方 可他必须要来 哪怕粉身碎骨 也要看到他们的尸骨 沈臣的身影如大雁一样 在楼顶不断地奔腾 不需要开车弯绕 一条笔直的路线 让他可以尽快到袁红他们身边 或许他还能救下几个人 而此时 在南方聚集地不远处 一只鬼魅的身影 正在大口捕食着人类 随着脖子一扬 一口血肉便是撕扯开 忽然间 这个鬼魅的弱小身影 忽然停止进食 而后仿佛是有什么奇怪的指令一样 那只鬼魅的身影 竟然如人类一样站起 黑漆漆没有光泽的眼睛 如人类一样 向着东南西北方向看了一圈 最后竟然舍弃最美味的人肉 如同火箭一般的速度 冲向东南方向 与此同时 楚离研究院内 忽然发出一声惨叫 却见原本被绑在手术台上的一个样本 猛然之间翻身坐起 他直接拔掉身上所有管子 以极快的速度翻身下床 而后竟然就这么嚎叫着 裸体跑了出去 煞时间一片尖叫声响起 而那个样本却是伸手极为了得 不断在研究院内飞跃着 期间甚至抓住一个男研究员 硬生生把人家衣服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 顿时原本平静的研究院被扰得鸡飞狗跳 而后便是熟门熟路 跃上高高电梯 飞一般溜走了 楚离淡淡地转过身 望着写着潘迪的手术台上 空空如也和散落一地的管子 推了推眼镜 这个家伙 沉睡这么长时间 终于醒了 不过伸手竟然丝毫不弱 完全没有一个沉睡那么久的人 应该有的虚弱 潘迪的实力 看来又一次暴涨 正当楚离打算离开房间 将外面的潘迪捉回的时候 忽然只见研究院灯光 瞬间按下来 紧接着 所有的电脑如同汇总的病毒一样 开始闪烁 楚离的手顿时停下 眼睛中闪过了一丝复杂的神色 研究院的人煞时间安静下来 没有人尖叫 所有人望着自己电脑上流光溢彩 一个个脸上 忽然闪过一种叫做崇拜的神情 他们的头高高扬起 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 电流传递的声音 默然从研究院的播放器中传来 所有人忽然握紧拳头 仿佛在期待什么 紧接着 一个十分富有磁性的声音轻渴几声 而后 正式响起 一个小时后 接你们回家的飞机降落 第三百七十七集 从这喇叭里发出的声音 虽然沙哑 但是十分有力 十分雌性 这声音立刻让人联想到山谷中的寒风 稀稀苏苏迎面扑来 又像是海面上 轻轻摇曳的浪花 只这一句话说完 那喇叭就瞬间发出霹雳啪啦的声音 竟然是燃爆了 此后整个研究院内 立刻再次陷入寂静 停止几秒钟后 研究院上下 忽然爆发出最热烈欢呼声 曹院长 他说我们可以回家啦 哦哦 回家啦 对于这些研究员来说 科研所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广播里的意思是说 让他们回到远在梯式的研究所里 然而这些人 却是狂欢的和一个傻子一样 一个个立刻放下手上工作 欢呼着 开始打包自己的科研东西 与此同时 所有的电脑上 开始了这几个月以来 他们科研数据的传输 仿佛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指 正在指挥着一切 楚离默然转过身 他望着自己身后的电脑 又望了望已经跑出去的攀迪 忽然不知怎的 产生了一种叫做庆幸的情绪 然而很快 他的脸色便是变得更加苍白 电脑屏幕上显示出几行字 你让我很失望 虽然只是一行字 然而迎面扑来的 却仿佛如惊涛骇浪一般的气势 仿佛你能看见一个老人 或是一个智者 坐在深深的椅子中 用洞察一切的目光望着你 那充满智慧的皱纹 微微的叠结 诉说着对楚离的不满 楚离的手微不足道颤抖一下 而后冷冷说道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沈臣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但你帮助了他 黑底白字的一行字触目惊心 我不明白 楚离的手煞时间握紧颤抖 甚至连他想摸一下鼻子 缓解紧张也做不到 而他这声我不明白 是在询问为什么 你不需要明白 紧接着哒哒哒的声音 就见电脑屏幕上继续打着 把这大所有和沈臣 有密切接触的人全部带回 无论是新人类还是凡人 楚离的身体僵硬着 那么沈臣呢 会有人抹去他的存在 最后一句话 在电脑屏幕上闪烁几下 仿佛是在严重警告着什么 然后如同溶解一般 在屏幕上消失 楚离知道 这个最神秘的院长的话 已经说完了 他一下子坐倒在椅子上 仿佛身上所有力气尽数被抽光 一个人待在研究院里好久好久 外面的欢乐和他的估计 形成鲜明对比 十分钟后 楚离推开了门 他的面上再也看不出任何情绪 双手一如既往的稳 脚步一如既往的平均 他对着保安说道 去 把叶小雨 郭远等所有和沈臣有着三天以上密切来往的人全部带走 孙炎泽在一旁奇怪走了过来 这是什么情况啊 沈臣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吗 楚离深深地望了眼孙炎泽 院长的命令 把这大所有和沈臣有密切接触的人全部带回去 无论是新人类还是凡人 孙炎泽煞时间心中感到一阵慌乱 楚离的情绪不对劲 院长的命令更是下得奇特 孙炎泽的手开始不住颤抖 你是说 楚离默不作声转身回了房间 孙炎泽急切跟在后面 孙老 沈臣有大麻烦了 孙炎泽紧紧地望着楚离的双目 忽然一下子像是明白什么 这个老人煞时间后退好几步 你是说 你是说 院长要对沈臣下手 他的声音简直颤抖地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 楚离扶了扶眼睛 或许沈臣太强 或许他和别人不一样 或许院长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 因此他认为 沈臣必须死 二人不约而同地 回想起和沈臣接触过的时间里 沈臣曾经说过的话 句句灵验 他显露地和已知人类 所能达到的水平 截然不一样的战斗力 还有现在恐怖的目标同化能力 或许 院长是害怕了 忌惮了 就是自己那个时候 知道沈臣那项 同化别人情绪和信念 甚至可以短暂增幅的能力后 同时不也是差点要杀掉沈臣 却是因为实在好奇 沈臣未来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才决定留下他 楚离淡淡推了推眼镜 此时的他已经百分之百肯定 院长他知道的比自己更多 沈臣的身上还有着更大的秘密 足以让院长放弃研究他 转向直接抹杀 他的目光缓缓地注视前方 心中默然一声 从未有过的长叹 沈臣 但愿你能活下去 放任潘迪离开 已经是我能为你做的 最后的事情 此时 袁红已经奔跑了十几分钟 无论他跑向什么地方 总会有好几股丧尸 在自己身后如狼似虎一般跑着 他的心里已经充满恐惧 仿佛巨大黑暗在他身后追赶 无穷无尽地等待着将他吞没 身上的疲惫感越来越重 好几次都差点摔在地上 然而心中总有一股信念支撑着他 他想要活下去 想要告诉沈臣 他们还有死去的兄弟 他们有多么冤 漠然间眼前出现一个巨大黑影 袁红仓促之下 慌忙收住脚 却见一个巨大无比的便衣丧尸 从街角转了过来 两臂筋肉暴突 宽厚的脊背 站出黑褐色闪光肌肉 脊柱处深深一道沟 此时他正双眼冒着凶光 凶神恶煞望向自己 袁红已经说不出此时究竟是什么心情 他傻呆呆站着 惨惨地死盯着地面 如同木偶一般 泪水在眼窝里打转 却始终没有掉下来 便衣丧尸 前有便衣丧尸 后有丧尸巢 自己的命还真他妈好 不过也好 这样 其他的兄弟就不会遇见这个便衣丧尸了 他们活下去的希望会更大一些 袁红的嘴角忽然微笑起来 眼泪止不住地想要流淌 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让他此时只想跪下来痛哭流涕 很快 便衣丧尸开始疯狂地攻击袁红 无穷无尽地力找将袁红一次又一次抛上天空 撞击在坚硬的建筑物中掩埋 袁红费尽自己最后能力躲闪着 然而那只便衣丧尸却如同猫捉老鼠般玩弄着袁红 而袁红除了躲闪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身上的鲜血不断流淌下来 几分钟后便是连挣扎一下的力气也没有 就在袁红闭上眼睛等待最后一击的时候 漠然一条黑鹰猛然从旁边掠出 接着袁红双目一睁 忍不住疯狂地放声尖叫起来 这是一只怎样恐怖的怪物 一张婴儿的脸下 从脖子往下 全是那种血色的如同跑了皮毛的狸猫 四肢看上去短小 显得头的比例有点大 鬼娃娃 他一眼就认出这个鬼娃娃样子 但他压根没想到在这里竟然碰见他 如果说便衣丧尸 给袁红带来的是绝望 那鬼娃娃的漠然出现 和这种恐怖到极点的样子 让袁红此时已经吓得胆战心惊 连话也说不出 他脸上每一根肌肉都在颤抖着 嘴唇发青 干嘛的 这是要被两只丧尸分食了 但愿他们下嘴能快点 也省得自己遭罪了 第三百七十八集 袁红绝望地闭上眼睛 静等着最后时间到来 然后等了片刻 耳边已经传来丧失愤怒的嘶吼声 可袁红却异样地发现 自己什么事也没有 什么情况 一阵锋利的封刀刮在脸上生疼 袁红只觉自己身体骤然间腾云架屋一般 他慌张地睁大眼睛 却见那只可怖的鬼娃娃竟然将他背负在身上 用他那诡异到极点的速度 几个瞬息之间竟然已经将自己扔到一座大楼楼顶 袁红急忙翻身坐起 却见那只鬼娃娃竟然再次朝着那只便衣丧失冲了过去 丧失也会救人 袁红张大嘴巴 似乎根本不敢相信自己 刚才竟然被一只丧失救了 他眨了眨眼睛 还没有反应过来 而眼前发生的丧失内讧 让他更加震惊了 鬼娃娃诡异的速度 如同可怕的狸猫一般 闪电般的身影 锋利的爪牙对着那只便衣丧失头部 便是啃咬过去 黑色腐臭的鲜血 煞时间从便衣丧失头部飙射出 那只便衣丧失 显然没想到自己的同类竟然在伤害自己 一个不防竟然被撕扯下一大片肉呢 而那只鬼娃娃此时已经盘踞在他脖子处 锋利的獠牙对准他的脖� 鬼娃娃瞬间被甩出 鬼娃娃瞬间被甩出 他那如婴儿般柔弱的身影 让袁红忍不住站起 紧紧地握住了手 不知不觉中 袁红竟然开始为鬼娃娃感到担心 然而他很快便是摇里摇头 等等 这只鬼娃娃 为什么会在帮他 为什么他在对抗自己同类 沈臣可从来没说过 丧尸之间会互相残杀呀 不对 难道是因为鬼娃娃想要吞并这里 所以来找这只便衣丧尸的麻烦 但是他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救下来呀 袁红煞时间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显然 因为鬼娃娃的加入 原本呼啸而来丧尸潮 竟然奇迹般延缓下来 尤其是便衣丧尸和鬼娃娃战斗的街区 由于便衣丧尸陷入和鬼娃娃苦战中 那些蜂拥而至的丧尸群巢 竟然缓缓地停住脚步 而后竟然如同观众一样 站在原地观看起来 如果不是脸上猙獰的神情 还有冲天的湿臭味 只怕这些衣衫褴褴的家伙 被说成是一群难民 都有人相信 他却是心中剧烈站立起来 丧尸的等级已经森严起来 而他们竟然隐隐有了智慧 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地球主宰 就是因为人类脑部的进化度最高 产生最高端的智慧 可如果丧尸也产生智慧 那么人类还有可能战胜他们吗 袁红的心发出强烈的一颤 心中默然生出那种绝望到极致的无力感 如果未来的情形 真和自己想象的一致 可怕 那真是太可怕了 袁红很快便是意识到 这些丧尸驻足不前 是在等待他们新的首领诞生 一旦便宜丧尸赢了 这些丧尸将继续追击他们 可如果是鬼娃娃赢了呢 或许他们便会听从鬼娃娃的号召 如果鬼娃娃真心没有伤害人的意思 那他们也可以安全从这次丧尸潮中全身而退 袁红煞时间眼光发亮 不过很快 他的目光死死盯着鬼娃娃 心中无比希望 这只原本应该最恐惧的鬼娃娃获得胜利 几十秒的时间 鬼娃娃再度来袭 这次他的身影已经是快得连袁红都捕捉不到 而他一声声如同婴儿夜蹄的叫声 让人毛骨悚然 袁红此次才知道 为什么沈尘说鬼娃娃是一种十分恐怖的东西 只因为这家伙的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 还有神经反射速度 三者合一 快到不像样子 灵敏道那只便一丧尸 虽然比他厉害很多 却偏偏根本抓不到鬼娃娃 然而硬生生的 被鬼娃娃爪牙 在面上划了无数道血痕 不得不说 这个鬼娃娃是天生的刺客 天生的猎杀者 撕裂到了耳根的大嘴 恶狠狠撕咬着腐臭的血肉 那双婴儿的手掌 却是最锋利的骨节 这一只鬼娃娃 战斗力竟然格外强大 终于在一声淒厉到极点的怒吼声中 那只便一丧尸的双眼 被鬼娃娃两只骨头架子小脚 狠狠插进眼窝 与此同时 鬼娃娃兴奋嚎叫一声 她的身体在半空中迅速旋转 轰的一声 便一丧尸那颗丑陋的脑袋 瞬间被硬生生 如同麻花儿一般拧断了 便一丧尸重重倒在地上 而这只鬼娃娃却是异常兴奋的长死一生 煞世间 袁红惊异地发现 随着她的一声长死 那些原本看着热闹的丧尸 瞬间如潮水般退下 果然如她所料 这只鬼娃娃成了这个街头的丧尸之头 忽然间 袁红的目光对上这只鬼娃娃漆黑黑的双目 没有任何情感空洞的双眼 直愣愣地盯着自己 煞世间巨大的寒意从背后窜上来 袁红默然打了一个寒颤 等等 自己刚才究竟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想着为这个鬼娃娃加油啊 要知道 沈臣可是杀了她的丧尸妈妈呀 袁红在忽然意识到这一点后 立刻身影一跃 慌忙之中就想要离开这儿 然而她眼前忽然黑影一闪 紧接着 剧烈地撞击立刻将她再次撞回楼顶 袁红恐惧地抬起身子 却发觉那只鬼娃娃立刻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用了一种狗才有的蹲坐姿势坐在自己面前 婴儿般的面孔看似十分纯洁无辜 但是那双黑漆漆的眼睛却是死死盯着袁红 任谁看见这样一只累人丧尸 也会觉得肝胆俱丧 人类天生的对和自己拥有相同模样的东西会产生认同感 但如果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恐怖生物 这种强大的违和感会让自己内心煞时间产生恐惧因素 此时的袁红便是觉得莫大恐惧传开 她并非惧怕死亡 但却是在看见这样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后 感觉到全身都在颤抖着 袁红忽然恨不得删死自己 为什么刚才只顾着看丧尸互斗 竟然忘了逃走 一人一丧尸 一个趴着 一个蹲坐 竟然僵持了好久 大眼对小眼的互相凝望着 鬼娃娃貌似没有伤人的意思 渐渐的 袁红紧张到极致的心 开始缓缓的有些松弛 她惊讶的望着这只鬼娃娃 她看着自己的目光 明显透露出看着美食的禅意 然而奇怪的是 鬼娃娃似乎不打算吃了袁红 而是用一种极为克制的目光 审视的感觉望着自己 望得袁红全身鸡皮疙瘩 都忍不住冒起 不能再这么僵持下去了 袁红的脚刚刚移动一下 试图站起来 那只鬼娃娃纯洁的脸上 一张微开微合的可爱的嘴 瞬间咧到耳根 刹那间露出锋利的獠牙 还带着肉丝的獠牙 顿时长出嘴巴 比吸血鬼锋利的獠牙还要恐怖 吓得袁红一动了脚 立刻再一次收了回来 第三百七十九集 我 我要去救人 不知道为什么 袁红咽了咽口水 开始喃喃自语说道 又像是在解释什么 紧接着 袁红立刻又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妈的 自个儿是被吓傻的吗 跟一只丧尸说什么话 然而那只鬼娃娃听到旧这个字 竟然像是听懂一样 双目竟然闪过一丝诡异的光泽 紧接着便是立刻站起来 摇摇晃晃的跟一个孩子走路一样 走到楼梯边 头一下拧到三百六十度 似是在向远处张望什么 他 竟然听懂了我的话 袁红再一次不可置信 咽了咽口水 忽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出现一点偏差 鬼娃娃默然回过头 似乎很是焦急地对他嘶吼一声 而后脖子再是不住地转来转去 那颗头颅便是随着他的眼睛来回的三百六十度旋转 袁红心中忽然产生一个荒谬的念头 这个鬼娃娃 他他们真来救人的呀 他几乎是抑制不住地惊喜 但却还是十分谨慎地试探地问了一句 我能用我的鼻子找的战友 你能帮我一块救他们吗 语气之轻柔 根本不像对丧尸说话 鬼娃娃煞时间嘶吼一声 然而袁红却没有听出那种嗜血的危险意味 反而是看见鬼娃娃开始呈现出一种积极的状态 真的是来救人的 走 袁红简直是喜极而泣 感动得差点想给鬼娃娃跪下来 他忙定了定神 鼻子用力超触着 瞬间便是眼睛一亮 那里 那里应该有三个人 在五百米外位置 手指默然指向一个方向 却见那只鬼娃娃 嗖的一声从自己眼前消失不见 直奔那个方向而去 袁红忍不住再次咽了咽口水 忽然指了指自己的手指 妈的 刚才自己是命令了一个丧尸吧 是吧 自己不是在做梦吧 与此同时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 正在街上飞速奔跑着 潘迪此时的双目呈现出一种茫然状态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赤身裸铁 大脑研究院的时候 引起的轰动 也不知道自己穿着一身白大褂 跑在这一大 被误认为是精神病患者时 引发的骚乱 也不知道赵真在看见他的时候 那惊喜的神情 更不知道此时赵真开着车子在自己屁股后面 却死活赶不上自己的速度 此时的他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迅速的救人 救人 救人 哎哟 我是 这潘迪这家伙 怎么回事啊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赵真 连告诉其他人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在门口抢一辆军车就开了出来 他此刻疯狂踩着油门 追逐着前面那个家伙的身影 然而让他惊讶地发现 潘迪此时的速度竟然已经和林卫然不相上下 要知道 林卫然可是速度方向的新人类 而潘迪不过是全方面的新人类 他又一直陷入昏迷中 没有喝过进化液 刚一苏醒 此时竟然还跑得这么快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啊 不过潘迪这他妈是要去什么地方 半个小时后 就在鬼娃娃再次和一只三阶怪兽打起的时候 潘迪已经到达丧尸最密集地方 他略带茫然的双眼在四处寻觅着 仔细看 却能看见他迷茫的双眼中 似乎隐藏着什么锋锐的神色 而此时 距离他身后一公里左右的赵真 简直是已经吓破胆子 潘迪就这么一个人站在街区正中央 四处的断壁残云对他而言 仿佛就是为了亲眼目睹他 即将英勇就医的见证 远处无数的丧尸 已经露出上下翻飞的手臂 紧接着 便如同潮水一般 兴奋地对着潘迪扑了过来 那么多的丧尸如潮水般涌来 一般正常人只会选择逃离 可潘迪却竟然疯了一样迎上去 他这是打算去送死吗 潘迪啊 快回来啊 你这个疯子 你是不是真傻了呀 赵真疯狂地按着喇叭大声喊着 然而潘迪却像是根本听不见一样 他挥了挥拳头 而后身影迅速跳起 竟然借力 如同跑酷一样 在两边建筑物上飞檐走壁 说来也奇怪 随着潘迪的走动 那些原本还在蔓延的丧尸潮 忽然一下被潘迪吸引而去 一个个开始骚动着 随着潘迪的方向变化自己的位置 潘迪煞时间已经在建筑物上 跑了一百多米 那些大头的丧尸 立刻试图向后追去 这一变化 瞬间丧尸潮 便是乱了起来 前面的想回去 后面的还想继续往前进 煞时间属于丧尸的踩踏事件 便是上演了 身体层层叠加起来 许多丧尸被自己同伴踩倒 踩成烂西瓜 只见那红的黑的血液 如同汁水一般流出 还有不少进化过的 亦或是变异的丧尸 凭借自己的能力 试图冲上建筑物 抓住这个不断跑动的美食 然而潘迪他的力气原本就大得惊人 轰轰几拳 那些试图爬上的丧尸 竟然一拳一拳 被他全部轰成稀巴烂 赵真简直已经看傻了 这还是潘迪吗 他这是要变身成超级赛亚人了吧 赵真煞时间张大嘴巴 他怎么也想不到 潘迪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 因为他并不清楚 当日沈尘可是将体内鲜血 足足好几千毫升都输给潘迪 换句话说 潘迪此时身上的血液 有一半都是沈尘的 这些包含着净化液的血液 在潘迪晕倒的过程中 无时无刻不再改造着潘迪的身体 让他原本病不好的身体素质 硬生生拔高许多 两个月的沉睡 并没有让潘迪落下许多 反而是由于沈尘的血液和净化液 以及信念的强刺激 反而让潘迪此时能力 达到二阶四五段的高度 然而潘迪就算此时能力 比赵真高了许多 但他一个人也不可能 敌得过那么多只丧尸 随着地面倒下的丧尸尸体 层层跌起 很快丧尸便是跌到 和二层商铺同样高的位置 煞时间潘迪依靠地形周旋 杀丧尸的优势瞬间消失 眼看着他被四面八方丧尸包围起来 潘迪 你这个二货 你快逃啊 赵真此时已经急得根本无计可施 他开着车子不断周旋 却始终不敢离着丧尸群太近 而且层层丧尸的尸体 也阻碍他前进的道路 眼看着潘迪一个人已经力不从心 忽然一只黑色的锅子从天而降 煞时间只见一片黑血喷出 四面八方的丧尸包围拳 瞬间被打开一个火口 一个满身是血污的人疯狂大声喊道 快来呀 傻大哥 潘迪煞时间有些不爽 喊谁大傻个呢 但是他此时虽然空有力气 却被纠缠得已经快支撑不住 立刻三两下放翻丧尸 仓皇地向那个满身血污的人那儿跑去 徐子英一面不停用黑锅底疯狂拍击丧尸 一面生死力竭喊道 快过来 第三百八十集 虽然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不是精神病患者 怎么就这么冲了过来 而且这个一身白大褂的家伙竟然这么强悍 杀了那么多丧尸不说 还赤手空拳 单枪匹马 喊不畏死对着丧尸群冲过来 也是奇葩一只了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 这个在他看上去像是精神病患的家伙 在看到他后眼睛一亮 嘴里忽然说道 徐子英 一个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徐子英一面用大锅子 狠狠地砸倒丧尸们 一面大声喊道 然而下一刻 他就被潘迪扔沙包一样扔到背上 紧接着 徐子英只感觉身边的空气 如同刀子一样搁着自己的脸 下一刻 他感觉自己似乎在腾云驾屋一般 只看见无数的丧尸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飞过 不知道这个傻大个到底跑了多久 跑到哪里 徐子英忽然听到几声熟悉的声音 刚抬起眼 却见袁红和三四个战友正向着自己方向猛奔过来 一看见徐子英被人扛着 袁红几个人也是一脸吃惊 紧接着 徐子英立刻欣喜若狂 大声喊道 袁红 你个昏球还没死啊 袁红煞时间一脸黑线 然后徐子英便是听见潘迪嘴中 喃喃自语 一 二 三 四 五个人了 大傻个子 赶紧把我放下来 喷的一声 徐子英呲牙咧嘴捏嘴捂着屁股 没顾得上说攀迪几句 便是一蹦一跳 跑到袁红身前 袁红一脸死后余生的激动 望着徐子英 老徐 你也还没死 两个人煞时间肩膀碰在一起 徐子英已是忍不住眼泪流下 没死啊 多亏了这个兄弟 所有人立刻望向潘迪 此时的潘迪正在向后四处张望 不一会儿 一辆军车便是冲了出来 只见赵真立刻将车子停在众人前面 妈的 丧尸车追上来了 抓紧上车再撞 几个人一看军车 还以为是这大来人 立刻上了车 向着远处飞奔而去 他的确是忽然说道 不行 人还没救出来 咱们不能走远 那他们的咱们去哪 我们上楼顶去 先躲一躲再说 袁红立刻说道 好 我从前面绕过去 赵真脚下一踩油门 军车便是立刻冲了过去 我以为我快死了 躲在缝隙里 结果就见着这个死大个子 在杀丧尸 一眼看着他被包围了 我想着 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没想到原来是他在救我 徐子英指着潘迪 激动地抹了抹眼泪 原以为大家都走散了 没想到竟然还能看到几个战友 竟然还有人活着 六七个人挤在军车里 心却是暖暖的 潘迪微微一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我本来就是来救你们的 赵真此时却是一边开车 一边说道 马特到底什么情况啊 你们不是在对抗赛吗 怎么就变成这副德行了 还有潘迪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听到云里雾里 有没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呀 正在这时 却见徐子英忽然一脸骇然 猛然指着忽然从袁红怀里 跳出的一直恐惧到 几点的生物 整个人恐惧到几点 放声尖叫道 丧尸 有丧尸 袁红看了一眼 还在自己怀里 呲牙咧嘴的鬼娃娃 一时之间 忽然意识到 自己竟然让这个丧尸 趴在自己怀里 顿时额头也是一片冷汗 他有些难以解释的说道 呃 这个 这位鬼娃娃小朋友 是一只帮咱们的丧尸 徐子英不可置信的 望着那只鬼娃娃 看他的样子 的确是非常安然的 蹲在袁红腿上 一双纯洁无辜的眼神望着自己 嘴巴还和婴儿一样 吹着小泡泡 如果不看这个家伙脖子以下 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一个丧尸 徐子英和赵真都是胆战心惊 徐子英多得嗦嗦问道 帮 帮助我们的丧尸 这时候 却见潘迪一了一声 他紧紧地盯着鬼娃娃 而后者竟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 袁红也是吓了一跳 慌忙喊道 这个兄弟 不要离他太近 万一他 话还没说完 所有人都张大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这一人一丧尸 竟然对望一眼 这一眼 好像是找到组织一般的感觉 却见一人一丧尸 竟然惺惺相惜地握了握手 握了握手 所有人感觉自己瞬间实话了 没有人相信 这丧尸竟然做出这么人性化动作 唯独潘迪却是知道 鬼娃娃和他一样 都是心底里 受到某种指令性摧拭 换句话说 这只鬼娃娃此时状态 和他是一样的 都是被沈臣内心 最大的执念所指引过来 什么情况 难道这个丧尸是你养的 徐子英急忙问道 袁红摇里摇头 一脸呆滞 我也搞不清楚 潘迪 你叫潘迪是吧 这只鬼娃娃 是你养的吗 这时候 潘迪却是转过头 双眼中一片清明 心中默然生出一丝自豪和骄傲 不是 是沈臣老大养的 赵真煞时间踩一下刹车 他急切地回过头来 潘迪什么情况 这这丧尸 是老大养的 老大养丧尸 老大怎么这么什么 一时间议论纷纷 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闪过惊恶 不可置信 最后到狂喜 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竟然能把一只丧尸 当宠物一样养着 而且这只丧尸 竟然还这么厉害 沈臣老大 他他们太彪悍了 袁红反应很快 他立刻想到什么 马上问道 这么说 是沈臣老大 叫你们来救我们的 这五个战士 瞬间眼睛迸发亮光 潘迪点点头 他不方便说出 为什么自己在沉睡中 忽然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急切的指令 并且自己毫不犹豫 便是冲过来的原因 只是点点头说道 沈臣老大的指令 让我们来救你们 我们当时只知道 你们很危险 袁红简直是喜极而泣 他知道 他们这些人 面对这个局面 显然是沈臣 也没有估计到的 但是现在竟然 有一个高手 还有一只丧尸 在积极准备救他们 老大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做到这样 已经是他最大的能力了 至于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相信 沈臣老大一定会 给他们一个交代的 这个时候 鬼娃娃的头 忽然转向潘迪 与此同时 潘迪也像是感应到什么 老大到了 老大也来了呀 所有人只觉 却又重新恢复了生的信念 又重新恢复了生的信念 是的 就在这附近 他的指令很清晰 救人 救人 潘迪毫不犹豫地说道 鬼娃娃也是一声长嘶 却见袁红默然说道 干 老大都来了 咱们还有九十五个兄弟 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去救他们 咱们一起去 走 一起去 赵真无奈地掉转车头 妈的 我就是来给你们开车的 混蛋 第三百八十一集 鬼娃娃瞬间长嘶一声 有了这只可怖的丧尸开刀 前方涌来丧尸群 不再如先前那么令人绝望 毕竟是高阶丧尸的存在 杀入丧尸群中 如入无人之境 只能看见属于丧尸的黑血 不断地飙射出来 很快 第一个战友便被找到 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士 在这样的思潮里 还能保持十分的判断能力 知道寻找掩体来藏身 我们离老大还有多远 袁红问道 潘迪沉默了一下 而后说道 老大的位置飘忽不定 但他的情绪似乎平稳了很多 我们再接再厉 应该距离他不太远了 好 接着来 徐子英杨里杨手上黑锅 脸上充满坚定神色 几个人继续深入腹地 约摸一个多小时后 获救的人员再次增加几个 然而在这么多丧尸潮里 寻找一百来个人 简直太难了 这样找不是办法 徐子英说道 强力的尸臭让我的鼻子 不可能把每个人气味都闻出来 袁红也是懊恼的极点 这么长时间 他竟然只找到十几个战友 此时忽然间 鬼娃娃鼓里发出一声强烈嘶吼 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瞬间让所有人心神一震 紧接着 鬼娃娃便是一个 冲了出去 潘迪立刻惊喜喊道 找到老大他们了 所有人相识一言 立刻心中一喜 急忙跟着鬼娃娃冲了过去 好不容易跟上鬼娃娃脚步 却发觉鬼娃娃一个箭步 冲进一所大楼中 所有人火急火燎跟了上去 却见里面默然传出七粒喊声 有人 是熟悉的人的叫声 所有人简直惊喜到极点 难怪搜寻好半天 都没有找到兄弟 原来都在这里 正在这时 里面默然传来恐怖到 极点的鬼娃娃的疏吼声 鬼娃娃不是外人 冲红急忙大声喊道 与此同时急忙冲了进去 却见三十几个兄弟站成一排 虎视眈眈望着眼前的鬼娃娃 他们的脸上身上都是鲜血 还有十几个人倒在地上 断手断脚 却被捆了起来 一看见原红等人进来 所有人都是不约而同 大声喊道 别过来 鬼娃娃不是外人 他是来帮我们的 原红急切喊道 三十几个还能勉强 站立的战士 全都震惊了 而此刻 鬼娃娃似乎已经被激怒了 疯狂地咆哮着 锋利的爪子已经伸了出来 可以看见 她的身上插着一把尖刀 潘迪几乎煞时间 就是心中漠然一颤 要不是这个鬼娃娃 接到指令 救眼前的人 恐怕她一个人 就能把整个房间里的人 全都杀死 然而此时的鬼娃娃 呈现出一种 十分不稳定状态 就是潘迪也不敢上前 只能反复地一遍遍说着 这些是你要救的人 这些是你要救的人 所有人都意识到不对劲 而原本在屋子里的 无微等人 却是明白过来 这只鬼娃娃 还真是自己人 可是因为刚才 他们的慌张 伤的鬼娃娃 眼前这个可怕的 顶着一张婴儿脸的丧尸 就要抱起伤人了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是恐惧地 刷的一声 便淹没在头顶 所有人战战兢兢地 望着鬼娃娃 连动也不敢动一下 生怕再次惹怒 这只鬼娃娃 然而就在这只鬼娃娃 忽然再次丝毫一声 整个身体 如同一道闪电般 窜了出去 锋利的血口 直扑无微的时候 潘迪的心顿时一凉 完了 还是激怒的 想象中的厮杀 并没有出现 只见一声厉声长啸 从门外传来 所有人慌忙转过头去 却见一抹白色 在夕阳照射下 弥漫上一层血色 那个他们再熟悉 不过的身影 煞时间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一出手 竟然急速如风 所有人还来不及看清楚 就听见一声凄惨嘶叫 鬼娃娃的脖子 被沈臣一把捏住 这个家伙还在不断地挣扎摇摆 一双手不停地挥舞上 一个照面竟然这么迅速抓住 鬼娃娃要害 这样的雷霆手段 让所有人都震惊到极致 尤其是刚才已经笼罩在 死亡绝望之下的无微 看着沈臣 简直如同望着天神一样 沈臣的眉头紧紧皱着 他的目光不带任何感情地望着 鬼娃娃 而这样粗鲁地对待一个看样子 很像是婴儿的鬼娃娃 鬼娃娃竟然一点也不怒 反而是瞬间软下来 又是眨眼睛 又是吐泡泡 还会学着咿呀呀的婴儿叫声 所有人简直是把下巴都惊掉了 这还是刚才那个愤怒的鬼娃娃 这尼玛分明是在卖萌吧 然而沈臣却是丝毫不为所动 他望着鬼娃娃 手上默然使劲 鬼娃娃立刻传了一声淒厉悲嚎声 煞时间沈臣只觉得 从鬼娃娃的身上 传出一阵阵的不解情绪 有那种如墨的感觉 有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 沈臣慌忙一扯手 鬼娃娃立刻掉到地上 紧接着撒娇般地爬上沈臣的腿 抱着不放 这个时候 袁红他们已经彻底相信 鬼娃娃真的是沈臣养的 老大威武啊 而他们却不知道 此时的沈臣 才是陷入剧烈无比的惊恶中 当日他用蛛丝枪 困住鬼娃娃以后 反而被鬼娃娃挣脱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鬼娃娃 在挣脱蛛丝王那一瞬间 便没有再攻击自己 反而是紧紧跟随自己身后 即使自己攻击他 他也是直躲不回击 直到自己真的斩伤他 他才发出受伤一样的声音 独自逃走了 那个时候 沈臣便是觉得有些奇怪 正是这份奇怪 才让他没有继续去追杀鬼娃娃 没想到这个家伙 竟然又一次出现了自己跟前 而且这些诡异的情绪 到底是什么鬼 为什么会有如墨和亲密的感觉呢 难道这个家伙 把自己当他妈妈了 无力地看着一个鬼娃娃 竭力地想爬到自己怀里 神差鬼使的沈臣 下意识将他脚倒拎起来 而鬼娃娃却仿佛很开心地 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配上他那恐怖的身子 和白骨骷髅 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而沈臣却是十分自然地 将他抱到怀里 手法娴熟地跟抱自己儿子一样 所有人头上忍不住划下几条黑线 趁你嘛世界观都要颠覆了 沈臣似乎觉得自己手法好像有些问题 脸上竟然莫名飞起了几道红韵 他的注意力本来是集中在鬼娃娃身上 忽然一转头见了潘迪等人 心中竟然生出万分欣喜 你终于醒了 一声终于醒了 潘迪偌大的汉子竟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却见沈臣重重拍了拍潘迪肩膀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潘迪张了张嘴 而后便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下去 只是重重点点头 这一个多月的沉睡 让他再次醒过来 只觉得已经是沧海桑田 可是赵真还在 沈臣还在 这一点便让他心中踏实了 第382集 沈臣只对潘迪说了句 回去再说 而后便是对袁红等人说道 你们有没有人身上带伤 徐子英摇了摇头 我们身上都穿着先前 狩猎回来的怪兽的皮毛 伤倒是没有 沈臣一个一个仔细看了过去 确定这几人身上没有伤后 才是点点头 我们现在找到的兄弟 加上你们只有57个 还有43个人下落不明 趁着离太阳下山还有几个小时 必须马上找到他们 否则一旦等夜晚降临 这些丧尸肆虐起来 以我们的能力 根本不能待在这里 鬼娃娃已经是这一片去的葬石头了 也不能威吓他们吗 袁红一听 只有几个小时就必须撤退 立刻紧张地问道 她还太弱小 只有等她成长为失望级别葬石再说 怀里的鬼娃娃不满地吼叫一声 却见沈臣一巴掌拍在她脑袋上 立刻安静下来 跟一只小狗一样 我们的时间紧迫 看来真的很危急 徐子英一听也是急了 只有几个小时时间 可还有那么多兄弟没有救出来 当下就急着站起来 沈臣点点头 而后说道 潘迪 袁红 徐子英 你们三个留下协助我 其余的人先离开这里 赵真立刻点点头 行 几个小时 我可以来回好几趟 保证安全地 把他们都带回制大 不 沈臣眉头立刻锁起 立声道 绝对不会制大 为什么不会制大 所有人立刻愣住了 不解地望着沈臣 沈臣深深吸了口气 这次的事情 原本根本不会出现 目前这样的情况 制大 出问题了 什么 究竟是怎么回事 沈臣深吸一口气 而后便是开始诉说起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早在纳塔莎 和孟琴第一次密谈的时候 沈臣便是早已经发觉 这二人不对劲 当下便去了研究院找处理 两人分析了半天后 认为纳塔莎前来目的 绝非这么简单 于是便决定将计就计 引出纳塔莎的真实目的 直到沈臣在单人对抗赛上 发现纳塔莎那边的人 不仅个个都有怪兽化倾向 而且表现出 智力低下 听从命令情况 这绝非前世 他所知道的那样 因此更让他产生怀疑 为了以防万一 沈臣特意再次去找处理 这一次 两个人竟是推测出一个 让他们无比惊恐的答案 就是纳塔莎 是在用华夏人做实验 那些原本作为实验 生存在华人的百姓 在这一个月时间内 已经被驯服成怪兽 楚黎和沈臣当下 决定绞杀这些怪兽 所以才会出现 当日文海带着进化枪出现 但是原本和楚黎说好 在孟琴对沈臣这组地图 做手脚后 由楚黎将地图坐标 修改成安全地点 这样作为诱饵的袁红等人 便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需要找一个空闲地方 等待回去即可 谁能想到 文海带来的消息 竟然是楚黎说 地图再次被篡改 袁红等人危险的消息 如果连楚黎都无法面对的敌人 会有多么强大 这一点沈臣深信不疑 在事情原委没有查清楚前 他绝不能让袁红他们 再次陷入险境 尤其是他根本不清楚 这次的攻击 到底是针对袁红他们 还是自己 煞时间房子里立刻陷入安静 所有人在听到事情来龙去脉 这才明白过来 感情那个娜塔莎 竟然是这样的目的 当下也不由佩服 其沈臣的心思敏捷 竟然和楚黎早有应对 至于后来连楚黎都控制不了的事情 他们也是一阵尖默 敌人究竟是谁 出于什么目的 眼下他们一无所知 只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沈臣缓缓说道 无论这人是谁 他一定要为之付出代价 他的语气平稳中带着坚定 让人知道他此时 隐含在内巨大的愤怒 犹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潘迪也是皱了皱眉头问道 老大 那咱们现在到哪去 沈臣望着赵真说道 你们现在去南方那个聚集地 林秋仪和陈无畔那里 报上我的名字 他们自然会接待你们 袁红也是知道 陈无畔是和他们一起 过了命的交情 既然不能回这大 那个地方的确是上家选择 当下便是点点头 沈臣立刻回头点了几个人 吩咐跟赵真一起离去 先走的几个战士缓缓站起 他们第一个动作不是离开 而是神色复杂的 望着捆绑在地上几个战士 站在最前面的吴威 神色变得很苍白 他久久望着被捆绑的兄弟们 忍不住鼻子一阵酸涩 他们都是因为被丧尸抓挠到 此刻不得不捆绑起来 等待着丧尸话那一刻 此时每个人望着昔日的伙伴 都是忍不住悲痛心来 行了 别扑扑妈妈 赶紧走吧你们 就是 看着我们干啥 早就看不顺眼你的副死样了 快滚快滚 省得老子心烦 豪气的声音响起 但每个人脸上都是划过泪珠 临别前的话音 句句刺激到众人的心 狗之的苍天不公 硬生生让人感受着生离死别的痛楚 终于 沈尘默然一咬牙 还不快走 煞世间哭声一片 最先离开的一批人 立刻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别 再也没有相见那一天了 潘迪几个人红着眼眶 将他们拽走 自己也是忍不住鼻子酸的难受 默然间 一个战士忽然浑身开始忍不住抽搐起来 杀 杀了我 我 我不要变丧尸 然而这就像是一个信号一样 紧接着又有三四个人倒在地上 老大 我啥也不求 就是求你 现在能亲手斩了我的脑袋 老大 你别哭 能跟着你混 我觉得我不摆下这一辈子 杀了我吧 下辈子还是兄弟 沈臣缓缓握住了刀 挥了挥手 你们 都出去吧 别看 他的声音已经颤抖得不像样子 握着刀的手 艰难得根本举不起来 所有人低垂着头 有的人已经忍不住冲了出去 放声大哭起来 鬼娃娃不明所以 也是跟着欢快地冲出大楼 一声刀下 年轻的男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的身体还完好 没有一丝属于丧尸的丑陋 他的脸上闪过解脱的笑容 一双明亮的眼睛 还带着对世界的无限眷恋 再一刀 鲜血如雨 然而每个人脸上都是视死如归的坚定神色 他们微笑着 鼓励着 坦然地面对 他们开始大声地唱起军歌 直到一个个超出的身子 随着刀光的闪动 而彻底平静下来 然而这一刀一刀的挥舞 如同一刀刀 搁在沈臣的心上 亲手杀死自己的同伴 自己的袍责 这种痛让沈臣的脸上没有任何的神色 但所有人都知道 由他下手揽下着心中最沉痛的包袱 是这一辈子在心里都抹不掉的痛 原红和潘迪等人已经等在门外 他们内心远没有沈臣这么强大 根本无法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 远处的丧尸 有零星两三只 开始缓缓聚集过来 鬼娃娃一个飞速便是冲了过去 开心不已地撕咬着 仿佛这几只丧尸 不过是他的玩具而已 屋外黑色的鲜血 屋内血红的鲜血 诡异地缓缓在地上流淌 直到汇聚在一起 流入马路边的地下水道缝隙中 过了一会儿 却见原本正在撕咬丧尸的鬼娃娃 忽然一下停住了 那双圆溜溜眼睛里 竟然闪露出一丝 叫做恐惧的神态 紧接着 却见鬼娃娃猛然一个飞窜 整个身影化成一道黑影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了什么事啊 鬼娃娃怎么跑了 原红奇怪地问道 所有人也是面面相觑 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什么 然而潘迪忽然意识到什么 他漠然恐惧地开口 鬼娃娃是逃走了 逃走了 为什么 有人诧异地问道 潘迪的目光 缓缓望向自己脚下 一字一句颤颤地说道 我 是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要出来了 所有人忍不住心中剧烈颤抖一下 一个能把三阶变异丧尸 磨死的鬼娃娃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让他恐惧地直接逃走 一声惊天动地巨响 所有人瞬间浑身巨震 脸上一下变得毫无血色 惊骇欲绝喊道 在下面 毫无征兆地 一只枯瘦的干尸的手 默然出现在马路中心位置 那双如同钢铁一般的手臂 将水泥和柏油浇灌的地 瞬间捅破 紧接着 坚固的马路如同蜘蛛网一般碎裂开 那些原本猖獗的丧尸 忽然齐齐嘶吼一声 竟然像是遇到天敌一般 迅速逃窜而去 是的 不是退下 而是如同鬼娃娃一般逃窜 所有人摒弃宁神 望着那只哭手 煞世间只觉得阴风阵阵扑面 忽然间 那只哭手的手指动了一下 所有人只觉一阵寒风从脖颈窜出 整个人不受控制 打起了摆子 木 木乃叶 僵尸 所有人不由自主在心中想着 煞世间 只见地面似乎被什么东西撞击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山丘 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传出 恐怖的嗜血气息简直扑面而来 快逃啊 这一声不是巨吼 而是在心中发出了疯狂的哀嚎 可是仿佛被什么东西锁定一般 没有人动作 身体根本僵硬的无法动它 如同顶破什么禁锢一般 又如同小草发芽 所有人忽然发觉 自己眼帘前那只手臂的附近 漠然多出了一片翠绿的小草 每一片都仿佛闪烁着亮光翠绿的喜人 然而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在一片军裂的如同干旱厚土地的马路上 一只枯手 一片春色盎然的小草 所有人的脸变得煞白煞白 然而很快 他们连呼吸都静止住了 那只手忽然向着丧尸逃走的方向一指 这一片翠绿色小草 瞬间化为上下翻飞的触手一样 密密麻麻地朝着那些普通丧尸笼罩过去 什么是牢笼 这就是无法挣脱的牢笼啊 所有人已经是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切 那些堪比章鱼触手般的东西还是小草吗 这简直要恐怖上一百倍啊 这些看似柔软的小草 就好似最锋利的长毛一般 瞬间将逃窜最慢的丧尸笼罩住 紧接着只听扑哧扑哧几声 上百只丧尸竟然就被密密麻麻的小草 直接冻穿了身体 那些小草穿过了这些丧尸的身体 紧接着又向前冲过去 顿时一排排丧尸倒下 如同穿羊肉串一样 穿了上百串 只见那只手指轻轻随风一挥 煞时间小草开始微颤一下 成千上百只丧尸 骤然被小草撕裂开 煞时间一滩一滩血沫从半空中掉落下来 挥散不去 什么叫腥风血雨 这才叫腥风血雨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究竟是丧尸 还是植物 还是怪物 它为什么会杀丧尸 所有人都在心中战战兢兢想着 徐子英忽然转过头 悄悄地问道 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是沈尘老大召唤来帮我们的 用了召唤这个词 可想而知 沈尘养了那只鬼娃娃 对他的世界观的改造 导致现在连召唤都用出来了 话还没说完 只见袁红苦笑一声 而后目光缓缓地望向前方 你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徐子英急忙抬起头 煞时间骇人地看见 那些锋利的小草 忽然在一半处折起腰来 那锋利的还不停顺着缝隙 留下黑血的草间 虎视眈眈地对准它们 煞时间头皮发炸 窒息的感觉油染而生 逃啊 死心裂肺喊声传来 所有人屁滚尿流 向大楼内逃走 也有人疯狂地顺着马路逃走 但沙哑的喊声 被那些沙沙沙的小草 抖动声所掩埋 所有人此刻心中只有绝望 死了 这下是彻底死了呀 袁红一边嚎叫大哭 一边疯狂逃跑 然而他脚下忽然一疼 却见一只翠绿色小草 不知何时已经缠住他的脚腕 兄弟们 快逃啊 老大救我 袁红爆发出最后一声嘶吼 而后他扭头 望着无数伸向自己的绿草 这次该死了吧 银色的亮光 如同黑暗中最后一道光明 疯狂的原形 如同银轮一样 高速地从建筑物中 旋转绞杀般杀出 刹那间 将那一片对准袁红的绿色 瞬间搅成粉末 刹时间 所有追赶的绿草 这时候 只见那个潘迪不知什么时候又跑回来 一把将袁红扛在肩膀上 你犯什么傻呀 赶紧走 袁红被扛在潘迪肩膀上的时候 看到的是银色的圆轮 如切割机一般 一次次地疯狂切割 每一次切割 那些绿草都更加疯狂地涌上来 无孔不入 想要将沈臣彻底撕碎 不行 老大还在那儿呢 咱们不能撇下老大 潘迪却是狠狠地说道 你想让老大白费力气救我们吗 咱们安全了 老大才有精力集中去对付那个家伙呀 然而潘迪此时的心 也是剧烈抽搐着 却依然扛着疯狂大叫的袁红 冲了出去 第384集 所有人都是仓皇地逃到安全的位置 眼看着那磨盘一般的圆轮 疯狂摧毁遍地的青草 那些娇嫩的青草 似乎在悲哀地嚎叫着自己惨遭揉捏的命 然而只有潘迪他们才知道 那青草是多么恐怖的一种武器 疯狂了十几分钟后 那些绿草终于停止攻击 而此时 袁红他们也已经站在远处楼顶 复杂地望着那一片他们根本无法触及到的战场 沈臣的身影缓缓显现出来 他看上去面色十分苍白 也许是旋转得实在过猛 他的身影摇了两下 手捂着胃部 老大是不是已经赢了 徐子英焦急问道 没有 这个东西太恐怖了 老大可能不是对手 潘迪此事已经彻底恢复清明 他这一睡接近两个月 然而并非代表他什么都不清楚 沉睡这么长时间 他如同一个局外人一样 看着自己身体发生的所有事情 他知道了林倩倩的出卖 知道自己身体的奇特 知道了楚离的实验 然而这种植物人的感受 却十分奇怪 他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直到今天 沈臣心中强大的召唤 还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默然涌入他的身体 那个时候 他唯一的想法就是 按照沈臣所说的 去救那些自己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如今再次相遇 他还没有跟沈臣说上几句话 就看着老大再一次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面对一个根本不知的来历的敌人 连鬼娃娃都被吓走的强大生物 沈臣真的能对付得了吗 所有人的心煞时间纠成一团 紧张到极致的死死注视着沈臣 死亡恐惧 沈臣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此 在脑子里翻过了好几页 沈臣终于想起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前世的自己并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东西 然而仿佛是听人说起过 在郊区乡下 依然有入土为安的习俗 并不火化 于是有一些半腐烂没腐烂的尸体 在末日之下便是再次重生 和人变成丧尸一样 重新复活 可谓是真正的从地狱里爬出 然而据说这种丧尸 还有一种奇特的特点 由于他们生前已经死亡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有时候一些杂草 虫子便会在他们死去尸体上 生根发芽 这些能够再次活过来的丧尸 有些身体上便是带着杂草 有些身上便是带着虫子再次复活 这些动物和植物与丧尸的结合 让这样的丧尸充满夸张的战斗力 那些杂草和虫子便是他们的武器 尤其是在生物大跳跃年代 但凡遇到这样的丧尸 那简直是要屠城的存在 如果非要给他们一个名字 虫丧尸 或者是草丧尸 恐怕是最为贴切的 眼前这一个 就是一个强大到极点的草丧尸 这种丧尸由于同时有丧尸的本能 还有生物大跳跃时 几乎是囊括两种特性 它们可以吃进化生物 也可以通过吃丧尸的进化液再次强大 没有人敢说 在遇到这样双特性的草丧尸时 还能活下去 那个告诉他这个事情的人 据说是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撕成碎片 扔给草丧尸 漫天的肉块吸引草丧尸注意力 自己才逃了出来 然而据说他逢人便说这个事情 不停地咒骂着草丧尸 其实这个父亲 早在将孩子扔出去那一刹那 当孩子的鲜血洒在他头上的时候 他的内心早就已经疯了 沈尘的心剧烈震动着 S式的繁华程度 没想到今儿还有这样丧尸存在 这种和植物结合在一起的丧尸 几乎比三阶丧尸还要恐怖 这些草 但凡有一个割破自己皮肤 就会变成丧尸 然而这只草丧尸 刚才在那一瞬间 竟然虐杀那么多丧尸 可想而知 它的进化水平绝对不低 沈尘怀里颤抖着摸出一把手枪 潘迪的眼睛默然一缩 那是楚黎的手枪 进化枪 他曾经用这个射杀过四个研究员 为的就是保住沈尘血液的秘密 一想起自己身上刚才发生的诡异的事情 潘迪的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他何尝不知道 自己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被沈尘控制住了 可是老大当时只想着救自己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血液的秘密吧 老大救了自己一命 那自己还给他 又有什么不对 如果沈尘他知道 恐怕会极为难过吧 潘迪缓缓吸了口气 双眼一闭 再次抬起眼时 决定将这个秘密 暂且埋在心底 拿着手枪的手 还在微微颤抖 沈尘用双手托住手枪 却还是瞄不准那只手 他在等待 这个枪里 只有一发进化子弹 但是他必须等到 那只丧尸头露出的那一刻 才能开枪 虎球莫然爆开 水泥块 柏油沥青 还有石子泥子 煞时间乱飞 将整个空气变成土灰子 就在那一瞬间 一颗银色水滴 碰的一声泥塘 迅猛的速度和沈尘 已经趋于平稳的手 让这个水滴在那飞扬的空气中 无阻碍地精准穿梭过去 而后狠狠地贯穿了那只 刚刚伸出的脑袋 不是血 不是肉 是一碰已经烂到家的骨头 变成一捧沙子般的东西 瞬间扬洒在天空 草丧尸的整个身体 迅速向后倒去 远在楼顶的几个人 瞬间叶死了一声 每个人都激动得无法自已 然而当所有的灰尘泥土 全部归于地面后 忽然间 所有人尖叫的狂喜声 瞬间停滞 只见另一只手臂直直举起 直冲天空 与此同时 一声愤怒嘶吼声 让所有人只觉冷气 顿时窜上后背 已经像是拉丝一般的 土黄色手臂 看上去竟是无比的猙獰 让所有人齐齐倒抽一口冷气 不可能啊 沈尘分明已经打中他脑袋 分明已经把那几乎是 皮薄骨头的骷髅头打爆了 为什么还会这样 为什么 他怎么会没有死 沈尘缓缓将手枪 收回到怀里 他也同样感到诧异 那一枪的威力 理论上达到第一代 进化枪最大数值 一年内恐怕处理不可能造出第二代手枪 但是 为什么会失手 一声恐怖到极点的嘶吼声响起 煞是惊 那种令人绝望而恐惧到极点的阴冷 扑面而来 那只草葬石忽然作息 两只空洞的眼睛比直望向沈尘 等等 怎么会还有一双眼睛 沈尘下意识向后一退 却猛然发现 这只头颅看上去有些歪 甚至脑袋形成一个不规则的 像是被挤压过的样子 更恐怖的是 这个家伙竟然有三只手臂 他的上身也如同分叉一般 从胸膛以上多出一块 一直没有了脑袋的脖子上 还冒着灰 连体人 两个脑袋共生 新闻上经常见到 这种赞美医学的伟大 和母爱不抛弃 不放弃自己畸形的孩子 然而却没有在意 这些连体孩子成长后的绝望 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未来 仿佛他们生下来 只是为了上几次电视 成为某部门的功勋 显然 这只草丧是死后 被匆忙埋在地下 看身形 不过才十四五岁的模样 沈臣的手枪打死其中一只脑袋 可是另一只脑袋 另一个长草丧尸 还是活着的 或许是打死了自己的同胞 让这只草丧尸 达到愤怒的顶点 煞时间 他的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草 瞬间长成无尽锋利漫长的长草 疯狂地从腕席卷而来 沈臣不得不飞速跳跃着 躲避这些恐怖的东西 一旦被缠绕上 只怕就是一个死 忽然间 一根长草不知从何处冒出 粗大的草 树温便是缠住沈臣的脚 沈臣立刻想正脱开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长草在草丧时指引下 简直鬼魅到极点 瞬间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沈臣狠狠从半空中扯下来 刹那间的失重感 和原先的眩晕感 让沈臣哇的一声便是吐出 然后便是重重拍在地上 煞时间头脑一片眩晕 七荤八素的 紧接着无尽的长草围了上来 疯狂地将沈臣 如同果粽子一样包裹起来 紧接着 长草上下翻飞 一下一下将沈臣疯狂从半空中 向地上猛烈摔着 星星点点的血花浸透在翠绿草上 是如此显眼 面对这么一个强大对头 沈臣竟然连还手能力都没有 这就是四阶的恐怖存在 完灭三阶 先前让沈臣绞杀那么多长草 只是因为他没有尽全力而已 潘迪猛然怒吼一声 就要冲上去 袁红急忙拉住他 不行 你上去也是个死 难道你让我看着老大就这么死在那些杂草下面吗 再摔下去 他真的要死了 到了这个时候 潘迪已经意识到危险性 这个草丧尸太难对付了 操 我们去着火 着火来烧了这些草 收你马 等你找到了火源 老大早就死了 我这条命是老大救的 他死了 我也不活了 干 潘迪猛然一把甩开袁红 立刻冲了下去 眼望着这个傻大哥毅然决然的身影 袁红的眼睛煞时间湿润了 难道我的命不是老大救的吗 干 不就是个死 十几个人疯了一般冲下去 却是抱着必死的信念 而此时 赵真也跟上大部队 一起向着沈臣奔去 然而无论他们用了什么办法 砍 射击 都无法将那根翠绿色草撕下来一点 就是砍刀砍上去 如同砍在钢板上一样 所有人这才知道 这种小草可不是普通柔软的小草 长草还在上下翻飞将沈臣狠狠摔打在地上 而此时又有几十根长草疯了一样席卷过来 眼看这几个人马上就要再次陷入死亡阴影中 然而这次没有人躲避 没有人逃亡 所有人都是一股誓死如归的信念 要死 一起死 忽然 一种强大的暴声传出 所有人猛然看向来源处 还没看清楚什么 只见漫天草屑 砰的一声被炸上天 与此同时 以那个点为中心 强大的气流瞬间辐射开 直接将这十几个人轰飞出去 所有人狼狈地爬起来 等到那些草屑纷纷掉落在地上 却见中间漫然一个人影半跪其中 煞事间 草丧尸的进攻顿时凝结住了 一种极为强大的 令人窒息的气息扑面而来 竟是让那个草丧尸 都为之感到深深恐惧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漫然间一口鲜血猛然喷出 紧接着口 鼻 耳朵 双眼 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个人影的五官 出现一滴滴鲜血 滴答滴答地滴在地上 所有人都震惊地望着半跪在地上的人 一时间 只觉得仿佛有什么恐怖的气息 将他们全部冻住 沈尘用手抹了抹面上的血 他活动一下身子 整个人从钩楼的状态 缓缓站起身 身上的衣服 因为他的身影迅速暴涨而撑破 此时那球节的肌肉 还有那如猎豹一般流线型的 最强脊椎形态 让所有人忍不住高声惊呼起来 这是一种像火山爆发前的宁静 像是大海晕于暴风雨前的隐忍 你看着他站在那里 就会忽然生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顿生仰望之心 他的手指分明还是人类的手指 却出乎意料让人毫不怀疑 那一指就能要了无数人性命 没有人知道 此时沈臣的视野是一片血红 红色的天 红色的地 那一只红色的爬虫挡在自己的面前 死碎他 沈臣的心中忽然出现这样一句话 沈臣奇怪地拧了拧脖子 而后他开始动了 沈臣走得很慢 他的身形经过暴涨后 远比红巨人时还要庞大 缓慢的脚步 仿佛是在适应这样庞大的身躯 却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绝望感 仿佛也是感受到这样的气息 只听得一声锐利的脑袋 都开始发胀发炸的声音响起 只见那些长草竟然瞬间暴涨几米 如同刀山剑海一样疯狂刺激而来 这不是草 而是一饼饼最锋利的剑 如果刺得沈臣 一定会将它刺成一个密密麻麻的马蜂窝 潘迪和袁红他们的心 瞬间纠集在一起 老大 他怎么就走过去了 他应该躲一躲呀 然而很快 他们紧绷的神经 瞬间就被跟什么触碰到一样 疯狂地跳脚大叫起来 那些锋利到一定境界的长草 竟然在沈臣的身体外侧半米时候 就扑扑扑地化成虚无 就仿佛沈臣此时周身 有一个巨大能量罩 或者是看不见的火焰燃尽一切 随着沈臣步步靠近 那些长草就跟遇上天敌一样 迅速消失在半空中 原来这就是老大最真实的力量吗 潘迪南南说道 他忽然想起从酒店逃亡那个夜晚 想到了有一个黑色的身影 在丧尸群里厮杀带来的腥风血雨 今天的沈臣跟上次相比 仿佛更加沉寂了 却拥有了更强大的毁灭的感觉 如果说上次的沈臣 这种暴虐的气息比较外露 而此刻 你觉得他仿佛将所有契机都收了回来 但是绝对在主导着生死 草丧尸愤怒地嚎叫着 那种嗜血的恐惧气息瞬间暴涨 煞时间源源不断地长草从他身上长出 如同一条长龙一般猛然扎进地底 紧接着 所有人便是看见 无尽的绿色从地面上冒出 那些密密麻麻的嫩绿色青草 一个个看上去 如同最可怕的恶魔一样 他们肆无忌惮地蔓延 直到将沈臣彻底包围 如同镊齿动物一般 长草摇曳着晃动着 瞬间便从一毫米的嫩芽 即刻暴涨到十几米高 直接将沈臣淹没在翠绿色草丛中 没有人看清里面情势究竟如何 所有人都是紧张担忧到极点 恨不得立刻投身进去 跟随着沈臣一起去面对 如此疯狂而恐怖的时刻 然而 一声冷笑 忽然从翠绿色一片中传出 哼 如果只是这样的实力的话 那么白浪费我一瓶三阶进化液 第三百八十六集 一声似人非人的吼叫声 从草丛中传了出来 煞世间 那一抹鲜血已经染红的身影 漠然冲天而起 刹那间只见天地一片绿色 随着沈臣的身影所到之处 仿佛有一把无形的镰刀 无情地收割着世间的一切 然而草丧尸如果只有这点能力 那它也不配叫做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 而且四阶的恐怖之处 可绝非仅仅如此 漫天下落的草屑不断落下 煞世间如同暴风雨滚滚而落 而地面上的草屑 却是开始诡异地摇曳 从远处看 竟然像是一片青涩海洋 青草在不断搅动 不断旋转 仿佛在酝酿着什么最可怕的进攻 他在干嘛呀 赵真惊慌地喊道 这可怕的威力 让他们此时都已经躲在几百米远地方 仿佛迎合赵真的谎 绿色的草屑从青草海洋中 仿若升起了一道龙卷风 一条由青草形成的长龙怒吼着 冲向沈臣 触目惊心的青涩如牢笼一般笼罩苍穹 整片草地全部都在向沈臣释放着无比暴虐的压力 长龙死吼着缠绕上沈臣的身躯 煞时间将沈臣吞噬进去 那种恐怖的绞杀之力 下一刻就要将沈臣直接压碎 沈臣缓缓地抬起头 满脸的血污掩盖下的双眼 竟然浮现出一丝笑意 双手竟然将长龙骤然死死抓住 煞事间草丧时顿时发出一声悲好 而沈臣却像是手撕纸蟹一样 一点点将那条长龙从头到尾撕成一条一条 不 还不是一条 但凡它撕下来一条 那长草便如自然一样疯狂扭动起来 煞时间就凭空消失在空气中 随着沈臣迅速暴力到极致的撕扯 只见那只草丧时疯狂扭动自己的身体 就仿佛有人将它的血肉一点点扒下来 这究竟怎么回事 老大怎么变得那么猛 袁虹急忙问道 潘迪和赵真同时对望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进化夜 老大又喝进化夜了 张洪涛原先就说过 老大再这么喝下去迟早要出事 然而现在 沈臣此时整个人都陷入一种极为暴虐的状态中 漠然被进化夜冲到六阶之上十里 让他足以不费吹灰之力干翻这只草丧尸 长龙被撕扯完 沈臣的身影缓缓降落在草地上 随着他的手的动作 只见那地上的青色海洋 如同被一个巨大的粉碎机粉碎一般 整片海洋全被煮沸了 燃烧起来一样 瞬间化成灰烬 疯狂的青草在半个多小时后 终于停止肆虐 而那只草丧尸 竟然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准备再次陷入地底 糟了 还是让他逃了 袁红立刻遗憾地喊道 我会让你逃吗 低沉的语气 如同地狱来的使者 一声巨响 手指直直深入地底 在所有人惊呼下 沈臣一把就将草丧尸拎出来 那只草丧尸变形的头部 被死死抓在手心 原本猖獗的样子 现在看上去如此的无助 沈臣微微一笑 紧接着手指狠狠一握 暴力地把草丧尸脑袋 捏成粉末 随后被无形的风吹地喷射出来 土灰色的灰尘煞尸间扬起 那一只草丧尸 煞尸间凄厉地悲好一声 沈臣的嘴角流露出一丝残忍微笑 而后双手拥了一分 那具无头的尸体煞尸间迅速瓦解 成为泥土的一部分 所有人不可置信 望着那个恐怖如丝的熟悉的身影 煞尸间紧张担心和恐惧 一下烟消云散 赢了 赢了 所有人狂呼着冲上去 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抑制不住的惊喜和激动 丧尸再恐怖又怎么样 这里就有个猛人 专刻各种丧尸 让你们这群死而复生的杂碎 有去无回 该怎么死 还得给我怎么死 这就是霸气 这个时候 众人心中那种激荡 是无以言表 正当所有人要簇拥迎上去 却见沈尘猛然喝了一声 别过来 一声冷到极致的声音 让所有人脚步停下 你们 趁着丧尸还没有聚拢前 迅速把他们救出来 沈尘飞快连续抱了十几个坐标 赶紧去 再不去 剩下的兄弟要坚持不下去了 所有人立刻心中一惊 是啊 眼下还不到庆祝的时候 还是赶紧先救人要紧 袁红立刻说道 好嘞老大 我们这就去 没有人怀疑沈尘所说的话 一个个立刻分散着冲了出去 而等到所有人一离开 沈尘瞬间瘫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的鲜血 从他体内喷射出来 浑身净卵的 甚至连喘气都成了奢望 虽然只是喝了一瓶三阶的进化液 然而后遗症的威力实在太大 沈尘此时身上的肉已经开始掉落 强大的进化液不断冲击着他的身体 照这个样子下去 自己可能撑不过两天 就要怪兽化 不可以 一定要赶紧去寻找人参 然而此时自己现在情况 比之前要凶险十几倍 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堆满人参的仓库呢 沈尘的内心已经是开始有些绝望 然而他却是根本不后悔这样的举动 因为如果当时自己不喝进化液 其结果就是他连同所有的人都得死在这 喝了进化液 反而会有活下去的希望 沈尘强硬着支撑身体 缓缓地走向那只草丧尸的身边 草丧尸的头部虽然已经碎裂 但眼尖的沈尘竟然发现了一颗 只有米粒大小的凝结物 难怪 难怪这只丧尸这么厉害 竟然进化液粘稠到已经开始结成实质了 沈尘的心中默然生出狂喜 有了这颗实质的进化液 刚才自己喝下去那只进化液 非但没有亏本 而是更大壮一笔 因为进化液的价值绝对在进化液之上 要知道 这颗进化液虽然也只是三接 但是其中可供人体吸收的质量 比进化液要强上许多 如同一个身体虚弱的非健康人士 和肌肉男的区别 虽然同样是成年人 但是身体素质却大有不同 沈尘显然是没想到 这只草丧尸竟然已经将进化液凝结成这样 毕竟上千个丧尸都未必能出这样一颗 换句话说 只有丧尸中的天才 佼佼者才有可能有这样的进化力 也难怪这只草丧尸的能力竟然如此恐怖了 忽然间 沈尘的头默然抬起 原本狂喜的心中突然泛起一阵强烈的寒意 他的身体像是本能一般迅速弹乐而起 双眼中闪烁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几乎就是那么一瞬间 一道突如其来的狂暴气流从远处轰然而来 只听砰的一声 原本沈尘所待的位置 煞时间呈现一个极为恐怖的剧动 热气腾腾的攻击让整个街区迅速被破坏 这要是打中沈尘恐怕是直接粉身碎骨 是谁 沈尘急忙愤怒地望去 却见远处一个人影屹立在楼顶之处 虽然相隔甚远 沈尘却依然能感觉到 那个人身上那种残酷的冷血的气息 他是来杀自己的 第三百八十七集 沈尘的双目骤然一骤 净化液带来的暴女还没全消 第一时间便是感觉到这股锁定的杀气 沈尘立刻纵身而起 脚尖和地面接触瞬间 身体便是猛然发力奔了起来 他此时的身子还有些不稳 身体迅速崩塌的速度 让他浑身如同从鲜血中捞出一样 又是两道炽热的白色光束 朝着自己的方位迅速接近 沈尘此时的心 已经从惊恶到不可置信 到了绝对的愤怒 进化枪 有人用进化枪对付自己 楚离 难道是楚离 先前商量好的隐蛇出洞 被调换成杀人的坟地 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么多战士战死在这儿 如今刚研制出的进化枪 却是用来对付自己 漠然回想到楚离这段时间 望向自己的神情 想到他的疏远 楚离还是和自己变成敌人了吗 心不知怎么的有些抽动 然而双眸中却是一片血红的杀意 不管来者是谁 杀 与此同时 楚离面无表情地登上飞机 她的身后 是一脸惊恐的叶小雨 郭元 林卫然 张洪涛 多多 赵明 还有维一 甚至在角落里 还发现一个已经憔悴的 不像样的女人 林倩倩 所有的人都被抓到飞机里 每一个人都是无比恐惧地看着楚离 为何忽然变了个人一般 楚离 你为什么要这样 楚离 给我一个解释 叶小雨愤怒地望着楚离 他们如同囚犯一样被靠在一起 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这些人里面所有人都在破口大骂 唯独他想不明白楚离为什么忽然发难 淡淡推了推眼镜 楚离缓缓说道 要怪 就怪沈臣吧 门被迅速拉上 所有人瞬间陷入黑暗 只能听见里面不住的骂声 还有那种受得背叛的痛恨和失望 楚离疲惫地揉了揉鼻梁 孙颜泽此时也颤颤巍巍上了飞机 苑长做事情越来越诡异了 如果说杀沈臣是因为沈臣的确身上充满了秘密 但是和沈臣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也不放过呀 那一百个战士又有什么错啊 为什么他竟然调换了地图 命令小张自杀似的将战士们带到那么危险的地方 孙颜泽花白头发都在颤抖 激动地说道 院长做事有他自己的准则 他给了战士们一个体面的死法 死在战场上 而不是像现在对待沈臣一样直接追杀 行事有自己的准则 院长没有变 孙颜泽沉默了片刻 不得不承认楚离的确是最了解院长的那个人 但他还是不甘心地说道 但是沈臣他估计会以为这都是你的安排 以他那种性格 估计会直接找你来拼命吧 不过他在院长的安排下 估计也活不到找你麻烦的那一刻 孙颜泽摇里摇头 忽然也是松了一口气 楚离缓缓推了推眼睛 而后一言不发 脚下的大地与飞机逐渐拉开距离 楚离和孙颜泽则无言地俯视向逐渐拉开距离的地面 两个月来精心维护的这打 在这一刻即将分别 缓缓转过头 楚离冷漠的双眸 毫无情绪望向眼前一片蓝色 那个敢揍他骂他的那个家伙 陷入他根本无法抵挡的危险中 作为曹那样的庞然大物 沈臣在他面前 只能算是一个婴儿 但愿他能活下来 两团进化枪随着沈臣左闪右臂 煞时间打歪 直接飞向沈臣身后建筑物中 煞时间炸出两团恐怖的巨大气流 气浪席卷着玻璃和建筑物的外墙 将它们炸得飞上半空 然后轰然摔落下来 咦 竟然躲得过去 黑衣人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似是没想到沈臣能轻而易举躲过去 再一次上堂 黑衣人的嘴角勾出一抹冷酷的笑意 任你本事再大 在进化枪面前都是渣渣 这一次绝不会让沈臣再逃过 抬起头时 黑衣人的眼睛忽然呆之半秒 眼前哪里还有沈臣身影 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废墟 眼前忽然失去目标 黑衣人急忙四处巡视 煞时间莫名的恐惧瞬间让心 仿佛停跳半拍 怎么可能 人怎么不见了 黑衣人疯狂四处打量 可是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方位 都没有沈臣的身影 不可能 这个家伙还能隐身不成 给我出来 出来啊混蛋 进化枪不断地轰炸着 将整个街区炸得不成样子 然而除了四处建筑物倒塌的声音 还有丧失凄厉的叫声 没有任何动静 黑衣人的手默然收紧 这一刻 死一样的寂静 充斥着整个世界 忽然间 啪哒一声 一滴湿润的水滴 滴在脖梗处 一股血腥气纹立刻窜上鼻子 紧接着第二滴 第三滴 黑衣人恐惧到极点地回过头 却见一张满是血污 蹊跷扔在不停流血的面孔 煞时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四心裂肺的尖叫声煞时间响起 然而黑衣人却连动作半分的可能性都没有 他的身体遏制不住地站立 但是黑衣人实在不愿相信 只是他低头上膛的一秒钟 这个家伙就已经出现在他的背后 然后锋利的指节插在他腰眼上的触感 还有沈臣五官中流出的温热的血 滴在自己身上 却是无情地告诉他 身为一个追杀者 他已经失败了 谁派你来的 沈臣缓缓地开口 他的声音仿佛因为流血的感觉而有些颤抖 而后却让这个追杀者更加占领一下 是楚离 平静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沈臣给出了这样一个 他永远也不想说出的名字 两个月的相处 曾将一同面对蜘蛛母体的袍泽之情 前世对他的敬仰 沈臣绝不希望有和他成为敌人的那天 是 是楚离派我来的 黑衣人眼神默然闪过一丝荧光 紧接着立刻高声大声喊道 是楚离派我来杀你们 原因 没有原因 我们只要完成任务 追杀者脸上呈现出视死如归的神情 沈臣的双目微微一皱 而后死死望着黑衣人 呼得一下松了口气 那我就放心了 什么 黑衣人有些迟疑 不知道沈臣在说什么 我说 不是楚离派你来的 我就放心了 沈臣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原以为被同伴背叛的那种心中隐隐的痛楚 煞时间烟消云散 黑衣人咽了咽口水 不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是说 我是楚离派来的 如果你是他派来的 你应该称呼他为楚夫缘 沈臣微笑着拍了拍 追杀者脑袋 不得不说 刚才我还很郁闷 然而你的确让我开心了很多 追杀者的话戛然而止 他望着沈臣 仿佛望着一个怪物 他是有打算将一切过错 推到楚离身上的打算 这也是院长默认的事情 然而就凭这一个口误 这家伙竟然就识破了 好吧 我再问你一次 谁派你来的 沈臣平静地说道 我 我说了 我是楚夫院派来的 第三百八十八集 沈臣望着这个黑衣人 就像望着一个白痴 他也没有什么好耐心 紧接着说道 你是过被净化墙 从嘴巴里打进去的滋味吗 那种从身体内部开始燃烧的感觉 那种连灵魂 仿佛都要撕裂的痛苦 奇怪的是 他竟然可以这么一直燃烧下去 燃烧几年都有可能 然后等待着酝酿一次华丽的爆炸 沈臣缓缓地扶下身子 默然握住那个净化墙 而后还好心地替追杀者将他脸上的血抹了一把 你想试试吗 血腥的气味糊满黑衣人整个脸 黑衣人死是连崩溃的心都有了 谁说沈臣心软了 谁说沈臣他妈的不可怕 他整个就是一个疯子 一个魔鬼 疯子 你是一个疯子 沈臣不耐烦地将净化墙在手上上了膛 说 到底是谁 却见这个追杀者眼中闪过犹豫不决的目光 最后还是忽然大声喊道 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他的胸口剧烈起伏着 死死盯着沈臣的身影 而后歇斯底里地微笑着 直到沈臣默然将净化墙打进他嘴巴里 好吧 那我就不逼你了 其实 我也是一个很没耐心的人 你死了 自然会有人再找伤我 祝你好运 凄厉的如同被活生声拖下地狱的惨叫声响起 仿佛是身体内部燃起熊熊火焰 剧烈的高温和诡异的速度 如同烧化五脏六腑一般 他们在铁内似无忌惮撞击血管 撞击胃 将所有东西彻底撕得粉碎 黑衣人疯得似地抓挠自己的身体 狠狠地撞击在地面 扭曲着身体 而沈臣只是默然地望着他 然后收起枪 离开 随着沈臣缓缓地离开 只听砰的一声 天空仿佛炸开一个绚烂多彩的李花 鲜血如同李炮一样倾泻而下 翠弱的身体 竟然只坚持了五分钟就炸了 沈臣大口大口笑着 但血液却止不住 从他身上流淌下 他的眼睛寻觅着四周 亮亮呛呛再无人的 已经残缺的街区走着 终于 在即将昏死过去那一瞬间 忽然发现了一个废墟中 残留着的半瓶工业酒精 沈臣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身边已经围满了人 所有的人望着沈臣 脸上的担忧和悲伤 煞时间化成巨大惊喜 老大 你醒了 老大 老大 一声声地背好 让沈臣忍不住鼻子有些发酸 他强行支撑起身体 却发觉身上已经软软的 什么力气都发不出了 还剩多少兄弟 一开口 沈臣便是这句 周边围着的兄弟 立刻便是红了眼眶 63个 袁红耿叶说道 一百多个兄弟出来 现在找到的 只剩63个 其他的人全死了 沈臣黯然低下头 是我对不起你们 老大 当兵的早晚都有意思 你别都放在心上 徐子英立刻一抹双眼 大家都知道会死 现在还有63个兄弟 那都是你替咱们从地狱里面又抢回来的 草他妈的 要是让我知道到底谁在捣鬼 我一定饶不了他 老大 你要给大家报仇啊 沈臣的双眸 也是重重地暗沉下来 而后狠狠握紧拳头 不错 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混蛋拉出来 搓骨扬灰 众人皆是重重点点头 双目中的仇恨之火 熊熊燃烧 从没有人想过 会有人在他们身后放黑枪 这些人实在是该死 潘迪深叹了口气 而后说道 老大 你眼下身体透极的厉害 咱们先回南方聚集地休养吧 报仇血恨也不及于一事 沈臣摇里摇头 不行 我必须马上赶回这大 什么 老大 你不是说不用回去了吗 老大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一时间众说纷纭 沈臣按了按手 众人立刻安静下来 沈臣立刻说道 袁红 你和赵真立刻带着大家 去南方聚集地 我要回这大确认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在南方聚集地会合 老大 你这是要单干了吗 老大 你到哪 我们都跟着你到哪 后来的人 还不知道这一大的事变 还以为沈臣有意 自理门户 沈臣嘴角闪过一丝狠狠微笑 我只是要去确认一件事情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有人都从他话语中 听出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再联系的刚才老大 昏死在路边 而周围又像是 有激烈战斗过一样 谁都不敢多说什么 都是重重点点头 这个时候 徐子英已经端了一碗泡面过来 里面还加了一个荷包蛋 徐子英说道 老大 这个地方暂时安全 我好不容易搞了点火 烧了点水 你赶紧吃 沈臣吃力地抬起手 从徐子英手中接过碗 你们都吃过了吗 都吃过了 这是个小超市 我们还找了不少吃的 沈臣这才点点头 他用力咀嚼几下泡面 直到将泡面的汤水 全部喝下去 这才感觉全身的体力 缓缓恢复起来 这个时候 沈臣深深感受到 围亡那些菜叶的重要性 这些可以恢复体力的菜叶 实在太重要了 等到回到这大 问明情况 自己一定要将 这个菜叶种子弄到手 虽然身体情况十分糟糕 然而忽如其来变故 却让沈臣不得不再次出发 赵真 潘迪 袁洪 原本想跟沈臣一起回去 却被沈臣拒绝 你们刚逃出来 不要再回去了 沈臣目光望向潘迪 这个愣头愣脑家伙 醒来后 望向自己的目光 是如此亲近 比先前还要无阻隔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沈臣却是欣慰地 揽着潘迪肩头 老三 你总算是醒了 可是一醒来 就遇上这么危险的事 还有 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召唤 潘迪心中仅存的 那一点隔阂 瞬间放下 而后笑哈哈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到 老大女需要帮助 仿佛是醒过来以后 潘迪对自己的态度 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如果说以前还有些不服 因为林倩倩的原因 甚至对自己隐含着不满 如今却是一点隔阂也没有 竟然和前世一模一样 沈臣的心一松 只觉得一阵欣慰 微笑立刻挂在嘴角 好兄弟 晚一些我们再聊 潘迪点点头 所有人看着沈臣 将手枪上好进化液 又为了以防万一 将进化枪留给潘迪 你们拿着这个 万一遇到对付不了的丧尸 有他在 能保你们一命 这些人也是第一次 接触的进化枪 立刻被进化枪的威力震住了 先是诧异 最后就变成惊喜 如果人人手里 都有这样一把枪 这些丧尸 就真的不再是无解的存在 第三百八十九集 在确定所有人都会使用进化枪后 沈臣的身影骤然发力 像一枚脱膛的炮弹 带着惊人的冲击力 向远处奔去 他以所有的能量全开的方式 迅猛突进 此时他唯一的念头 就是回到这一打 亲口去问一问楚梨 问一问薛碧华 身上传来的剧烈疼痛 让沈臣跑了约十分钟 便已经大汗淋漓 他喘着粗气 大滴的汗珠 从脑门上密密麻麻渗透出 剧烈的疼痛 像针扎一样 刺激着敏感的神经 因为泡面而恢复的体力 在剧烈奔跑跳跃下 快速流逝着 他的肌肉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不知道是因为体内 那股磅礴作怪的进化液 还是因为内心的愤怒 二十多分钟后 沈臣已经站在研究院门口 没有惊动门口的任何人 这个时候 沈臣的心底里 已经不相信任何人 在隐藏很好的入门甄别处 连续刷了好几次脸 却显示权限有误 沈臣煞时间愤怒咆哮一声 而后猛然走到那个 伪装成泥土的开河门前 权限有错 不让我进去 你以为这样我就进不去了吗 如同翻天覆地一般的剧烈撞击 沈臣的暴力轰门 让那扇门煞时间扁了下去 说实话 这动静的确是大了一点 如果这里不是早被划分成禁区 只怕这么大动静 早就引来人了 但是沈臣此事已经顾不了许多 在这一打 他唯一还能信任的 就是楚黎 地板门上一些金属物凸起 沈臣手指一抓 如同爪子一般 五指狠狠插了进去 煞时间 那扇门便是出现五根手指头粗的洞 锋利的窝口 让沈臣的手指头受到不同程度的伤 然而却见沈臣猛然暴怒喝了一声 竟然硬生生将这门抓起 后动的方便在这一瞬间 如同手丝包菜一般 被撕成几片 而后被沈臣丢在身后 沈臣一个进步跳下电梯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里奔去 然而当他到达门口的时候 整个人立刻傻在那里 洁白的墙面 洁白的地板 洁白到一尘不染 没有人 没有任何东西 一片空旷的 好像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过这里 昔日人来人往地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 滴滴答答不停响着的仪器 各种各样的实验品 在请客之间 如同人间蒸发一样 什么也不见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 楚丽 楚丽你给我出来 沈臣难得脸色煞白 手指关节煞时间捏成青色 然而回答他的 却是一声一声空旷的回音 在大厅上空回荡 沈臣风力一般掠过每一间实验室 在这里 他看到的却是各种空旷的房间 一切有关于实验和人的痕迹都没有 人全走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没有人 难道楚丽也遭受什么危险 煞时间 沈臣只觉得头皮发麻 不错 如果对手是楚丽 也无法对付的人 那么很有可能楚丽也遭受不测 漠然间沈臣双眼猛然望向处理办公室 屋子里轻微的喘息声让沈臣面色一灵 轻轻走了过去 而后猛然一脚揣开了门 却见一个人的身影端坐在椅子后面 巨大的椅背遮盖住他原本的身影 你是谁 沈臣忽然只觉得一种熟悉的危险感 漠然涌上心头 话音未落 却见一束白光煞时间亮起 几乎是同时 沈臣的身子如猿猴一般乐器 肌肉煞时间收缩 让他的皮肤堪堪躲光的死亡来临 然而沈臣还是忍不住痛吼一声 他的右手臂如同被什么削掉一样 煞时间只剩下森森白骨 而肉已经全部气化消失 反应真的很快啊 那个男人忽然开口说道 声音非常之熟悉 沈臣默然抬起头 却见一个刚才和追杀自己 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默然转过了身子 他的脸上一样是冷酷的笑意 黑色的制式西服和银色进化墙 显露出他的强大 沈臣煞时间呆着住了 怎么可能 这个家伙明明被自己结果了 怎么又出现在这儿 你没死 沈臣刚一开口 立刻头脑一转 复制人 神话人 克隆人 你是什么东西 你才是东西 那个人竟然还会反驳 而后瞄准了沈臣锁在方向 就是一枪 巨大的气流 直接掀翻沈臣锁在地方 地板和墙面 煞时间金属墙壁 顿时出现巨大黑洞 沈臣狼狈地在空中旋转一圈 而后落在地面上 此时他不由得十分庆幸 处理没有研究出 上膛快的第二代进化枪 否则以第二代换子弹的速度 只怕自己此时要面对的 就不只是一发炮弹 而是无尽的噩梦了 毕竟这个距离实在太过近 也就是沈臣 如果换成其他人 在这种猝不及防情况下 早就被打成渣渣 那个黑衣人也是十分的惊愕 似乎想不到这么短的距离 竟然还能让沈臣躲避开 当下又是准备上膛 然而进化枪的威胁 实在是太大 沈臣默然浑身肌肉 胀鼓起来 一股作气竟是以手为刀 疯狂地抢进他的身前 猛烈地开始攻击 这样一股作气的 连续权力攻击 对体力消耗非常大 然而对沈臣而言 他已经别无其他办法 近身的搏斗 才能迫使这个家伙 无法发射进化枪 而自己才有获胜的机会 激烈的拳头 如瀑布一般猛烈轰去 显然沈臣的策略奏效 让这个黑衣人没有办法 他只是犹豫几秒 到底该放弃进化枪肉搏 还是拉开距离 继续进化枪攻击 就被沈臣如猎豹一般 猛扑上来 一拉一扯之间 那个追杀者 煞时间也失去平衡 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倒去 两个人此时的身影 几乎是交错而过 在平行的瞬间 沈臣的反手刀 煞时间出现 凶狠异常的如刀锋一般 掠过这个黑衣人的脖子 鲜红色的血 煞时间飙射出来 追杀者不可置信地 捂着自己的脖子 似乎根本就不相信 一个人 一只手 怎么能做得和刀一样的锋利 想不到你的血也是红的 说吧 楚黎究竟去哪了 死亡预警 死亡预警 黑衣人的眼中闪过荧光 嘴里不断突出了 机械化的声音 让血液喷射得更加迅速 追杀者的嘴张得老大 似乎贪恋着空气的进入 忽然间 这个原本像是死鱼一样的黑衣人 脸色煞时间变得十分奇怪 他原本痛苦的表情 在那一瞬间 诡异地变得十分平静 他长长的舌头 不由自主从嘴里伸出 用一种平静而窒息的目光 望着沈尘 嘴里吐出的话 仿佛是真言一样 你 会死 你永远别想见到你的同伴 第三百九十几 话音未落 却见这个男人的眼睛忽然闪过一丝奇异的银色光芒 而后便是如同断了电一般 永远地暗了下去 同伴 沈尘没来由地心中一阵慌乱 他的双眼默然望向来时的路 他甚至忘了去取那支进化枪 紧接着如同疯了一般 便冲出了研究院 小雨 老张 心中的紧张一浪高过一浪 沈尘的胸脯剧烈起伏 他的双眼爆发出愤怒到极致的火焰 如果小雨他们早就受得什么不测 沈尘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他只要一想 就觉得自己浑身马上要爆炸了 猛烈推开了房门 触目惊心的是房间内一片狼藉 房间里空空如也 沈尘封了似的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推开门 只能看见热腾腾的饭菜 还在灶台上放着 自己和小雨的床上 甚至还残留着女孩的体香 然而从地上和墙壁上的抓痕 激烈的打斗的痕迹 还有残留的血迹 就可以看出当时叶小雨他们经历了什么 叶小雨不见了 郭元不见了 赵明 唯一 甚至张小雅和多多 他们都不见了 煞时间内心的火焰被瞬间点燃 沈尘此时双目血管骤然爆开 血泪顺着双眼流下 沈尘的心此时如同陷入冰窟一样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猛然摇里摇头 嘴中喃喃自语道 不可能 不可能 樗里怎么会这么做 他他们想要干什么 心中的悲愤和痛苦简直撕裂他所有神志 他默然转身 而后直接奔向作战指挥室 薛碧华 沈尘最后的希望便是落在薛碧华的身上 他此时暗暗地祈祷着薛碧华一定要在 一定要告诉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叶小雨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这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尘此时的头脑已经是一片乱麻 他只知道要快点知道真相 快点知道真相 非一样地冲过这打 所有人只能看见一阵风骤人飞过 只留下地面上一滴滴的血迹 是怒 是恨 很快 门口把守的陌生战士 让沈尘混乱如麻的头脑 立刻冷静下来 你是谁 没有命令不能入内 为首的战士 看见满身血污的沈尘 力声喝道 沈尘冷横道 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这里面是首长办公的地坞 赶紧走 一脸的蛮横 竟然将枪直接上膛 没有丝毫犹豫 沈尘默然狠狠一笑 手掌 我找的就是你们的手掌 放肆 抓住他 赶拦他 今天他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沈尘冷冷一笑 却见他的双手默然一斑 如同两只利刃 煞时间两声惨叫立刻传来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沈尘 就这么一路掰断 所有试图阻碍战士的手臂 连着半边身体 而后在一片凄厉叫喊声中 终于一路畅通无阻地 来到作战实验室的门口 此时各国政要 还在屋子里议论纷纷 每个人的面前 摆放着新鲜的瓜果 麦瑞坎的药员 微笑着问道 大岛先生 不知道你们这次会选择谁 被称作大岛先生的 是一脸严肃的小胡子 此时他正经危坐 双眼望鼻 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不想做判断 不过按照我个人的意愿 我更倾向于俄罗斯一点 巴铁的专员 摸着自己的大胡子 我觉得华夏的队伍 明显要强于俄罗斯的队伍 我的话放在这儿 除了华夏的进化业 什么俄罗斯 麦瑞坎 解碰的 我们都不要 所有人都知道 巴铁跟华夏的关系 也知道他们素来是横行惯了 因此也只是笑一笑 没有说话 只有英吉利和法兰东药员 却是举棋不定 不过正如大导英爱说的那样 时间还没有到 等到了中午 一切自有定论 所有人正在激烈讨论着进化业 忽然只听门口传了一声剧烈声 所有人吓了一跳 急忙向门口望去 却见一个满身血污的男人 踹开了实验室的门 被鲜血隐藏着的面容上 只能看见两只燃着熊熊烈火的双眸 仿佛是一头发怒的野兽 一屋子各国政要 一看见沈臣回来 立刻惊喜地站起来 八铁的药员立刻惊喜地迎上去 嗨 沈臣 你可以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我们在这里坐了好久 你们的设备好像出了问题 我们什么画面也看不见 沈臣望着这些肤色各异 口音各异的人 只觉得一夜之间恍如隔世一般 他微微对八铁药员点点头 平静地开口问道 薛碧华呢 他声音虽然平静 可是每个人都能听出他隐含着的颤抖 薛将军嘛 他刚才急匆匆地跟着好多战士离开了 八铁的药员还不知所以 依然傻傻地回道 他去了哪里 沈臣的手指默然收紧 哦 这个可就不知道了 谢谢 沈臣木然转过身 心中最后一块希望也是坍塌下去 眼下恐怕连薛碧华也不见了 可现在到底发生什么 他们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 等等 沈臣先生 既然您已经回来了 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战果 毕竟我们可是从早上等到了现在 对呀对呀 结果究竟是什么 你和俄罗斯的队伍究竟谁胜了 哪一种进化业最安全 沈臣缓缓站起身体 这一瞬间 他想到那些猙獰无比的怪兽 想到身陷丧尸朝死去的兄弟 想到那束幽幽的白光 想到了生死未卜的叶小雨 忽然转过身 对抗赛已经结束了 没有赢家 你们可以走了 什么 没有赢家 我们可以走了 娘的 你给我说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时间 各个国家的语言全部冒出 各个政要脸上 全是写满被愚弄的愤怒 然而这已经不再是沈臣的事情 他冷笑一声 立刻打开门就要离开 然而很快 他的头部立刻一拧 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面颊 打在墙壁上 发出悠悠的清烟 默然转过头去 却见大道阴暗手上 一只手墙还在冒着烟 沈臣先生 这么走了恐怕不妥 我们需要一个理由 对 给我们一个理由 华家人怎么那么卑鄙 这算什么 这时候 只有八体还在努力地说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跟沈臣有什么关系 华家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们要相信华家 相信的只有你们国家这个蠢货 说好的对抗赛 我们为了这次对抗赛 付出了多少物资 结果说没有结局 就没有结局 这算什么 所有人顿时将怒火 发泄到八铁药员身上 那个药员瞬间被推散好几下 连退了好几步 第三百九十一集 愤怒的药员们 一步步紧逼着八铁的药员 沈臣双眼微微一闭 默然双眼怒争 你们要解释是吧 我给你们解释 大道阴爱这才冷冷一笑 算你识相 话还没说完 紧接着确见沈臣的身影 默然消失不见 就听一声切力喊叫声 只见大道阴爱 煞时间如同杀猪一般 痛苦扭动着身体 那只刚开过枪的手 被沈臣反拧着肩膀 直接顶住他的腮帮子 一声巨响响起 所有人眼睁睁的 看着大道阴爱腮帮子 左右两边穿成一个血洞 整个人丑陋的 就如同小鬼一般 大道阴爱煞时间又羞又怒 竟然惨叫一声 便是晕了过去 众人立刻呆滞起来 沈臣 他敢和杰鹏要员动手 他是不是疯了呀 然而沈臣疯狂的事情 还在后面 眼见沈臣身影来回闪动 所有人的目光 煞时间变得恐惧起来 他他妈可不就是疯了 所有人只觉自己身体 受得无尽的如狂风 咒语般摧残 如同暴风雨中的落叶 煞时间被砰砰砰的 撞击在房间各个角落 惨叫声尖叫声 不断的来回回荡 几十个国家要员 全部被打翻在地上 有的被揍上天花板 尤其是杰鹏国大道阴爱 腮帮子被打穿不说 整个下半身 眼看就已经全废了 全被踩成烂泥 想接回去 那是没处接了 要是抢救及时 这辈子估计还能靠轮椅活着 要是抢救不及时呢 总的来说 就是全场鸡飞狗跳 哀嚎遍地 只有八铁的兄弟还站在原地 眼睛中充斥着惊喜和崇拜 不停地激动尖叫着 他娘的 打得真爽 真以为自己是强国 大家都末日了 谁还能比谁高贵啊 揍死这帮的混蛋 末日前他们搞强权 末日后大家要死就一起死 揍死他们 十几分钟后 沈臣缓缓收了拳 此时满屋子除了八铁 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站起 缓缓擦了他手 沈臣对着一脸激动的八铁兄弟说道 回去吧 进化业的事情 很快就会公布了 沈臣 别都不说 就看你的战斗力 啥子才去相信俄罗斯的 我们就跟着华夏混 八铁兄弟信誓旦旦地说道 完全对沈臣崇拜到五体投地 一个人揍翻了世界上所有的政要 就连麦瑞侃的专员 都被揍进墙壁里 还有啥说的 霸道 沈臣巍巍一笑 没有再说话 是的 他有绝对的把握 华夏对自己的子民 对友好的八铁 肯定是十分尽责的救助 然而他万分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 这些人要针对他 还有他的同伴 为什么 喧闹过后便是寂静 迈着沉重的步伐 缓缓走出作战实验室 沈臣刚刚抬头 却见迎面忽然走来一个 极为陌生的中年男人 身后还跟着十几个黑衣人 而这些黑衣人 竟然和自己在研究院 和之前遇上的 长得一模一样 十几个相同长相的人在一起 这种感觉 足以让人觉得万分的不适 沈臣还没有特殊的反应 但是那个中年男人 仿佛看见鬼一样大声喊起来 沈臣 那个中年男人手指沈臣 竟是煞食脸色大便 紧接着接连招手 杀 快杀 一见面就如此激动 直接下达杀的指令 沈臣的双眼 默然闪过毫不掩饰的杀意 不管你是谁 杀 然而沈臣的身影 还没有到那个中年男人身前 只见十几道白色光芒气流 直接向着沈臣轰炸过来 如同陨石一般的压迫感 让沈臣只觉得心神炸了一般 十几把进化枪的威力一起射出 这种强度 甚至连当日的蜘蛛母铁 都能一击必杀 一上来就是这么狠毒 沈臣的心从来没有如此慌乱 几乎是慌不择路 玩命一样向侧面奔去 眼看着沈臣逃走 那个中年男人脸上顿时露出一个狠毒笑意 杀 赶紧给我杀了他 三号手掌有嘉奖 白色的能量光芒 煞时间炸的眼睛也睁不开 所过之处建筑物直接被冻穿 不知道这一代有多少人 傻傻望着那冲天的白光 那些建筑物里的混凝土结块 和钢筋水泥直接气化 如同摧枯拉朽一般被轰得粉碎 强大的气流直接将沈臣掀翻到地上 无尽的碎片如同宇宙垃圾撞击地球一般 纷纷砸落 此时巴铁耀员缓缓走出作战实验室 看见漫天碎渣 巴铁兄弟忽然傻傻来了一句 这是 末日来了 杀 无比给我杀了他 十几支枪杀不死一个沈臣 赶紧给我全力攻击 中年男人不停上窜下跳 疯狂喊着 好像沈臣杀了他全家一样 该死 沈臣双目闪烁出锋利的目光 他望着得意洋洋的中年男人 立刻掏出手枪 白光轰炸过来的一瞬间 一滴银色的水珠穿过白光 这颗银色水滴 竟然不怕浸花叶的气化 毫发无伤的来到中年男人眼前 直接将这个中年男人狠毒的笑意击穿了 傻时间 喜悦的笑意变成不可置信的窒息 而后 整个人便是轰然倒地 临死之前 他的双眼望着无数的白光 在自己面前闪过 不可能啊 自己就这么死了 自己怎么会死 下一刻 他便是陷入永恒的黑暗中 他的生命 甚至没有在他即将掌握的地盘 待上一个小时 就被沈臣无情地摧毁 虽然杀了这个混蛋的陌生中年男人 然而沈臣面对数十把进化枪 却还得逃 这时候 楼顶上忽然出现数十个一模一样 身高胖瘦的黑衣人 手里全部举着一把进化枪 如果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挤进二十杆进化枪的攻击 自己根本抵挡不住 沈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奔 他的身后是死神举着镰刀在尾随 黑衣追杀者 如同黑客帝国里无限复制的史密斯一般 在沈臣的身后不懈追击着 沈臣只觉得在自己高速飞奔下 又冷又硬的风 无情地搁着自己的面孔 然而他根本就不敢停 非但不敢停 甚至还要时时刻刻注意跑动方向 以防自己被进化枪打倒 他的速度很快 但进化枪的速度更快 一个不小心 自己整个人便要殒灭在这儿 二十几把进化枪的不间断射击 幸亏沈臣是速度和反应能力达到双极线的境地 否则根本不可能躲得过去 他的身影如同最迅猛的动物 更像是一阵风 极限躲避着 那一束束白光 就像是他身后的残影一样 如影随形 却碰不到他的一根毫毛 第三百九十二集 高速的奔跑 占据沈臣绝大多数体力 要不是之前沈臣所喝的进化液 让他此时拥有比你四阶的能力 只怕沈臣早就要死在进化枪下 眼见着沈臣即将逃离这大势力范围 忽然十几道光束默然再次亮起 这次不是分散攻击 而是集中全力一击 白光如同最恐怖的导弹爆炸一般 煞事间 所有人只觉眼前一亮 而后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清空一般 没有了声音 没有了画面 眼前只有一片如同神迹一般的白光 什么也看不见了 过了好久好久 二十几个黑衣人缓缓地放下枪 他们的目光整齐而统一地望向前方 却见二十余把进化枪所聚集的一点 离这一大的势力范围只有三百米的街区地上 留下无比之深的一个圆形大坑 坑中被气化的东西 还在冒着丝丝的白烟 他死了 他死了 任务完成 等待下一个命令 黑衣人们十分诡异地 每一个人在嘴里重复着一样的话 随着最后一声等待下一个命令的话说完 这些黑衣人便如机器人一般停止动作 直到他们耳朵里传出一个深沉雌性的声音 实验战士们 三号首长击杀枕臣的任务已经完成 接下来请协助委派专员彻底掌管这一大 得到了新的命令 命令请求通过 协助生效 二十几个实验战士 如同最听话的保镖一样 站在已经死去的中年男人身边 仿佛如同雕像一般 他们空有一双眼睛 却并不知道他们要协助的中年男人 早已经死去 只有八铁专员傻傻看着一切 他不过就是走出来这么几分钟而已 怎么什么都搞不清楚 八铁要员不由自主望向那个圆形大坑 忍不住身体一颤 这么强的强者 沈臣就这么气话了 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华夏 他们到底研究出了什么恐怖的武器啊 这一大的动荡 仅仅是几天就被平复 老百姓们要的是安稳的日子 而不在乎当权者是谁 竖在草坪上的雕像 换成了三号手掌的样子 一个新来的中年男人 被委派而来 和二十几个实验战士 终于彻底地把握住了这一大 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 让S式的还幸存老百姓更加难过 倒塌的房子 砸死不少丧尸 也毁掉了幸存者的家园 丧尸们更加敏捷 这些没有人肉吃的东西 开始捕捉起其他生物 比如说 偶尔跑过的猫 狗 成群结队的老鼠 只要是鲜活的 它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然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些老鼠们仿佛也是受了刺激 时不时能看见鼠群 将丧尸围住吃了的事情发生 而此时 一个满是丧尸的街区内 一个娇小的身影 在如废墟的城市中穿行 两个多月的丧尸四女 已经让这所城市 成为断壁残垣 这个身影一看 便知道是个女孩 她弯着腰 如同一只不太优雅的猫一样 在建筑物中穿行 很快 女孩的眼睛一亮 她猛然转进一个 黑洞洞建筑物里 刚一进门 却见两边立刻有 四五条黑色的瘦小身影 嗜血地扑了上来 杂碎 女孩轻轻骂了一声 而后也不见她有什么动作 在黑眼中 只听几声淒厉的 如同猫叫的声音一样 便是中午扑通落地的声音 黑洞洞的房间里 能看出女孩发亮的眼睛 却见她像是一只 最灵敏的猫一样 煞时间在房间里 翻箱倒柜起来 半个小时后 女孩满意地 搜索到一背包的食物 啊 所以说 在抽屉里藏灵时的 可不只是学生 这群白铃也是一样的馋嘴 不过这次真是发财了 女孩的喉咙 有些抑制不住地动了动 而后灵巧的眼珠子晃了晃 紧接着小声地说道 就吃一个应该没关系吧 恰 她又不知道我偷吃了东西 再说 这些东西可都是我找的 女孩自言自语 说完以后 便是打开了背包 从中间找出一根 写着日本字的包装的零食 杰棚北河道产的鲜肉条 据说道报卖七块钱一个呢 好吃到包的东西啊 哈哈哈哈 这个白铃的口味 果然跟我一样有品 嗯 好吃 呸唧呸唧吃完两根 女孩这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子 啊 该回去了呀 轻巧地从废墟中再一次转出 迎面出手伶俐地杀了几只不张眼的丧尸 身影三跳两跳便是消失在废墟中 水哥 我回来了 女孩很活泼 但是迎接她的是一片寂静 这是一个十分隐蔽的地下室 裸露的红砖墙壁 晃来晃去的电线 还有斑驳可见的血迹 屋子不大 但是却是目前已经极为难得的避难的地方 女孩三步两步跳了进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门上只留着一条缝 以方便她好随时注意外面丧尸举动 虽然这些家伙已经开始学会用武器了 但是他们的眼睛只会往前看 还不懂得世界上有一种屋子叫地下室 水哥 该吃饭了 女孩小心地拨着手上的食物 而后一点一点 用一副不知用了多少时间的筷子 在一个已经豁了口的碗中捣碎 小心翼翼地 用一把已经连硬化都看不见的勺子成了 未进那个躺在一堆棉絮上的男人嘴里 食物一点一点喂了进去 时不时还会从嘴角流出一点 女孩觉得有些浪费 又拿勺子咬了回来继续往这个如同死人一样的男人嘴巴里塞着 你还真是好运啊 外面现在乱成一锅粥了 丧事越来越厉害 四街已经到处跑了 新院小区和北方聚集地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打了一个月还没完没了的 硬是把好好的一个城市打成了筛子 你倒好 啥事也不管 就躺着睡觉了 话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行啊 老娘有时候真心不想伺候你了 这番话女孩说得极为顺流 好像时不时就会吐槽一番 然而她的目光望向那个男人的时候 脸上却是闪过了忧郁和担忧 床上的男人浑身没有一块整肉 外翻的红色的肉还有经脉 就这么外露在外面 鲜血色的血已经成了黑色硬块 身下的皮肉和棉絮粘在一起 男人的下身基本上已经没了什么肉 只有白的刺骨的腿骨 粗壮的腿骨似乎还能看出 昔日这是一双多么矫健的双腿 然而此时也不过是一个废人而已 若非女孩时不时往她鼻下探着鼻息 并且露出放心的表情 只怕任谁看了都要以为这是一个死人 女孩将整整一碗粘稠的混合物 喂进男人嘴巴里 而后又是从一堆凌乱杂物中找到一小盒子 小心翼翼打开盒子 女孩从里面摸出了几根身须 哎呀 人参又吃完了 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女孩无奈拍着自己的额头 这样下去 估计你三天以后就会压制不住 然后变成怪兽把我吃掉吧 第三百九十三集 女孩似乎跟床上的人说话 但其实一直是她自言自语 忧愁地将人参用手指掐碎 混在一瓶酒精里 扶起男人上半身 将酒和人参灌进男人嘴巴里 男人的胸口 好像发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声音 女孩这才放下心来 但很快 她便十分的忧愁 食物越来越不好找 更别提酒 还有人参这种东西 可是自己还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家伙变成怪兽吗 女孩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要是他真成为怪兽 也一定是一个最可怕的怪兽啊 女孩的双目无神望着 红色的装人参的盒子 里面除了一点人参渣 已经是空空如也 去哪给这个混蛋找人参呢 忽然间 女孩的眼睛一亮 她猛然将包装袋给翻滚 却见包装袋上 明明白白写着 S式的生产地址 女孩惊喜地望着 那个昏迷不醒的男人 你有救了 这一次我开一卡车的人生回来 有的你是 然而很快 她便皱起眉头 在东面啊 还很远呢 不过以我的速度 两天的话 应该饿不死吧 不管了 饿死了变成丧尸 我正好把你脑袋里的 煎化液取出来喝 女孩猛然站起来 而后将红色的包装袋 收进怀里 与此同时 她整了整头上一顶 十分奇怪的头巾 然后缓缓打开门 五月份的气温开始回升 一股淡淡的花香传进鼻子 女孩仔细打量着四处 在确定没有危险后 迅速关上门 而后将垃圾桶 水泥 转头一股脑倒在门前 在半地下室的入口 形成一个伪装后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便是再一次轻巧离开了 一天一夜 很快便是过去 女孩还没有回来 清晨的S事 和往日一样 充满稀稀苏苏的声音 不知是丧尸正在吃老鼠 还是老鼠正在吃丧尸 然而随着几声 远处的丧尸怒吼 半个小时后 一对衣衫褛褛的幸存者 带着无边的恐惧 还有绝望 匆匆逃到这里 这一对 大约有十几个人 四分之三是男人 还有几个女人 甚至还有一个 十一二岁的孩子 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魂飞魄散 还有对生的绝望 丧尸 丧尸追来了 快找掩体 不行啊 这些地方都不安全 他们会踹门进来的 怎么办 我已经跑不动了 忽然间 只听一声摔倒声 却见那个十一二岁男孩 被地上障碍物绊倒 猛然摔在地上 稚嫩的身躯 煞时间倒在垃圾桶上 顿时一堆和小山一样的水泥土块 扑扑地向下落着 快跑啊 我跑不动了 脚崴了 混蛋 那只变异丧尸 又来了呀 所有人疯狂大喊着 别管他了 我们快走 不知是谁立刻喊了一声 紧接着所有人脸上 闪过半秒钟的犹豫 而后向前跑去 赶念起来快跑啊 再不跑 你真的要被丧尸吃了 一个年纪看上去 五十来岁男人 急得瞬间大声喊起来 他想了想 还是几步跑回去 想要拉起这个男孩 忽然 五十几岁男人 目光猛然一转 左方正是半扇门 剩下的一半 不用说了 藏在地下 有掩体 中年男人几乎是激动到了 无法自拔的大声喊道 什么 这个地方 有一个半地下室 快进去呀 一时间十几个人 如同落水的人抱着树干一样 疯了一般跑回来 三下两下 将那些伪装瞬间八下 一个铁制的土黄色防盗门上的三分之一处 瞬间映入眼帘 几个人眼中瞬间闪过惊喜之色 只见这几个人立刻合力将门轰然一下踹开 紧接着 十几个人立刻钻了进去 门再次被关上 只露出三分之一大门 丧尸还没有进化到这样的智商 能发掘位于地下的屋子 顺着水泥浇灌的楼梯走下去 可以看出 这是一间位于地下的储藏室 里面的气味着实难闻 尤其是在癌子室 潮湿的地下室 还有一股的血腥气味 瞬间充斥鼻子 然而这时几个人没有一点嫌弃的意思 反而脸上充满惊喜 是的 这间屋子足够大 甚至还有一个小天窗能看见天空 然而更重要的 这里有很多生活的必需品 所有人脸上瞬间闪烁着光彩 而后互相对望一眼 猛然间 几声剧烈丧尸吼声传来 所有人立刻掩住嘴 慌忙躲在一边 紧张到极点地望着头顶上不大的天窗 可以看见 一个巨大无比的丧尸 拖着一条巨长的尾巴 缓缓走过 没有发现他们 半个小时后 那只丧尸再没有回来 安全了 所有人捂着嘴疯狂笑着 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 安全了 终于安全了 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将那个跌倒的小男孩抱起来 狠狠亲了一口 谁也没有提刚才他们打算放弃这个男孩的事情 十几个人开始放松下来 他们正要说话 但是很快 他们的目光 全部集中在一个男人身上 一个躺在床上的男人 这里有人中 一个男人立刻低声说道 语气有些不善 为首的五十岁中年男人 立刻微微抬了抬手 身后的男人 立刻一句话也不说 便是退了下去 朋友 朋友 中年男人连续呼唤几遍 而躺在床上那个人 却是没有丝毫的回应 他不会是死了吧 有一个尖嘴猴腮男人 忽然发出声音怒骂一句 死了你看到的就是一句丧尸 而不是一个人 五十岁男人立刻向他吼了一嗓子 而后却是小心谨慎走了过去 十几个人也是好奇地围上去 不看则已 一看这十几个人瞬间倒出一口冷气 看着这个躺在床上的男人 忍不住后退好几步 这 这是人 这么重的伤 竟然还活着吗 这他们还是人呢 肉和棉被都长到一起去了 那下半身的白骨森森 他的喉咙里竟然还有细微的声音 真的没死啊 五十岁男人点点头 真顽强啊 竟然还活着 不过他这样活着 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 众人一想也是 这么活下去 也就是迟早变丧尸的事 有一个女人好奇地问道 你们说他一个人 怎么能活到现在的 一个尖嘴猴哉男人呵呵笑着 然后忽然从地上挑起一个背包 这还不简单 看来这里面布置他一个人住 有人伺候他呗 谁还会伺候一个快死了的人呢 笑话 立刻有人辩驳 那个尖嘴猴腮的男人 立刻打开了背包 你不信 看看 这里面还有食物 那边有碗筷 你说 一个快死的人 他会去找食物吗 他会用碗筷吗 第394集 食物 一时间场面安静了 只听见众人咽口水的声音 那尖嘴猴腮的人 嘿嘿一笑 镜子将背包抱在身上 然后坐下来 一个个翻出来拿在手里 然而有一个女人 却是忽然说道 我们这是到了别人的地盘 还是 不要拿别人的东西吧 话虽是这么说 但是语气中的饥饿和渴望 大家一听 便是知道他语气中的意思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呀 现在还有什么别人的东西 这么一说吗 尖嘴猴腮的男人 立刻冷笑几声 而后率先将背包 直接翻了个底朝天 直接拿了几根蟹肉条 还有巧克力等东西 这年头 你抢到的就是你的 我抢到的就是我的 你们不吃是吧 我吃 你疯了 万一他们其他人回来怎么办 五十岁男人立刻走上来 焦急喊道 你希望我们被赶走吗 要知道 我们可是已经没有 棋身之地了 走 我们为什么要走 尖嘴猴腮的家伙 忽然恶狠狠说道 既然我们找到了这里 就他妈的呆在这里了 所有人忽然愣住了 不可置信地望着 这个尖嘴猴腮的男人 忽然间像是不认识 这个人一样 你是说 中年男人不可置信地 望着这个男人 忽然间 一种难以形容的激动 和罪恶感 同时浮上来 他们的人应该不多 这里只有两个窗户 所以说 他们可是只有两个人 一个激动的 简直浑身站立的男人 阴侧侧地说道 两个人 其中还包括一个 快死的垃圾 不论那个剩下的家伙 是男是女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制服不了他 所以 所以 所有人的目光 立刻望向那个 五十岁首领 却见首领的脸上 瞬间闪过一丝决断 是的 我们需要一个 安居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好 话没有说明 然而所有人 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煞世间 十几道目光 如同豺狼一般 对准了 躺在床上的男人 他们的脸上 没有了属于人的悲鸣 更像是一头野兽 包括那个 十一岁的孩子 也是死死盯着 那个其实一点 威胁都没有的家伙 如果他们要站下这里 这个人 必须要死 这个人要死 一会儿回来 那个人 也要死 这不能怪他们 只能怪这个世道 已经变了 首领对着 尖嘴猴塞的家伙说道 你来动手吧 得了 我知道了 这种脏活累活 总得是我来 这个尖嘴猴塞的男人 挽起了袖口 露出和他身材比例 并不相匹配的 肌肉扎实的胳膊 而后 就见他往自己手上 吐了两口唾沫 然后走上前去 等等 一个女人忽然皱着眉头 说道 等等再杀他 什么 你别告诉我 你看上这个家伙了 要是欲求不满 老子随时恭候啊 哈哈哈 尖嘴猴塞的男人 立刻阴阳怪气说道 放你妈的狗屁 女人干瘦的身体还在颤抖 这个背包里的食物不多 我们几个人不够分 身上有肉 有肉 小男孩的喉咙忽然动了一下 显然是咽了一下口水 吃人肉这种事情 他已经很习惯了 逮不到老鼠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将旁边人的胳膊 拿过来咬一口 虽然会挨一顿打 但是接下来锅子里炖着的肉香 可是实打实的呀 五十岁的首领叹息一声 而后从身后抽出一把刀 血液不要浪费了 但愿他能安息 所有人也是微垂眼帘 但愿他能够安息 说吧 那种贪婪的目光 在一次聚焦的床上 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男人的身上 锋利的刀片顺着外翻的肌肉 缓缓地划开 十几个人贪婪而虔诚地 望着胸膛的血液 如水一般流淌 他们手上 嘴里 充斥着腥甜的香味 然而每个人脸上 却是血满满足 血液 很清甜的味道 比一般人的血好喝呀 刀子在腰部椅上 开始缓缓动起 一根根的肉条被挑出 所有人如火至宝一样 将肉条一一地传了下去 放在桶里 这可是粮食啊 然而忽然 有人默然喊了一句 不对 什么不对 刚才花开的口子 不流血了 怎么回事 所有人慌忙地 向最开始划开地方望去 只见男人身上一层 粉嫩的肉牙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在生长 渐渐地 那一道深深的刀痕 便是尽数地恢复过来 不仅如此 身上所有被挑出的肉 全都很快地愈合 只是奇怪的是 男人的下身大腿 根部以下 却依然是白骨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所有人惊恐地 望着倒在床上的男人 在这一瞬间 只觉得这件事 有些诡异地出奇 的确新人类 是有着自愈能力 这是因为肌肉的活性细胞 被激发的原因 但是这么快就长好了 谁他娘见过呀 尖嘴猴腮的男人 忽然呵呵地转过头 啪个丢 这估计是一个 自愈能力方面的新人类呀 咱们这是捡到饱了 只要他不死 不就意味着 我们每天都有肉吃 他实在是太得意了 然而意料之中的欢呼 却是没有传来 只因所有人 忽然嘴巴张得和窒息的鱼一样 两只眼珠子 刹时间瞪得出来 像是被人卡住脖子一样 望着他的身后 巨大的良意 从脖梗处传来 尖嘴猴腮的男人 忽然只觉背后发凉 他缓缓转过头去 忽然间只听咔嚓一声 尖嘴猴腮的男人 只看见一双灰色双眼 毫无表情地望着自己 他正在诧异自己脑袋 怎么能看见自己身后的时候 却发觉自己的头顶 已经撞上了天花板 自己死了 无数声淒厉惨叫声响起 巨大的变故 让他们煞时间魂不附体 面如灰色 十几个人煞时间倒在地上 这个男人 他的手仿佛没有用力地 捏住一具无头尸体 塌陷的双猜和灰色眼睛 如同死尸一样 他是 狮化了 诈尸狼 诈尸狼 快杀了他 所有人风了一样大喊大叫 与此同时 手上所有东西都是扔了过来 两声扭动脖子声音传来 漠然如诈尸一般做起的男人 灰色的眼睛不带任何情感地望向这十几人 那一瞬间 众人的心都是停顿片刻 这个男人 他究竟是人还是鬼 沈尘此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眼前这十几个人 究竟是人是鬼 说他们是人 可他们嘴上是鲜血 鸭缝里塞的是人肉 说他们不是人 他们却还披着造物主赐予的皮囊 你是谁 中年男人战战兢兢地问道 沈尘扭了扭脖子 这句话 应该我问你们吧 我们 我们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是我们救你的 一个女人眼珠子一转 立刻撒谎说道 第三百九十五集 沈尘顿了一下 有些不敢置信 望着桶里一条一条 明显是从自己身上滑下的肉 而后又看了看满口鲜血的男女们 摇里摇头 这个时候 还撒谎 你们是吃屎长大的 几个男人瞬间对望一眼 紧接着无比凶悍地冲了过来 几把砍刀毫不留情 对准沈尘脑袋劈了过来 真是该死 一拳将第一个人直接轰飞 可另一把砍刀 却直接砍在左臂上 好长时间的躺卧 让沈尘此时全身反应能力 和全身肌肉 都处于一种不受控制状态 愤怒的怒火 煞时间燃烧起来 老子被那帮黑衣人欺负 现在还能被你们这帮杂碎欺负 伴随着沈尘越来越愤怒的目光 一个男人忽然发现 自己肚皮越来越大 整个人如同吹了气球 一般胀大开 所有人惊吓得慌忙躲开 吓得心胆剧烈 男人发出凄厉惨叫声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肚皮 变得越来越发亮 肌肉因为承受不住 胀大的体积而出现裂纹 一声惊天响声 只见一坛一坛碎肉 和恶心的血浆 煞时间迸发出来 跟下雨一样 而原先那个男人 却已经尸骨无存 恶魔 这个家伙是恶魔呀 十几个人已经丧胆销魂 一个个屁滚尿流的 恨我得多长几条腿 跟一条丧家之犬一样 想要冲出这个恐怖的地下室 然而他们很快便是发现 随着那个男人 醒来的冷横一声 所有人的身体 都是开始像一只 被拼命吹胀的气球一般 连续的爆炸声响起 漫天的血液和肉糜 纷纷落下 血肉横飞 散发出浓烈催有的恶臭 沈臣的目光 没有一丝怜悯 望着整个 如同修罗场的地下室内 一个被血液浇灌得 如同血人一样的男孩 这是唯一一个 没有和他血液的人 你杀了我爸爸我妈妈 我要杀了你 男孩眼中是无尽的 愤怒和绝望 就这么短短几秒钟 所有的叔叔伯伯阿姨 全死了 都是眼前这个家伙干的 你这个混蛋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为什么 咬牙切齿的咆哮声响起 男孩手上 默然举着一把匕首 我要杀了你 一只手握住小男孩脖子 小男孩便是 再难向前一步 你们为什么要吃了我 平静的话 仿佛一点情绪也没有 然而就是这一句话 让小男孩有些发愣 他紧接着甩了甩头 我们吃你有什么不对 你本来就是一个 快死的人了 用你的肉 换我们十几人的生 有什么不对 男孩撕心裂肺的喊声 和刻骨的仇恨 让沈臣忽然嗡了一句 而后他忽然垂下眼眸 原来是这样 那么原本还打算放你一条生路 男孩的眼睛默然放大 而后像听到最恐怖的笑话 他猛然大喝一声 锋利的匕首对着沈臣双眼 就插了过去 砰的一声 男孩的头在眼前瞬间塌陷下去 从脸颊骨到牙齿 再到脸蛋 而后随着沈臣轻轻叹息 终于化成粉碎 无头的尸体绝望倒下去 致死那只匕首 还紧紧握在手上 这样的一个孩子 你还指望他以后 能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恐怕最恶毒的成年人 都不会及这样的孩子 长大后的十分之一 所以 早点死吧 沈臣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双手 然后望了望和自己后背 粘在一起的棉絮 忽然苦笑一声 这谁照顾的 太粗糙了 双手一点一点 将已经和血肉长在一起的棉絮撕扯下 饶视沈臣也疼得冷汗淋漓 几个小时过去后 他才将后背棉絮全部撕扯下来 原本已经长好的后背 再一次充斥着麻麻洋洋的感觉 紧接着 沈臣开始望向自己 已经是白骨的双腿 骤然望见自己的骨架 这种感觉着实不好 如果不是知道 这显然不是被人吃掉的 沈臣恐怕当场就要发飙了 试图着用指示骨架的双腿 开始迈步 第一下 便是如狗吃屎一样摔在地上 还是有点掌握不好平衡啊 沈臣在心里这么想着 于是他爬起来 在充满血浆的地上 一步一步走着 血液将他的脚骨 腿骨染成血红色 半个小时后 沈臣已经可以恢复正常人行走速度 他忽然感觉没有了肌肉缓冲 但是也没有了疼痛和酸胀感觉 这让他忽然想到 那个叫梦梦的女丧尸 那个被同伴吃得 只剩下头颅的骷髅架子 飘起来毫无重量 速度快的惊人 如果自己要是能恢复过来 没准速度也会有一个提升吧 既然能下地 沈臣便是缓缓打开门 何须的阳光依旧照射大地 然而眼前已经是触目惊心的废墟 沈臣微微眯起眼睛 只觉得血腥的微风扑在脸上 竟然有一种挥洒不去的疏心 此时的他 已经仿佛忘掉所有一切 只是惬意打凉日颓废的城市 而后重重输了口气 眼前的城市 总算成为自己熟悉的样子 衰败 无处不在的恶臭 还有很多令人讨厌的 铁齿动物的声音 真是令人怀念 沈臣缓缓在废墟上移动 一些游荡的丧尸立刻冲了过来 他们的力量 比沈臣最后一次见到 又是墙上一倍有余 他们手上已经拿起像是树枝 锋利的瓦片这样的武器 有一些丧尸身上 出现了奇怪的骨刺 一看见一个胆敢 堂而皇之出现的人 这些丧尸兴奋 嘶吼着猛扑上来 拳头打在丧尸头颅上 产生了微微刺痛 让沈臣忍不住长笑一声 仿佛是要发泄内心 所有积累已久的狂暴 傻事间 十几个围上的丧尸 顿时化成破碎的娃娃 带着已经全部粉碎的头颅 彻底地飞出几十米远距离 废墟之上 沈臣默然握紧双拳 他忽然在嘴里发出 呵呵冷笑声 这一次 他竟然没死 还真是侥幸啊 那么 暗地里那个敌人 劫持了他的女人 和同伴的那个敌人 既然杀不死自己 那么就好好等着吧 风沙和泥土 将昔日宽敞明亮的马路 变得看不清楚 沈臣望了望四周 在这座已经逐渐显现出 前世记忆中废墟的城市里穿行 好不容易 他才找到一个 保存还算完整的路边小店 从里面拿出几套衣服 等他穿戴好出来后 已经看不出 下半身的骨头架子 对于下半身情况 沈臣并不是十分在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多亏了这些骨头架子 自己才能活下来 当时肆虐的进化液 因为自己下半身的缺失 已经一大半消失了 剩余的进化液 虽然还在肆虐 但至少给自己 留下几天缓冲时间 但是 能从那么凶险的进化枪下 将自己救下 这个家伙 究竟是谁呢 我会让你变成了 我会让你变成了